第181章 天界蓝皮书1.0版本 南星 天庭 万千仙光弥漫 绽放出鸟鸟的金芒 祥云铺地 成卷的祥云使得那天庭若隐若现 一座若隐若现的宝殿散发着金光 让人不禁想要跪倒膜拜 灵霄宝殿之内 嬴政懒散地伸了个懒腰 看着桌前的宏伟蓝图满意地点了点头 嬴政手一伸出 宝图自洞卷成一团 出现在手里 拿着宝图来到灵霄宝殿策殿 这里也是他休息的地方 没有停留 朝着旁边一个侧卧走去 侧卧里 一座百米多高的神像 屹立在这里 正是人皆日夜祭拜的那一尊金像 多年的祭拜已经养成习惯 来到天庭之后 被父神册封为玉皇大帝 统领蓝星生灵 第一时间就将秦国的金像搬了过来 尽管有了更好的材料 但他从未换过 就这一尊从未修炼之时起 一直陪伴着他 那时候 他只是人间一个帝王 管理一个国家 现在 他管理的是蓝星五界 未来甚至会有六七八界 面对如此庞大的众生 想要管理好 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一件很小的决定 可能在其他星球掀起巨大的动荡 做事必须慎重 再慎重 嬴政做了几千年的帝王 深知一个道理 想要管理好天下众生 规章制度很关键 强者制定规则 弱者遵守规则 天下才能治理好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天庭自然也有天规 也叫天条 天庭各职位非常重要 宁可不选 选了就要选好 为三界生灵做贡献 三界生灵 贩指多界的意思 取自老子的道德经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寓意未来会有更多的世界 嬴政这些天来 一直在制定天条 组织行政图 管理制度 工作岗位 职责规范 连结协议 选拔制度规范等等 这些事情不制定好了 天庭不开 当然 这也是父神的旨意 父神告诉他 原本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制度 但时代在变化 那个时代的东西 明显不适合现在的蓝星 而且 父神告诉他 要与时俱进 不要与三界脱节 从群众中登上天地之位 还要经常回到群众之中 嬴政结合二亿多年的历练经历 结合人界变化 最终制定了天庭蓝皮书0.9版本 今天终于写完了 写完的第一件事 当然要让父神审批 指证 达到1.0版本 才能广开天庭 召集各方神仙 嬴政恭敬地拜了拜 将蓝皮书放在神像前方 等待审核 过了一会儿 蓝皮书爆发出金光 上面涌向一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月 嬴政再次拜了拜 拿着蓝皮书 回到宝殿之中 坐在宝座上面 将蓝皮书缓缓展开 看着父神给的指导意见 嬴政进行修改 觉得不太合理的地方 又画上记号 并做出解释 又送去审批 反复积个来回 终于修改完成 天庭蓝皮书1.0版本正式出炉 嬴政看着高达几百万页的蓝皮书 又细分成无数份细缸 这个就不需要再请示了 只是将蓝皮书总纲的部分条例 单独装定成册而已 就像天庭管理条例 神仙的行为准则等等 积个大类单独成册 也方便交给各部门领导 随着一切准备工作完毕 天庭也将正式步入正轨 嬴政回到后方侧院 祭拜父神 将天条放入神像前方 天条化为无数金光 融进天道之中 只要是渡劫期之后的境界 都要遵守天条 这是为这个级别以上的天地修饰准备的 现在的天道 是蓝星家族同步的 加入蓝星家族的所有姓名 达到渡劫期之后 都要遵守这个天条 随着天条化为道道金光 天地间所有渡劫期 及以上境界的修饰 脑海中都感悟到天条 知道今后的行为准则 都会受到天庭 天道监管 触犯天条 都将受到严惩 一些渡劫期修饰 面色阴晴不定 在天地间自由惯了 自然不愿遵守天庭 天条约束 也不想加入天庭 就想多在天地待着 在这里多好 他们是人界顶尖修 到天庭之后 将寿人摆布 很有可能成为地中地 这部分修饰都在疯狂思考 怎么才能不晋升天界 又能继续修炼下去 还有就是 怎么才能晚一些去天庭 多在人界待一段岁月 过够了 我再飞升也不迟 当然 也有很多修饰大喜 他们等了千年 一直在等待天庭开启的消息 终于有了最新进展 天庭一天 人界一年 嬴正在天庭 感觉不到时间流逝 人界可是过了三千年之久 三千年 沧海桑田 人界早已惊物世人为 科技上 有了一丝进展 一些科技里 论化为成果 但反物质能量 还一直没有进展 时间和空间 有一些成果 人族科学家 有了一些产品成果 毕竟早年研发 过空间介质 对空间 还是相对熟悉一些 空间介质内部空间 进一步扩大 空间介质里面 可以存放活物 这就涉及时间流逝问题 也是人族在时间上 唯一的进展 还有空间跳跃 可以进行短距离的空间跳跃功能 飞船机动性进一步提升 但因为能源问题 还无法长距离跳跃 避免在空间跳跃过程中 能源耗尽 迷失在空间之中 人见 一男子坐在坟墓前 看着死去的妻子 不停念叨着两人的过去 沧海桑田 修仙不尽反退 任何东西在时间面前 都显得如此脆弱 林浩喝着酒 不时倒在坟墓前方 回忆着两人过去的时光 他还在 他不在 林浩自从上次打击之后 刻苦修炼 机缘不断 境界一路飙升 事实证明 天才 始终都是天才 他很清楚 妻子转世投胎 不知多少事 自从上次 他再也没有关注过 转世之身 来到此地 也是有些怀念过去罢了 林浩心神一动 再次来到某处墓地 微微叹了一声 看着好友墓碑 摆上一些祭品 叙说着两人小时候的事情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一些习武 直到灵气复苏 恐龙园遇险 比武大会遇到白木鹰 空间秘境修炼 遇陷小白姐 培养徒弟 这一桩桩 一件件事情 在脑海中快速走过 唯一的好友 也于千年之前 化为枯骨 投胎转世 他知道 成员一直很努力 天赋也好 机遇也罢 那一战原因受损 再也没了朝气 林浩难难道 希望下辈子 还能做兄弟 转念一想 投胎的成员 已经不再是成员 听说吃下望川河边的彼岸花 可以觉醒前世记忆 可是 有什么意义呢 时光已经冲淡了一切 重生的成员 和几千岁的林浩 关系还能那磨好吗 谁也不知道 就连小白姐 也失去了踪影 据说已经飞升灵界 兽界已经更名为灵界 林浩看着广阔的天地 却已经再无朋友 陪伴她的 唯有修炼 突然感悟到天条信息 默默飞往某处 继续修炼 等待天界开 天界 赢政神念沟通之后 来到了第三十三重天 第182章 太上老君 赢政看着面前的老人 恭敬地说道 拜见道德天尊 看着嬴政失礼 道德天尊微微闪身 躲过这一拜 随即微笑道 不敢当 不敢当 老道见过陛下 嬴政也不见怪 还是恭敬地朝着道德天尊 拜了拜 对方再次躲开 嬴政再次朝着对方 拜了拜 道德天尊没有躲开 再一再二 不可再三 再躲 就有些打脸了 道德天尊看着嬴政 叹了一口气说道 天地何须如此 老朽已知道天地来意 必定配合 也罢 道德天尊心神一动 身旁出现一个人影 此人和他竟有三分相似 老道手持浮沉 看着身前二人道了一声 浮身无量天尊 太上老君献过天地 道德天尊 嬴政一惊 这是何等手段 都是准圣 道德天尊居然能够做到如此地步 幻化出来的分身 居然也有精先境界 明显有自己的理想 完全就是另一个人 嬴政连忙说道 老君不必多礼 今后还望不吝赐教 嬴政见到目的达道 和道德天尊客气了机句 带着太上老君 朝着第三十四重天 三十五重天拜访 领保天尊 原始天尊看现嬴政身旁的太上老君 眼神略有一丝变化 既然客气了几句 嬴政带着太上老君 又朝着第十重天飞去 穿过西天门到达佛界 到达佛界又朝着第三十三重天飞去 另外四个佛主都在这里 嬴政和如来佛祖聊了机句 看着嬴政身旁的太上老君 几位佛祖心中略有一丝波澜 面色如常 看不出任何变化 嬴政走了一圈 带着太上老君返回天庭 并没有赐予老君任何职位 却将三十六天宫中的兜律 供给了太上老君 兜率公在三十六天宫之中 也算是排名前列的宫殿 嬴政又将一片宇宙奇观碎片 赐予太上老君 嬴政倒不是收买人心 而是礼尚往来 这也是感谢道教派遣的大使 天庭主体必然归属于道门 这是天庭的纲领之一 他是天帝 三清就是天庭太上长老 也归属于天庭续练 嬴政是准圣初期境界 这是父神强行提升上来的 随着后期修炼 境界必然不如佛 道创始人 道达准圣境界 比拼的是对于大道的感悟 也就是说 随着时间流逝 他论修炼来说 远不如三清 如来佛祖等准圣 这些人专心修炼 而他需要处理天地所有事物 想要晋升圣人境界 需要从准圣初期 到达准圣圆满境界 晋升圆满境界之后 再配合宇宙功德 才会晋升为圣人之位 所以 这些准圣第一任务是修炼 修炼到准圣中 后期就要创建势力 以便日后博取大功德之力 如来佛祖 已经是准圣中七境界 剩余四位佛祖 是准圣初期 而三清两位天尊为准圣中七 最高的道德天尊 已经到准圣后期 也就是说 三清的原始天尊 领保天尊 终将建立自己的势力 这样事情早晚要发生 九位准圣必然有一场暗斗 这是众圣心知肚明的事 嬴政为何要拜访一圈 也是为了大义 天庭是三界最高行政机构不假 但只有一个准圣初期的嬴政 佛 倒还有八位准圣存在 大家都是准圣 凭什么让你执掌天地 是 确实父神有命令 让大家辅助天庭运转 但辅助的方式很多 怎么辅助很有讲究 所以 嬴政第一件事 就是拜访道德天尊 这是三清之首 也是天庭背后的第一大佬 也是目前蓝星修为最高的圣灵 唯一的准圣后七境界 还有一点 道德天尊最像位化身前的老子 也是最仁义的一位 只要他有所求 道德天尊必然会出手帮助 而且 道德天尊不需要再建立势力 不会与天庭有冲突 因为道门都算是道德天尊势力 所以第一站 才去了第三十三重天 也如愿以偿得到帮助 道德天尊的地位 所有人都知道 三清老大 就连如来佛祖 也得叫一生老师的人物 没有老子为他讲解大道 佛门也不会诞生五位准圣 所以 嬴政带着太上老君 去各处拜访准圣 也是告诉大家 道德天尊站在我身后 化身入治天庭了 这背后一切都有其寓意 嬴政不光在规划蓝皮书 也在思考今后发展的道路 天庭是道门的 也不完全是道门的 反过来说 道门归天庭 也不完全归道门 除了道德天尊 如来佛祖无所谓 其他准圣今后 必然要创建势力 扶持嫡系弟子等等 未来必然会有无数争执 这是必然 所以 嬴政并没有给太上老君任何职位 给什么职位都不对 老君只要站在天庭朝堂上 就代表了一切 这一切 嬴政都很清楚 嬴政还有个最大法宝 那就是父神 这一点所有人都知道 所以面子上的功夫 必须要做满 正所为万事开头难 现在有了太上老君 已经开个好头 接下来 就需要一个八面玲珑的人物 去平衡各方势力关系 招收一些天才回天庭培养 还有传达天地旨意 这个人境界不能太差 必须八面玲珑 人缘好 办事能力强 这样的人物很难找 相当于天地秘书职位 嬴政想要在天地之间 找到一个这样的人物 闭上眼睛 开始推演了起来 太上老君待在兜律宫 开始推演适合自己的大道 他是道德天尊的一缕化身不假 却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也想找一些事情来做 毕竟今后漫长的岁月 他都要待在天庭 平衡天庭局势 太上老君思考片刻 拿出嬴政送的宇宙奇观碎片 暗暗称奇 嬴政真是父神面前第一红人 除了道德天尊有两件 众多准圣 只有一件宇宙奇观碎片 他们用来制作属于自己的先天灵宝 嬴政居然随手送了一片给他 不亏是第一红人 太上老君拿着宇宙奇观碎片 开始炼制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 太上老君面前出现一个阴阳八卦炉 八卦炉吸收天地生灵一丝星火 成为一种特殊火焰 三昧真火 火焰成三段 分为上、中、下三段 上为军火 中为尘火 下为明火 可以炼制焚烧所有物质 想要熄灭火焰 只有天下至纯的真水才能克制 太上老君还是决定走炼丹大道 炼器大道 这两个大道属于辅助大道 可以辅助本体多两个副职业 与此同时 嬴政看着人界一个修士 露出笑容 嬴政心神一动 一缕分身从天门飞出 化为一个修士降临人间 第183章 清廉居士 人间 唐朝 嬴政看着人间变化 有些感慨万千 三千年 弹指一挥间 不成仙 世间的一切 不过是过眼云烟 嬴政身穿蓝色的段子衣袍 腰细玉带 手持象牙的折扇 好一个翩翩公子 一身境界不高不低 楚一化神七修为 朝着某处酒楼走去 川流不息的人群 显得热闹非凡 放眼望去 此地境界最低 也达到了荆丹七 不过没有人飞行 天空的法阵禁锢 令大乘七之下的修为 都无法飞行 随着某处一声大喊 快走 居士来了 街上的人 裙污泱泱地 朝着身前最大的一个店面跑去 嬴政慢慢穿过人群 周围的人 庞扶不存在一般 任凭他 穿到最前面 九楼门帘很大 看起来气派非凡 比附近几个店 合起来还要大 要知道 现在的蓝星 早已经寸土寸金 每一寸土地贵的离谱 能占有如此大的地方 足以证明实力 九楼烫金的牌匾上 龙飞凤舞的几个大字 最先楼 此时的门帘大开 里面热闹非凡 门店占地面积 不过五百平方米 里面却有几万人存在 这就涉及空间应用技术 外面看着很小 里面的空间 别有洞天 几万人盘腿坐在铺团之上 听着最前方的修士 讲解修行之道 这些修士最低修为是金丹七 高一些的达到化神七 都是一脸崇拜的 看着前方的男子 此人一袭白衣 显得飘逸非凡 腰间别着一把宝剑 让人看着就心生好感 他看着众人 缓缓讲着修行上的一些问题 下方的修士 有道 佛 甚至还有一些舞者 都是处于各境界平景期 嬴政化身为一个翩翩公子 有些好奇地 问着旁边的一个男子道 道友 此人是谁 男子满脸地不敢相信 随后看着嬴政 一脸鄙视地说道外星球回来的吧 嗯 从小在外星球长大 刚回到主星 看此处热闹非凡 过来看看 嬴政也不在意 笑着说道 哦 那就难怪了 我跟你说说 男子指了下前方的修士说道 此人乃是新一代天选之子中的一员 人界每隔千年 都会诞生三十位天选之子 这个你知道吧 看着嬴政点头 男子继续说道 此人明李白 大家尊称 他为清廉居士 天选之子 各有益处 李白是如道心静大如 不仅精通如道 还有道 无 甚至佛法也懂一些 唐诗三百首 首首经典 广为流传 可以说是出口成章 每一首诗都蕴含天地才气 可以提升修士心境 让人突破修炼瓶颈 看到在场这些修士了吧 都是达到修为瓶颈 无法突破 特意来听清廉居士讲解来了 嬴政略有一丝疑惑地说道 效果好吗 男子鄙夷地说道 请把妈去掉 清廉居士才气过人 品行也是值得大家称赞的 像这种活动 居士在各地举行 全是免费 不收分文 要说整个蓝星最受欢迎的修士 清廉居士一定榜上有名 不论身份 不论境界 只要请教他 都可以为你细心讲解 深受大家喜爱 就连各王朝 宗门都定期 想找清廉居士为旗下修士 讲解讲解 但清廉居士极为洒脱 能不能找到他 全看缘分 也有势力想要对其不利 但清廉居士实力不凡 而且朋友众多 嬴政站着问道 多 有多少 数不清 据说有个大势力 绑架清廉居士亲人 想要威胁他 清廉居士暴怒 呼朋唤友的 从各地赶来上千大城 其以上修士 将对方宗门灭门 相当的恐怖 甚至一些王朝 宗门公开宣布 谁敢对清廉居士不利 就是其敌人 必将全力讨伐 嬴政听得津津有问 虽然他只要推演一番 就可以知道全部信息 但恶趣味上头 还是想听听 嬴政瞬间消失在原地 出现在会场某处 盘坐在地上 周围没有任何人感到奇怪 刚才为嬴政讲解的男子 境界突然提升一截 从金丹七六品 突破到原因期 男子大喜 都没有听清居士 讲解具体内容 境界就提升这么多 名不虚传 突然想起什么 刚才是不是 唯一个男子讲解过时吗 怎么记不清对方样子了 又过了一会 甚至连这个事情都忘记了 李白讲的绘声绘色 丝毫没有察觉到 场内多了一个人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 李白略有一丝 好奇地看向嬴政所在位置 这里嬴政暗暗称奇 居然这模块 就察觉到异常 有点意思 过了一会 李白讲解完毕后 开始针对在场修士 现有问题一一讲解 没有一丝架子 让人如玉春风 难怪他的人缘如此之好 他境界已经到大儒 相当于度节气修士 和一群金丹七修士 聊得津津有问 为人讲解修炼之道 是个妙人 李白刚想朝着嬴政走开 却见眼前空空 哪里有人 甚至就连对方容貌 都忘记长什么样子 李白面色如常 心里却非常震惊 这是何方高人 作为度节气修士 不可能出现幻觉 记不住人的容貌 除非 除非对方境界太高 高得吓人 李白正在思索之时 脑海里传来一句话 一会儿见 李白心中一喜 这是遇见高人了 他生性洒脱 却极为自傲 面对各方势力招揽 他不屑一顾 他想做官 却不愿意和普通人 一样做官 他想做高官 人界王朝的官算什么 要做就做天界的官 每一个文人的内心 都是波澜壮阔的 也许表面上的文质彬彬 但都有一颗放荡不羁的心 他曾立是 深管燕之谈 谋帝王之术 奋其智能 愿为府闭 使环区大定 三界清一 他想辅佐帝王 使得天下安定 四海生平 要辅佐 就辅佐最高的帝王 人界王朝 宗门的帝王 他觉得施展不出来一身的才华 李白锦 管心里非常好奇 这个高人是谁 能让杜杰漆记不住容貌 天界未开 无法晋升更高境界 他不敢想 但还是非常有原则的 为众多修士讲解 三天后 活动终于结束 李白心中突然有所感悟 朝着某处飞去 第184章 太白金星 布局 李白看着远处站立的高人 连忙说道 让您久等了 还望前背海寒 银正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错 有原则 如果对方真的不顾一切追了过来 还真让他看清了几分 银正笑着说道 无妨 今生有何志向 李白听到对方询问 想了想 慎重地说道 身管燕之谈 谋帝王之术 奋其智能 愿为俯辟 使环区大定 三界清一 这只是顺嘴一问罢了 从推演来看 此人最为合适 对方号称清廉居士 算是道家之人 银正恢复真身 看着李白淡淡问道 可愿随无去天庭 李白心中一惊 随即大喜 连忙说道 参见天帝 居然是银正陛下 这是他最崇拜的人界帝王 也是现在的天帝 做梦都想 出生在银正时期 所以面对各王朝皇帝招揽 他都没有过去 就是想 等着天界开始 是否有机会入职天庭 没想到 陛下特招 李白心中所想 银正自然看在眼里 杜杰七对于他来说 毫无秘密可言 今日无策锋 你为太白金星 二十八星宿之首 作为本地特使 为吴传达命令 辅佐本地 你可愿意 李白大喜 发达了 二十八星宿之首 金星主杀伐 特使又是天帝秘书 天帝身边人 文武双全 满意 太满意了 太白金星连忙说道 多谢陛下 臣愿意 银正满意地点了点头 善 天庭未开 虚回天庭侧风 你才能突破境界 随无返回天庭吧 李白立即称是 李白没有任何犹豫 尽管人间还有很多朋友 没有告别 但作为特使 随时可以返回人间 这都是小事 银正大手一挥 两人瞬间出现在天庭之中 太白金星看着漫天的仙气 金碧辉煌的宫殿 眼睛有些迷离恍惚 这就特招入直天庭了 两人很快就来到了灵霄宝殿 银正坐在宝座之上 正式册封 李白为太白金星 赏赐太白釜底 随着玉帝正式册封 太白金星浑身装扮一遍 漫天的仙气 朝着太白金星身体涌入 他的境界迅速突破真仙境界 达到了悬仙境界初期 太白金星手持浮沉 恭敬地说道 多谢陛下 银正随意地说道 不必多礼 天庭未开 没有工匠为你建造仙府 现在需要召集一些能工巧匠 还有这些资料回去看看 天庭将于三十天后正式开启 还需多做准备 银正手一伸 鸡米糕的资料出 现在手里 将这些资料交给太白金星之后 又吩咐他基建事情 才让对方退下 看着对方后侧 银正伸了个懒腰 有了密疏之后 就是不一样 太白金星将这些资料迅速记牢 对于天庭各职位 规律等等有个详细了解 什么叫密疏 这就是大内总管 啥都得做 啥都得想 天地身边的铁干亲信 所以地位极高 天庭职位有限 共有108上仙 365个正神之位 这些位置享受天庭职位加成 一些神仙可以身居多位 享受多重加成 每个职位都可以领取奉禄 奉禄为功德之力和仙实 太白金星算是天庭高层职位 所以可以享受到高气运加成 才能从度节气圆满 突破到悬仙出气 在接下来的日子 太白金星相当的忙碌 频繁往来各界之中 首先到人界 聘请一些能工巧匠 让其入职天界 担任工匠 工匠必须是人界巅峰大师 而且必须是人族才有机会 这样的机会 对于一些工匠来说 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几乎没有人会拒绝 因为前往天界的工匠 可以带直系亲属 和工匠徒弟们一同前往 这些工匠基本都是金丹七 元英七也有 这辈子都没有机会飞升天庭 现在机会来了 当然 到达天界 也只能居住在天界第一重天 天庭第一重天 共有四块大陆 分别是东盛神州 西牛鹤州 南善部州 北聚如州 天庭有建筑任务了 他们才可以上天庭 相当于天庭临时宫 但临时宫 也可以永久居住在天庭 在仙气的滋润下 寿命可以延长很多 境界也可以继续突破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从今以后 有了天界户口 子孙后代 可以居住在天界 这样就有机会成为正式的神仙 入职天庭 鲁班 李春 黄道婆 马军等等 有人界的 也有地府的 通通带着家族搬迁到天界 除了工匠 还有侍女 精童 玉女 仙兽等等无数种类 都是今后天庭需要的 能被选拔之人 功德排在首位 没有功德之人 天庭不会录取 至于容貌 这倒是无所谓 来到天界 在仙气滋润下 几乎不会有太丑之人 有些太多的手段 可以让人变美 所以选拔非常苛刻 除了这些 还有各行各业的佼佼者 功德高的 太白金星通 通邀请了一遍 不停往天界输送人才 能来到天界的不看境界 只看手艺 功德 还有一些灵职 功德高的野兽 灵兽 呈批次地运送到天界第一重天 嬴政将一切看在眼里 对于这个秘书 那是相当的满意 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 他又无法亲自去招聘 天界如此大的动作 自然瞒不过众多修士 所有人都知道 天界就要大开 估计就在最近 一个个开始潜心修炼 毕竟天界无情 与此同时 嬴政也没有闲着 先是召集地府吃油到天庭 正式册封他 为封都大帝 执掌地界 让封都大帝将地界 所有英神职位名单 上交一份 嬴政不会太多干涉地府运行 地府名义 上规天庭管辖 但又自成体系 封都大帝 很快就将地界职位名单上交 嬴政统一盖章 算是将地界各英先职位 册封完毕 地府有的英神 已惊达道度节气圆满 因天界未开 没有正式给他们册封职位 相当于没有得到天庭认可 不是正统 无法晋升后续境界 随着地府正式和天庭队接完毕 嬴政将天庭第十八重天赏赐给地府 这里算是地府所有英神居住之地 他们可以再次修行 用分身或者本体去地府工作 对于神仙来说 分身算是很简单的一个神通 化身略有一丝难度 随着境界增长 天赋只是次要因素 最重要的是悟性 对于大道的理解 才是最重要的 到达真仙境界 寿命高达百万年 能晋升到玄仙的也不多 玄仙寿命高达千万年 能晋升大罗金仙的 更是寥寥无几 能突破到真仙境界的修饰 都有自己的一条大道 这条大道是独一无二的 就看自己理解程度 理解得越透彻 修炼速度才越快 只有达到精仙境界 才能授与天奇 不再有寿命限制 但能够晋升准胜的 几率又降低无数倍 对于仙来说 悟性 也就是对于大道的理解程度 才是最重要的 天地人三界时间流速不同 人界对应的是宇宙时间 天地二界时间流速有快有慢 对于仙来说 这都是无所谓的事情 时间消耗的只是寿命 不影响悟性 有些先十年就突破当前境界 有些先给他百万年时间 也无法突破 就是这个道理 一切在于对自身大道的理解程度 时间流逝 距离天界开启时间越来越近 太白金星很忙 痛苦并快乐着 天界开启 倒计时十天 嬴政正准备去人界火运动 邀请五位人族先贤 入职天庭之位时 一位老者来到灵霄宝殿 老者微微弯腰 笑着说道 老朽见过陛下 嬴政看着来人有些惊讶 心中推算一番 有些料然 嬴政立即上前 将老者扶起 让老者坐在一旁 两人聊了起来 嬴政心里暗想 这是开始布局了吗 与此同时 又有一位老者 出现在犀牛贺州之中 老者大手一挥 周围环境开始改变 一座高山拔地而起 外人根本看不清此地玄机 只有有缘之人 才可以看到此山 老者满意地打量着周围 手一挥 一个洞穴出现 上面烫金的三个大字 斜月三星洞 蓝星天界 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银河系某处 却裂开了一丝丝缝隙 第185章 虫族降临 银河系人马币 平静的宇宙空间币 突然产生一丝连衣 一道笔头发丝 还要系得裂缝产生 裂缝渐渐扩大 扩大到手指宽之时 一只只蚊子大小的梦幻 虫山动着翅膀 朝着四周扩散 梦幻虫非常小 浑身都是一根根金针 带着道刺 嘴上密密麻麻的触角 出现在空间之中 浑身竟然变了个颜色 就像星空一般 不仔细去看 看不出任何问题 这些梦幻虫 就像蒲公英一般 朝着宇宙扩散出去 一个路过此地的四级宇宙原型飞船 正在朝着此地驶来 飞船上坐着六个机械族修士 根本没有察觉到危机 飞船上的雷达 居然没有识别到任何情况 依然朝着前方飞去 几秒后 一压呀 一压呀 无形的声波将飞船前进路 陷布满了声闻 飞船闯入声闻之中 飞船的智能系统 已经发生改变 坐在飞船的六个机械人 眼睛一红 一直发生了改变 就在这时候 飞船上的次声波喇叭响起 0364飞船 请汇报情况 飞船上的机械人拿起话筒 一股机械声音传了出来 无异常 请指示 请返航 收到 机械人没有迟疑地回答道 机械飞船舱门缓缓打开 嗡嗡嗡 无穷无尽的梦幻虫 朝着飞船飞去 几天后 飞船降临在某颗荒星基地之上 荒星没有星主一时 无法侦查生灵意志 荒星上 有着一个大型探险基地 生灵很多 高达几万 随着飞船降落基地 一只只梦幻虫 寄生在基地生灵身上 有的身体寄生了上千只 梦幻虫进入生灵体内 寄生在脑 脊椎骨之上 随后陷入沉睡 这些生灵没有任何察觉 就是觉得有点困 机械族觉得 能源消耗多了一丝丝 基本感觉不出差别 这些生灵驾驶飞船 再次朝着周围各地扩散 有的进入星球之内 星主也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 因为虫族距离它们太过遥远 而且 梦幻虫陷入沉睡状态 就跟不存在一般 没有生灵气息 梦幻虫很神奇 只要脱离出 星主意志笼罩范围 就会苏醒 潜意识影响生灵 操控它们相互聚集 只要有生灵聚集在一起 又不在星主笼罩范围内 梦幻虫就会缓缓飞到 另一个生灵身上 周而复始地重负下去 短短七天时间 周围击个三级星球 大部分生灵被寄生 随着时间推移 数量开始快速裂变 当达到某个数值之后 寄生在机械族体内的梦幻虫 突然睁开眼睛 一鼓刺声波 朝着整颗星球扩散 星球主意志开始混乱 梦幻虫朝着四面八方扩散 寄生在每一个生灵身上 随着越来越多的生灵被寄生 星球主意志完成转变 可怕的虫族 居然可以操控星主意志 将其奴役 几颗三级星球主 聚集在一起 开始发动战争 在梦幻虫的帮助下 疯狂扩张 一场危机 已经悄悄降临在此方宇宙区域 却无人察觉 银河系 宇宙元老会分布 杨梅突然睁开眼睛 朝着某处看去 然后淡淡说到 QI774816247坐标 派遣五个侦察舰小队 有裂缝产生 还有某某坐标 有裂缝产生 在派遣 杨梅老祖连说了十几个坐标 这都是他的日常工作 是 作为空间魔神 空间就是他的一部分 什么地方有裂缝 虫洞 黑洞诞生 他都料如指掌 坐镇银河系的杨梅老祖 是分身 其他每个像银河系这样的大星系 都有分身坐镇 起到侦察作用 无奈宇宙太大了 处理起来也要时间 有些裂缝无关紧要 有些裂缝 就会被异族入侵 每当有裂缝产生 都会派遣神族去个初探查 经过漫长的岁月 制度已经很完善 一艘艘圆形飞船 朝着目标飞速前进 速度加到一定程度后 消失在原地 五年后 空间震荡 一个圆形空间壁打开 飞船穿越空间壁而出 分为五个小队 朝着四处飞去 穿上A3皮肤隔绝甲 这帮该死的异族 开启气息识别系统 自动暴警系统 防御系统 遵命 飞船上的神族修饰 统一穿上皮肤隔绝甲 可以防止虫族 天使 魔族 妖族心灵操控 作为一直和异族打交道的神族 彼此之间太过了解 都有相应的手段 五个小队 朝着裂缝处飞去 与此同时 一艘艘四级战舰聚集在一起 朝着裂缝处发动攻击 裂缝后方的虫族部队 也是一样 一起朝着空间裂缝发动攻击 裂缝越来越大 一只只勇士虫 从裂缝之中涌出 勇士虫是四族甲虫 体型有些像蜘蛛 每只大约有三米长 长有翅膀 可以飞行 它们有些特殊基因 可以根据地形进行特定伪装 哪怕环境再恶劣 也可以生存下去 虫族可怕之处 在于无限繁殖 进化 可以进行不同物种的基因虫组 以便适应战场环境 勇士虫利用强大的四肢 钳子撞下鳄 能够压碎精 鼠并切断四肢 作为主要攻击手段 是虫族最基础的兵种 它们可以吞噬一切物资 随着物资吞噬 开始进化 体型也会越来越大 攻击力也会加强 每一只勇士虫 初期只有炼气七一品的攻击力 但防御力却达到炼气七五品 它们的外骨骼特别强大 神经遍布全身 却没有痛感 哪怕掉了一些肢体 依然可以保持战斗力 这些勇士虫子 从空间裂缝涌出 却有些呆滞 一只三米高的便衣蜗牛 从裂缝走出 身下是一群勇士 在拖着它飞行 这只便衣蜗牛 叫做脑虫 顾名思义 这是虫族基层指挥官 可以指挥虫族 随着它的出现 勇士虫开始行动 朝着周围几百颗三级星球飞去 梦幻虫散发着刺声波 以便脑虫形成誓眼 浩浩荡荡的虫族大军 朝着周围星球飞去 虫族大军中 还有些许多怪异的兵重夹杂 在其中 虫族等集森严 靠着心灵感应 进行通讯 降临在几百颗星球的虫族 开始操控机械族 龙族等生灵进行采购 大批量的物资出现在星球之上 虫族开始吞噬 一场净化的盛宴 拉开了序幕 星球上的生灵 战斗力低下的 老弱病残的 对战争没有帮助的 甚至就连岩石 金属 都被虫族吞噬干净 与此同时 五个小队侦察飞船 正在快速朝着此地飞来 第186章 时空如虫 古老的智族 五个小队 朝着空间裂缝飞行 他们每年 都要执行侦察任务 虽然大概率都是无异常 但也碰见过大型战争 无数血的教训告诉生灵 大意就会死亡 神族是本宇宙的执法者 秩序维护者 他们没有什么感情 对世间一切都很冷漠 他们只听令于宇宙元老会 也就是三千魔神的命令 作为本宇宙眷顾者 他们有着三千魔神血脉之力 只要度过成长期 就会成为真仙境界的修饰 神族的成长期有千年 千年之后 就能达到真仙境界 是本宇宙的宠儿 作为魔神血脉的继承者 对于宇宙大道 有着过人的感悟 感悟速度很快 但也有致命问题 第一 孕育速度很慢 数量注定不会多 第二 神族顶尖高手有限 神族不需要努力修炼 只要将继承的部分大道 进行修复就行 这就导致神族成长到 金仙境界 想要突破准圣艰难 因为想突破圣道 必须有自己的大道 也就是独属于自己的大道 神族缺少属于自己的感悟 他们按着前人道路 成长到金仙 前进的方向就断了 这就需要神族修饰 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大道 简单来说 就像家养动物 已经习惯了饭来张口 突然要自己去捕捉食物 很难接受 当然 也有神族走出自己的大道 但数量凤毛麟角 言归正传 五队侦察舰队保持警惕 朝着裂缝前进 一颗星球位于他们前进的路上 静止不动 这很常见 并没有什么问题 再经过星球瞬间 一股无形能量朝着周围扩散 他们瞬间停止一切动作 这片宇宙区域的时空 被暂停了 星球上飞出一个 类人形状的蜘蛛 它有着人形的躯体 后背两根类 似蜘蛛腿一般的截肢 主节之上面还有五根锋利的长刺 向外延伸 虫族女王是虫族高级兵重 属于战场指挥官的角色 是可以主持一场战争的存在 她的地位 有些类似星主 是一位虫族领主 女王颇有兴致地 看着静止不动的舰队 摸了摸肩膀上的时间如虫 轻声说道 好宝贝 立大功了 没白为你 时间如虫青 轻动了动身体 好似在回应一般 用时间魔神的法则 去攻击拉尼亚凯亚宇宙的生灵 真是有趣 女王享受手下虫子们书 送过来的能源 有些陶醉 她已经好久 没有吸收如此纯正的能量 没有战争之时 她吞噬掉手下所有虫族大军 然后陷入静默状态 等待虫后指令 当有指令下达时 她才会苏醒 迅速繁衍出虫族大军 发动战争 掠夺能量 这次苏醒 听虫后大人的意思 应该是 塔计划有了最新进展 让她过来实验一下 所谓的塔计划 也就是建立魔神之塔 将魔神镇压在塔下 吞噬他们的血肉 用来净化新虫族 他们将俘虏的魔神 分别镇压在各星系能源之塔下面 利用特殊装置 做着各种实验 虫族不但不伤害魔神 还给魔神提供能量滋养 让对方过得很舒服 他们将魔神抑制 分割成无数分 取一缕抑制 然后激怒对方 让其恢复出魔神血肉躯体 虫族再吞噬掉魔神的血肉 产生物重进化 每份意志都被虫族单独隔绝在各地 魔神因意志无法融合在一起 自然无法感知其他意志的精力 所以仍在不停重负这个过程 魔神恢复血肉 就被虫族吞噬 意志会慢慢消散 虫族用大量能源进行滋养 助魔神恢复意志 周而复始 时间如虫 就是吞噬时间 魔神血肉进化的一种新虫族兵种 他们保留虫族天赋 也需要不断吞噬能量 能力才会越来越强 吞噬魔神血脉的虫族 需要非常庞大的能源才会进化 时间如虫身体运含魔神血脉越多 能力也会更降 虫族女王首里这只时间如虫 就是实验体一号 也是血脉最降大的一只 本次出征 也是虫族想做个实验 也是一种尝试 本次掠夺的30%能源 都分配给了时间如虫 它可以影响方圆千里的时空 操控时间静止 加速 减速 当然 飞船上的神族只是真仙境 要是有更高等级的修士 可能挣脱束缚 虫族女王发出心灵指令 无数虫族大军浩浩荡荡从宇宙裂缝飞出 躲在各星球之上 操控星主意志 朝着周围星球不停发动战争 就这样 虫族女王利用时间如虫 梦幻虫等大军不停吞视周围星球 正在快速壮大 但虫族女王不知道的是 宇宙元老会每千万年就会轮值一次 本次轮值的魔神 可是排行前五的空之魔神杨梅老祖 对时间魔神最了解的魔神 那就是空间魔神 在五队战舰被冻结瞬间 一股时间魔神的法则之力朝着四周扩散 杨梅老祖突然睁开眼睛 看着某处空间 不敢置信地说道 时辰 杨梅老祖眉头一皱 觉得有些不对 时辰魔神为了救大哥 全力辅助盘古作战 最后耗尽道员被虫族镇压 时辰魔神完整的意志 都被虫族带走 本宇宙根本不存在 杨梅老祖眼中闪过一丝怨恨 狠声道 虫族 杨梅老祖瞬间出现在元老会 指挥中心位置 见过空长老 周围几万智族生灵 看见杨梅老祖降灵 齐声大喊着 这些智族四肢短小 头却特别大 四肢力量根本无法支撑大脑重量 他们凭借超高的智慧 诞生了念力修行体系 智族大脑非常聪明 崇拜强者 被宇宙元老会收到各宇宙分布 属于本宇宙智囊团 智族的需求很简单 永久活下去 有解不开的难题 题越难 他们越兴奋 在对抗四大宇宙的岁月里 背后一直有他们的身影 智族是个非常古老的种族 他们自称洞察者 对抗四大宇宙 这是史诗极难题 整个空间内 有一个巨大的圆球 被称为宇宙之眼 是本宇宙的底蕴之一 里面蕴含三千魔神之力 就连盘古最后一丝意志 也在这里 当然 银河系 元老会所拥有的 只是紫宇宙之眼 通过它 可以查看银河系 每一寸空间 包括时空裂缝信息 时空回溯 收集的信息 只能同时传递 给当值九位魔神 禁止智族向外 传递任何信息 智族也无所谓 活着 有数不清的难题 还有什么 比这更快乐的事情吗 他们掌控 整个宇宙最多的秘密 一想到这里 他们兴奋地发抖 杨梅老祖沉生说道 QI 左标信息 T-0365神族 侦查小队信息 虫族 时空魔神 综合以上词语 进行推理 虫族 智族听到命令后 满脸的兴奋 遇到老对手了 过了一会 一份报告出 现在杨梅老祖身前 杨梅老祖查看后 露出一丝怒涩 画面中的虫族女王 肩膀有个虫子 突然散发时间之力 让周围时间暂停 五队侦查人 圆诡异地停留在原地 维持静止不动状态 看着对方 已经占领近两千颗星球 杨梅老祖露出一丝怒涩 要不是双方签订契约 他们无法出手参战 他飞过去干死这帮虫崽子 当年 大战结束 五方签订契约 禁止大道境界以上修士出手 让下属生林公平的竞争 莫办法 因情况所迫 只能联合签订了大道契约 一旦违反约定 所处大宇宙气韵将被削弱一丝 但说白了 一切还是看实力 有实力 契约只是废纸 真以雷霆之势灭掉对方 即使气韵反噬 也无伤大雅 因为吞噬大宇宙所获得的气韵 那是天文数字 即使违反契约 利也大于弊 这是五大宇宙之主 心知肚明的事情 结合数据分析 派遣哪个家族过去作战 扬眉老祖沉声问道 第187章 天界开 几万智族一顿忙活 一份详细报告出现在智族首领手里 每一代智族首领都叫做智 智看着惠总的报告 大声念叨 结合数据 综合分析 蓝星家族 人族 人族 杨梅老祖略有一丝惊讶 胜率分析 63.14 这已经是个很高的胜率 一族对战 没有哪场战斗可以稳操胜券 双方大本营随时都可能增援 充满了变数 杨梅老祖欣慰地点了点头 那就派遣蓝星家族去吧 是 与此同时 蓝星 天庭 嬴政听着面前的老人叙述来历 心中推演之后 有了决定 嬴政上前扶起老人笑着说道 既然如此 本地册封你为东籍清华大帝 辅佐本地治理三界 老人闪过一丝惊讶之色 随即殷声拜谢 多谢陛下 东籍清华大帝 天庭六玉之一是大帝级别的诸侯 大帝在天庭地位仅次于嬴政 又称为吴府 一起辅助玉皇大帝 为高权重 绝对的顶级大佬 嬴政是六玉之首 可想而知 这个职位所代表的意义 嬴政赐予对方某重天 并没有赐予对方天公 也没有给予任何职位 但给了对方一枚宇宙奇观碎片 因为对方的来历 就注定对方不会管任何事情 嬴政又看了眼位于第一重天的菩提老祖 没有去理会 圣人无法出手 化身却不被约束 化身有独立思想 又是精先七十力 确实不违反覆神意志 甚至化身随着修炼 也有不同想法 他在化身出一个修士 在单独修行 又是另一个完全独立的修士 就像套娃一样 化身都是自己 又不是自己 他有独立人格 兴趣爱好 情感等等 所以导致天庭职位也是套娃 很多职位往上竖来竖去 竟然都是某位大佬化身 化身的化身 但不论怎么化身 这个化身都是独立个体 有自己擅长的东西 有境界 有思想 天庭自然无所谓 只要担任相应职位 就要承担相应责任 只要听从天庭号令 完成本职工作 不触犯天条 嬴政也不在意 而且这些化身 确实都是一顶一的天才 来历也都是根红苗正 让人用着放心 都是大佬 布局罢了 嬴政来到人界火运洞 拜访五位人族仙贤 五位仙贤避世不出 不干涉人族任何事情 一直在刻苦修炼 见到嬴政前来 五位仙贤非常客气地 将嬴政迎入洞府之中 这让嬴政略有一丝感慨 早年度节 还是武圣出手相助 这才让他活了下来 尽管是父神让其出手 但是这个情 还是要领的 早年贵为人界最高的帝王 却也没有进入过火运洞 还是身份不够足 嬴政看着火运洞 内简陋的环境 心中也有一丝震惊 环境实在是太简陋了 整个火运洞内 只有五个仆团 仙贤坐在仆团之上 刻苦钻研大道 令人佩服不已 但嬴政说明来意 他们几番推辞 最后无奈才欣然接受职位 嬴政能看出来 对方对于职位 确实没有任何想法 但如此五位大能 必须入职天庭体系 才能彰显天庭神威 得到天庭职位 可以享受天庭气韵加持 加快修炼速度 但五位先贤 根本不缺气韵 功德 最后担任各项指的职位 五方五老 协助天庭分管人界东 南 西 北 中五方区域 真先以上实力 却没有天庭职位 是无法助手人界的 也是他们接受的一个原因 嬴政将五枚宇宙奇观碎片交给对方 觉得 这是正确的决定 妇神一共赐予他十枚宇宙奇观碎片 以便让他增强天庭实力 收买人心 如今只剩下了最后三枚 七枚碎片 为天庭增加了七位大能 相当划算 不管他们是谁的化身 化身入职天庭 化身就要听从天庭号令 否则就是挑衅天庭威严 必将严惩不待 不论对方何等身份 实在不行 嬴政就去妇神神像 前哭诉个三天三夜 就不幸收拾不了他们 嬴政回到天庭 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 时间流逝 终于到达天界开启时间 地府在这一刻 启动天界轮回 从此以后 三界有大功德者死亡 可以转世投胎到天界第一重天 达道度节气的修士 突然心动一阵 抬头望着天空 云彩之上 金光闪闪 三十六天宫 七十二宝殿若隐若现 显得神秘莫测 同时心里有些发慌 因为他们感觉天空有一个无形的眼睛 在盯着他们 尤其一些达道度节圆满的修士 他们现在只要原因 天界立即就会降临 度过天界 就能带着直系亲属 飞升天界 充满了诱惑 如果恶意躲避天界 想待在人界 今后度节时 天界威力会增加 连成为散仙的机会都没有 很可能魂飞魄散 消散在天地之间 除非这辈子不显露 初度节气圆满实力 这辈子也不飞升天界 还有可能留在人界 但也会被天道钉上 成为重点人物 一旦犯错 立即就会受到雷劫 随着天界开启 有修度节气修士士 释放气息 天空顿时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天界分很多众 根据修士具体情况降下 四九天节 六九天节 九九天节 有些修士天赋异禀 或者有特殊情况 雷劫也会发生变化 降下寂灭子雷劫 前天大雷劫 度节失败的修士 成为散仙 他们将度一至九转散仙节 天节还分属性 例如五行雷劫 天火雷劫 玄水雷劫 刚风雷劫 乙木雷劫 灭世雷劫等等 难度极大 所以 想度天节 俘获难料 全凭个人本事 功德是个重要参考指标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 那就是被天庭特招 说白了 宝送 和天庭签定下契约 上天入职天庭 可以享受特殊待遇 毕竟 天庭属于天道的下属单位 给点特权名额 也属于正常 但能享受特招的修士 基本都有过人之处 功德也够用 不然也不会被特招 度过天节 还真不一定需要作弊 人界不同地域 飞出几十个度节气修士 在万众瞩目中 开始度节 第188章 天庭招聘 入职 天空电闪雷鸣 一道道漩涡在空中形成 度节气修士 飞升到天空 快看 是秦国小公主 迎铃香 她今天也要飞升 废话 人家父亲是天帝 三界之主 这是回家了 哎我去 回老家 也得度过四九天节 那当然了 天道至宫 一切都是为了三界运转 快看 快看 迎铃香度过天节了 只见一道隐隐乎乎的天门 缓缓开启 一道道仙气 朝着迎铃香身体涌现 她的境界也得到提升 漫天的仙气 周围有仙音传来 排面十足 一股犀利传来 迎铃香顺着犀利 朝着天门飞去 直到飞进天门之内 天门才缓缓关闭 迎铃香有些好奇的 巨大的天门 上面几个烫金的大字 东天门 周围还有三道天门 天门紧闭 眼睛看着天门 涌现天门的详细信息 知道门后代表的世界 正在她好奇看着的 打量着四座天门之时 南天门 缓缓打开 一道人影 从天门走出 看现迎铃香打了个浮沉 满脸笑容 让人如沐春风 太白金星 见过公主殿下 迎铃香看着来人 惊讶地脱口而出 嗯 清廉居士 迎铃香脑海中 出现了太白金星的职位 工作范围 他连忙歉意地说道 抱歉 抱歉 见过太白信君 太白金星 天庭五星君之一 按照人间来说 也是三品大员 算是天庭的高层 还有一点 这是天帝的秘书 秘书见谁都大半级 不给秘书面子 那就是不给玉皇大帝面子 再给你说两句小话 公主殿下不必客气 请跟随小仙到天庭 陛下正在等您 迎铃香点了点头 跟着太白金星 来到第三十二重天 看着各重天的宫殿 露出震惊之色 待看清零 萧宝殿上的男子 尽管心里有了准备 却还是张大了嘴巴 父王 迎铃香惊喜喊道 快速朝着迎正跑去 迎正见到闺女 也是没开眼笑 走下宝座 朝着闺女大步走去 太白金星健壮 拱着身子向后退下 又来到第十重天 此时的第十重天 还有七位修士站在原地 一脸好奇地看着周围的四道天门 就这短短的几个时辰 又飞升到天庭三十余人 他们飞升到天界 穿过东天门 直接出现在第一重天 直系亲属 现在无法跟着上来 信息已经记录在天门之上 还需要等待安排 因为天庭还没有天兵天将 点兵点将 先点将 才会召集天兵 出现在第一重天的修士 根本就没看见 停留在第十重天的七位修士 这也是天门功能之一 人界修士度过天节飞升天界时 满足天庭选拔标准 又有入职天庭意向 就会停留在第十重天 这时候 太白金星就出场了 它相当于天庭HR 开始招聘 面试工作岗位 天庭岗位招聘有些不同 太白金星手里 有天庭各职位令牌 令牌有灵质 契合职位的修士 相应职位令牌会有震动 不是境界高就会得到高岗位 两者相互选择 简单来说 宝物有灵 也会选择主人 有的修士会被几个岗位令牌同时认可 身兼数职 让人羡慕不已 一道金光闪烁 太白金星出现在第十重天 两位修士看着太白居士惊讶喊道 清廉居士 过了一会 他们就感知到太白金星的职位 连忙说道 见过上仙 清廉居士在人界赫赫有名 即使没有见过他的 也听过他的名号 现在可不敢叫人家清廉居士了 现在是天地秘书 位高权重啊 不必客气 言归正传 是否有一项入职天庭 尽管知道 对方潜意识是想入职天庭的 但依照天庭条例 还是要问上一遍 七位修士面面相亏 齐声喊道 有一项 还望上仙指点 不必客气 今后都是同僚 走吧 随无去接饮店 七位修士 满脸 好奇地跟着太白金星 朝着天空飞去 要是没有太白金星带领 他们是飞不上去的 之前尝试过 天庭接饮宝殿 七位修士度过天节 都是真仙境修为 满脸震惊地 看着各处宫殿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看着某处宫殿觉得有些亲切 就像自己家一样 众人来到接饮宝殿 这里放着职位令牌 他们需要在这里 做出人生重要决定 能来到这里 基本确定会留在天庭 但流程还需要走 还需要岗位培训 学习天规 了解天庭规矩 随着七位修士 进入接饮宝殿 里面的令牌泛着金光 太白金星 看着亮起的令牌 笑着说道 诸葛亮 契合天庭 北斗七星君之文曲星 诸葛清云 契合天庭 北斗七星君之舞曲星 这两人正是 诸葛家族的兄弟二人 被文武曲星认可 成为三品大员 两人大喜 联盟说道 谢上仙 太白金星笑着说道 严格来说 你们才是上仙 可不敢称上仙 这话倒是不假 星君很多 职位品阶相差悬殊 星君以南斗六星君为尊 北斗七星君次之 五星君排在最后 但都属于三品大员 至于三十六天刚星 七十二地煞星 这也叫做星君 却属于六品 和天江 甲子神等 在一个品阶 太白金星论星君排名 确实不如二人高 这话说的倒是也对 诸葛兄弟联盟说道 不敢 不敢 今后都是同僚 我等二人上天叫晚 还请星君大人指教 得多傻能把这话当真 人家可是天地秘书 太白金星笑了笑 取出两块令牌 将他们交给兄弟二人说道 此令牌 乃是身份 职位象征 待见过陛下 正式册封 才会生效 还有一点 以文武星君举例子 这是职位名称 可能还会有其他人担任 所以 只能拿走副令牌 两人恍然大悟 看来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直到看现太白金星 将五米多高的资料 分别交给二人后 两人面面相亏 尤其是诸葛清云 使尽咽了下拖夜 赵云 契合三十六天将之位 统领十万天兵 可自行招募 招募标准 薪资待遇均有标准 关于 契合四灵之青龙梦章神君之位 契合四大元帅之位 契合三十六天将之位 五财神之位 这些职位级别最高的 就是青龙神君之位 是四品 四大元帅属于五品 财神在天庭职位并不高 也属于五品 关于 深吸一口气 江天将职位拒绝 这个 和四大元帅神位有些冲突 慎重接过太白金星手上的三块令牌 站在一旁 白起 契合四灵之白虎 兼兵神君之位 四大元帅之位 三十六天将之位 武则天 契合四灵之朱雀灵光神君之位 朱蒂 契合真武大帝之位 四灵之玄武殖名神位 七人接过令牌 跟着太白金星前往第三十二重天来到灵霄宝殿 嬴政威严地坐在上方 看着下方的白起 没有一丝波动 白起也是一样 恭敬地站在下面 听着太白金星叙述七神职位 嬴政正式册封他们神位 从此入职天庭 七神很快进入角色 各就齐职 开始协助太白金星忙活了起来 随着时间推移 偶尔会留在第十重天几位 剩下都会出现在第一重天 赵云频繁往来天 人两届征兵 目前最低境界要求违缘阴气 日后可能会提高标准 对于天兵来说 境界只是一方面 来到天庭修炼速度都会倍增 天兵不可以携带家 属上天界 并且要求有功德之力 有正气 积家欢喜 积家愁 根据人界统计 成功飞升天界87人 失败成为散仙95人 灵兽飞升128个 失败203个 时间缓缓流逝 三界循环 蓝星实力越来越强 张阳看着蓝星稳步发展 刚想睡一觉 却看现宇宙虚拟平台发出警报声音 顿时有些诧异 他没有犹豫 瞬间出现在宇宙虚拟平台之中 第189章 0786号 孕育星系 张阳进入宇宙 虚拟平台之中 看见邮件闪烁红光 强行提醒他看到 张阳打开一看 尊敬的蓝星之主 根据宇宙元老会战争条例 线对你做出安排 事情简述 某处YQ 左标发现实空裂缝 经判定 有意宇宙入侵 并占领2000余颗星球 入侵宇宙 疑似重足 重足点如下 宇宙元老会现场 分析报告如下 保卫宇宙 人人有责 线对蓝星 做出以下要求 一击杀入侵重足 不留活口 不留后患 二 修复宇宙空间裂缝 是否接受任务 拒绝将有不可描述事情发生 张扬看到这里 明白整个任务情况 无非就是 虫族通过裂缝入侵了 占领一些星球 星球主也被腐蚀了 对方甚至运用了 时间魔神的基因 制造新虫族 让蓝星消灭 并修复裂缝 宇宙元老会 还可很贴心地 让他选择 这个 不可描述 大可不便 张扬没有任何犹豫地 选择了接受 随着张扬选择接受 宇宙元老会 再次发送过来一封信 恭喜你 做出正确决定 根据宇宙元老会分析测算 修复此裂缝 共需要63枚奇观碎片 为了防止意外情况发生 元老会 共发放100枚宇宙奇观碎片 高级千星灵两枚 可令蓝星家族 整体往返银河系内一次 考虑到本次任务难度 任务完成后 奖励外瑞谷得带区域的 0786号孕育星系 永久 0786号星系为 孕育星系 星系直径约40光年 星主都是从孕育星系诞生 0786号星系 由一颗星核 十个星环组成 目前约有200万颗星球 其中一级文明80万 二级文明10万 共90万诞生抑制星球 每宇宙年可诞生100颗星星球 诞生抑制星球数量随机 根据星主引导 可提升觉醒几率 作为永久管理者 0786号星系将 是你的私人领域 星主可随意管理 例如 种族模板管理 收取能量点 星印气息 赐予旗下星主 圣极星明 张扬愣住了 几十片奇观碎片 往返机票 永久领地 张扬喃喃自语道 发 达了 哈哈 我发达了 实在是奖励太丰厚 有了私人领地 晋升更高级文明 还是问题吗 这是多么庞大的一笔财富 会诞生多少星主 星明 从此以后 蓝星家族有了造学功能 只会越来越强盛 张扬可以大批量 培养出人族星主 也可以将某 科义集星球 赋予立功的三级星主 作为奖励 让对方定向培养 后续力量 也可以将没有 诞生意志的星球 赐予圣级星明 让他们成为星主 主要是圣级星明的意志 才能承载如此庞大的工作 但成为星主后 将失去圣级实力 无法对外出手 想要出手 必须借助旗下星明的力量 星明最高等级 要是炼气境 星主就是炼气境的修为 两条完全不同的成长体系 这和培养自己的本星际云 有本质差别 夸父家族管理本星际云 条条框框限制 不许干涉星系发展 必须上交大部分能源 借助星空虚拟平台 顶多就算个租户罢了 过了一会儿 张扬冷静了下来 奖励如此丰厚 侧面说明人物难度也很高 谁也不知道 裂缝背后涌现出什么等级的重足 万一来个圣级 直接凉凉 但话又说回来了 对方可以增援 张扬也可以呼叫资源 信上写得很明确 张扬可以召集几个四级诸侯星主 一共前往执行任务 也可以呼叫资源 鉴于蓝星有八位准圣 当重足出现八位准圣级以上 或者圣级星明 宇宙元老会也会派遣圣级前来助阵 请他放心作战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还有啥好犹豫的 张扬回复了一句 战必胜 功必客 请组织放心 张扬将物资全部收了起来 瞬间出现在天庭第三十六重天 张扬心神一动 位于第三十二重天的嬴政接到通知 立即召集准圣集休士前往第三十六重天 嬴政心里一惊 直到是有大事情发生 刚想朝着天空飞去 转念一想 明白父神的好意 这是增加天庭地位 也是增加他的威信 嬴政淡淡说了一声 太白金星何在 一道金光出现在嬴政面前 太白金星恭敬地说道 小仙参见陛下 这是天庭伟丽 想召唤哪位神仙 嬴政开口 对方就可以听到 然后瞬间出现在这里 去召集三清天尊 西方武圣前来灵霄宝殿 太白金星心里一惊 连忙称是 朝着外面走去 心里却在合计 这先通知谁 后通知谁 想来想去 化为八道金光铜 十面线七位准圣 代说明来意 太白金星恭敬地向后撤退 太白金星回到天庭 摸了摸头上的汗水 压力太大 过了一会儿 七道身影 同时出现在灵霄宝殿之上 看着空空的宝座 相互打了个招呼 心中略有一丝不满 何等大事 同时召集七位准圣 就在这时 嬴政也出现在宝座之上 七位圣人 不论心里怎么想的 面上还是说道 见过陛下 嬴政连忙站了起来 走下宝座 有些歉意地说道 诸位道友不必多礼 让大家久等了 长话短说 父神召集我等 立即前往三十六重天 众圣一惊 心里却明白 这是敲打他们 让他们以嬴政为核心 以天庭为核心 辅佐天庭管理三界 八位准圣 同时朝着三十六重天飞去 没有父神允许 他们也飞不上去 等他们到达三十六重天 看到前方的身影 起声说道 剑谷父神 地上出现八个仆团 张扬笑着说道 坐 看着八位准圣坐下 张扬缓缓到来 将魔神大战 四大宇宙种族信息 本次任务情况告知他们 八位准圣满脸凝重 虫族他们知道一点 当初进生准圣之时 父神为他们讲解过 但也只是一笔带过 没想到对方如此强大 本宇宙竟然有如此危机 要说最想让宇宙永久存活下去的 还得是他们 他们的寿命很长 几乎长生 只要蓝星不灭 他们就可以永久存活下去 努力修炼 不就是为了今天吗 一时间 心里有重景迫感 第190章 大军击剑 对峙 张扬看着他们有些紧张 笑着说道 也不必紧张 当初那么艰难 本宇宙不是也挺过来了吗 为何将所有事情告诉你们 就是让你们知道 学无止境 不可大意 你们现在是准圣境 后面还有圣人境 虚道境 后面还有多少境界 还是未知数 到了今天境界 想必你们也清楚 如果没有误道查 晋升准圣境有多难 突破圣人境界又有多难 万万不可大意 八位准圣有些惭愧 连忙称使 张扬手上出现40枚宇宙奇观碎片 将他们交给八位准圣 每位准圣五枚 回去将其炼化 怎么用 你们心中有数 冰桂神速 三十个宇宙日后 蓝星家族将牵移到目的地 准备作战 是 八位准圣看着张扬消失在原地 又交流了一会儿 也回到各自地盘 他们刚走 附属新主陆续降临 过了一会儿 所有附属新主全部到齐 大家相互交流着 由于蓝星特殊的制度 大家关系都挺好 平时也总有交际 倒是有些像新明那样生活 张扬出现在这里 放眼望去 有些哭笑不得 这些附属新主 居然都凝聚出人族形态 看着像是几千人族在开会一般 这对于新主来说 根本无所谓 想凝聚成啥形态都行 但都凝聚成人族 足以说明一个问题 那就是 家族凝聚力和认可度 张扬看着下方新主有些感慨 不知不觉 蓝星附属新主 已经有3846位 看现张扬出现 众多新主不知道在哪学的 拱手齐声道 见过主神大人 张扬笑着说道 不必多礼 大家入座 地上出现众多蒲团 大家也不见怪 相互挨着坐了下来 还是一样的主题 将重足信息 四大宇宙入侵消息 三千魔神历史 缓缓说了出来 但照比对八位准圣说的内容 有所精简 张扬说完 下面就炸了锅 众多新主面色大变 意润纷纷 原来宇宙背后 还有如此多的仇敌 如此多的危机 宇宙内部的争斗 说到底 还是有一定的底线 除非仇敌 或极个别情况 奴役就是最差的结果 但外宇宙可就不同了 魔族 妖族吃生灵 天使族走的信仰之道 会让奴役的生灵 失去一切思想 成为虔诚的信徒 至于虫族 不提也罢 形势就算再严峻 日子也得继续过下去 张扬继续 说着虫族特点 注意事项等等问题 说完痛苦的事情 张扬画风一转 说起了奖励 听到蓝星家族即将拥有属于自己的孕育星系 可以培养一级星球等等消息 这些星主发出狂笑 兴奋极了 这意味着 他们都有机会晋升四级星主 或者说 晋升四级星主的概率大幅度增加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蓝星家族变强了 他们的日子也会更好 尤其是刚听说四大宇宙入侵事情 这就更显露出 家族的重要性 当乱世来临 家族强大 才可以庇佑他们 就这样 这些星主急匆匆返回到各星球 蓝星天道也降下意志 告知全体星明 请立即返航 如果真没有及时赶回 请耐心等待 蓝星回再次返回 或者提供最新坐标位置 蓝星这次算是为了宇宙而战斗 宇宙星虚拟平台商品 全部搬家 宇宙元老会后勤部 还提供了大量的心灵意志隔绝符 易宇宙气息探测装置 重组百科全解等等后期支持 几天后 一艘艘飞船 从银河系总部出发 上面装载了大量物资 都是对抗重足的特殊物资 全都是免费供应 这段时间 蓝星很忙 天庭正在调兵潜将 同时加大寻找众多岗位神仙的力量 一些神仙带着妇科令牌 前往三界寻找 还真带回来了大量人才 有些修士气和星宿神位 境界虽然低一些 但也不怕 有着神位气韵加持 仙气辅助 境界也会提升很快 人界各王朝 宗门大军也在集结 整个蓝星家族 种植成城 把准备工作 做到最前面 成立战时指挥中心 让所有附属星球的统帅 加入其中 知道重足的特殊能力 特意多准备了 机套备用方案 往日川流不息的飞船 全部收缩了起来 原本的三三小组制度 也发生了改变 全部按照事先部署 组成各类阵法 有之前对抗蛮黄组成的八阵图 也有天庭星宿组成的天罡北斗阵 二十八星宿大阵 周天星斗大阵等等 按照要求 不许落单 不许单独行动 随着时间缓缓流逝 约定的日期终于到来 张阳拿出高级千星令 将星图缓缓打开 看着宇宙元老会标记的位置 看去 重足占领的区域 已经有三千颗星球 整片区域被标记成了绿色 宇宙元老会 本来是让张阳选择击个四级盟友 一起作战 被张阳拒绝了 双方不了解 面对的还是诡异的虫族 帮不上忙 还可能添乱 别打着打着 盟友叛变了 那可就搞笑了 与其担心这些问题 张阳觉得 还是蓝星家族独自出战就行 找到一个不近不远的距离 张阳输入位置坐标 伴随机械提醒声音 蓝星家族消失在这片空间 众多星主面前一黑 过了几秒 周围的宇宙环境发生了巨变 快 按照事先部署 开战准备 各附属星主 发布着一条条命令 大量卫星及防御间星炮 轨道炮 被部署在星球附近 开始调试 开启灵能防护罩 一道道巨大的能量罩 将一颗颗星球笼罩在里面 这些年他们 也采购了一些宇宙奇观碎片 用其做成一件件星球 及防御灵宝 所有哪个星球 要是连最基础的星球防御罩 星主都不好意思出门 实在是太丢人了 张阳也没有保留 将手上所有神员 全都转换成物资 在确保蓝星已经足够的前提下 朝着附属星球 分发了下去 就在蓝星家族 紧密锣鼓的部署时 对方也察觉到 几千颗星球降临此地 虫族女王发出冷笑 终于来了 嗯 就来一个家族 双方对彼此都很了解 本宇宙的星球制度 对方很清楚 他也一直在等 等来等去 没想到就等一个家族 令他有些失望 双方其实都在试探 都没有派遣出全部力量 裂缝后方必然还有大军 宇宙元老慧 也在透过宇宙之眼 看着此处战场 虫族女王化为巨大的蜘蛛形态 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声 虫族不需要防守 他们只会进攻 一艘艘战舰 从各星球起飞 朝着蓝星家族飞去 虫族惯用手段 控制异族大军 发动自杀攻击 虫族跟在后方 一场大战 缓缓拉开了序幕 第191章 谨慎的蓝星家族 这一刻的蓝星家族 是非常忙碌的 非战斗人员都撤退到空间秘境之内 这让张扬意识到一个问题 战争结束之后 人界也要组建二重天 将蓝星人族境界低于金丹七的修饰 放在单独的一重天 灵气互通 突破金丹七 就需要来到另一重天 这样可以保护低等级人族 将他们位于最底层纬度 这样会安全一些 面对如此程度的战争 低于金丹七 根本无法参与 甚至随着时间流逝 参战的等级要求也会更高 战舰上的武器 设施 想要操控 都有实力要求 不然根本无法发挥出 战舰应有的威力 通过基因改造 一些科学家 以金具备原因期的实力 通过细胞技术 寿命居然比同境界的修仙者更高 快 动作再快一些 敌军就要来了 一个科研人元首里 快速操控着设备 嘴上大声吼着 随着他们安装调试 一道无形的复合粒子 防御罩 笼罩住整个星球 盯着复合防护 罩子系来看 会发现一道防护罩分为基层 磁场层 磁场层 纳米层 等离子层 修仙阵 法层五层防护罩组成 其中还添加加入了一种物质 那就是反物质能量 在最后关头 反物质终于被大规模提炼出来一些 本来按照现有科技水平 用超时空队撞击提取 每年可以提取1000克反物质能量 但面对如此多的科研团队实验 这些反物质只能用于实验研发 无法实际运用 随着蓝星接下任务 张扬直接提出要求 想要大量反物质能量 后来宇宙元老会 透露一条绝密消息 那就是宇宙奇观碎片 宇宙碎片里蕴含大量反物质能源 每一颗碎片都蕴含了大量反物质能量 最重要的是 奇观碎片可以将周围的反物质能量吸收过来 经过科研人员加以研发利用 反物质提取速度增加几百倍 因为时间关系 派遣大量科研人 元携带反物质能量去个附属星球 将这些反物质能量加入到复合防护罩之中 提升整体防御力 续航能力 复合防护罩也是消耗品 随着敌军攻击不断消耗能量 需要不停有人为其补充能量 激活复合防护罩 背后要有几十万修士为其忙碌 以便保证防护罩的稳定运行 星球外部还有很多战争堡垒 星际战舰 行星轨道炮 尖星炮 全方位自动防御粒子炮 班组固定 禁止相互走动 各负责各自区域 一旦私自行走 就有理由怀疑是虫族附体 死了都白死 这都是鉴于虫族特殊能力 外出作战需要穿星临防护服 出去战斗之后 禁止返回大本营 整个蓝星家族防御体系中间 预留了50颗星球 这些星球就是为了这些人员准备 以防虫族附身来到大本营肆意破坏 伤及根本 战斗结束之后 再逐一检查 没有问题才允许返回家族 张扬坐镇蓝星第36重天 附属星主都在这里 每颗星球上面都有一缕星主意识 一缕张扬的意识 防止星主被污染 双重保险 蓝星人族智囊团 附属星球联合智囊团 还有一个超大型的蓝星家族指挥中心 下面还分为科技指挥团 人界指挥团 地府指挥团 天庭指挥团 佛门指挥团 道门指挥团 灵界指挥团 联合星明指挥 1-99团 可以说 蓝星家族已经防御到极致 这些方案令宇宙元老慧也有一丝猛逼 人族666啊 谨慎 狗 每次都能给我整出点新花样 蓝星天界 第36重天 张扬放眼望去 整个空间里 有不下于十万人的指挥团体 每个团体背后 还有无数下属指挥团体 要不为何说 不到经单期 想参与战争的资格 都没有 反应能力有限 在第36重天的众多指挥官 除了个别特殊人员 最低境界都是化神期 张扬坐镇中央 整个蓝星家族 每个星球 都有它的一缕意识存在 可以完整感知到 整个家族所有情况 蓝星 这里是宇宙元老慧战争辅助中心 收到请回复 收到 重足发现 你方降临 已经派遣大军出击 坐标某某 请做好准备 前锋部队均为本宇宙控制星鸣 身上携带梦幻虫 请高度关注 特别提示 不论这些被污染星鸣 发生何等行为 请不要留守 全力出击 如需要帮助 请呼叫指挥中心 特别提示 非重大情况 请勿频繁呼叫支援 张扬深吸一口气 慎重说道 蓝星收到 宇宙元老慧不会指挥他们 只会提供远程辅助支援 例如目前提供的情报支援 他们利用宇宙之眼 可以探查到整个宇宙情况 包括心灵是否被污染 他们都可以查到 即使这样 也阻止不了重足那诡异的心灵控制能力 但有一点 不说整个宇宙 单单银河系 现在就有无数战争爆发 宇宙之眼只有一个 所以 无法时刻提供帮助 只要关键时刻提供一下帮助 这就够了 整个蓝星家族指挥中心 一点声音都没有 大家都在用神识交流 做着最后的调整 张扬将辅助中心截取到的画面 传递到三十六重天 大家就像身历其境一般 看着重足大军遮天蔽日的飞来 张扬说道 坐标某某 重足发动进攻 收到 所有人精神一震 来了 相关人员开始指挥了起来 整个前线靠近坐标的部队 开始频繁调动起来 蛮黄星 关羽坐在军中 周围无数兵马 分布在整个星球之上 蛮黄星是四大前线指挥中心之一 此处的总指挥 就是天庭四大元帅之一的官元帅 在人界地位不提 飞升之后 每个人的地位都发生了变化 在人界混得挺好 到天见 地府不一定有神为认可你 身份相差悬殊 就像当时结义三兄弟 飞升之后 已经各奔东西 关羽身兼数职 在天庭混得风生谁起 朋友众多 张飞入职地府 成为城皇神 据说最近前的庭好 已经提拔为阴阳寻戒大使 管理众多日夜游神 混得也不错 大哥刘备略 微差了一些 目前还没有找到工作 还在天庭第一重天发展 不过 最近混得也挺好 在天庭名声在外 被称为仁德真君 准备创建势力 独自发展去了 关羽摸了摸美然 脑海出现一道声音 关元帅 虫族正在朝着 你不所处辖区前进 请勿必打出人族威名 关羽立即站了起来 大声说道 开启一级战备状态 第192章 XY定位细胞 随着关羽一声令下 整个东部防御阵线立即开动 所有武器全部上膛 参加战斗人员 以精身穿机甲严阵以待 一级战备状态 就是一切准备就绪 战争会降临 立即就要上战场 整个战场20万光年内的星途 通过科技手段 已经呈现在指挥中心 无人侦察战舰出动 开启空间跳跃功能 朝着视野之外的宇宙散开 为大军提供精准坐标 实时画面 随着时间流逝 战士们心跳加速 有些紧张地盯着前方 每台机甲 战舰 单体设备上 都有一块虚拟屏幕 可以看到前方战场情况 一架无人侦察战舰 正朝着前方飞速前进 检测到底 无人战舰突然冒出一团火光 被击落了下来 周围的无人战舰全速前进 朝着爆炸战舰前方飞去 随着一艘艘战舰被击落 敌军坐标也被推算出来 一些特殊侦察机混杂在其中 朝着重足大军飞去 关羽舰撞立即命令到 坐标某某 朝着坐标前方 展开推进式弹幕攻击 等待攻击命令 随着关羽命令 前方心计轨道炮 尖心炮 超远距离反物制导弹警 开始冲门 一团准备完毕 72团准备完毕 9600团准备完毕 关羽盯着前方不停被击落的战机 并没有下达命令 而是在耐心等待 直到特殊战舰被敌军捕捉 精准坐标终于被分析了出来 关羽不再犹豫 立即命令到 攻击 星际轨道炮口 迅速抽取炮身内的能量 炮口发出淡淡红光 红光能量越来越浓郁 一道百米粗的能量光束 朝着某处坐标延伸出去 位于周围星球内部的导弹井 缓缓展开 一颗高达70公里长的星际导弹 在反物质能量的推进下 猛然飞到宇宙星空后 速度缓缓减慢 在后方人员操控下 调整好坐标位置 猛然加速 导弹以光速朝着目标飞去 导弹渐渐变浅 和周围宇宙融合在一起 彭扶并不存在 周围的雷达卫星上面 根本没有导弹信息 隐身了 导弹前方虚空突然破碎 导弹穿过虚空 消失不限 有的导弹井发射出两枚导弹 一暗一扬地朝着前方飞行 从特殊仪器上能够看出 那枚暗导弹影藏在空间之中 两者伴着飞行 虫足 大军发现前方敌军侦察机 立即开火击落了下来 随着侦察机被击落 周围突然飞出很多战舰 穿梭空间朝着虫足大军飞来 报告指挥官 前方敌军战舰中 检测到生命气息是否捕捉 立即捕捉 没有生命气质的战舰全部被击落 至于检测到生命气质的战舰并没有受到攻击 位于整个虫足大军后方的战线部队 感知着虫足指挥官命令 尾巴褶皱缓缓展开 一团团网撞能量球被发射了出去 这些能量飞行速度很快 瞬间到达战机上空 能量团瞬间展开 一张张巨大的蜘蛛网落了下去 将这些带着生命气息的战舰笼罩在其中 看着天空的诡异能量球 战舰火力全开 倒倒粒子光速朝着天空射去 但能量球太多了 落下来的蜘蛛网速度很快 居然诡异地组成一个弧形大网 将一艘艘带有生命气息的战舰笼罩得严严实实 随着网撞收缩 位于后方的人族毛骨悚然 网撞上面都是一只只白色小虫子 这些小飞虫组成大网将蓝星战舰包围住 坚硬的战舰护驾 被这些密密麻麻的虫子吞到肚子里 小虫子吞噬能量后 体型开始变大 很快就将里面的战士吞噬到肚子里 有些奇怪的是 这些战士并不反抗 有没有哀嚎 就像木头人般坐在那里不动 虫族女王通过虫族视野共享 看到里面的生灵被吞噬 面无表情 随着战舰完全被吞噬到虫族肚子里 这些虫族开始相互吞噬 最后只剩下一个巨大的虫子 周围近百艘带有生命气息的战舰被吞噬 坐在里面的战士都是一样 面无表情 却带有生命气息 随着时间推移 无生命气息的战舰被击落 有生命气息的战舰被虫族吞噬干净 前方战场剩下几百个大虫子 这些大虫子相互聚集在一起 突然开始撕咬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 一只体型巨大的飞虫扇动翅膀 朝着大本营方向飞去 飞虫回到大军之中 待在基层指挥官脑虫身前 巨大的蜗牛脑虫伸出一只触角 狠狠插进飞虫的身体里 飞虫迅速变小 被脑虫吞噬到身体之中 是脑虫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声 脑虫感知到的生灵 全部记忆为 虫族星号星号 人族生怕对方听不懂 将这些语言翻译成神族 机械族等等几十个本宇宙种族语言 都是问候虫族女王的优美语言 这些被吞噬掉的生命体 都是人族研究的基因X细胞 这些细胞经过改造 生命力很顽强 无数X细胞组成一个特殊生物废体 这些废体脑海中 只有这样录制好的优美的语音 人族当然不会如此无聊 这些废体是由无数X细胞组成 废体被吞噬进虫族肚子里 短时间不会完全被消化 就是到目前为止 这些细胞也依然存活在脑虫体内 过了一会儿 虫族女王要求脑虫将 全部抑制传递给她 虫族等级森言 脑虫居然有些犹豫了 脑虫犹豫片刻 还是将这些优美的语言 传递给虫族女王 虫族女王听到传递过来的消息 罕见的沉默了 这个捕捉战术 是虫族的常见战法 非虫可以吞噬对方生灵 将对方所有细胞吞噬进肚子里 脑虫在进行吞噬 可以将细胞蕴含的全部信息 感知出来 传递给虫族女王 只要给脑虫吞噬 生灵所知道的全部信息 都会被虫族复刻走 虫族立即就能了解 敌军大部分情报 随着战争推移 敌军毫无秘密可言 非常可怕的战术 百事百灵的战术 如今有点尴尬 脑虫体内有特殊器官 可以将体内的细胞死亡 信息也被提炼出来 随着X细胞全部死亡 位于蛮簧星的关羽 终于感知到一个精准坐标 才发动的攻击 这些XY定位细胞 被特殊基因培养出来时 就是两枚 一枚X 一枚Y 它们是半生细胞 当X细胞死亡时 Y细胞会有微弱感知 感知到死亡X细胞位置 如此多的X细胞死亡 提供的位置信息已经非常精准 过了一会儿 漫天的攻击朝着脑虫坐标飞去 这个脑虫位于异族大军中央 这只大军 主要是由无数被虫族心灵感染的异族组成的 脑虫突然感知到了什么 发出一声哀嚎 那是一道道能量光束 精准地落在虫族大军之中 第193章 晋升五级文明的奥秘 脑虫发出哀鸣之声 敌军攻击太快 而且明显朝着它所在坐标级中火力 这让它意识到 都是敌军的陷阱 脑虫IQ高达287 却没有想到 对方的攻击手段如此诡异 轰轰轰 轰轰轰 一道道高粒子光束 无差别 朝着虫族 先锋大军落下 长达70多公里的反物质导弹 突然悬停在空中 前端缓缓打开 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小型反物质导弹 每枚导弹只有一米长 内部携带5G的反物质能量 和5G正物质能量 两者米面会是放出21.4万吨TNT灯量 每枚导弹前段安装了 YYDS指挥系统 以便后方战士方便指挥 一枚枚弹头在空中交错 宛如一场金属风暴 朝着虫族大军各处目标精准打击 虫族污染的本宇宙战舰上方 也有粒子防护罩 自动防御系统 但这些武器都是三级文明 只有少量战舰是四级战舰 反物质能量武器少得可怜 可以这么说 但凡掌握了反物质大量提取技术的文明 都是四级文明中的佼佼者 武器速度太快,威力太大,防不胜防 蓝星要不是得到宇宙元老汇传寿秘籍 也不会大量提炼出来反物质 这东西不是一台超时空队撞击 一枚空间碎片就能研发出来的 还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理论知识 一些辅助设备 这些东西都是个文明的不传之秘 谁也不会把这些东西交易出去 要不是这次重组入侵 还是扬眉老祖当职 蓝星也不会得到这个绝密技术 这些东西对于宇宙文明和平影响很大 打破了四级文明之间的平衡点 杨梅老祖给了张杨一个秘信 也是提醒他 得到如此多的援助 务必要打出彩来 因为背后有无数魔神正在关注着人族 有魔神提供帮助 人族才能走得更快一些 给他0786号郁郁星系 也是告诉他 要自己培养后背力量 扩大人族文明宇宇宙占比 只有一个蓝星人族还远远不够 另外不要轻易发动战争 去奴役四级文明 蓝星有八个准圣再加上反物质武器 去奴役一些 当进入四级文明的家族 那就是大炮打蚊子 如此高调 这样不利于后期团结 以及今后发展 五级文明可以统治整个银河系 手下需要百个四级文明 但这只是基础条件 银河系达到这个标准的四级家族 不是没有 还真有几个家族 但想要晋升五级文明 也需要祭祀宇宙一时 让本宇宙一时认可 是的 宇宙也有一时 想晋升五级文明 就需要被本宇宙一致认可 方能晋升成功 涉及具体问题 秘性并没有说明 只说等符合最基础的条件之时 就会知道一切 还有个问题就是 与咒元老慧九位当职认可 只需要得到其中五位魔神支持 就可以成功晋升五级文明 魔神崇尚实力为王 最强的家族才会被分封出去 安置到其他星系 镇压一片星系 每个星系名额有限 相互之间也有较量 这还涉及种族背后魔神问题 每个魔神支持种族不同 都想扶持己方的家族 镇守一片星系 以便增强自己的魔神底蕴 大部分魔神 都想让自己扶持的种族 修炼他们掌控的大道 魔神也需要晋升晋戒 他们只是三千大道之一的化身 还是初始大道 三千神魔刚诞生之时 以为不需要修炼 也找不到提升实力的方法 直到大战结束 看到四大宇宙 创建无数生灵 他们试着模仿创建种族 结果还真有重大收获 随着宇宙生灵增多 修炼境界变高 本宇宙三千大道 居然在慢慢变强 尽管增加的十分有限 这也让魔神看到一条新的生机 本宇宙大道增强的速度慢 那一定是生灵数量少 实力差 魔神发现 三千大道 只是宇宙最初诞生的大道 随着生灵修炼 感悟 大道才会越来越强 所以 才设计了本宇宙星球 主管理星明 不断晋升文明等级 创建更多潜力星明 让他们不断地修炼 这样以来 魔神的实力会增强 本宇宙意志也会增强 但这就又涉及一个宇宙核心问题 本宇宙能源总量问题 宇宙能源是有上限的 它能容纳的生灵总量 大道数量都是有上限的 想要再增强 就得扩大宇宙容量上限 就像一个固定水池 只能装着魔朵水 想要增加面积怎么办 那就是将其他水池抢过来 两个水池加在一起 面积大了 水也多了 但问题来了 对方永迟有生灵看守 没有水对方也要死 双方必然要爆发战争 无数纪元前的那边大战 让这些魔神明白过来 修炼无止境 必须全力发展整个宇宙 宇宙变好 他们才能永久存活下去 所以才有无数种族存在 如果仔细研究一些种族 会发现一些种族 专修魔神大道 也是某个魔神的核心种族 神族是所有魔神共同培育的 但数量太少 仙族是红军老祖全力创建的种族 红军老祖是三千大道之仙道法则 可惜无数纪元前的那场大战 红军老祖大部分一时被掠夺走 只留下小部分意志 躲在魔神之谷修炼 导致仙族在宇宙不太强 精灵族为何有如此多的魔法属性 都是因为众多魔神扶持 还有无数种族 他们背后各有魔神扶持 目前 银河系基大家族为何迟迟 没有晋升到五级家族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当值九位魔神 支持家族势力不同 没有达到五票 第二个原因 本宇宙星系趋于宝和 各星系之间都要竞争名额 这就导致竞争越来越激烈 名额显得特别珍贵 所以九位魔神达不成共识 以上都是本宇宙的奥秘 就这样被扬眉老祖透露给张扬 扬眉老祖为何扶持人族 他在密信中也说了 一些魔神大道属于先天大道 例如他的空间大道 时间大道 荔枝大道等 这些大道不需要特意扶持哪个种族 只要宇宙变强 他们的大道也会跟着变强 扶持哪个种族 对于他们来说无所谓 他们也不愿意看到 各种族之间 各魔神兄弟之间发生争执 以往创建的种族都比较专一 整个种族都修炼某个魔神大道 现在突然有一个种族很特殊 修炼很杂乱 每条大道都涉及 都有生灵在修炼 五花八门 各不相同 这个种族 对于三千魔神规属感都是一样 因为是三千魔神 共同推演的种族 这就特殊到了极点 每个魔神都不想大力扶持 又不会恶意打压 因为都有股份在里面 这个种族就是人族 所有魔神都在关注人族发展 想走上一条新的道路 人族可以修炼三千大道 生灵繁衍能力强 有一定智慧 欲望 野心 如果只有一个宇宙 根据魔神推演 人族为了资源 会相互厮杀 打出狗脑袋 但如果宇宙很大 无限大 只要能一直掠夺其他宇宙能量 资源回本宇宙 人族就是最佳种族 人族抗压能力很强 有压迫就有反抗 结合以上因素 人族地位在提高 张扬等众多新主 都在第36重天 看着战争直播画面 热血沸腾 张扬觉得 还是小瞧了科技的力量 这场战斗结束 很有必要成立科技检 重族女王看着几方大军 被弹药洗地 根本不在意 这些只是炮灰罢了 整个先锋大军不退反进 无数战舰从周围的星球起飞 铺天盖地地 朝着人族方向飞去 第194章 疯狂的重族 重族控制的大军 根本不顾及漫天的炮火 开启空间跳跃功能 朝着人族震的冲了过去 空间变换 一艘艘飞船从虚空之中飞出 朝着人族阵地方向 全力输出炮火 人族防御阵的 早已经全力戒备 看着突然出现的一族大军 无差别开火 大战正式拉开了序幕 穿梭到阵地前方的污染军团 对着蓝星家族阵地 开展猛烈进攻 很多污染军团 没有控制好距离 竟然穿梭到蓝星家族阵地内部 脑虫大喜 没有丝毫犹豫 控制整个舰队自爆 轰隆隆 自爆的威力很大 好在蓝星家族每颗星球 都有多层防护罩 可以抵挡爆炸冲击力 但处于星球外围的一些战争武器 战争堡垒不可避免地 被爆炸余波摧毁 见到攻击奏效 背后的重族操控大军 军在某点开启空间跳跃功能 瞬间出现在蓝星家族之内 立即自爆 面对如此疯狂的进攻 这让背后的人族指挥官 有些皱眉 自爆的大军 没有任何犹豫 就像被操控的机械人一样 指令输入完毕 丝毫不差的执行命令 这还不算完 由于无数战舰 污染军团不要命地向前自杀式袭击 位于背后的重族大军 星球开始缓缓向前推进 一只只诡异的虫子 将宇宙刺远壁咬开 人族阵地方向撕咬空间 速度很快 空间虫虽然隐居在空间之中 却可以感知外面情况 朝着指定目标点挖掘 一只只重型战甲虫 转到空间虫洞之中 朝着目标前进 一只只运兵虫 无数触角在底部支撑 内部是完全悬空的结构 内部类四人族的介子空间 可以装进去很多虫族 跟在重型战甲虫后方 缓缓前进 背后还跟着自爆纹 勇士虫 小狗 刺蛇 蝎子等等战争兵种 通道不止一条 通向蓝星家族阵地周围 虫族控制污染大军 朝着蓝星家族 不停发动自杀式攻击 不惜一切代价 因为这些只是奴役的傀儡罢了 位于大军后方的勇士虫 浑身变成星空色 朝着前方飞去 蓝星家族从宇宙元老会 拿到虫族兵种 常规战术等资料 但毕竟没有亲自对战过虫族 面对如此汉不畏死的作战方式 还是有些吃不消 位于东线阵地 外围的机械士兵们 操控战争堡垒和污染军团 打得火热 一群自暴虫穿过枪林弹雨 疯狂朝着前方突进 距离战争堡垒 近了就开启自暴 丝毫不顾及周围的勇士虫 堡垒里的机械士兵 因身穿机甲 没有被炸死 他们操控机甲和虫族 顽强站了起来 勇士虫丝咬开机甲 将机械士兵吞到嘴里 立即朝着脑虫方向撤退 脑虫如出一辙 将这些虫子 吸入脑海之中 解析对方信息 传递回虫族女王脑海里 虫族女王有很多问号 武器操控 战斗意识培养 虫族特点 这些机械人脑海中 没有任何多余的知识 脑海都是战争之时 一点点有用的知识都没有 显然对方做了虫族的准备 其他几个方位阵线 正在全神戒备 周围的空间 突然露出一个个大窟窿 无数虫族从四面八方 朝着蓝星家族阵线扑了上来 虫族作战都是一鼓作气 没有试探 添油加促战术 轰隆隆 轰隆隆 蓝星家族周围的空间 涌现大量虫族 朝着就近的武器 堡垒 星球防护 照撕咬了过去 蓝星家族火力全开 自卫反击尖心炮 不停喷射着粒子光束 一道光束 可以洞穿几百只虫族勇士 但虫族大军无边无言 越来越多的虫族大军从虫洞钻了出来 汗不畏死地朝着就近的敌军堡垒撕咬过去 虫族不怕死 没有痛觉感知 有心灵感知 等吉森言 属实有些难缠 从虫洞钻出来的重型甲铐虫 也被称为虫族坦克 防御力惊人 光束打在身上 却被弹射开来 只有艰辛炮材 可以将他们屈巧击穿 重型甲铐虫开始叙利 身上冒着红光 发出一声巨大叫声 猛然朝着最近的一颗星球防护 罩撞了上前 防护赵温斯不动 庞扶未送到影响 但处于星球内部的维护人员脸色大变 立即吼道 快 加快能源不给 能源下降5% 能源下降5% 每只重型甲铐虫 猛烈撞击一次 整个防护罩能源就会下降5% 外加其他虫族 一直在私要防护罩 外围还有蝎子虫族 将一颗颗能量弹 猛然朝着星球防护罩发射 位于星球内部的武器也在不断开火 陆地上一门门重型粒子 自走炮步听发出轰鸣之声 粒子光束击打在防护罩外部的甲铐虫腹部 这些甲铐虫 外部驱翘很坚硬 腹部却很薄弱 是它们唯一的弱点 腹部被击中 甲铐虫就会重伤 甚至死亡 但无奈虫族太多了 它们爬在星球防护罩之上 全方位的撕咬防护罩 能源下降到50% 报告 凯尔克星球能源下降到50%以下 请求机甲部队出战 报告 文森特星球能源下降到40%以下 请求龙骑士部队出战 报告 亡灵三星球能源下降到90%以下 请求亡灵骑士部队出战 我要让他们看看 到底谁是宇宙天灾 一声声急报传到后方指挥中心 后方的智脑部队开始分析 随后说到 凯尔 文森特星球允许出战 亡灵三星按照事先计划等候命令 按照事先制定的战术 要充分利用防护罩防御优势 从防护罩内部向外居杀虫族大军 要尽量避免肉搏 防护罩能源不断补充 却持续下降 显然是补充速度跟不上消耗速度 防护罩能源下降到50%之时 星球内部的部队就要出动 主动清理防护罩上面的虫族 以防止能量罩被击碎 虫族会吞噬星球内部一切物质 用来壮大虫族本身 所以 尽量避免肉搏 当然 有种族例外 那就是亡灵种族 能源下降 过快的星球冲出了大量部队 这些战士穿着战斗机甲 战斗机甲内部穿着道家法宝 法宝内部还有一层隔绝心灵控制的贴身防护服 大量部队和虫族站了起来 防护罩的能量开始快速回升 60% 70% 80% 能源快速飙升 星球内部发出特殊信号 这些外出作战的士兵331组 有序朝着星球内部撤退 几方战士瞬间进入防护罩之内 虫族确气的无能狂吼 防护罩从设计之初就是如此 内部可以攻击外部敌军 不受任何影响 外部却无法攻击内部 防护罩还加了基因识别功能 几方可以自由穿梭 敌军只能老老实实地攻破防护罩 随着时间推移 虫族女王逐渐暴躁 死亡如此多的虫族 居然还没有攻进敌军星球内部 简直离了大谱 刚才的战斗中 还是有一些蓝星战士被虫族吞噬 这些记忆被虫族吸收 渐渐传到虫族女王意识之中 虫族女王发现防护罩的运作原理 开始调整战术 随着她的一声嘶吼 虫族大军进攻战术发生了变化 第195章 拉扯战 虫族可以吞噬敌军细胞 获取对方所有记忆情报 这也是虫族非常难缠的原因之一 在这个种族特性之下 敌军很难有什么秘密可言 正所谓知彼知己 方能百战不但 敌军知晓你的所有部署 专挑弱点进攻 优势自然很大 随着虫族女王的命令 虫族大军改变了战术 开始聚集起来 朝着几个防护罩猛烈进攻 防护罩能源快速下降 内部的蓝星家族 生灵健壮 立即出来应战 但无奈虫族太多 防护罩还是破了 虫族大军铺天盖地的 朝着几颗星球扑了上去 星球内部的生灵都穿着机甲 和虫族战斗了起来 机甲分为很多等级 也在不停更新换代 淘汰下来的机甲并没有被销毁 反而朝着整个家族所有生灵发达 以便让他们有一丝自保能力 天际星 快 所有人全部穿上机甲 防御罩就要破了 蓝星家族几千年的星际贸易活动 使得各星球相互融合 生活在星球内部的星明 种族各异 不论男女 不论老幼 但凡有行动能力的生灵 军穿着机甲和虫族战斗了起来 一支支勇士 重随着不停 吞噬能源 体型越来越大 凶狠地朝着目标撕咬了起来 与此同时 身居背后的蓝星指挥官健壮 立即说道 派遣亡灵军团上场吧 大批量的亡灵军团通过传送阵 从周围星球冲了出来 各类战舰 战机在空中盘旋 朝着目标发射机光丽子炮 一时间 几颗防护照破碎的星球 成为两方争夺的要点 双方军不停地派遣大军增援 天际星成为战场脚肉机 战斗持续进行着 每一发尖星炮 都能带走一条线的重族 但重族数量单独无穷无尽 还在不断增援 蓝星也是见招拆招 派遣天兵天将 地府军团前往支援 某处有重大危机 或者支撑不住 就会有天庭正神前往支援 蓝星不紧不慢 以不变应万变 不停微调着 打得游刃有余 重族则不停派遣大军到星球作战 他们总有一种要攻下来的错觉 蓝星主场优势 周围无数武器辅助 地面传送阵不停传输大军前来作战 一些战斗力低下 伤员都被通过阵法 运输到核心星球之内 唯一可惜的就是 重族能力太诡异 战死生灵的灵魂都被重族吞噬 无法转世投胎 随着持续作战 重族女王终于知道 对方四大阵线指挥所 敌军指挥中心位置 通过作战的重族视野 重族女王也发现 对方阵法难缠之处 敌军指挥中心 位于最家族中心位置 周围是配合紧密的35颗行星 剩下的星球 也是组成72星球 36颗星球的特殊阵法 攻防兼备 十分难缠 就像目前进攻的天际星 想集中攻打几颗星球 敌军不断支援 陷入僵持 导致重族至今没有任何战果 重族女王思考片刻 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 消耗掉太多虫子 得不到补充 自身实力也要严重受损 虫族等集森炎 没有实力 随时可能被吞噬掉 想来想去 看着肩膀上的时空虫 决定实施斩首计划 虫族女王发出怪异叫声 周围的虫族大军朝着她聚集 这些虫族化为一股股能量 被女王吸收 虫族女王是虫族核心兵种 她们可以孕育无数虫族大军 成为基地巢穴般的存在 也可以将虫族大军 吸收转化为个人力量 两者可以自由转换 所以很多虫族兵种 没有独自思考能力 都来自于基因战斗本能 或者女王支配她们行动 虫族大军化为一股股能源 被女王吸收 她的境界却没有任何变化 这个虫族女王本身的实力 就是准圣初期境界 随着能源吸收 境界开始提升到中期 后期 圆满 最后卡在准圣圆满境界 想要突破准圣境界 需要宇宙意志 赐下大功德 这道功德因呈现紫色 也有生 灵称互为宇宙紫气 宇宙紫色数量有限 所以能够突破到 圣人境界的生灵数量有限 其他宇宙入侵 想要吞噬宇宙能量 也是想要吞噬掉 这些宇宙紫气 用来培养自己宇宙的强者 增强宇宙实力 虫族女王摸了摸肩膀上的时空 虫笑着说道 这次就靠你了宝贝 能不能立下功劳 突破到虫后 圣人就看这一战了 时空虫蠢动了一下身体 用头部轻轻蹭了蹭女王的肩膀 与此同时 前方正在作战的蓝星家族 却感觉到异常 对方后背力量有些不足 张扬有些疑惑 从宇宙元老会传输的资料来看 对方数量不应该这点呀 难道 张扬用意志沟通宇宙元老会 后进步说道 请求观测裂缝附近情况 战场出现异常 虫族后元力量不足 收到另一侧 也是紧急通过宇宙之眼查看情况 看到无数虫族际限 化为一道道能源 朝着一只虫王涌来 连忙将情报传递了出去 蓝星家族 虫族开始祭宪 结合以往经历 对方很有可能要实施斩首计划 对方实力已经提升到准圣境圆满 外加时空虫辅助 逆方共有八位准圣 最高境界为准圣后期 可以一战 元老会已经提高此地风险等级 随时可以提供支援 张扬有些皱眉 虫族真难缠 随即说道 蓝星收到 张扬对着一旁的八位准圣说道 虫族女王寄宪了大军成为准圣圆满实力了 再加上时光虫辅助 务必小心 对方现在不知道我方实力 一会出手 不要顾及身份 能用的手段都用上 不要大意 全力出手 八位圣人面色凝重 其声说道 请父神放心 八位准圣相互交流了一番 凝神静气 略有一丝紧张 毕竟对方是准圣圆满实力 到达准圣境界 每一个小境界都相差甚远 八位准圣 将手上的先天灵宝呈现出来 开始制定战术 将手上有的宇宙碎片全部炼化 用来加强先天灵宝威力 宇宙碎片炼制的先天灵宝也分等级 融合的宇宙碎片越多 法宝威力自然越强 虫族大军并没有全部被吸收 还有很多虫族大军在外 随着女王一声令下 所有部队全部出击 女王摇身一变 伪装成为一只勇士虫 混杂在大军之中 总共开始了 第196章 谨慎的虫族女王 虫族女王觉得 自己的计谋天衣无缝 悄悄隐藏在大军之中 准备打对方个措手不及 说来也巧了 张扬呼叫宇宙元老会 请求侦察 也是这个时间 他的一举一动 被宇宙之眼观测到 完整的汇报给了张扬 有句话说得好 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 虫族女王化为勇士虫 隐藏在大军之中 悄无声息地 朝着蓝星家族阵地飞来 张扬得知消息后 才召集的八圣 让他们全力出手 八位准圣嘀嘀咕咕 将张扬赐语的碎片 融合进法宝之中 随着炼化完毕 八位准圣决定将计就计 他们化为八个小骷髅 一蹶一拐地 混杂在战场之中 这是一只勇士虫 和八个小骷髅的情感 纠结故事 张扬看着八位准圣化为骷髅 也是哭笑不得 只能说到 六 周围的众多仙神大佬 听到父神说了一句六 暗自揣摩圣意 相互窃窃私语 这个六啥意思 张扬没想到 今日随口说的一个六 直到无数纪元后 新人泪还在说着 言归正传 虫族女王隐藏在大军之中 一道艰星炮 朝着她所处位制射了过来 她瞬间躲了过去 随着时间推移 她终于亲眼看到蓝星阵营部署 以她的大脑推算 很快就计算出来 这个阵法薄弱点在哪 这颗星球 正在大面积作战 她隐藏在这里 突然杀到对方主星 施展时空禁止 她迅速将主星生灵全部灭杀 这场战斗也就剩了 这样一来 崇后交给她的任务也完成了 她也立下功勋 很可能被赐予宇宙子气 晋升为崇后 不晋升为崇后 终为蝼蚁 她也只是崇后旗下的一个领主罢了 像她这样的崇族女王 每个崇后旗下 都有很多女王级领主 这时候还好 崇后遇到致命危机时 也会将旗下所有崇族 包括女王在内 一起吞进肚子里 用来保全自己 崇后才有自保之力 崇后在崇族已经是绝对的高层 崇后是可以单独镇守一片星系的存在 崇后很难被杀死 只要存活下来 很快就可以重新孕育一个崇族文明 算是崇族的根基所在 她悄无声息地降落在星球之上 就像一个普通的勇士虫一样 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 随着她降落在天际星 周围的崇族很兴奋 疯狂朝着蓝星家族进攻 以目前的距离 崇族女王瞬间就可以降临到对方主星 瞬间降临对方主星 然后施展时间暂停 屠戮生灵 然后吞噬掉所有能量 在撤退裂缝之内 算是攻城身退 但她不敢 她还在观察 如果可以 她并不想暴露 她想离裂缝近一些 让旗下的孩儿们去战斗 战斗顺利 那些大欢喜 缓缓积攒攻击 终有一天可以晋升为重后 战斗不顺利 她会瞬间撤回裂缝之内 保全性命 缓缓突之 这也是她能存活如此长的终极手段 狗 她活了漫长的时间 自然知道 墙中自有墙中手 她是准胜圆满 对方也有 深入敌后作战 本就是劣势 再粗心大意 那是闲活得太长了 这个种族如此难缠 她不幸 对方没有更高级的存在 所以能不冒险 就尽量不要冒险 战争比的就是 谁更有耐心 想当最后的胜利者 就得谨慎 谨慎 再谨慎 随着时间推移 终于有一只虫族 竟升为玄仙境 天庭派遣诸葛青云 前往作战 自从诸葛青云 成为天庭无取星 得到神位加持 修炼速度越来越快 很顺利地突破到玄仙期 神位对境界 是有一个增幅作用的 神位越高 增幅效果越明显 即使当上天庭的天兵 境界也能猛然提升一截 这就是神位加持的力量 但是 如果你的神位被罢免 神位加持的境界 也会跌落 所以 还得靠自身力量 神位只能是辅助 借助神位辅助力量 晋升境界后 闭门不出 继续晋升下一境界 才是正确的天庭修炼方法 虫族女王在暗处偷偷观察着 看着有虫族晋升为玄仙境界 对方又派遣了一位 玄仙境界的修士 前来作战 暗道一声 果然如此 他暗暗为某位虫族输送一些能量 这位勇士 虫晋升为玄仙境界 对方又派遣一个 玄仙境界的修士过来 他还真不幸了 继续潜伏 战争还在持续 越来越多的虫族晋升为真仙境 对方也在不断增援 虫族女王狠心多分出一些能源 将一位玄仙境界的虫族 进化为金仙境界之时 对方派遣一位老者 也是金仙境实力 张扬看着虫族女王不停试探 知道他心里也是墨底 想要试探蓝星底线 对方输送能量越来越多 陆续又诞生几位金仙境界 自身境界也从准圣境圆满 跌落到准圣境后期 这个过程是循环渐进的 就像温水煮青蛙一般 他不知不觉的 境界跌落到准圣后期 他越来越心烦 不知道为何 吞噬对方如此多的生灵 居然都查不到对方底线 战死的生灵脑海中 最多也就知道 天庭 地府 妇神等信息 蓝星具体境界有多高 他们一概不知 虫族女王倒也不奇怪 这也是对手常见手段 将生灵一些记忆抹除掉 防止虫族吞噬泄密 张阳知道对方诡异的能力 自然也要提防一手 将外出座战生灵脑海中 关于天庭 地府等记忆 全部抹除掉 躲在第36重天的新主们 着重前的 就是这个工作 将生灵某些记忆屏蔽 甚至消除并不难 很轻松就可以做到 但又不能全部清除 只能有针对性的去掉关键信息 这个工程量挺大 所以 这些新主躲在这里 专心做这个事情 包括张阳在内 他也在盯着 一旦某个防护罩能源下降到30%以下 他也要协助手下 做着记忆清除工作 随着时间推移 他有些烦躁 他不知道的是 隐藏在远处盯着他的八位小骷髅兵 有些兴奋 境界跌落了好啊 虫族女王 以惊跌落到准圣境后期 和道德天尊境界一样 我们还有七位准圣辅助 再突然袭击你 啪 一个右边腿 还不弄死你 八位准圣 都是谋后动之人 自然不着急出手 如果是低境界谋算对方 虫族女王也就敢知道了 但都是准圣境界 彼此之间 还真感应不到彼此 虫族女王最后下了狠心 又催化出 几个惊仙境界虫族 自身境界跌落到准圣境中期 他已经想好了 如果还是探不出对方底线 他就指挥大军撤退 缓缓突之 张扬一直在观察 这个虫族女王神态 对方越来越烦躁 最后催化出五个惊仙境界修饰 明显下了狠心 一旦还是探不出蓝星底线 对方估计就会撤退 想到这里 张扬派遣了女娲 皇帝 扶析三位惊仙后期修饰出手 并特意告知三人计划 以及注意事项 演技最重要 三位大神带着使命出手 从蓝星朝着惊仙境界的虫族飞去 虫族女王耐着性子 又观察了一会 对方三个惊仙境界修饰 被围攻得很惨烈 对方再也没有派人过来支援 虫族女王眼神终于亮了 这波 虫族稳了 虫族女王冷冷看着敌军主星位置 瞬间朝着蓝星位置飞去 面部表情猙獰地吼着 都得死 第197章 群殴 虫族女王一出手 就没有丝毫保留 显露出法天向地 身高数万丈 她将浑身能量压缩为一团 这一团的能量 足以毁灭一颗星球 周围无数生灵 看着面目猙獰的虫族女王 浑身颤里 这恐怖的威压 让他们提不起任何战役 虫族女王内心充满了警惕 并没有忘乎所以 外出显化的法身 只是空有其身罢了 正所谓 外行看体型 内行看圣魂 圣魂才是准圣级以上的根本 只要有一丝圣魂存在 还可以重新修炼回来 所以 修炼到圣人境界 几乎就是不死不灭 但凡事都有绝对 张扬被灭 蓝星的圣人也要死亡 虫后被灭 旗下的虫族也会死亡 虫族女王剑无人阻拦 圣魂附体终于使出全力一击 一团毁天灭地的能量 被它吐出 朝着蓝星飞去 就在快要攻击到蓝星的时候 一张遮天蔽日的阴阳太极图迎面而来 能量机打在太极图上 彭扶凭空消失一般 消失不见了 虫族女王一惊 知道上当了 立即命令时空虫 施展时空暂停 一股旋之右旋的力量 弥漫在周围空间 太极图动作有些僵持 速度变慢 彭扶受到了阻力一般 周围惊仙境界以下的生灵 立即禁止原地保持不动 惊仙境界勉强可以行动 动作却被放慢了几百倍 看起来有一丝滑稽 虫族女王长输了一口 看着近在咫尺的蓝星 狠心拍了下去 只要灭杀对方生灵 他就立即撤退 五个小旗 缓缓从东 南 西 北 中出现在女王五个方位 旗帜迎风招展 一道玄黄的结界 将虫族女王困在中央 先天五方旗 乃是原始天尊炼制的一套防御 困人先天灵宝 分别是中央雾脊姓黄旗 东方青莲宝色旗 南方黎的焰火旗 西方素色云界旗 北方玄园控水旗 女王看着自己被困住 知道周围一定有准圣境界的修饰存在 背后几个通天的蜘蛛腿 画为长毛 朝着五方旗刺去 叮当 五声撞鸡声传来 长毛遇到阻力 画出道道金光 看着五方旗上面的裂缝 女王准备再次出击 将其击碎 那张诡异的黑白图顺 将此方天地包围了起来 他们一起进入一片特殊空间 随着太极图发威 外界的时空之力消散 无数生灵再次打了起来 宇宙闪烁击到金云 云上站着十万天兵 前方站着微风凛凛的天江 浩浩荡荡朝着此处飞来 一阵一阵阴风袭来 让人觉得浑身发冷 只见阴云之中 旁腹有无数生灵 他们手持枯桑棒 前方站着十大英帅 面目猙獰的从蓝星飞出 隐藏在后方的仙兽 正神并没有跟着出手 大局已定 也是练兵的好时机 被困在太极图中的 虫组女王神情不定 就在她要出手之时 四柄宝剑从四个方位 朝着她飞来 女王大吃一惊 因为她想躲 却发现躲不开 她有预感 不论朝着哪个位置闪躲 宝剑都会同时集中她 宝剑速度太快 尽管有时空之力阻碍 却只能减慢几分 看着肩膀上累得 呼吱呼吱喘气的时空虫 也有些无奈 时空虫对付准圣镜以下 威力还可以 到了准圣境界 只能影响一点速度 如果二人一对一 能减慢一丝速度 也是巨大优势 但有些可惜 太极图上几位准圣 她也不知道 从目前来看 她从灵宝感知到 三位准圣的气息 对方境界不弱 和她相差无几 顿时有些后悔 要是准圣镜圆满 定能破开太极图 从此处逃离出去 或者在太极图包围她之前 也有几毫秒可以逃离 只有她一心想跑 对方也没有办法 看着越来越近的四道宝剑 女王只能收回几只蜘蛛腿 全力阻挡宝剑锋芒 啊 虫组女王吃痛的大吼 四道宝剑狠狠刺在蜘蛛腿上 蜘蛛腿上出现一丝裂痕 里面流出金色的液体 108颗金色念珠 狠狠砸在女王身上 令其神魂颠倒 痛不欲生 道友 还有何法宝 让我等见识见识 善 此乃紫金钵鱼 可将对方定住 收入钵鱼之内 钵鱼化为几百丈 出现在天空之内 一道金光照下 让女王动弹不得 善 此乃乾坤齿 乾坤齿化为几百丈 狠狠砸在女王头上 此乃大魔储 此乃加持神储 听着叫声凄惨 越来越虚弱的虫组女王 八位准圣热烈讨论之中 八位准圣讨论的正激烈 阿弥陀佛突然叹了口气 哎 如来佛祖疑惑问道 为何叹气 阿弥陀佛缓缓说道 想到门有四大仙授 九尾狐等几十个护教仙授 而我佛门一直都没有 圣人不出 门下弟子遇到磨难 连个帮手都没有 弥勒佛也是跟着说 师兄此言不对 我佛门弟子里 应苦心修行 多受磨难 方能修成正果 不过 话又说回来 我佛门确实没有护教仙授 要是佛 是我等无能 方让弟子白白受苦 如来佛祖看着三清不说话 叹了一口气 三位道友 想我佛门弟子日夜盼望 何时能有一只护教仙授 今日我等不要面皮地说一声 这只虫族女王 可否让我佛门镇压 保证让其洗心革面 重新做虫 看着三清并不说话 五位佛祖其声叹了一口气 望着天空 彭腹要落下眼泪 两位天尊看着道德天尊 道德天尊推演一番 随即说 罢了 既然五位师弟开口说了 三位师兄也不能不给面皮 这只准圣级的重族 就交给佛门吧 五位佛陀面面相亏 自然听出道德天尊说的意思 从此以后 他们被分低了 以前叫道友 以后的叫师兄 五位佛陀相互传音 嘀嘀咕咕交流之后 最后还是觉得 面皮没有实力重要 如来佛祖 那就谢过三位师兄 看着奄奄一息的重族女王 道德天尊 不知几位师弟 是否需要我等帮忙降福 阿弥陀佛 那就不劳烦三位师兄 还请休息片刻 继位佛祖手段齐处 将其打个半死 收入紫金钵鱼之中 看着昏死过去的重族女王 弥勒佛拿出乾坤袋 将其装了进去 防止逃跑 灵保天尊 师兄 就这样白白便宜了佛门 重族女王 可是能够繁衍重族大军 生生不息 原始天尊 物极 仔细看重族圣魂 第198章 三位当职魔神 灵保天尊仔细看 发现一点端倪 不仔细提醒 还真看不出来 圣魂缺了一丝 这丝圣魂 估计留在重族大宇宙之内 避免直接死亡 灵保天尊自问 要是他去对方宇宙 也会如此操作 虽然留下一丝圣魂 虽会有隐患 但生存几率大大提高 隐患就是圣魂被灭 大道无法圆满 不修补回来 是无法晋升圣经的 圣魂就是一个威形大道 大道有缺 则不圆满 圣魂有缺 不是在填补 回来就行的 就像玻璃碎了 破境难重圆 先不说 修补需要漫长的岁月 修补之后 也不是原来那个 需要对大道进行全面微调 非常困难 三清回到蓝星第36重天 看着众多生灵战斗 由于蓝星不停派遣天兵 鬼差助阵 虫族由于女王被围困 后续力量乏力 脑虫连系不上最高领导 指挥乏力 整个虫族大军开始陷入混乱 就这样 随着时间推移 战斗陷入了尾声 宇宙元老会 银河细分部 杨梅老祖身前坐着两道影子 三人颇有兴致地 看着虫族女王被围困 杨梅老祖笑着说道 有点意思吧 顺 有点意思 这就是咱们共同推演的那个种族 杨梅老祖点了点头 他们三位当职 正在宇宙之眼 盯着人族观看整体表现 表现还不错 无论从谋略 还是战术安排上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顺 宇宙到处都是人族 应该会挺有趣 乃里像我创造的种族 数量少得可怜 少得可怜 还好意思说 和没有一样 比三千魔神都少的种族生灵数量 也是极其喊陷的 杨梅老祖无语地看着顺 很强大的好不好 对 银河系有几个 顺感知了一下 尴尬地伸出一根手指 一个 一个都没有 顺是三千魔神中的速度之神 他创建的种族叫做顺灵异族 顺指的是速度 灵指的是灵体 它们类似于元素体一般 一般生灵是看不现它们的 它们可以游荡在空间之中 甚至在空间自由穿梭 速度很快 这个种族生下来就掌握素质法则 在等级静升为第三级的时候 就可以掌握空间法则 可穿梭空间是所有宇宙同等级速度最快的种族 顺灵异族可以免疫绝对物理攻击 部分魔法 灵魂攻击 这个种族星球四处漂泊 它们也不晋升 因为它们几亿年才能诞生一个 导致种族数量特别稀少 整个顺灵异族只有几千人 由于速度很快 又喜欢穿梭空间 这就导致种族分布很散 银河系一个生灵都没有 但顺灵异族之时特别渊博 了解很多秘文 顺灵异族有个种族特性 那就是记仇 一旦种族某个生灵被杀死 就会被标记上时空之力 童族很快就会赶过来为其复仇 顺之魔神 正是本届宇宙元老会 九位当职之一 这也是为何不让魔神创造种族 反而让新主创建种族的根本原因 魔神创建的种族都很强 极具创造魔神的法则特点 根本不利于宇宙发展壮大 顺也是喜欢热闹的魔神 看到蓝星热热闹闹的 自然颇为欢喜 顺看着默不作声的初 说道 怎么不说话呀 初 只是冷漠看了眼 顺 依旧盯着宇宙之眼查看 杨梅老祖 你还不知道他 一直都是酷酷的性格 用人族的话来说 这叫面冷心热 初旁服听不现一样 只是冷漠 看着宇宙之眼 也不作声 人族能够得到0786号领地 初也是赞成的 初也是本届当职魔神之一 他是三千魔神中的影之魔神 有影子存在的地方 都是他的眼睛 可以监察整个宇宙 算是当下最为重要的魔神之一 宇宙能够发现得如此快速 背后离不开他的帮助 他是九位魔神中的督察者 他负责本宇宙微调工作 关注并扶持有潜力的新主 抹出一些危害宇宙的种族 一直在维持星系平衡 除去宇宙的威胁 他虽默示一切 但对宇宙之事极为关心 对宇宙有利或有害之事物 都会特别关注 凡有资质入他言者 皆会受到他的暗中关注 或会在关键时刻保其一命 但要是对宇宙有威胁 甚至破坏星系平衡之物 他都会以铁屑手段处理 对背叛之事更是毫不容忍 一旦查明 直接抹杀 出职责很重 可以说 每届宇宙元老会 都有他在帮忙监察宇宙 他创建的种族 叫坐影之一族 一个完全由影子组成的特殊种族 这个种族以影子为秘籍 可以自由操控生灵的影子 非常可怕 尤其融入敌人的影子 时时刻刻都是一个致命危机 但话说回来 对方力量虽然强大 也有个一样的毛病 那就是数量稀少 无法自由繁衍 但数量也高达上亿 没有顺之一族那摩稀少 三神正在讨论之时 初突然冷哼一声 一道身影出现在蓝星家族前方位置 原来就在三神聊天之时 从时空裂缝 伸出一只爪子 朝着蓝星家族抓去 爪子遮天蔽日 直奔弥勒佛的乾坤代 目的很明显 就是为了求助被困在乾坤代的虫族女王 佛门五位佛陀 一脸猛逼 看着遮天蔽日的大手 竟然生出一丝无力感 准圣和圣 虽然只差了一个字 境界上天差的别 大手牢牢抓住乾坤代 就像朝着后方撤退 一道道影子 从周围物体下面 缓缓凝结成形 看着遮天蔽日的大手 影子距离在一起 紧紧缠绕在手臂上 让其动弹不得 影子用力拉扯粗壮的手臂 两道影子用力之下 竟然将手臂捏成两半 手臂掉落前 手掌突然用力一握 乾坤代内奄奄一息的虫族女王 突然嘶吼道 人族 我定叫你们血债血肠 随即被手掌捏成虚无 位于乾坤代里的虫族女王 彻底消散在宇宙之中 一声威严的声音传了出来 虫族不可被掳 好在一丝圣魂保留在本宇宙 不算神魂俱灭 还有一丝复活的机会 这一幕发生得太快 彭扶就是瞬间 不入圣 终为蝼蚁 佛门五位佛祖傻眼了 护教圣兽没了 我们还成师弟了 尤其是弥勒佛 伸手接着一片破步 有些欲哭无泪的喊道 我的乾坤代也没了 第199章 裂奉修补完成 先天灵宝及其珍贵 都是契合自己大道的法宝 如今被毁了一个 对于弥勒佛来说 可谓损失惨重 这一刻 他有一丝后悔 早知道就用紫禁拨鱼装虫 三清看着这一幕 看着那滔天的巨手 知道可能是圣人境界出手了 只是一只手的威压 都比准圣强很多 他们此刻才知道 不成圣 终为蝼蚁 刚才崇祖那一只手 就可以捏死在场的八位准圣 甚至那道影子 他们也看不懂 这个宇宙 还有好多奥秘 本来有些视天下为蝼蚁的圣人心态 此刻有了一丝改变 在场的八位准圣 都按下决心 一定要早日晋升圣人境界 至于第九位准圣嬴政 他没有下场 也没有参与群殴 他的大道注定与众不同 维持三界运行 才是他的无上大道 一道道命令下达 蓝星家族开始打扫战场 张扬有些纠结 这些三级星球主怎么处理 几千颗星球 按理来说都是战利品 但这些星主都被虫族污染过 谁也不知道 这些星主意志是否正常 万一再有点精神病之类的 刚出手帮助过的影子 凝结成为一个人形影子 略有一丝怪异地 看着自己的身体 影子瞬间出 现在蓝星第36重天 看着张扬说道 按照人族来说 影九见过主神大人 张扬略有一丝奇怪 排行第九 不 影八没有影九好听 那你排行第八 不 我是影之魔神创造的影族 第99代首领 奉命前来保护蓝星一段时间 直到蓝星家族诞生圣族 我才会离开 这落得什么刻 我说城门篓子 他说跨骨轴子 张扬同时暗暗吃惊 倒不是吃惊影之魔神 而是吃惊影族 居然有如此多的圣级强者 恐怖如斯 张扬看着影九不由赞叹道 贵族居然有如此多的圣级首领 真是底蕴深厚 不禁感叹道 人族作为一个新种族 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啊 影九 那个 你好像误会了 影族不分排名 不分地位 不计传承 至于到底有多少圣级 我们也不知道 每位影族都是独立的存在 都是首领 我们不聚集生活 没有文明传承 诞生之日起 就追随影之大人 听后差遣 张扬 张扬恭敬地说道 替我谢过影老祖 替就不用替了 他能听见 每一道影子 都是他的大道之一 还有 叫迎老祖干啥 应该叫出老祖 张扬 张扬朝着远处恭敬说道 谢过扬眉老祖 出老祖两位魔神大人关照 毕竟里多人不怪嘛 小心总没大错 你完了 你没有谢顺老祖 按照人族说法 小心给你穿小鞋 张扬 还有哪位老祖没敢谢 张扬瞪着迎九说道 啊 就敢谢这三位就行了 其他六位老祖还没有苏醒 我也不知道 是哪六位老祖当职 每一届虽然是九位置 但非重要事情 其实只有三位魔神当职 相互人羞 张扬默默听着 还真听见不少秘文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啊 看来出老祖对人族 起码没有恶意 根据影九描述 就连影族也是一样 对任何种族 都没有喜欢与厌恶 就是执行出老祖的任务 对于有潜力的种族 加以扶持 对于对宇宙有威胁的物种 加以毁灭 张扬想到这三千多颗星球 开口说道 那这些被虫族占领的星球 如何处理 毁灭 毁灭 张扬有些吃惊 影九点了点头 满不在意说道 对 就是毁灭 被虫族心灵感 硬污染后 星主的意识已经发生改变 潜移默化的被影响 现在还好 一旦虫族再次降临 他们会轻近虫族 这是无数次战斗总结出来的铁律 包括被天使族 魔族 妖族 都是一样的道理 张扬 那这些生灵呢 影九 也是一样 如果被心灵污染 也会受到影响 但没有被污染的心灵 可以解除心印 放他们流浪宇宙 张扬只是叹了口气 也没有多说什么 这个宇宙就是如此 也许某一天的蓝星 也会如此 它能做的 就是让蓝星越来越强大 让人族越来越强大 这次得到的封地 就是一个壮大人族的机会 借助孕育星系 人族也会像其他种族一样 在宇宙各地生根发芽 也许有一天 人族也会相互厮杀 但这一切 都是为了总体的利益 基数大 才能诞生更多强大的天才 这次战争 让张扬也看清了 人族数量 相对于其他种族 还是太少了 即使人族很强 数量只有200亿 也无法支撑整个银河系 就更别说是宇宙了 张扬看着远处 三千多颗星球 淡淡说道 这些星球的物资 我可否拿走 这个倒是没问题 会有专门的部门 来处理这些星球的 张扬下达命令 把每颗污染星球 分配给蓝星家族 众多星主 一人一颗 给他们百年开采时间 百年后 蓝星将开启签星令 签到领地前方 歪锐古德代 是银河系的重中之重 也是一族入侵的重点地带 0786号星系 已经被赐予蓝星家族 宇宙元老会将 不会再为此地 派遣神族护星队 一切都需要蓝星自己防守 蓝星一边要发展星球文明 一边要培养新的星主 还得防御自家领地 任务繁重 必须要抓紧实 兼撞大自己 以便应对今后的大危机 随着张扬一声令下 众多星主返回星球主持大局 开始挖掘污染星球 这些星球上 还有大量星明存在 但很多体内 都有虫族附体 还要加以小心应对 因为没有虫族女王指挥 脑虫也被消灭 这些梦幻虫都陷入沉睡 没有了行动能力 就这样 蓝星家族忙碌了起来 张扬也没有闲着 带着九位准圣 和饮九这位圣级强者 一起来到宇宙裂缝 进行裂缝修补工作 张扬看着裂缝 感知还得需要 103枚宇宙奇观碎片修复 本来是不用这些的 但最后虫族虫后出手 手臂扩大了裂缝 让张扬掏出100枚碎片 他是真不舍得 他在想 既然对方虫后出手拯救女王 就说明对方离得不远 对方没有敢杀进本宇宙 说明附近只有这一个圣级 还是有些顾忌的 张扬想到此处 和饮九嘀嘀咕咕说了些什么 饮九觉得事情有趣 这位新主有点意思 和他碰见的新主都不同 新主一般都比较无趣 他们阴郁与生灵高高在上 一般都是不苟言笑 说难听点 就是死板 木讷 无聊 宇宙除了这些新主 还有无数魔神创造的生物 生灵在宇宙四处漂泊 寂寞惯了 其他新主见到他 也是恭敬的不行 不说在四级文明 就是五级文明中 圣人也是最顶尖的存在 一圣毁灭一个小行星系 那是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 他保护了那么多四级潜力新主 还真没有敢这样随意的 毕竟都有求于他 也要靠他庇护 圣级可以覆灭一个四级家族 四级家族 却没有实力灭掉圣级 尤其他们 这种无牵无挂 也没有主心 也没有新主束缚的生灵 无拘无束惯了 听到张阳说的内容 饮酒开始出手 一团团能量 朝着裂缝后方扔去 酒味准胜见状 跟着有模有样的学了起来 一团团能量 被扔到裂缝后方 炸得对面崇厚 咬牙切齿的 好在对方扔了一会 就不扔了 过了几年 对方又来扔了 就这样反反复复击刺 对方终于忍不住了 拿出宇宙奇观碎片 将裂缝修复上 看着完整的宇宙臂 崇厚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即陷入沉睡 张阳等人再次过来时 发现裂缝已经修补好 满意地点了点头 任务完成 转眼间 百年已过 第二百章 百年发展 来到领地 通过近百年的开采 对战的三千多颗 污染星球资源 都被运回了蓝星家族 这次战斗 让张阳再次认识到 科技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必须大力发展 在这百年内 因为吞噬如此多的资源 张阳腰包鼓了起来 张阳直接开辟出一个海克斯科技界 将人界科技大拿 引导飞升到海克斯科技界 给出五万名额 让人界的部分顶尖 科技大拿 托家带口的 飞升到海克斯科技界 张阳根据科技界新名要求 在宇宙虚拟平台一顿采购 购买了大量科技相互技术 设备 又下了狠心 将十枚宇宙碎片 交给科技界这帮科技狂人们 又输送过来一些仙气 增强他们的身体素质 基因工程进展有限 目前通过基因改造 可以多维度提升生灵的身体素质 实力 按照提升比例 张阳将这些药剂 命名为海克斯基因药水 按照提升效果 划分出层层等级 基因药水 只能一集一集喝 不然就会暴体而亡 还有就是 这种药水价格昂贵 这些药水 被放置在蓝星天网 宇宙虚拟平台之上售卖 相当受欢迎 还有就是单药 炼器 俘虏这些宝物 也被张阳正式拿到宇宙元老会 商城售卖 像太上老君炼制的丹药 灵宝 那是相当受欢迎 每次都得进行拍卖 能够卖出天价 宇宙碎片 虽然可以凝聚成灵宝 但灵宝之间差异很大 这就像一个好的材料 平民和大师做出来的效果 它就是不同的 所以 最近的太上老君很忙 就这样 蓝星 人族灵气 开始朝着银河系扩散 这就像文化输出一样 渐渐被宇宙生灵所知晓 包括科技上的产品 例如机甲 战舰 一些淘汰下来的 都被放在宇宙虚拟平台售卖 等到蓝星武器更新换代完毕 就会拍卖一些四级战舰 这些外家族制作的四级战舰 蓝星的科技狂人 早都瞧不上了 就这样 张扬的钱包越来越古 蓝星家族富裕了起来 张扬看着无数生灵日夜穿梭 也没有闲着 和夸客 永久在一起研究0786管理方案 包括领地种族母版添加 种族选择 星系文明晋升规则 天网系统 星球分配等等问题 这些都是领地的根基 不可大意 夸客也只是提供一些想法参考 不敢太过干涉 这种决策 只有张扬才能决定 营久为张扬 提供一些其他家族的培养办法 每个家族方法不同 有的只提供一种生灵母版 就专心培养核心种族 这是大多数主神的选择 毕竟能够晋升四级文明 得到领地 足以证明种族潜力 也有的不管不顾 完全照搬宇宙元老会种族设定 经过近百年的研究 张扬也有了初步的想法 还在不断完善之中 随着时间流逝 百年时间过去了 众多生灵 早已经提前返回各自星球 等待迁移 张扬这次没有瞎看 迁移目的地坐标非常明确 降领地坐标输入星图之中 没有任何犹豫的选择确定 请输入领地坐标 令牌 契约进行验证 张扬按照要求输入完毕 整个家族开始变淡 蓝星家族瞬间跨越空间壁 来到遥远的歪瑞古德带 进入歪瑞古德带之后 由于法则之力 无法顺移过去 整个蓝星家族 只能显露出踪影 缓缓朝着0786号领地移动 这也是为了防止一族打破空间壁 瞬间来到郁郁星系 对方进入歪瑞古德带 也只能飞行 张扬及众多星主通过星图 就能明显看到 各处正在发生小规模战争 都是一些实力强大的星明 正在和四大宇宙作战 张扬看到虫族 也看到有些巨大白色翅膀 黑色翅膀的天使一族 还有魔气滔天的魔族 像蓝星灵兽 浑身气息却完全不同的妖族 这些一族 正和镇守身后星系的 本宇宙生灵作战 不过都是小谷部队骚扰 没有发现大规模战斗 看到一个家族 朝着此地移动 周围无数生灵 朝着此处看去 有一对天使族 背后张着六对翅膀 手持一把冒着火焰的宝剑 朝着蓝星家族飞来 张扬看着飞来的小队 小队共二十人 却个个都是悬仙境界 看样子 是想试探一下 新过来的种族实力 张扬根本没去管 嬴政剑撞 拿出灭尸圣剑 朝着前方用力一挥 一道高达几万丈的剑气飞出 将这些天使全部灭杀 周围的生灵也不见怪 只是没有过来打扰张扬 反倒是周围几个四级新主 纷纷加张扬好友 想要认识一下 毕竟今后都是邻居 张扬来者不惧 全都添加为好友 蓝星家族朝着0786号座 标缓缓移动 这一路上 看现很多家族 每个家族防御一段新墙 将自家领地护在身后 家族各星球 防守一段新墙 呈现状防御阵地 新墙后方 就是自家的孕育星系 孕育星系的宇宙次元壁 是非常降的 即使是圣境 也无法强行打破孕育星系次元壁 出现在孕育星系之中 只能像张扬一样 从歪锐谷得带登陆 朝着孕育星系这边飞来 各家族躲在新墙后方 派遣新名去前方巡逻 经常发生小规模战斗 但也有大规模入侵的时候 所以才修筑新墙 这都是经验 过了一会儿 终于到达家族位置 张扬就看 现一堆神族修士正在巡逻 每个都是惊仙境界 见到张扬过来 对方也没有废话 要求张扬出示三政 仔细和查后 双方进行了交接 对方也是建议兰新修筑新墙 和两边邻居围在一起 用来访寓一族骚扰 神族护卫队 可以在此驻守到兰新修 筑完新墙后撤退 张扬看着后方广袤无垠的郁郁星系 露出一丝微笑 这将是人族腾飞的摇篮 看着两旁邻居修筑的新墙 自己前方是一片虚空 心中有了一丝想法 为了长治久安 还是有必要修筑一道新墙的 正所谓 听人劝 吃饱饭 蓝星一托新墙 将家族各新主分配到新墙后方 每颗星球防御一段新墙 这样也可以防止一族频繁骚扰 又能安稳发展后方 但用什么修筑新墙 还没有头绪 看着人间某地 突然有了想法 第201章 星系长城 张扬看着位于人族起源之地的洪荒大陆 上面屹立着宇宙奇观万里长城 这也是他的第一件宇宙奇观 当初给予人族很大的安全感 但随着时间推移 这件奇观有些不符合他的断位 相比较于地府 天庭这种奇观 万里长城的功能 力量相差有些悬殊 看着洪荒大陆上的万里长城 现在更多是项旨意 一远大于实际意义 万里长城已经成为一个旅游景点 失去其本来应有的作用 张扬化身为一个人族 出现在长城之上 看着川流不息的人群 都是从各界 各地赶来的游客 基本都是人族 因为只有人族 才懂得这种感情 那时候的蓝星 才刚刚晋升二级文明 还在不断PK中 张扬听着身旁的两人对话 爷爷 这种黑黑的石头墙 有什么好看的呀 我们走吧 哎 孙儿 你不懂 当初咱家的老祖宗 曾经就在长城上站岗 听他说 张扬静静听着周围游客聊天 也是心生好感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呀 张扬拿起一枚宇宙奇观碎片 将它融进长城 检测到宇宙碎片 100枚碎片可令万里长城产生禁忌 目前效果 该器官本体永不损耗 免疫魔法 物理攻击 对于防御范围内 人族士气症50% 新门不可在长城范围内形成 简介 该器官根据新主意识 引动冥冥之中 不可描述因果之力 获得半生特效 此器官具有唯一性 所谓因果之力 应该就是 蓝星曾经眼化过无数人族文明 这些文明都存在过万里长城 张阳当时想要一件防御器官 本能就想到了万里长城 又勾动了蓝星存在过的因果之力 这才让万里长城发生未知变化 张阳没有犹豫 取出百枚器官碎片 将其融入到万里长城之中 就在长城吸收百枚器官碎片之后 发出一阵阵金光 在张阳意志引导下 形态开始发生变化 张阳立即施展神通 将蓝星时间暂停 万里 长城缩小无数被出现在张阳手中 原地又生成一道一模一样的万里长城 张阳看着一模一样的万里长城 却知道 假的终究是假的 因为这个长城永不损耗等特性 已经消失 随着张阳消失 时空恢复正常 周围人根本没有察觉到任何变化 张阳返回到第36重天 将长城取了出来 星河长城 三星 攻防形 根据星主意志 万里长城产生全面净化 星河长城范围 可根据神员数量随意部署 银河长城附带特性 建筑 武器 需要自行解锁 建筑被动效果 长城根据人族意志产生被动效果 人族存在 奇迹永存 奇观本体 理论上 永不损耗 免疫魔法 物理攻击 这个理论上 有点意思 严谨了 看来奇观生成瞬间 也会感知星主旗下星明综合情况进行描述 就像没有进化前的万里长城 也是这样写的 不损耗 免疫魔法 物理攻击 但张扬清楚 这些特效只是针对荡石的人族 荡石人族也就住基期 确实无法损耗 人族实力达到先进之时 其实就能击碎万里长城 张扬可以输入神员点进行修复 修复之后 和之前完全一样 但这个理论值到底是多少 确实要整清楚 张扬看着长城内部带解锁功能 气灵 一千点神员 激活气灵可解锁功能 城防 建筑等附属功能 张扬没有犹豫 直接输入一千点神员 将长城气灵激活 长城泛着银色光芒 一道气灵凝聚在长城上空 星主大人 请为气灵命名 作为启明专家 起个名字 还不是手到擒来 张扬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将其命名为 万兴城 一鼓一直飘了出来 张扬了解了一番 这东西就像使用说明书一样 方便心主操控 气灵有两种模式 可以为其灌输一丝心主意志 让其成为独立的生灵体 也可以让对方没有任何智慧 情感 成为一个机械 完全由心主操控 张扬没有迟疑 将自己的一丝意志融合进去 让 万兴城 具备毒 自处理能力 让他不再是一个机械气灵 什么问题都要主人决定 万兴城有毒自处理能力 和人族没有任何区别 张扬给万兴城 灌输了一条核心思想 那就是以蓝兴为核心利益 一切出发点为了蓝兴 做出最有利于蓝兴的部署 随着张扬输入意志 万兴城活了过来 看着面前的张扬说道 见过主神大人 感谢主神赐予生命 张扬微微点头 直接开口 心系长城理论上承受的攻击 上限为多少 准圣 防御能力能否提升 可以提升两种方法 第一种可以输入一千枚碎片 晋升为四星 第二种提升人族实力上限 人族实力越强 星系长城的攻击力 防御力都会增加 人族变弱 城墙也随之变弱 长城区别于其他宇宙器官 算是根据远古人族 先民意志融合成的特殊器官 长城见证了历代 华夏人族不屈的钢铁意志 张扬点了点头 知道人族在推演过程中 诞生无数纪元 每个纪元又借助影视 小说等载体 进行各类推演 这才诞生了现在的人族 之前推演了无数纪元 诞生的人族 从未真正走出过蓝星 就只是冰冷的推演 由神魔为奇决定命运 现在的人族 活的是自己 每一个生灵 都活在真实宇宙中 经过无数纪元推演的人族 有资格 有能力 有信心屹立在万族之上 感受主神大人的心路历程 万兴成感同身受 他算是借助张扬一丝一致 诞生的特殊生灵 从诞生这一刻起 他也是人族 万兴何为张扬 介绍自己所掌握的能力 他需要以能量 人族意志为一体的特殊能量 作为核心能源 这里的能量 不光是宇宙能量 也可以是生灵掌握的能量 仙气 灵气 电力 核能 灵能 反物质 甚至尸体 血液 都算是能源 都可以被星系长城吸收 储存 然后用来防御 攻击 长城本身 也会吸收宇宙游离的能量 为自己充能 张扬料然 星系长城 明白主神大人想法 长城从手上飘到某处位置 开始无限延伸 这一过程说起来很长 其实现实只过了一瞬间 众多星主 生灵只献张扬 从手上扔出一个灵宝 灵宝落地 化为一根绳子 朝着周围扩散 绳子很快就和邻居城墙相接 然后朝着自家 孕育星系围了过去 每个领地 都有明确的家族气息 根本不存在辨认错误 谁的领地就是谁的 但有个问题 就是 星球晋升三级文明 就具备星际移动功能 容易被其他家族俘虏 辛辛苦苦养大的瓜 就让别人偷走了 周围邻居不见 张扬见 包括周围邻居在内 都没有想到 张扬一出手 居然是如此大的手笔 一根细绳 将整个零七八六号领地 蓝星家族 目前所处宇宙空间 全都笼罩在其中 张扬看着将整个家族圈 起来的星河长墙 满意地点了点头 一道身影响彻在所有蓝星家族生 灵脑海之中 包括星主 此乃我蓝星家族根基 星河长城 前身为我人族万里长城 他根据人族意志幻化而成 蓝星不灭 长城不朽 永远庇护我蓝星家族 这一刻 星河长城之名 传遍了蓝星家族 每个带有蓝星星印的生灵 都能听见 主神大人 我感觉到了 感觉到家族所有生灵 我存在于他们意志之中 万星合略 有一丝兴奋地说道 张扬召集众多星主 每个星主都要注入20%神源点 众多星主没有任何犹豫 将能源输入到宇宙奇观之中 经过和虫族作战 他们知道宇宙并不太平 有个安身立命之地 并不容易 张扬待他们很好 他们也喜欢人族这种生活方式 照比之前死气沉沉生活 如今倒是热闹多了 众多准圣能够感知到 众多星主幻化成人形 朝着那根细绳输入珍贵的能源 他们能够看到 随着众多星主输入能源 这根细绳渐渐变粗了 众多准圣立即飞到细绳身前 将浑身的胜力输入进去 就连银九也是一样 将自己的胜力输入到宇宙奇观之中 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 天庭在银正带领下 所有仙神 天兵天将出动 将一身的法力输入到奇观之中 一阵阵阴风飘过 漫天的阴兵 阴神 甚至地府的恶鬼也飞出星球 朝着奇观输入自己的法力 人界无数声凌驾驶飞船 来到外面 将自己的一点灵力输入 灵界的仙兽 许多很久没有出世的灵兽 都苏醒了过来 一时间 整个蓝星家族 三千多颗星球都要出动 张扬有些感慨 不能动 都动就乱套了 立即降下意志 让他们不用行动 伸出一只手 朝着天空就行了 所有圣灵伸出双手 他们能感觉 自己一身力量 消失百分之二十 漫天的能量 化为一道道金光 朝着星河长城涌现 万星核心奋极了 立即操控城墙变化了起来 合理利用这些能源 正面星河长城迅速变高 一米 十米 百米 千米 万米高 星河长城迅速变宽 一米 十米 百米宽 位于防御异族正面的城墙上 有敌楼 关城 敦铺 银城 卫锁 镇城烽火台等 多种防御攻势 位于0786领地周围的城墙 只有百米高 算是一个识别系统 其他孕育领地之间 有的有城墙 也有没有的 但都有附属新主 镇守一片区域 因为文明等 即达到三级之后 星明就具备冲出星球的能力 新主也可以操控星球移动 很容易来到其他家族领地 引起战争 或者被其他家族俘虏 张扬此举目的 也是禁止其他入蓝星家族领地 想要自成体系 大家都是一样的做法 都在修炼防御城墙 但所需要的材料 财力太多了 是一个超级大工程 和其他家族不同的是 张扬用的是三星宇宙奇观 张扬会安排天庭巡逻 将星球分散到各地 让他们镇守一段城墙 万星城本身也有识别功能 谁越过他的身体 他能不知道吗 还有一个重要作用 那就是发展星系经济 这些附属星球 都是一个个驿站 可以利用宇宙法则 相互之间形成一个完美的服务区 让这些附属星球 围绕领地 组成一个圈圈 百年向前顺移一段固定距离 就像摩天轮一样 目前的城墙还有点低 这是一个长久的工作 急不得 就这样 星和城墙彻底 部署完毕 第202章 领地交接 正在交接 想等蓝星助手防御城墙后 在撤退的神族自卫队 惊呆了 面面相去之后 久久无言 道士驻守本地的神族队长 率先说道 好本事 我们交接吧 蓝星家族有没有内部平台 有 那就方便了 我将0786号领地的全柄转移给您 您再用令牌 七月书激活就可以了 对方说完 就开始操作了起来 张扬按照要求 将这些数据 接入蓝星天网系统 噼里啪啦 一顿操作 过了一会儿 张扬一直在打量着对方 神族还真是与众不同 对方没有什么情绪波动 很平静地工作 接触这段时间 这些神族士兵 没有高傲 冷漠 愤怒 开心 嫉妒等任何情绪 张扬突然开口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或者说代号 我的代号神古德 07861号 这位神族队长 平静地说道 他们是2-9号 我的同伴队员 代号对我们来说 没有什么意义 根据执行任务 会随时更换 好了 数据已经转一弯毕 你激活就行 我们也要回到住房所 张扬静静听着对方叙说 看着对方操作完成 想要返回 随手扔出去 一个御瓷瓶 对方伸手接住 静静地看着张扬 这里面是九转金丹 共九颗 可以疗伤 是金仙级丹药 送给你们 对方拿着金丹 也没有说谢谢 朝着住管所飞去 张扬也没有管他们 让蓝星家族众多星竹等待片刻 不根据星图 无法精准部署 张扬将领牌 契约书放置到特殊位置进行激活 0786号领地已完成对接 开始激活 全线转移中 星图激活中 多功能母版激活中 激活完成 随着激活完成 张扬来到蓝星天王之中 这是一个神奇的意志空间 蓝星家族的天王法则 就在此地 这是他的意志空间 除了他 没有生灵可以进来 今后星系管理 张扬可以设置一个分基地 给予部分权限 让夸克帮助他管理 随着领地归属全转移完毕 这块0786领地 正是从宇宙元老会旗下 转移给蓝星家族 成本私人领地 这块40光年大小的领地中的一切 都归张扬管理 但也要遵守一些宇宙规则 蓝星从四处抓捕星球 到有私人领地 实现阶级跨越 这里的四级家族 都是顶级的 张扬算是心境权贵 其他主神 旗下应该有很多很多四级星主 旗下一定有准圣 甚至有圣级存在 鱼龙混杂 这里有宇宙元老会立下的法则 首先禁止两个四级家族 再次相互发生战争 有问题可以在外围发起星斗 战争 家族之间尽量以星明博弈 为各家族赚取利益 说白了 郁郁星系禁止发生战争 以免波及郁郁星系低级闻名 而且 要镇守此地安全 防止一族入侵 破坏 责任重大 禁止高等级闻名 出手对付低等级闻名 可以同级之间战斗 例如 一级闻名 对抗一级闻名 二级闻名 对抗二级闻名 说白了 到这个段位相互博弈 彼此都要一些面皮 不至于发动家族战斗 不死不休 毕竟大家的敌人是外宇宙 张扬面前有一个巨大的星图 这里显示整个家族所有星球位置 文明等级 种族 战斗力评估 潜力评估等 相当于星系后台 在这里做的每一个决定 都将影响无数生灵 在激活完成后 07860帝的星主 突然发现 无法登陆星系虚拟平台 张扬按照事先想法 开始将天网虚拟平台进行改革 首先分为星明版本 星主版本 各行其道 为了避免恐慌 张扬先处理星主版平台 张扬没有太大改动 还是等级制度 一到四级星主 每级星主处于一个虚拟平台 相互无法跨越 每级文明都可以开启对应商城 进行购买商品 交易 商城里也包含宇宙元老汇 各等级商城物品 这个并不难 端口接过来就行 这样一来 蓝星家族商城物品特别丰富 张扬处理好之后 发布一条消息 让0786号领地所有星主 都可以听到 星空虚拟平台更新升级中 升级已经完成 本次更新内容 星空虚拟平台便更为天网交易平台 随着一声通告 孕育星系中的九十万颗一只 觉醒星球主愣住了 连忙登陆天网平台 去感受一下平台的变化 包括目前 有的三级星主 也进去到天网平台晃悠了起来 至于四级平台 还没有人登陆 张扬看着众多一级 二级星主有些感慨 自己也是从那个时代经历过来的 张扬觉得这是好事 这些星主 心明算是定向培养的人才 毕业就有工作 张扬自我感觉 福利待遇也不差啊 这些星主如果不满意 到达一定年限后 可以解除契约 飞升到大宇宙 去感受感受 0786号领地内 约有200万颗星球 80万颗一级文明 10万颗二级文明 三级文明在张扬接手前 已经全部飞升到大宇宙 剩下110万颗星球 都没有觉醒星主意志 算是费星 想提高觉醒几率 需要张扬意志引导 领地每年可以诞生100颗星星球 张扬也需要引导 这些费星 张扬觉得也不该放弃 引导试试 看有没有可能觉醒 真无法觉醒 只能当作资源星球了 张扬看着星图进行部署 将旗下的附属星球 合理分配到40光年内 形成一个圆形 将整个领地围了起来 这些星球 都处于领地最外围轨道 远离领的那低级文明 同时用天道降下意志 禁止任何高等级文明降临 攻击 干涉 帮助低等级文明任何事情 围者将受到重罚 蓝星家族将永远固定在此处 可以放心活动 还有这些星主也是一样 张扬也进行了警告 要严格控制旗下星明 包括他们也是一样 围者将受到重罚 同时告诉他们 现在蓝星领地 还有90万颗星球 每个三级文明旗下 有2000颗星球 就可以晋升四级文明 可以说 在场每个三级星主 都有机会晋升四级星主 三级星主 只有3800多个 一级 二级星主 共有90万 机会太大了 可以说 不作死 都能晋升 众多星主大喜 纷纷下定决心 一定好好表现 同时他们也意识到 加入蓝星家族 是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 星明得到通知后 也是纷纷大喜 家族终于固定下来 他们再也不用担心 外出回来 家没了 可以大胆地进行 星际探险等活动 张扬看着星明开始外出 蓝星家族恢复正常 命令嬴政 守好星和长城东线大门 防止一族入侵 同时要定期巡查 整个领地城墙 张扬将一切安排妥当 继续研究了起来 第203章 领地制度 张扬看着手里的一些资料 陷入沉思之中 这些资料都是神族 自卫队留下的参考资料 都是一些私人领主培养制度 私人领地的制度五花八门 都是为了自己家族的核心利益 这个属于定向培养 可以随意培养 一切都是为了让星球 尽快有战斗力 本宇宙那是整体培养 行不行 全看个人能力 属于放养状态 所以成长时间不定 一级文明 晋升二级文明 即使有种族科技术 还需要几千万年时间 晋升三级文明 那更是需要几十亿年 甚至更长时间 时间越多 潜力越高 像张扬这样的特殊星主 宇宙只有一颗 能发展如此迅速 还要得益于魔神的推演 宇宙元老会 是为了整体大盘发展 所以鼓励相互竞争 保持战斗力 人家基数大 但私人领地就不行了 每年只有一百颗星球诞生 再不精心培养 那就鸡飞蛋打了 还有个重要问题 那就是家族财力 培养星星球所需要的能量 都是领主自掏腰包 科技术内容也可以自由定制 所以怎么去做 都看主神选择 你可以上来 就给一万点能源 也可以扶着走路 但是 培养星星球是个无底洞 旗下星球太多了 这些都需要你提供能源点 晋升文明等级 宇宙元老会提供奖励 有特殊潜力星球 宇宙元老会额外给予奖励 二级文明 晋升一层星环 吸收能源点增加 这些能源点都是哪来的 都是魔神演化星球制度 和宇宙意志共同定下的 本宇宙之高法则 宇宙能源是有上限的 需要合理进行分配 所以最后定下吸收法则 一级文明 应需要大量时间沉淀 给予太多能源点 试错成本太高 每宇宙年可以吸收一点能源 二级文明提高上限 每年吸收为十点 三级文明星球 每年固定一百点能源 四级文明星球 每年固定一千点能源 这是总法则 到了地区实施方案 就产生了变化 魔神根 据无数纪元观测 不断进行优化 最后调整到 一级文明出十点一千点 这个前宇宙 元老会先给 每颗一级文明 每年吸收一点 被调整为万年一点 这中间产生的能量 都通过星系 虚拟平台书 送到宇宙元老会 宇宙元老会 再将截留下来的能源点 进行二次分配 改成二级文明 实行环进生制度 每进生一环 吸收速度增加十点 吸收范围 是千年十点 二十点 即使进生到第一环 每千年吸收一百点 宇宙元老会 也有大量截留 因为二级文明 每千年固定收益 为一万点 截留下来的能源 是天文数字 都被输送到三级 四级文明 保证进生到三级文明 每年就有十万点固定能源 进生四级能源 和三级文明没有区别 却有个核心问题 那就是 无意 契约 又形成一个内部循环机制 就像现在的蓝星 每年虽然固定有十万点能源 但旗下三级星球 每年产生的能源 都要进贡一定比例 现在 领地星球 每年产生的能源分配权力 都归张扬所有 它可以进行重新制定制度 所以 到了四级文明 又得到私人领地 真的不缺钱 缺的是物 有钱都买不到的物品 例如 反物质能量 武器等高端科技 领保 很少会上加到宇宙虚拟平台 张扬飞速看着手里的资料 随着了解越多 心里渐渐有了想法 想要更改制度 也要从诞生的星星球执行 已经诞生的文明 也要进行干涉 可以根据种族 赏赐给三级星主 让对方定向培养 自己自足 对方竟升到三级文明 就加入到对方旗下 这样以来 这些三级星主手里的能源 也要被炸钱 还得在天网平台 购买大量低等级科技 这些能源 张扬通过平台 都可以收取手续费 最后既奖励了 这些三级星主 让对方看到 晋升四级文明的希望 晋升不上去 说明你能力不行 没有钱 那就得拼命出去赚钱 以便养活这些低级星主 最后晋升四级星主 增强的也是蓝星家族的实力 购买低级文明物品 对外征战张扬 还能再赚击波 这些低级星球 每年产生的能源点 也可以被张扬留下 进行合理分配 这样以来 在一带一的扶持下 这些低级文明实力提升 会加速无数倍 快速转化为战斗力 一举恩德 想到此处 张扬笑声传了出去 嘿嘿 好在周围没有人看见 不然都得吓一跳 主神大人疯了 研究完已经诞生的文明星球 如何处理后 张扬又开始研究 每年诞生的 一百颗文明处理方法 这些星球算是人族基石 算是接下来的重中之重 首先种族模板已经确定 只保留人族一个种族 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其他种族再厉害 那也不是蓝星的核心种族 而且人族可塑性很强 实力一点也不差 张扬没有任何科技术 单纯的发展文明 都成长到如今的地步 足以说明问题 那时候的人族 没有科技术 张扬根据记忆中的画面 只能慢慢探索 现在不同了 人族已经走出一条通天大道 整个模式已经打通 人族最高修为 已经达到准胜境界 即使有误道查的加持 也只是把这个时间加快了而已 路是正确的 用何种模式培养呢 张扬思考了起来 目前的制度肯定不行 首先一级文明培养时间太长 晋升制度太残忍 这倒不是张扬圣母星 07860帝 每年就诞生100颗星球 星球能诞生意志的数量未知 就这点数量 还得1vs1 辛辛苦苦培养的文明 两个人族文明打生打死 最后留下一个文明 这太愚蠢了 而且 人族有七情六欲 花花肠子还多 打生打死的 容易心灵扭曲 不利于文明发展 但太和平也不行 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 培养一批圣母 张扬宁愿不培养 毕竟大宇宙也不是太平的 每年都在发生战争 说不定哪天 四大宇宙入侵 那就BBQ了 张扬名思苦想 终于有了办法 张扬将这个办法 反复推演过后 开始搭建一套 蓝星岭的制度体系 再次反复推演 确认无误后 张扬将制度输入到 领地法则中 从这一刻起 制度正式生效 新诞生的星球 就按照这个制度体系 一步一步成长 张扬看了下时间 距离诞生下一批新星球 还有256宇宙天 张扬一个闪身 出现在天庭第36重天 第204章 夸克上位 永久合作契约 张扬星神一动 夸克得到张扬召唤 立即出现在第36重天 夸克看着张扬立即说道 见过主神大人张扬 没好气地说道 滚蛋 今天叫夸大哥来 有要是相伤 坐下聊 夸克也不客气 知道是心领地的事情 坐在一旁 张扬直接将 已经诞生文明管理制度 说了一遍 夸克听得张大了嘴巴 过了一会儿 夸克嘴里喃喃道 真黑万恶的资本家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张扬听了黑黑一乐 要说资本家 那也得是你 什么意思 张扬看着夸克说着 因为你 将是总负责人 负责管理这些 已经诞生文明的星球 如何干涉 低级文明发展 分配给哪位三级星主 这些我都不管 我只看结果 那就是 诞生多少三级星主 多少四级星主 目前 这些一级文明 二级文明 还是执行宇宙元老会 执行标准 还是需要相互PK 晋升二级文明 晋升二级文明后 还是晋升星还飞升制度 90万低级文明星球 你想分配给旗下三级星主 需要有详细的规则 不能谁想要都给 给多少 也要相应制度 分配出去的星球 晋升率多少 灭亡率多少 每千年都要有记录呈现给我 夸克呆住了 这工作虽然繁琐 但权力极大 说白了 谁晋升四级文明快慢 都他说了算 他的地位一下提升起来 即使晋升四级文明的星主陷到他 也得客气机具 没有夸克 想晋升四级文明 几乎不可能 夸克立即拒绝道 不行 不行 主神 这权力太大了 张扬无所谓的摆了摆手 无妨 我相信你 而且有领地的四级星主 有权决定 旗下三级星主 是否晋升四级 只需要报备给宇宙元老 会审查就行 说白了 即使有三级星主 附属星球达到两千颗 符合晋升四级文明标准 但晋升与否 还得看我决定 对方培养低级星球晋升率 这个我是要看的 你也得看 晋升率低就减少分配 或者不分配 明白吗 夸克想了想 拿出奴役契约说道 既然这样 我也不推论 契约必须改 改成永久 所有想晋升四级的星主 必须都得签订永久契约 旗下星球超过一百颗 都得重新签订契约 契约到期一亿年前 就得做出决定 是否续约 想解除契约 只能晋升出户 不能带走一颗附属星球 你要是同意 就重新修改契约 不同意 这个工作 我也不能干 张扬也没有矫情 因为他也有这个顾忌 见到夸克提出来 就重新拟定 一个契约给夸克 夸克见状 也不推脱了 直接签订永久契约 他真没有想到 有一天 他居然可以管理 九十万个星主 虽然都是一级 二级星主 当初的一个决定 真的改变了 他的人生轨迹 他想晋升四级星主 随时都有条件 张扬拍了拍夸克肩膀 回去好好琢磨一下 整个具体方案给我 一会儿 我就召集所有 三级星主前来开会 宣布这个事情 张扬立即用意志 通知所有三级星主 前来开会 众多星主听到召集 一道道身影出现在 第三十六重天 速度快极了 因为他们都知道 也都在等 改变命运的时刻到了 过了一会儿 张扬看着下面 近四千个星主 缓缓说道 都做吧 今天召集你们过来 想必大家知道 都知道原因 看着旗下星主 都化为人形 露出笑容 这是对于蓝星家族的认可 张扬继续说道 没错 召集你们过来 就是关系到领地 星球分配问题 这位是夸克 我的救命恩人 曾经管理过一个星系 几百亿年 今后负责蓝星家族 以诞生文明星球 分配工作 下面由他为大家 讲解一下制度 夸克站了起来 在众多星主惊恶的目光下 走到前面 夸克先是讲解下 之前的工作经历 然后简单讲解一下 分配制度 夸克看着众多星主 缓缓说道 未来是美好的 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 有个事情 我是一定要说的 经过最近机场战争 大家也了解到 宇宙并不太平 甚至还有巨大危机存在 大家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无非就是 晋升四级星主 达到长生状态 宇宙不灭 星主不死 那么现在机会来了 蓝星领地 有九十万颗低级星主 这都是大家 晋升四级星主的基石 每一个都很重要 可以这魔说 在场的三级星主 只要不傻 都可以晋升四级星主 先到先得 但有个问题 蓝星家族为 我们带来这魔多 我们能回报家族什么呢 现在签订的契约 主神大人仁义 也只是区区三百亿年 但问题来了 如果大力培养哪位星主 旗下星球多了 契约到期 带着星球跑了怎么办 要知道 周围还有很多四级星主 相互之间也有竞争 外宇宙也在频繁入侵 都需要蓝星家族防御 家族实力越强 我们的日子才能越好 这个道理 大家都明白 话不多说 我现在可以代表主神大人 想退出蓝星家族 现在就可以无条件解除奴役契约 你自由 夸克等了一会儿 看没有任何星主说话 因为都明白 现在走的人 就是宇宙最大的傻X 夸克继续说道 两个方案 第一 和我一样 将契约改成永久契约 第二 修改契约内容 无法晋升四级星主 随时可以退出蓝星家族 前提是 将旗下所有附属星球 神缘点归还家族 秋雪星主站了出来 大声喊道 我签订永久契约 卡洛斯站了出来 大声喊道 俺也一样 最后整个第36重天 齐神喊道 俺也一样 签订永久奴役契约 张扬将准备好的宇宙契约书拿了出来 一挥手 出行在每个新主前面 张扬笑着说道 有个错误 我必须纠正大家一下 蓝星没有奴役契约 都是一家人 只有合作契约 众多新主看着契约书上面几个大字 真的从奴役契约改成合作契约 纷纷有些感动 太细节了 夸克想起什么 突然喊道 我为主神大人战今生 我为蓝星家族战今生 众多新主 彭腹打了鸡血一般 跟着齐声喊道 我为主神战今生 我为蓝星家族战今生 张扬点了点头 突然觉得 这句话怎么这么熟悉呢 第205章 拉 棒 带 张扬突然想起来了 瞪了夸克一眼 夸克偷偷看见张扬瞪自己 扭头转过去 当看不现 张扬心里暗道 我说咋这么耳熟 这TM不是我在88张管夸克要能原点 说的话吗 张扬消失在原地 将这块交给夸克处理 夸克也没有让张扬失望 和众多三级新主打成一片 有些称兄道弟的成为老铁 夸克见时机差不多 告了一声醉 回去整理具体制度去了 毕竟越早实施 越能为蓝星家族做出奉献 更早转换为家族战斗力 就这样 时间缓缓流逝 夸克拿出具体方案 众多新主知道不能瞎认领 根据各自财力 实力开始认领一级 二级闻名 新主认领星球有个特点 那就是爱认领同种族星球 有些喜欢二级星球 觉得很快就能出师 晋升为三级星球 形成战斗力 也有些星主挑选一级星主 认为好培养 可塑性更强 就连夸克也挑选了两个一级血族文明 顺便开始培养了起来 养一级星主省心又省财力 让狐女小梅帮助她管理就行 狐女小梅也是杜杰期境界 在蓝星家族不算什么高手 去一级星球 那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两颗一级星球 以金签订奴役契约 夸克将它们移动到夸克星球旁边 以便管理 狐女接到通知后 朝着一级星球飞去 因为离得很近 也没有什么顾忌 直接飞到一级星球 奥尔森星球 奥尔森正陷入沉睡之中 突然发现自己在移动 自从那天平台更新后 就觉得奇奇怪怪的 却又不知道 哪里发生了变化 作为星主 一个星球造物主 能够感觉自己在移动 过了一会儿 终于停止移动 一道威严的声音 在奥尔森意志中响起 无奈三级星主夸克 你的直系统治者 无来自伟大的四级蓝星家族 是家族不惜代价孕育了你 没有家族引导 你的成长太漫长 如今宇宙危机重重 家族制度变更 无以派遣使者前去指导 你要好好配合 期待你的成长 无会在星系等着你 奥尔森略有一丝恐惧 也有一丝惊讶 也有一丝窃喜 按照之前勋章所说 是宇宙元老会宣讲的制度 现在看来 难道宇宙元老会 是蓝星家族创建的 宇宙有大危机 不能慢慢任由他们成长 特意来引导他们 按照之前规则 想要晋升二级文明 那可是需要两个一级文明 PK 两者只能晋升一个 相当的残忍 现在听三级 星主意思 制度变更 有人来指导 不用再PK了 就在他思考之石狐女 已经朝着奥尔森星球出发 奥尔森突然感知到 有生灵靠近 因为法则问题 一级星主 只能看现附近很小的距离 嗯 随着生灵越来越近 奥尔森终于感知到狐女小眉 对方也是血族星明 却发现其身体运含巨大的能量 他能推演出来 这个生灵体内的力量 足以毁灭整个奥尔森星球上的 所有血族 星球没有血族生灵 它也会成为带宰的羔羊 随时会灭亡 奥尔森不禁有些向往 这就是三级星球的恐怖力量吗 旗下星明 能够达到如此境界 真是太可怕了 奥尔森看着越来越近的特使 立即凝聚成一个血族形象 出现在星球表面 见过特使 奥尔森略有一丝拘束 狐女一愣 笑着说道 新主大人客气了 不必拘束 我就是来帮助你们的 新主都是从一级文明过来的 这很正常 我也只是三级文明里的普通姓名罢了 奥尔森一愣 他还真没有想到 特使居然这么好说话 但他不敢有一丝大意 人家客气客气 你不能当真 他立即表态道 感谢特使为灵指导 有何建议 我听你的 一级文明的血族 战斗力还十分有限 只会积个初级技能 可以飞 按照蓝星境界划分 也就炼体境界初期 蓝星家族的战斗力 已经统一标准 所有种族境界 都要进行修改校准 以人族修先境界为境界标准 这是统一家 族内境界体系 像血族的骑士 男爵 子爵 伯爵 都会换成炼器 筑机 金丹境界 随着狐女小梅到来 为两个一级血族 带来一笔巨资 每个一级星球 2000点能源赞助 这些能源对于一级文明来说 还真是一笔横财 这些能源点 都是狐女通知夸克 让夸克给他们划过去的 就这样 狐女跟据两颗星球具体情况 不断提出更加合理的建议 星球文明等级提升速度加快 何止百倍 两个星球之间 也会有各种竞争比赛 根据两星球的表现程度 给予物资奖励 两个一级星球干劲十足 毕竟他们提前知道了一些事情 一级星球寿命为一亿 二级百亿 三级千亿 四级星球寿命无限 他们算是改制度的第一批实验对象 马上就要大批量放开 那时候 对于他们的赞助也会减少 现在还有90万颗一级 二级星球等待援助 这些话都是事实 至于努不努力 就看星球争不争气了 两个血族一级星球 不断开展秘境探险 比武大会 甚至和其他三级星球旗下的 一级文明进行竞技等活动 其他三级星球也是差不多 有的亲自管理 有的派遣得立星明去管理 二级星主得到大量赞助后 星球一天一个变化 这算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星球蓬勃发展 欣欣向荣 夸克分配完第一波之后 并没有闲着 而是不停巡查星图中的 90万颗文明星球 他想在其中发现一些 潜力星球 潜力种族 一旦发现 他都会以蓝星家族名义 通过天网平台发放能源点 一些科技 材料 宝物等奖励 尤其是快要达到三级文明的星主 他更是不停援助 将其分配给秋雪 蛮黄 卡罗斯等三级星主 他想要帮助张扬 尽快打造出蓝星第一个四级附属星主 夸克芒的昏天黑地 张扬也终于等到第一批星球诞生 第206章 穿越者 最强星主系统 张扬盯着宇宙某处看 在一股造之力的演化下 一声爆炸出来 一百颗星球诞生了 就像当初的张扬一般 被一声爆炸蹦飞 蹦到周围各处 随着星球不停旋转 张扬能够感知道 有31颗星球诞生了意志 随着爆炸 它们陷入沉睡之中 张扬立即用意志引导其他星球 不停暗示它们 暗示星球有生命 星球有意志 这就像自闭症患者不愿意醒来 心理医生在不停做心理安慰 在慢慢引导它们走出困境 包括直接诞生意志的31颗星球 这会也是陷入沉睡之中 它们刚诞生意志 还很脆弱 需要吸收宇宙残留的造之力量滋润意志 等在苏醒的时候 意志就是完全踢了 张扬对这个深有体会 荡出诞生之际 一声爆炸 感觉自己就像一个陀螺一样 不停旋转着 很快就意识到 自己是一颗球 带着记忆的自己 还以为是穿越了 现在想起来 也是觉得有趣 随着张扬不停暗示 引导 又有43颗星球 有了微弱的意志 随即陷入沉睡 剩下的星球 不论张扬怎么暗示 没有任何反应 应该是荒星 张扬再努力一次 还是如此 没有任何反应 张扬也只能作罢 看着有74颗星球诞生意志 张扬已经很满意了 这个比例很高了 张扬如果不干涉 可能也就会有 不超过40颗星球诞生意志 连一半成功率都没有 张扬满心期待地等着 想看第一颗苏醒的星球 这个东西 就像养成游戏一般 有满满的期待感 张扬还有点特殊感觉 觉得这是一种传承 星火传承 想当初的蓝星 尽管有大量记忆存在 也没有任何科技术可以借助 只能自己慢慢发展 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张扬也为今后的人族星主 留下了传承之力 张扬改变了之前的 所有培养制度 按照某个推演文明中的 网游体系 张扬打造一个系统 刚诞生的星主 都是纯洁的小白 今后性格如何 都是后天培养的 就像现在 加入蓝星的三级星主一样 刚开始 就是高高在上的神 没有感情 现在 都是逗逼 有了人族的七情六欲之后 星主也变得有趣起来 据说有几个星主 正在研究美食 想要研究出来 星主也可以食用的特色菜 作为星主 吃任何东西都如同嚼辣 张扬记得在一级文明时 曾精品尝过销魂酒 可以让星主产生愉悦的心理 这类的产品 宇宙平台一直有 只不过很少有星主购买 但最近销量上来了 都被蓝星家族的三级 星主们购买走了 他们通过 不停与人族接触 也想尝试吃 用 穿 上次开会 张扬就看见星主 穿的服装五花八门的 也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 果然 人族的童话能力 是恐怖的 就连高高在上的神 也发生了改变 张扬正是沉思之时 突然看向某处一颗星球 露出微笑 第一颗带 有一时的星球苏醒了 张扬一缕一时 附身在星球之上 他想来个沉浸式体验 也想切身体验一下 制定的规则是否合理 有问题好 及时修改Bug 07860地 某颗星球 叶凡终于恢复了意志 苏醒了过来 他感知着周围的一切事物 有些疑惑 张扬看着制定的原程序 开始启动 满意地点点头 这些数据星球不知道 后台看的一清二楚 属于隐藏法则代码 检测到星球意志诞生 开始随机抽取数据库 名称 叶凡 身份生成中 身份 前世姓别男 年纪286岁 父母双亡 蓝星家族长大的修士 对蓝星家族 对人族充满了感情 修为化神器 剧本随机生成中 叶凡从小父母双亡 在社会福利院长大 从小在社会制度保障下 幸福成长 因一切费用都是免费 没有受到歧视 感受到人间的真善美 对蓝星充满了感情 他发誓要回报蓝星 但天资有限 只修炼到了化神器 在肚结中 被天雷劈死 张扬满意地点了点头 数据库做得不错 张扬在数据库中 添加大量小说母版 主角既对人族 蓝星 国家充满了热爱 核心法则 又杀法果断 智勇双全 妥妥地穿越主角母版 随着大量技艺和意志 融合完毕 叶凡苏醒了过来 头好痛 嗯 我不是被雷劫劈死了吗 我穿越了 穿越成为一颗星球 叶凡震惊到 我穿越成为了 蓝星领地的一名新主 哈哈 一阵阵笑声传了出来 可以听出来 我们的穿越主角很满意 叶凡笑了一会 暗自发誓 没想到钱 视资质平平 这辈子 居然能成为一个新主 新主 那是可以繁衍无数生灵 管理百亿人口的神 寿命无限 没病没灾 可以说 开局巅峰 而且 自己还是四级家族旗下的第一批新主 据他所知 蓝星刚得到领地 没有多长时间 从诞生之时 他就知道 这辈子的命运 已经和蓝星家族绑定死了 签订的永久契约 蓝星家族灭亡 他就会死 所以需要拼命维护蓝星家族利益 只有蓝星家族好了 他才能更好 他上辈子 只是一个化神器修士 能够接触的奥秘太少了 但也知道 宇宙危机重重 张扬感知着对方想法 还是很满意的 设置的身份模板还不错 后期还得多添加一些身份 倒数巨库之中 让 穿越者 更有代入感 这就是张扬想的 最好带入人族方法 可以让新星主 从心里喜欢人族 认可蓝星 而且诞生之时就知道 已经和蓝星签订永久契约 蓝星灭亡 他们也要死 这一点是改变不了的 这确实是宇宙之高法则 张扬一个念头 这个星球就得灭亡 保证这些星主 无法生出反叛之心 不会来个我命 由我不由天 还有一点 那就是 角色性格正常 热爱蓝星 人族 没有偏激 扭曲的身份代入 双重保险 说白了 给的性格是 善 人之初 性本善 叶凡正有些迷茫 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创造生灵之时 意志中传出一声 叮 最强星主辅助 系统激活中 系统激活成功 检测到星球 一时苏醒成功 请为你的星球命名 叶凡狂喜 穿越必备金手指 MD 我发达了 第207章 生命重演 叶凡大喜 大喜之后就是大悲 随着他激动地说着 哈哈 穿越必备金手指 MD 我发达了 张扬略有一丝恶搞地说道 丁 星球命名成功 数据已经上传 正在狂笑的叶凡 突然乐极生悲 他傻眼了 这种感觉就像再拉屎 突然被加断了 叶凡不可思议地说道 喂喂喂 我再感慨 不要开玩笑啊 命名为 红星 他喊了几声 现没有任何回应 叶凡有些皱眉系统不智能 系统不管不顾地 继续按照程序说道 星主 你所在位置 为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 侍女座星系团 本星系群 银河系 歪瑞谷得带0786号领地 四级诸侯兰星家族封地 你的星球编号为蓝星一号 拉尼亚凯亚宇宙种族灵力 团结友善 爱好和平 但本宇宙周围还有四大宇宙 对我们虎视眈眈 分别为虫族大宇宙 天使族大宇宙 妖族大宇宙 魔族大宇宙 他们实力强劲 一直想要入侵 接连不断对我们发动战争 他们想占领本宇宙 夺走我们来 以生存的家园 我们能答应吗 叶凡正在专心 听着系统叙述 却听不到后续声音 踏实叹地说道 不答应 好像触发了某个机制 系统继续说着 在宇宙元老汇的带领下 蓝星家族不怕困难 奋勇作战 立下赫赫战功 被赐予0786号领地 蓝星之主首创人族 带领人族 从一级文明到四级文明 家族蓬勃发展 人族之名 以惊响彻云霄 你愿意创建人族 为人族之崛起而努力吗 叶凡明白了 大声喊道 我愿意 你现在是一颗星球 也是一名星主 你有权孕育 培养 引导生命 你的一切力量 都来源于新名 请努力发展星球文明等级 为蓝星家族美好的明天 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你是否同意 叶凡大声喊道 我同意 新手引导结束 恭喜你 成功加入蓝星家族 叶凡整明白了 原来不是自己得到了系统 而是蓝星家族的引导系统 属于每个星主一份 叶凡略有一丝失落 随即想到 穿越成为星主 这一经兆 比其他星主有 很大优势了 新手引导结束 下面谈出一页资料 他认真阅读后 了解到很多四大宇宙种族信息 本宇宙万千种族信息的简单介绍 这是为了让星主 了解宇宙基本信息 同时也有一丝紧迫感 让这些星主明白一个道理 宇宙很大 随着叶凡阅读完毕 本来周围一片漆黑 突然显露出星球的地貌环境 叶凡露出震撼的表情 不自觉地脱口而出 哇 只见一颗美丽的蓝色星球 出现在他的眼前 星球上面有水 陆地 海洋 就像一颗最初诞生的蓝星一样 唯一不同的地方 就是陆地位置 大小不同 陆地 海洋占比不同 地貌不同 这一切都是张扬设计好的 这些星球 星主 是由宇宙造之力繁衍出来的 灵主及宇宙元老会 是可以自由设计的 在诞生之初 就可以附加一些地形 物质要求 当然 生命之没有的 必须要由星主自己去打造 或者选择按照种族科技术培养 张扬开局 就没有给星主选择种族的机会 默认就是人族 甚至会尊重地问你 是否愿意 反正不管你愿意 不愿意 你都得是人族 一旦回答不愿意 那就呵呵 过了一会儿 系统继续说道 由于星球没有氧气 没有太阳发光发热 调节温度 星球不具备诞生生命的因素 是否正式开启辅助人物系统 叶凡意志剧 现成为印象中身前模样 点了点头 开启 成长任务 灵妖神造太阳 伟大的主神赞助你1000点能源 现已金入库 辅助系统开启 新主大人 你是否愿意花费315点能源 创造出一颗神造太阳 它可以为星球带来阳光 温度 神造太阳是主神以无上神力创造的一种特殊法宝 它无法用科学 玄幻 科幻纬度解释 但存在极合理 叶凡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说道 创造 随着话音刚落 瞬间消失315点能源 一颗光源出现在高空 围绕着星球转动 随着太阳照射 这颗星星球第一次出现了光芒 耀眼的光芒驱散了黑暗 星球温度缓缓提高 是否开启本星球时光加速功能 第一次可免费加速十万年 本星球时间流逝加快 外宇宙时间不变 会减少星主寿命 叶凡听到寿命 有些迟疑问道 我的寿命有多少年 系统机械回答道 一亿年 叶凡翻了个白眼 大大咧咧说着 开始吧 太阳开始快速转动 只是一眨眼时间 本星球已经过去十万年之久 外面只过去了几分钟而已 十万年过去了 星球温度已经稳定 星球有了云彩 叶凡就像当初的张扬一样 玩星大起 开始操控打雷 下雨 乌云 白云 玩得不亦乐乎 是否花费五百点能源 开启人足科技术 如不开启 请自行推演生物发展进程 叶凡想了想 觉得还是开启科技术 这样发展得快 毕竟科技术都是现成的内容 只要解锁 就能解锁 即使能成长到四级星球主 也完全够用了 有巨人正在行走 他当然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行走 叶凡立即说到 购买 随着叶凡话音刚落 一条庞大的一级 文明科技术展开了 张扬看着庞大的科技术 也有些感慨 当初的人族 真是狗屁没有 当初能有细胞诞生 真是走了狗屎运气 现在好了 有韭菜 随着开始科技术 消耗的500点能源 又流到蓝星账户上 这叫资金回流 第208章 宇宙的镜头是编制 张扬设计的系统 收取一些手续费 这很合理吧 反正取之于名 用之于名 在经济流通中 这些星主就长大了 叶凡看着科技术第一个图标 微生物 细胞群 100点 微生物 细胞群落 按照分子 细胞诞生顺序 富克兰星初期细胞 快速演化 投放到星球海洋之内 包含时光加速50万年功能 叶凡用意志点击确认 在意志中就能感应出来 无数分子被投放到星球之内 这些分子快速进化 按照生物科了解那样 细胞开启了进化之旅 这些分子 细胞进化速度很快 有如神柱 蓝藻 绿藻 各种细胞出现在海洋里 开始快速繁衍进化起来 星球氧气快速上升 从1%开始增加 叶凡瞪大了眼睛 看着细胞不断灭亡 不断分裂 组成各类动植物 就像曾经看电影一般 生物快速进化 节肢类动物 万族动物 罗类 典型节肢类生物 哺乳动物陆续出现 大量动物产生 恐龙诞生 整个星球成为恐龙等动物的天堂 转眼间 这颗星球已经过去了50万年 大量的动植物已经诞生 张扬撇了撇嘴 这就是科技数力量 集合整个初期细胞演化过程 并赠送时间 加速50万年套餐 那是相当的划算 这个过程 100点能源远远不够 都是兰星给予的关爱套餐 相当于新手引导过程 按照张扬推演 直到人族诞生 各星球演变历程将会发生改变 那时候 就要看个星主能力了 目前这个过程 是必须的 这样才能保证诞生的是人族 和兰星一样的人族 家族培养所有人族文明星星球 都是为了更好帮助兰星发展 用如此庞大基数的生灵 不论是动植物 都可以填充人族发展的历史 各星球都开启了天赋探测系统 有天赋异禀的人族 动物都会被秘密接走 进行特殊培养 天赋 这是与生俱来的东西 从目前来看 这一切都是很顺利的 张扬感知到 陆续又有几颗星球诞生意志 还是一样的步骤 背景私定 人物设定 引出宇宙危机 家族情况 对于人族认可程度等步骤 顺利点亮科技术 恐龙诞生 张扬看着大量恐龙 想让这些一级星主传取点能源 突然想起 零件好像有点空洞 不论作为食物 还是培养零售 甚至观赏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张扬突然觉得 不让各级商品流通 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每个星主都有特殊机缘 甚至让高级文明 访问这些低纬度星球 也没石膜问题 高级文明干涉低级文明 不见得是坏事 低级文明突然得到 超越时代的科技 也可能研发出不同的科技 商城也是一样 低级文明即使看到好东西 它也买不起 这也是一种向上的欲望 就像赚钱购买奢侈品一样 有欲望 才能更好的向上 张扬叫来夸客 两个人嘀嘀咕咕聊了起来 最后决定 还是全面开放 但制定了一系列天条 让天道进行监管 高级文明 可以小范围干涉低级文明发展 但禁止以任何理由伤害 恐吓低级文明生灵 破坏低级文明内部环境 禁止显露 超出低级文明等级的科技 力量 意向 引起生灵恐慌 想要前往低级文明星球活动 必须要经过天庭报备 否则就是非法偷渡 一条条法则通过天网系统传 变了整个蓝星家族 无数生灵大血 这种上帝视角 去帮助低纬度发展 听起来很有趣 率先开启实验的文明 为三级文明 二级文明 将蓝星家族天网系统进行更新 天网系统化为一个世界 可以让四级 三级 二级文明星主位于一个世界 展开各种任务 交易 还真别说 一个宇宙日下来 交易额提升了40% 足以说明问题 低纹明有钱的生灵 还是挺多的 它们可以买得起一些高等级科技 法宝 用来促进世界发展 经过一年的观测 没有引起大问题 但是有些小问题产生 那就是监管问题 监管不利 总有些生灵觉得 自己可以瞒住天庭 天道 经过商议 天庭 地府准备扩张 召集大量土地神 城皇神 山神 水神 分配到各文明星球 保证各级星球 最少有两位神 一位天庭 一位地府 相互监督 天庭 地府又派遣了大量日夜游神队各界进行巡视 天庭又设立千里眼 顺风尔神位 成立三界监察部 日夜监视家族内部情况 嬴政已经开始畅想 在各界开展天庭 地府分布 将各界生灵纳入管理之中 尤其是地府 人族可以进行轮回 转世投胎 不能只有蓝星投胎 其他星球人族死了 就消散在天地之间吧 这是要出现大问题的 张扬也想过这个问题 特意前去救助扬眉老祖 让其帮忙推演一下 扬眉老祖告诉他 想要开分布 可以提升天庭 地府奇观等级 天庭是三星 升到四星 就可以开始建分庭 五星可以建更多分庭 但数量也不会太多 地府目前是二星 升到三星 就可以建分庭 四 五星可以建更多 五星地府数量不限制 天庭 地府分布都是阉阁版 天庭分布最多到五品正神 例如四大元帅 雷公殿母 五龙 五水 天江 公曹 甲子神 天刚 地煞星宿 九江水帝 五湖大神 城皇 山神 土地 地府分布最多也就到十殿阎王级 就是到头了 这些职位可以重新选拔 也可以天庭正神兼职 化身前去也可以 都是为了赚功德 气韵辅助修行 这对于天庭 地府 各功德修饰 都是好事 说白了 编制多了 可以让更多人进体系内 拿上铁饭碗 宇宙的镜头 那就是编制 至于宇宙碎片从何而来 那就得看家族财力了 张扬恰巧 最近有几个臭钱 开始在宇宙虚拟平台购买奇观碎片 但奈何碎片数量有限 不是经常有 张扬除了每天蹲守平台抢购 也派遣家族各星族 想办法去收集一些宇宙奇观碎片 各星族哪里有办法 都在琢磨之际 一个星族眼睛亮了 立功的机会又来了 希尔带着几十个星族嘀嘀咕咕 调集了一些蓝星星形四级宇宙舰队 快速朝着某地飞去 第209章 八面玲珑的希尔 成就 希尔已经和家族进行报备 带着几十颗星球 一支庞大的四级反物质舰队 朝着夸父家族飞去 家族要大量收集宇宙奇观碎片 不是没有神源点 而是缺物 有钱都没有地方买 这个东西数量有限 但是有一点 四级家族应该都有一些库存 但蓝星家族 晋升四级文明年限较短 认识的主神太少 不然一句话就能收集挺多 张扬也向有好友关系的四级星主 发送了求购消息 但至今没有收到回复 这个东西是灵宝 可以武装星明 增加星球实力 用途广泛 所以比较紧缺 还有一点 那就是四级星主 默看好友私聊 或者每天私聊太多 没有看到消息 再说了 张扬和人家也不熟悉 种种原因导致 目前为止 还没有收集到大量宇宙奇观碎片 地府目前是二星奇观 晋升三星奇观 需要一百枚碎片 天庭目前是三星奇观 晋升四星奇观 需要一千枚碎片 这就导致蓝星家族 需要大量碎片 越多越好 升级五星奇观 需要的碎片 很可能就是惊人的一万枚 张扬看了眼余额 三十七 升级万星合常成后 只剩下了几枚 最近天天在虚拟平台拍卖星抢购 才到达三十七枚 张扬每天都在抢购 导致其他购买星主缺少 都在抢 抢的人多了 价格也就高了 商城标价一百点 拍卖行刚开始一百零五点 最终上涨到一百零零点 价格整整上涨了百分之十 这对于张扬来说 都能接受 当务之急 就是升级地府等级 开辟出地府分布 这是蓝星家族最重要的事情 地府事关重大 人族轮回 投胎转世 都要再次完成 之前有二百三十亿人族 通过地府进行轮回 今后可能上万万亿轮回 这里面会有很多功德圆满的修士 可以投胎到天界 还有天赋一柄的天才会为天庭输送人才 如果在个人族星球都能建造地府 那魔人族就能拧成一根绳 不分彼此 而且 多了这魔多正神 阴神 也是增加了蓝星整体战斗力 先是蓝星反不领的星主 再从领地星主身上 收集大量能源点 最后中 多幅属星球反补蓝星 完成一个整体大循环 希尔的申请 张扬已经知道了 也知道 他去找谁交易去了 那就是夸父 没错 就是夸父 唯一和张扬接触过的四级星主 没准以他为突破口 还真能收集到大量奇观碎片 不过07860的 距离夸父家族距离 还真的挺遥远 张扬倒是也不担心这家伙 希尔不像星主 现在倒是有些像人族伤人 他和众多星主 天庭一些正神打得火热 交际圈很广 老伙计自来熟 经常跑去天庭 因为和嬴政一起聊天过 现在就经常去找嬴政 一副关系很好的样子 嬴政也有些无奈 这个家伙自来熟 说话没有架子 还一直恭维他 希尔手下还有一些星球 也算是有实权 没有太大麻烦事 嬴政还真挺爱 和他聊天的 经过希尔星球的各种族 尤其是人族 他没少帮助 人族也有很多朋友 他知道科技发达 武器装备先进 就经常往海克斯科技界跑 这些科技狂人缺食魔 他就给收集一些 走的这99颗星球 是希尔旗下的小队 这家伙有点想法 屡历战功 以精进升为中队长 中队长可以统领 333颗星球 100个小组 这次带走30个小队 算是精锐新主 还带走了一个 庞大的四级舰队呢 四级舰队装备的 都是反物质能源 搭载大量反物质武器 威力能够达到真仙境 科技和单体修饰不同 科技数量多 批量生产 配合得好 就连悬仙也得落败而归 这次远游 为了自身安全 老火技还特意去天庭 找嬴政拉了帮手 一切准备就续 希尔才带着手下星球 朝着夸父星球飞去 随着恐龙诞生 动物数量越来越庞大 叶凡盯着一群古猿 准确来说是智人 他点亮了人族科技术 点亮了细胞群落 里面就包含了智人信息 令他有些奇怪的是 前世接受教育 古猿需要一点点进化 才能进化成为智人 人族 星球现在诞生的古猿 就已经到晚期 打智人的智商了 其实他不知道 张扬结合科技界的基因工程 改进了物种基因 出生的古猿 直接具备晚期智人的脑力 非常聪明 这样可以省下大量时间 诞生的智人体魄 智力要比当初的人族强一些 因为进行了基因加强手段 为何叫做智人 因为现在的智人明智未开 啥也不会 缺少了探索的过程 还不能说 他们是真正的人族 这就需要他进行引导 叶凡看着人族科技术 实际时代五十点 这是人族科技术第二个图标 点亮这个图标 新主可以得知所有石器时代的科技 文化 思想 教导智人的方法等 这个就需要他自己学习 然后传输给智人 让其掌控某种技能 思想等等 当智人可以开口说话 他们就是人族的一员 叶凡点亮石器时代科技术后 意志中多了大量信息 怎么引导心灵发展 叶凡化为一个智人 偷偷躲进一个部落之中 部落里的智人 虽然不会查数 却隐隐觉得不对 部落人多了 不过他们也没有在意 叶凡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叶凡毕竟是新主 前世还是人族 什么都会点 再加上点亮了科技术 啥都知道 在他的帮助下 智人开始制造各类工具 因为有了工具 可以打到更多猎物 部落实力强劲了起来 经过今年的观察 叶凡发现了几个聪明的智人 分别赚收给他们一些本领 让这些智人突然生而知之 脑海里就有这些东西 例如将造字的技术 思想 文字所代表的意思 通通交给了一个智人 并给对方起了个名字 苍结 又将各式各样的科技 思想传递给不同部落的智人 并恶趣味地给各部落首领 起了一些人族先贤的名字 例如将钻木取火的本领 传递给一位聪明的智人 给对方起名碎人士 火族的名字 所有人族都知道 他也不例外 既然有机会重新创建人族 当然要将对方命名为碎人士 时间流逝 转眼间 宇宙过了200年 叶凡为了这些智人操碎了心 不停进行宏观调控 扩大种族数量 就这样 当整个星球90%智人 都可以开口说话时 叶凡突然听到一声 成就 人族诞生 奖励 200点能源 改名卡一张 每达成一个成就 都会获得家族奖励 智人可以熟练使用工具 能开口说话 至此人族诞生 兵 人族诞生 蓝星天 网系统正式开启 第210章 热闹的天网平台 张扬正在挨个星球观察 看着人族诞生 达成成就的叶凡 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就证明 这个设定是完全没问题的 开始科技术 让新主传给新名 也是一种增加凝聚力的好方法 在这200年里 蓝星又诞生 1376颗人族新主 这些新主 都以为自己是 穿越过来 前世是个人族 而且都是热血青年 爱家族之事 他们都像叶凡一样 刚开始特别兴奋 导致名字都特别奇怪 张扬健壮 决定送给大家一个改名卡 让他们知道 他们每一个决定 都会造成不同的后果 由于现在 有了种族科技术 导致大家前期进展都差不多 科技水平都是石器时代 随着科技发展 人心也会复杂起来 才会渐渐有了差距 差距会越来越大 当各星球完成第一个成就 天网系统也就正式开启了 这次开启 是将整个一级文明 都开启了天网系统 之前只开启了 二级新主权限 天网平台多了 十万个新主 热闹非凡 三级新主也都走进平台 看着热热闹闹的平台 有些兴奋 他们从未见过 如此多的同类新主 每个新主胸前 都有一个勋章 上面记录新球等级 种族信息 这些二级新主 看到三级新主 那是一点没有神的淡定 上去一顿丰田 还别说 一些三级新主 还真挺吃这一套 随手给点东西 都让这些二级新主乐坏了 这是降维打击 差了一个文明等级的科技 三级新主在平台走到哪里 都会引来一堆二级新主围观 都在期待着 都想走捷径 随着这些新诞生的星球 开启天网平台 张扬开放一级新主权限 所有领地的一级新主 都可以进入天网系统 整个平台瞬间进入 几十万一级新主 他们兴奋地看着平台各种事物 商城 任务系统 满街 都是新主 他们看着自己的胸章 上面写着 一级 四处逛了起来 之前疯狂舔的二级新主 最近没有什么收获 毕竟都是新主 他们也没有啥词 也不好太过分 无非积具赞美之词 看着平台涌现 如此多的一级新主 他们立即一副高人模样 背着手 在平台里四处晃悠 看着一级新主疯狂舔自己 微微点头 颇有一副世外高人模样 偶尔哪个新主舔舒服了 他们才会给予一点科技 法宝 三级新主 看着平台多料如此多的萌新 也是又进去天网平台 背着手 来回走动 三级闻名新主 不知道哪位新主一声大喊 乌泱泱 围上来一群新主 三级新主威风凛凛 叶凡等新诞生的一级新主 看到平台开启 一个个立即登入到天网平台 别人都是白牌黑字 他们的凶章居然是蓝牌白字 上面记录着星球等级 种族信息 叶凡看着如此多的新主 暗自扎舌 这新主数量也太多了 而且 像前世一样 居然有这魔多种族 一些新主看到平台上 出现了一千多个特殊新主 他们凶牌居然不一样 要知道 即使是三级新主 大家也都是一样的凶章款式 这些人为何不同 等位过来一看 恍然大悟 也不奇怪 立即热情地上前交流 叶凡看着里三层 外三层的新主 听着周围嘈杂的声音 也明白咋回事了 立即昂首挺胸 温文尔雅地和周围新主 交流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 手上还真多了不少个星球 特产物品 叶凡走着走着 看到一个二级新主 眼睛一亮 他可不管身份不身份 得到实惠了 才是真格的 叶凡刚想上前搭讪 那个二级新主 也是热情走了过来 聊得还挺尽兴 叶凡也知道了一些秘密 原来他们已经诞生几亿年 几千万年 至今还是二级新主 也是这块领地的原住民 自从领地被赐予蓝星家族 他们也成为蓝星家族的一员 而叶凡等新主 就是0786宇宙 最先诞生的第一批人族新主 统治蓝星家族的种族是谁 所有人都知道 那就是人族 在整个蓝星家族 哪个种族地位最高 那一定是人族 所以 这些新主才会这魔热情 都是新主 活了如此长的时间 没有傻子 就这样 叶凡在平台晃悠了起来 看到三级新主也敢凑钱 对方看见他人族新主的身份 还真的给了不少资源 甚至有的直接给能原点 这种种待遇 都让他为自己的种族 感到骄傲与自豪 叶凡来者不惧 和这些新主加了好友 甚至还有几个三级新主好友 叶凡走着走着 突然看见一个同样身份的新主 对方显然也看见了他 两人立即朝着一起走来 按照生前的礼仪 还握了握手 两人都是人族 但谁也没有透露 自己前世的身份 毕竟自己是穿越者 和其他新主不一样吗 叶凡直接开口 你好 我是叶凡 对方也是说道 你好 我是肖峰 过了一会 又过来几个人族新主 名字也是霸气非凡 什么龙傲天 灵冬 楚狂 秦安 大家聊了起来 因为都是人族科技术 目前都是恐龙 人族刚诞生状态 大家坐在一起 交流着经验 但都十分默契地 没有提起自己穿越者的身份 这是自己最大的秘密 不能向任何人透露 这些人族新主们 都收获颇丰 走哪 都受到欢迎 他们带着各自的机缘 满载而归 这也就是第一次登入平台 后续再进入 估计也不会有太多收获了 毕竟随着时间推移 诞生的新人族新主越来越多 身份的红利期也就结束了 毕竟谁也不能无休止赞助你 而且赞助对象越来越多 碰见机遇的可能性 也就越小了 所以 这些人族新主 最近每天都在平台晃悠 碰见三级新主 就上前打招呼 虚心请教问题 还别说 人族的新主语言 表达能力确实挺强 好话都不重负 总有些收获 就这样 一来二去的 这些人族新主各有机缘 渐渐有了一些差距 与此同时 希尔带领99颗星球 很快就到了夸腹家族附近区域 离得很远 就看现夸腹家族 和一个势力正在交战 第二11章 来自遥远星系的神秘家族 希尔离得很远 就看渐远处政 在发生战争 两个家族合力加击一个势力 对方正在垂死挣扎 那两个家族 从新印气息来看 是夸腹家族 荒家族 至于那个被攻击的势力 希尔并不关心 这种事情很正常 宇宙就是弱肉强食 希尔本来想着 在原地等会 等对方打完了 自己再过去交易 没想到对方打得很激烈 那个被围攻势力奋勇反抗 飞船形态很怪异 星球形态也挺有意思 种族也是 他从未见过的 对方由2000多颗星球组成 星球半白半红 大量飞船正在星球外部 和两个家族对射 这个势力旗下星明 有两个种族 一个浑身白色 冒着寒气 好像是由冰组成的生灵 作战使用的属性 也是冰属性 另一个种族浑身发红 周围的空气有些扭曲 好像是由火组成的生灵 使用火属性攻击 两个相克的种族 居然生活在一个星球之上 既能相互融合在一起 居然没有冲突 令人有些疑惑 希尔见状指挥群星 朝着前方星系前进 一枚导弹 在行进前方的航道上炸开 声音从远处传来 前方交战 禁止前行 否则后果自负 希尔有些皱眉 却也没有多说什么 毕竟奔着交易来的 发生冲突也不好 前方战斗打得很惨烈 对方奋勇反抗 武器先进 星明实力也可以 但此刻却被打得很惨 对方被近八千颗星球包围在中间 父辈受敌 面对源源不断的战舰 星明攻击 也是有些乏力 据希尔所知 两个家族七千八百多颗星球 目前还没有诞生一个四级附属星主 要是以前 他会觉得四级星主很牛 这辈子都不可能晋升 但家族得到私人领地后 他觉得四级星主虽然很牛 却也不是高高在上 他也有机会晋升 机会还很大 在他出来时 就已经有二级星主 晋升三级星主 不断加入击大战将队伍里 根据主神大人部署 晋升四级星主后 就要带着自己新成立的家族 前往新地点驻守 扩大家族基本盘 维家族收集物资 独立发展新家族 吸收新星主加入 扩大蓝星家族名气 名气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根据主神大人描述 需要让蓝星的威名传遍银河系 这样才有可能晋升五级星主 掌控整个银河系 具体啥情况 他也不知道 他就知道跟着主神大人走 未来会很牛X 就在希尔沉思之时 夸父正和荒盯着 对方势力讨论着 夸父有些皱眉 难道对方说的是真的 荒也是站了起来 盯着被围攻的势力说着 不管是不是真的 现在也干了 荒看着夸父笑着说着 总不能干了一半 突然停下来吧 这样不上不下 不仅我们难受 对方也难受 夸父闪过一丝担忧 他本是特别谨慎的新主 今日被荒拉了过来 也是有些大意了 夸父想起此事经过 叹了一口气 事情是这样 这个四级家族 正在朝着某处飞去 被荒家族盯上了 看到对方家族 只有二千一百多颗 就想吞并对方 对方自然不肯 并客气说着 对方是从其他新系 来到银河系扩展市场的 他们来自一个四级家族 叫做万界商会 是一个和平的 中立的家族 他们来到银河系 是想做生意的 无意战争 荒乃里管这些事情 你说中立就中立啊 仗着自己附属星球 近三千八百颗 比对方多了近一倍 果断对其宣战 双方展开大规格星际战争 荒本来以为二颗打一颗 战斗已经有一定优势 却没有想到 对方战舰怪异威力很强 最强战舰威力达到了 真仙级中期 新名之中 也有三百多个真仙级修士 实力很强 要知道 荒家族购买的四级战舰 最强威力 也就是真仙级初期 那是振兴之宝 家族有二百多个真仙级修士 都是星球底蕴 战斗打响了 根本没像荒响的那么轻松 而是被对方打得有些招架不住 荒家族人数多 中级新名数量庞大 高等级新名却 没有对方多 吃了大亏 荒家族见状 立即喊来老对手 也就是夸父家族 荒没有告诉夸父具体问题 就说想吞并对方 却发现对方实力强劲 踢到铁板了 想联合夸父家族 一起拖下对方 星球数量平分 一人一半 两个家族虽然经常作战 却也是多年的冤家 遇到对手时 两年也会联盟 就这样 夸父家族加入战局 两个家族近7800颗星球 将对方围的水泄不通 几乎是四达一 高端战斗力 也超过对方几十个 战争天平 渐渐发生倾斜 对方看到夸父家族参加战斗 星球喊话 让夸父家族不要参战 战后必有重谢 夸父也没有在意 什么谢不谢的 将对方彻底吞噬 所有谢礼都得一人一半 本来以为对方面对如此围攻 应该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就得投降 却没想到 对方是铁了心 想要战斗到底 哪怕战斗到最后 一兵一卒 而且对方扬言 万界商会 很有钱 家族四级星球上百个 同盟的四级星球 更是数不胜数 他们只是其中一员 而且是最小的一个家族 根据他们描述 对方想来银河系做生意 却被荒家族围攻 他们已经打上特殊标记 就此休战 他们可以既往不救 否则即使被灭族 也一定会有家族为他们报仇的 夸父听对方喊话 就有了一丝退意 但看到双方针仙及修士 以金交织在一起 并互有伤亡 想休战 也怕伤了士气 再加上荒一直劝阻他 对方家族不在银河系 距离很远 对方没有视野 也不在十万星屠光年内 无法借助同盟 奴役契约 瞬间来到此地 等对方大军过来 宇宙时间 可能已经过去几十 几百万年 甚至对方能不能来到 如此遥远的地方 为这个家族报仇 对方是不是虚张声势 这些都无法确定 而且 对方真要是商会一员 那也挺好 星球内的物资 都归两人所有 退一万步来说 即使将对方俘虏 对方家族真的来了 也可以将对方放了 进退自如 所以 夸父动心了 夸父家族也参加了围酒 想要吞下对方家族 乃成想 对方根本不想 两星主想象的那样 对方主神死战不退 摆出一副不是你死 就是我王的气势 给夸父 荒两个家族打得直皱眉 有众骑虎南下的感觉 第212章 万界商会 君欲 夸父和荒有些骑虎南下 正在后方交流着 如果对方真的要战斗到 一兵一卒 两个家族就吃了大亏 如此打生打死 最后得到一群残破的星球 物资也都打没了 自家还损失惨重 伤了元气 那可就陪大发了 现在唯一有点安慰的是 对方星明死亡后 会凝结出一颗灵珠 灵珠里面 有两种颜色的液体 红色和白色 对方自己也在收集 听对方星明称呼 白色的灵珠叫玄冰灵珠 红色的轿质杨灵珠 对方实力越强 死后凝聚的灵珠 增幅效果越好 这也是对方战死后 掉落一地灵珠 几方星明好奇捡起 用力一捏 珠子居然碎了 液体被星明意外吸收后 却发现 一个可以加神魂之力 一个加肉体之力 增幅效果很强 引发几方修饰疯强 这也算是一种宝物 战斗真要胜利 也算有所收获 两个主神相互看一眼 齐声叹了一口气 唉 军玉看着几方大量星明战死 对方不停捡着灵珠 也是露出一丝无奈之色 他来自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 侍女座星系团 本星系群 烈日星系 卧牛海 特兰星代 朗迪云 他的星球叫做冰岩星 家族所有附属星球 都是这两个半生种族 冰岩星家族的星明 即使死亡 也能产生灵珠 种族自产海量资源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这引来很多四级家族窥视 经常被入侵 他经过十几亿年努力 历尽兼星中于 晋升四级文明 晋升四级星主后 他响应宇宙元老会征兆 参加过宇宙战争 也因为种族特性 被迫开启过几万次 各规模星战 他们这个种族 叫做冰岩族 因种族特性 很难成长到四级星主 在成长的路上 一直被入侵 说起来都是眼泪 在三级星主时期 每天提心吊胆 东躲西藏 最后 他凭借个人胆识 开始联合 其他冰岩族星主 利用自身优势 在几个大家族之间 找到平衡点 为其他家族提供灵珠 成功晋升到四级星主 但总这样下去 也不是办法 在交易过程中 意外遇到一个三级星主 得知一个神秘组织 最后无奈之下 他加入到这个神秘的家族 这个家族就叫做 万界商会 他没有骗对方 这个家族真的存在 万界商会 是烈日星系最大的势力 但对方很隐蔽 这个家族很强大 旗下四级星主 他见过的 就有上百个 同盟的家族 那就更多了 家族很神秘 从不收取他们任何能源点 也不用他们上交能源 只要收集各类宝物 卖给商会赚取差价即可 加入 万界商会 有个好处 在烈日星系 不会再有四级家族入侵 发生战争 这个商会 不与任何势力为敌 算是中立商会 但凡事没有绝对 只要等级够高 也可以得到家族庇护 他现在是LV 三级会员 是商会低级会员 再晋升一级 就可以成为中级会员 也就是贵宾 四级新主 加入到万界商会 就是LV二级会员 据说商会等 级分为十级 他建国最高的会员 是LV五级会员 虽然都是四级家族 但对方已经是商会的贵宾 根据他所了解的 在万界商会 有十万点神员 就是LV三级 一百万点 就是LV四级 五百万点 就是LV五级会员 一千万点 就是LV六级会员 至于更高级的 按照这个推算下去 那是天文数字 等级高了 不仅购物有贵宾折扣 还能享受贵宾待遇 贷款 存款利息 免费雇佣高等 急修士保护 提供新卖资源 收集资源 甚至帮你覆灭 其他家族等等 根据其他前辈八卦得知 有的大佬贷款多了 商会都得给派遣圣人级保镖 就怕你意外死亡 贷款无法偿还 总之 钱能通神 这也是他向 网的生活 很多前辈已经不努力了 将财富都存到 万界商会 每个宇宙年 都能拿到高额利息 这个利息就足够维持家族运转 在雇佣两个高等急修士保护家族 一旦遇到危机 就可以向商会求助 或者出钱雇佣其他家族为自己作战 简直不要太爽 他为何跑到银河系来 就是因为种族特性 因之前的种族压迫 他被迫和很多家族 签订低价供货契约 灵珠和白宋墨啥区别 都是白菜家 不然 凭借如此多的资源 他早都晋升到中级会员 地位也就提上去了 在万界商会 怎么也得中级会员 才能有一定地位 前三级为低级会员 四 五 六级为中级会员 七 八 九为高级会员 十级 那是至尊 VIP会员 离得太远 不提也罢 他思来想去 想要摆脱目前的困境 最后和兄弟们商量之后 大家一致决定 那就是前往其他星系 其他星系应该没有兵岩族 他们有信心 可以卖出天价 积累大量的财富 这样就可以带着海量财富 回到烈日星系 成为一个高级会员 凭借高级会员身份 彻底改变兵岩族地位 宇宙虚拟平台是分区的 每个星系都是单独的一个平台 只有本星系诞生的星主 才能登入平台 这算是地区价格保护 但这些都不是问题 完全可以在当地找个代理销售 或者四处游走 再将灵珠高价卖出 一群星主想到这里 激动得浑身打摆子 经过大量调研 最后决定到隔壁的银河系 灵珠虽然卖得很便宜 他也积累了几十万点神元 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有钱星主 他花费十万神元买了一个千星令 在某日突然从几大家族中 肩飞到烈日星系边缘地带 然后快速穿过星系壁垒 来到了银河系 他本来以为 从此海阔平逾越 天高任鸟飞 事实也确实是这样 刚开始销售给银河系四级星主 他也不敢吱声 拿出各等吉林珠 让对方召集星明 当场做实验 效果相当不错 不然冰岩族也不会如此抢手 对方健壮 就想大面机采购 当得知这个东西 已敦为单位销售 面露难色 当想到这个宝物效果 还是忍痛下了决定 当问到价格之时 军玉非常淡定地伸出一个手掌 露出五个手指 然后悄悄眯着眼睛看着对方 只见对方咬咬牙 面露猙獰之色 最后狠狠说道 五百就五百 给我来一百吨 军玉咽了口唾液 有些颤抖 将大量各等吉林珠 按照要求 装进空间戒指里 等完成交易 军玉就想朝着前方跑路 他怕对方后悔 刚想走 就被对方叫住 吓得他有些颤抖 强忍着紧张 却听到对方要加个好友 军玉记下对方的ID号码 带着家族朝着前方飞去 他拿有银河系宇宙平台ID 自然无法添加 飞到远处 召集众多附属星主 大家兴奋地尖叫起来 他们真没想到 在本宇宙被该死的星主 压到十点神渊吨 在这里大胆比划出 五十点神渊吨 对方却给到五百点神渊吨 这让他们兴奋极了 这个东西刚开始效果很好 但生灵也有抗性 越用效果越差 这一次尝到到甜头 军玉也就学会了 带着家族四处售卖 卖的价格每次都不同 他就伸出五根手指也不说话 最低都是五百点 甚至碰见一个傻子 给了五千点 军玉也没有ID 四处随缘贩卖 飞来飞去 正好就飞到了荒家族所在区域 还没有等他 想要找对方交易 对方直接宣战了 这一操作 给军玉整不会了 大哥 拥护傻 上来就要揍我 这个四级星主 好像一根筋 不论他怎么说 就是要吞并他 将其俘虏 他说他有钱 不必如此粗鲁 可以谈一谈合作 谁知道 对方更兴奋了 甚至又找了一个家族 一起围攻他 军玉回想起这些 也是露出一丝苦笑 喃喃道 哎 我咋这么倒霉啊 他看着死伤惨重的心灵 也是面露狠色 投降是不可能投降的 老子死了 也要让你们付出畅通代价 看着远处一个势力再观战 他也没有在意 对方星球数量太少了 但是转念一想 对方见到上万颗星球混战 他都不跑 是不是有点奇怪 想到这里 他就用意志给希尔发了一句话 兄弟救救我 要求随便提 重金感谢 想到这里 他又追加了一句 不差钱 第213章 求助 全能的世界术 军玉本来也没报 什么希望 彭扶在沙漠中 看见远方有个绿洲 却不知道是不是海市蜃楼 但这个绿洲 已经是他全部的希望 总要试试 希尔本来看热闹 看得好好的 突然听到传音愣了一下 随即明白过来 这是被夹击那个势力 再求救 对方说什么 不差钱 这话说的 就跟老子差钱似的 希尔不懈地回话道 能给多少呀 军玉本来也只是 想试一试 没想到真收到回应 军玉深吸一口气 急切说道 我本是星系商人 路过此地 却被对方打劫 如果能救我出来 我愿意给十万深渊 希尔听到对方说是商人 愣了一下 随即大喜 这太好了 我来这里 不就是想收几点宇宙奇观碎片吗 商人应该能有大量碎片吧 还没有等他胡思乱想完毕 就听见对方愿意出十万深渊点 希尔瞪大了眼睛 连忙问道 十万 军玉犹豫片刻 要是能尽快救我们保留家族实力 我愿意出二十万深渊 希尔咽了口唾液 没有管看他的手下 急切问道 你有奇观碎片吗 有 有多少 军玉意识到 对方想要的是这个 立即说 一百多个 这玩意都是一些新主拿来抵深渊的 我收集了点 我今后可以帮你 收集这个东西 二十万神渊一样 可以给你 我们快坚持不住了 再晚点 就都要归对方了 希尔立即很声道 他敢 MD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层次 敢和我蓝星家族抢 你要是敢骗我 呵呵 放心 我是万界商会的 军玉把莱莉快速说了一遍 你等着 希尔立即用家族内部频道联系张扬 毕竟要对两个四级家族宣战 没有主神大人同意 他也不敢 而且 现在只有近百颗星球在这里 家族大部队默在这里 还需要请求支援 正常赶路是来不及了 但是家族有两个星主 快要晋升四级家族了 想让对方晋升很容易 多分配给一些就行 再让对方使用千星令 赶到这个坐标 一切也不迟 他认识那个叫夸父的 知道对方性格 对方也知道蓝星的实力 拖延一点时间 还是不成问题的 希尔接通频道 没有刚才的嚣张气焰 善笑机声说道 报告主神大人 有重大情况汇报 十分紧急 张扬 讲 希尔巴拉巴拉说了一堆 把这场事情说了 想法也说了 张扬诧异了一下 这个希尔是个人才啊 这末短时间还能碰见这样的好事 无论是二十万神元 还是这些奇观碎片 还是这个万界商会 都是他需要的东西 就下这个军狱 可以借助对方身份 帮他收集宇宙碎片 对今后帮助很大 张扬想到这里 就按照你说的办 援军马上到 张扬瞬间出现在卡罗斯星球 卡罗斯星球附属星球数量最多 只缺百科 卡罗斯见到张扬降临 立即恭敬说道 见过主神大人 不必多礼 准备晋升四级星主 你迁移到这个坐标 和希尔会合 以后就镇守这个坐标吧 张扬简单吩咐了几句 告知他一下 过去的任务 卡罗斯大喜 立即表态 保证完成任务 张扬立即划分一部分星球 到卡罗斯旗下 对方附属星球数量 立即超过了2000颗 卡罗斯立即降下意志 让旗下全员星球 进入最高战备状态 检测到附属星球超过2000颗 满足晋升四级星主标准 准备晋升 身份上报宇宙元老会 正在核查中 核查完毕 确认为本宇宙生灵 检测到你是蓝星家族旗下星主晋升 审批权限已转移到蓝星家族 张扬得到通知后 直接选择 同意 家族已经批准 你的请求可以晋升四级星主 卡罗斯感觉自己的意志已经升华 那众生 灵束缚感觉消失 不再有寿命到计时 从此与宇宙同在 宇宙不灭 四级星主不死 卡罗斯激动不已 他没想到 这辈子还能晋升四级星主 跟对人很重要 同时心里更加感激张扬 感谢他给的机会 张扬没有听他表忠心 立即出现在天庭 让嬴政调集部分天兵天将 天庭真神 随着卡罗斯出征 这次去了 就将这两个家族收入囊中吧 这两个种族都没有什么大背景 也不是哪个有私人领地的大兴主 收了 也就收了 随着张扬一声令下 天庭机器开动 大量天兵天将 星宿真神降临在卡罗斯星球 太白金星接到通知 化身积到金光 一道分身出现在灵界 太白金星看着懒洋洋的众多仙兽 来到某处 见过白老祖 凤玉帝之命 需要调集十万灵兽作战 小白挥了灰爪子 指着灵界中心位置 一棵参天大树说道 以后灵界调兵浅江的事情 找小智就行 小白说完 就闭上了眼睛 专心修炼起来 人族已经超越灵兽太多 他要尽快晋升半圣 不能让人族落下太远 否则 灵兽一族 就无法为父神分忧解难了 太白金星笑了笑 恭敬的施个礼 来到灵界中心位置 一棵高达百万丈的参天大树 屹立在此地 无数鸟类住在这棵大树之前 小智看见太白金星笑着说道 太白 你是来找我玩的吗 见过树老祖 我今天前来掉几兵马 改天再来找你玩 小智撇了撇嘴 一些正在临界各地修行的灵兽 得到指令 朝着此地聚集过来 不一会儿 十万灵兽大军理解完毕 其中大部分都是大成期灵兽 也有杜劫期 真仙期的仙兽 太白金星赞叹地看着大军 带着他们前往某地集结 其他几处也是一样 天庭也有一棵参天大树 这棵大树遮天蔽日 贯穿了天庭三十一重天 地府 人界 佛界 科技界 都有一棵遮天蔽日的大树 正是曾经的世界树小智 张扬并没有忘记这棵世界树 搬迁到07860地之后 他一场观察人足星球 一边购买强化 却对世界树进行无限强化 经过不断课金 强化 世界树根据各界环境 生灵产生了不同变化 世界树可以分身 化为一棵棵世界树扎根在各世界 天庭的神陶树 地府的不死树 灵界的扶桑树 人界的剑木 佛门的菩提树 海克斯科技界的科技树 世界树在不同世界 有着不同的名字 不同的功效 但树林都是小智 人界的剑木材 是世界树本体 可以沟通三界 鬼神 甚至借助剑木的力量 前往所有世界 可以说 三界没有可以瞒住小智的事情 这也是张扬赐予天庭的一个手段 三界全能百科树 当然 非大事 小智也不会进行回应 遇到整不明白的问题 可以求助小智 他知道三界所有事情 小智可以分出无数分支 种在蓝星各附属星球之上 这样一来 就可以实现无限通讯 监察功能 不论附属星球 家族飞到哪里 通过世界树 都可以掌控对方行踪 当然 小智只听命于张扬 很少搭理其他生灵 哪怕就算天庭 也是江小智当 做一个百科全书 遇到不懂的 才会问一问 态度也很恭敬 太白金星到各界传旨 都可以看到小智 遇到问题 也是他前来求助 就这样一来二去 两人混得很熟 卡罗斯晋升四级星主后 也是一个家族 家族全称 蓝星 卡罗斯家族 只要加上蓝星家族 再名称前列即可 主要也是星应气息 蓝星星应气息在前 卡罗斯家族星应在后 其他星主一看 就能知道卡罗斯家族身份 大量科技界的先进的战舰 被运输到卡罗斯星球 想参加战争的修士 都敢赴卡罗斯家族 战争意味着机缘 卡罗斯家族 正在紧急准备之时 希尔带着旗下星球 继续向前 各星球内部的战舰 已经全部进入战备状态 紧急起飞 各星球内部的兵团 集结完毕 随时可以进入战斗 第214章 战术鬼才希尔 军域看着原地不动的希尔 也是有些悲凉 对方可能就是傻大胆 或者家族距离太远 没法赶过来 看着旗下高端声 陵陆续战死 军域只能将目光盯着远处 不停骑倒对方能够及时赶到 就在这时 希尔旗下的群星 涌现出大量四级战舰 朝着前方前进 夸父 荒家族分出一支舰队 盯着此地 舰撞立即朝着希尔 前进方向 射击枚灵能压缩弹 这是警告 要是之前 希尔也就老实带着 等着战斗结束 再过去交易 现在魔 不光对方我要救下来 你们两个家族 我也要救下来 希尔看着前方发射导弹的舰队 淡淡说道 继续前进 开启录像 希尔带着群星缓缓向前 对方箭撞又是发射导弹警告 有一枚导弹 打在希尔星球内部 录制完了吗 录完了 多份 准备剪辑 士兵立即回答道 希尔淡淡说着 干掉他们 随着希尔一声令下 击艘战舰升空 朝着对方发射反物质超光速导弹 对方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导弹机中冒出一团火光 两个势力正在全力交火时 远处传来几声爆炸之声 所有生灵 星主都朝着此处望了过来 希尔在无数生灵注视下 命令战舰升空 飞在星球周围 全速朝着前方前进 对方看现几方战舰被击落 击之宇宙战舰就调转方向 想朝着希尔发动攻击 还没有等对方发射 希尔旗下的舰队 已经发动攻击 一枚枚超光速导弹 朝着前方各处全力开头 尖星炮已经升级反物质尖星炮 这是四级战舰的主武器 威力巨大 瞄准敌军最大的战舰 悍然发动攻击 成功将对方击毁 位于背后的荒看着此地露出愤怒之色 本就损失惨重 又来个添乱的 要是没有拿下兵严足 这场战斗就是以惨败收场 亏大了 夸腹但是有些疑惑 看着发动攻击的前方说道 情况有些不对 这个家族好像是蓝星家族 慌转头看着夸腹 蓝星家族 听着耳熟 就是那个人族 突然消失的家族 怎么又回来了 慌不耐烦地说着 那又能怎么样 对方就是绿星 现在也得拿下兵严足 不然我们这场行动算什么 搞笑吗 夸腹知道 这个道理 现在他也是不得不打 没有吃下对方 这场战斗 那就亏到姥姥家了 但看着远处的希尔 又看着慌慎重地说道 我知道 但这个蓝星家族特殊 对方有超越 玄仙境以上的修饰 还不止一个 慌站了起来 看着远处 神色阴晴不定 现在用一个词来形容 那就是闹星 本来想占便宜 就没有占到 反而惹了一身骚 现在又出现变化 让他心烦意乱 慌盯着夸腹一字一顿说 来不及了 现在退了 我们几亿年也缓不过来 很可能沦为其他家族附属 现在只能快速拿下兵炎族 划分完毕 咱们迅速迁移 这个蓝星 还能去宇宙追击我们吗 而且 对方突然加入战斗 你不觉得奇怪吗 夸腹略有所思 也是 刚开始对方不动 就是看着 突然加入战斗 应该是想救援兵炎族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 对方之前并不认识 刚达成一致 慌点了点头 对 蓝星此处 只有百颗星球 却敢参加战争 说明利益足够大 才能让蓝星不顾一切帮助他 夸腹缓缓说道 此家族财富惊人啊 蓝星家族离这里应该很远 对方应该在拖延时间 在对方大部队赶来之前 吞下兵炎族 灭掉蓝星这个战斗群 我们离开此地 即使碰见对方家族 我们也声称没看过 两人对视一眼 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心中有了决定 两个家族联军看 线希尔发动攻击 部分战舰纷纷朝着希尔星球攻击 希尔战舰上浮现一层层正 反物质防护罩 禁卫炮也是不停喷射光束 将对方攻击拦下 是否有反物质武器 是衡量家族底蕴的标志 反物质作为推进能量 要比灵能将太多 威力大 重量轻 速度快 军域看希尔发动攻击 机动坏了 尤其看到武器如此先进 紧紧盯着远处 夸 荒两个家族派出大量战舰 兵团朝着此处飞来 在对方看到 这是找死 武器再先进 你也只有99颗星球而已 希尔剑撞 也不客气 指挥战舰火力全开 位于战舰家板上的武器口 缓缓打开 一枚枚反物质导弹露出尖尖 随着星主命令 快速升空 在空中停留片刻 朝着目标飞去 这是超越光速的导弹 速度极快 对方还没有来得极飞多远 一枚枚导弹就击中对方 在身上爆炸 一些真先进修士 施展手段防御 但导弹太多 一枚枚导弹 接二连三的攻击一点 击打在真先进修士身上 希尔凝结出巨大的身影 冷冷盯着前往说道 夸父主神 不认识老朋友了 希尔看对方没有任何回应 知道对方猜到一些问题 他为何突然打招呼 因为反物质能量有限 这东西太难提炼 蓝星也没有掌握方法 都是用奇观碎片合成的反物质 他本次出行 也没想到会发生这个事情 没有携带太多反物质能量 别看现在杀的对方片甲不留 几番下来 反物质能量已经消耗了大部分 一旦没有反物质能量 面对如此多的战舰 生灵 几方也要损失惨重 夸父 你竟敢无理由 袭击蓝星家族 莫非要宣战不成 夸父再后方也不回话 知道他是想拖延时间 命令大部队 加快进攻兵严足 至于这股蓝星小部队 简单应付就好 希尔看着对方也不上当 加快进攻兵严足 也是有些无奈 这个老狐狸 不上当啊 希尔想了想 吩咐了下去 希尔凝结出法身 很好 既然不认识老朋友 我也没必要留守了 只见位于希尔星球内部的导弹井 缓缓展开 99颗长达70公里的巨大战略级死神导弹 缓缓升空 这是对战虫族之时 使用的镇族之宝 被张扬命名为死神 它是蓝星最恐怖的战略级科技武器 绝对的家族抵御 死神导弹 完全有反物质能量作为动力 威力强大 特别适合群攻 死神导弹缓缓升到天空 速度很慢 升到天空后 导弹竖了起来 99颗死神导弹动作整齐 同时竖了起来 每颗死神导弹长达70多公里 相当的夸张 只见一颗导弹舱门缓缓打开 露出几万枚长达5米的巡航超光速导弹 对方所有生灵感绝浑身颤里 尽管还在和冰岩族作战 却能清晰看到远处宇宙的庞然大物 军狱也是咽了口唾液 这到底是什么家族 太社会了 希尔再次凝聚出法身 看着前方缓缓说道 停不停 看来 你们是给脸不要脸了 见到对方还是没有回应 希尔命令道 射几个 让老朋友看看威力 别说咱们不留情面 远处 夸父家族一个真仙急修士 正和冰岩族战斗 双方打得异常激烈 有些势均力敌 只听借远处传来破空声 石鱼梅巡航超光速导弹 快速朝着他飞了过来 作为真仙急修士 自然能够感受到危险 他全力一击 打退身前的战士 就想朝着一边撤退 导弹速度太快 瞬间静在咫尺 他拿出法宝 想要摧毁导弹 却发现导弹快速改变方位 躲开这一击 在远处停了下来 十余枚导弹 在不同方位诡异地停了下来 就像活着一样 紧紧盯着他 冰岩族真仙急修士冲了过来 两人再次打了起来 血族的修士却不时地看着远处的导弹 有些心不在焉 这玩意挺吓人 就在血族和冰岩族战斗之时 血族露出一个破绽 远处悬停在空中的导弹 迅速击中血族修士 导弹前方很尖锐 由于速度太快 狠狠扎在血族身体里 瞬间发生爆炸 血族吐了一口鲜血 受了重伤 看着导弹露出惊恐之色 这东西速度太快 看着血族修士受了重伤 冰岩族修士就想乘胜追击 血族只能朝着后方缓慢撤退 远处瞬间飞过来几枚导弹 狠狠扎在血族修士身体里 瞬间爆炸 轰轰轰轰 几声巨响传来 贯穿血族的导弹爆炸开来 一个真仙急修士被炸得肉身粉碎 只剩下这个血族仙魂 疯狂逃跑 只用了区区五枚 就击杀一个血族真仙的肉体 让其失去战斗力 在场的两百多个真仙急修士 望着远处几十万枚导弹 完全失去了战斗的意志 停留在宇宙的剩余五枚导弹 快速击中五个血族杜杰气修士 随着几声爆炸 杜杰气修士彻底消散在天地之间 在场的所有生灵都被吓傻了 战役全无 呆呆看着远处的死神 希尔看着远处安静的现场 挥了一下手 又飞出去十枚巡航光速反物质导弹 导弹在不同地方 任凭对方如何闪躲 也能精准计中目标 过一会 希尔拿出一个凳子 嚣张地坐在上面 手一挥就射出去十枚 挥两下就射出去二十枚 夸父望着前方 终于忍不住了 再打一会 两个家族杜杰气以上修士 全被击杀 那就不用完了 一个四级家族 最高修为是大成气 这笔被人奴役都残忍 家族就彻底废了 夸父凝聚出法身 看着希尔说 我们谈谈吧 希尔没有理睬 还是挥了挥手 又飞出去师妹 挥手 挥手 再挥手 玩得不亦乐乎 夸父露出一丝怒涩 随即淡笑道 火消了吧 谈谈吧 战斗下去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希尔还想装逼 手刚要挥出去 意志中传来一声 老大 别装X了 反物质导弹已经用没了 再发就露线了 希尔刚挥出一半的手 握成拳头站了起来 手背在后方 面露沧桑之色说着 哎 老朋友你可算想起我来了 那就谈谈吧 第215章 孙子兵法 演技 希尔望着远处的夸父 也不说话 就是看着对方 自重重足战役后 主神大人下令 在每个附属星球 都要部署一颗死神导弹 死神导弹弹长70公里 满载35000枚超越光速巡航导弹 每颗导弹长5米 内部装了20克正反物质 导弹由特殊材料制造 异常坚硬 在正反物质的推进下 速度可以超越光速 内部搭载特殊巡航芯片智能程序 可以自动锁定 识别攻击目标实力 在最短时间做出判断 可以说 每枚死神导弹 都有自己的想法 根据你的实时状态 调整攻击方式 导弹前端尖锐 利用超越光速的速度提供动能 瞬间贯穿敌人 再由内部芯片实时调整 以达到最大威力 死神导弹 算是蓝星目前最高端 最顶级的科技武器 科技B竟有重点研究方向 结合宇宙形式 张扬将导弹列为 蓝星今后发展重点 如何让导弹威力更大 更快 更准就是当前科学家 最重要的研究方向 如果有一日 导弹可以从蓝星发射 打击到其他宇宙 精准命中目标 威力可以击杀圣人 那时候的蓝星 估计就是当之无愧的宇宙霸主 到时候 静可攻 退可守 拯救魔神 还不是小菜一碟 但目前的资源 科技水平有限 导弹内部的芯片不是问题 材料不是问题 最难的就是动能燃料 也就是正反物质的提取问题 因为正反物质 能源有限 只有外出任务的新主 才会装载部分 反物质导弹 这次出行 希尔申请了百枚 以防万一 还真用上了 当然 身后的99枚 70公里长的死神级导弹 里面装载的导弹 都是真的 都可以发射 威力也很强 就是里面的能量 不是正反物质 里面装载的是灵能 经过测试 可以对大成7造成威胁 发射多了 也可以击杀 对度节气的修饰 造成的伤害极小 主要是灵能作为燃料 速度太慢 根本打不到 度节气及以上的修饰 还没有到身前 就被打爆了 在如此多的数量面前 可以对敌人造成很大伤害 但敌人太多 一旦让对方发现 疯狂进攻之下 容易翻车 99颗星球 都容易被扣下 希尔即使想跑 都跑不了 因为他 在上报之后 已经对夸父家族 荒家族宣战 防止对方谈判 同时对于兵炎族 也进行了宣战 别就完了 再跑了 夸父看着希尔 略有一丝歉意说道 抱歉抱歉 吴陷入沉睡 所有事情 都是手下在管里 感受到老友气息 刚苏醒过来 夸父说完 感知一下 面色大变 立即叫过来 一个新主训斥道 吴沉睡之后 你都做了什么 为何对人家宣战 为何对我朋友宣战 这个新主惭愧地说道 都是我的错误 寿命将至 我有些急了 我只是联合荒家族 一起围攻这个兵炎族 想要吞噬对方 晋升四级新主 但确实是我的错误 没有管教好手下 导致双方起了冲突 后来我发现 对方是您曾经的朋友 已经尽量规避对方 不敢起冲突 学 夸父怒斥一声 还敢狡辩 他心神一动 这个新主发出惨叫 浑身颤礼 哼 夸父看着希尔歉意说道 真的抱歉 都是手下做的 你这边有啥损失 我都承担了 谁让咱们都是朋友呢 希尔笑呵呵地 看着对方演戏 谁说神 就高傲自大 悟空一切了 这演得多好 面子也给了 责任也推了 还整得你 挺不好意思 这边慢条斯理地道着歉 那边两个家族不顾一切 自杀是袭击冰岩族 就是想尽快拿下对方 对于这种行为 希尔想起主神大人 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看着夸父拍了怕手说 溜 你真溜 你这操作真秀 秀我一脸 希尔指着前方说道 这个冰岩族 是我蓝星的朋友 还请老友放他一马 如何 夸父点了点头 笑着说 当然没问题 都是朋友 夸父看着手下挨打的新主 冷声说 立即让手下停止进攻 咱们不打了 我得给我朋友个面子 这个新主 立即抱着夸父的腿 哀嚎道 这可不行 咱们已经打了几年了 损失惨重 元气大伤 还有荒家族也在战斗着 他们也是损失惨重 咱们这一撤退 荒家族也废了 荒也是您的老朋友啊 而且这样整 咱们这队伍没法带了 兄弟们有意见 他话音刚落 身后凝聚几千个新主 叽叽喳喳的 也是一顿说 夸父听了后 只能长叹一口气 看着希尔说道 你也看到了 不是我不想 现在的家族 我管理不了 希尔哈哈大笑 这个夸父是个人才 他还从未见过 如此类型的新主 不过 要真是一般的新主 看到对方如此态度 估计也就退让了 人家面子给得足足的 你还好意思对人家动武吗 可惜 希尔不一般 希尔刚想说点什么 意志中得到指令 面露喜色 将此处的宇宙座 标发给家族 看着夸父说道 你还真是个人才 按照主神大人来说 啥样的将军 带啥样的兵 今天这事 要是其他新主 可能也就退让了 但是 你用的计谋太老套了 我推荐你看看孙子兵法 夸父看着对方油盐不尽 也是感觉到难缠 只能让旗下新名在家把劲 尽快拿走对方 夸父这样聊天 也是在拖延时间 在聊天之时 手下可还在疯狂进攻 对方已经出现溃败之势 只要能拖延时间 夸父也不建议和对方扯一会 夸父笑着问道 哦 孙子兵法是何物 希尔心神一动 手下兵团 舰队朝着前方 发起了猛烈进攻 希尔看着夸父脸色微怒 你在拖延时间 我又何尝不是呢 你是个人才 等你加入蓝星家族 我再叫你 什么叫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很厉害的 蓝星一个卖鱼的凡人 一路逆袭 现在已经修炼道度节气 很励志 哦 对了 你的演技还行 手下演技太差了 还得看看演员的自我修养 希尔又扯了机具 指了指被包围的冰年族说道 看 飞机 第216章 投降 只见两人交谈之际 军狱已经得到希尔的指令 让旗下星球调整位置 留出地方 两个家族宣战之后 不是无法动弹 还是不能间隔太远而已 希尔一边和夸父扯淡 一边和军狱交流 让对方调整星球位置坐标 同时提供精准坐标点给他 坐标精准到什么程度 随着希尔一指 夸父也感觉到了 位于后方的荒野感觉到了 两人都是脸色苍白 只见冰岩族每颗星球周围空间 发出荧光 空间能量闪动 军狱已经提前给星明夏 达过命令 让他们不要慌 坚持住 援军马上就到 随着荧光闪耀 一颗颗星球降落在此地 整整两千克 星球没有丝毫偏移地 停留在指定坐标上 星球内部大军 舰队已精准备完毕 星球降临之后 卡罗斯凝聚出法身大声说 呵呵 打得挺热闹 不用打了 马上都是一家人了 给我上 随着卡罗斯一声令下 大军开动 战舰朝着各处飞去 二朵白云漂浮在宇宙之中 每一朵白云之前 站着十万天兵天将 还有天罡 地煞108星军 都是真仙境界 领头的大将 正是青龙星军 也是四大元帅之一的官帝军 官帝军站在万丈青龙之上 指着前方 表情肃穆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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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声震天吼的声音 冲破云霄 大军朝着前方厮杀过去 位于各星球内部的军团 都是元英七 化神七 领头将军适度节七 组成军阵 向前冲杀了过去 星际战舰火力全开 死神导弹升空 速度飞快 这就是货真价实的正反物质导弹了 卡罗斯出来之时 张扬告诉他 万事不可大意 小心使得万年传 反派死于话多 狮子薄兔 易用全力 另外 多看看人族的奇门遁甲 三十六计 孙子兵法 对于新主同样适用 所以 卡罗斯出山第一站 必然得打响 打好 打赢 卡罗斯路头之后 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火力全开 没有丝毫留守 军狱看呆了 这家族也太猛了吧 家族实力很强 科技厉害 个人武力也很厉害 他看到各处战斗 心里的石头总算是落下了 军狱降下意志 命令手下全力以赴 狠狠地打 MD 憋屈死了 花复看着战局转变 也是愤怒不已 看着希尔怒吼道 蓝星就是这样对待朋友的 希尔满脸歉意地说道 不是 应该是这样对待的 希尔带着群星 朝着前方飞去 位于天空的死神导弹 同时开火 三百多万枚巡航导弹 朝着夸腹家族各星球内部飞去 密密麻麻的导弹 宛如金属风暴一般 在宇宙交织着 朝着各处目标飞去 之前两个家族围攻兵沿足 修士都在前方战斗 后方因为 只有希尔百颗星球 自然没有太在意 现在好了 完全空了出来 夸腹面色大变 现在已精损失惨重 这三百万颗反物质导弹 又在他星球内部爆炸 夸腹家族 今后真的不用发展了 希尔看着夸腹说道 投降吧 加入蓝星家族 换个老大罩着你 你自己发展得太差了 蓝星有私人领地 有星河城强保护 内部有几十个四级家族了 实力相差太大 你再看看周围 你没有一丝机会 等这些导弹落在你家族内部 夸家族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一会想投降 蓝星家族也不接受 包括你在内 所有星主都得死 场上星球是四千对八千 夸 荒家族从数量上来说还占优势 但要是就靠数量取胜的话 也就不用发展科技了 而且双方厮杀太久 都是疲惫之师 顶级修士 科技 蓝星家族明显强于对方 夸腹看着越来越近的金属风暴 又看了看远处厮杀的大军 有些颓废地望着宇宙 多年努力终成空 按照之前数据 一颗反物质导弹 就能灭杀杜杰期 十颗灭真仙期 他整个家族也就四十多个真仙 比荒家族还少一些 现在已经占死十二个 那密密麻麻的导弹 全部落在夸腹家族 可以说 整个家族彻底毁了 希尔见状 又加了一把火 我把导弹速度控制到最慢 这已经 是我能为你这个朋友 做的最大帮助 我给你最后十秒时间 希尔不管不顾地开始导技时 速度很慢 一零年三月二日 夸腹器的喘着粗气 九点八点七呢 我服了 投降了 希尔听见夸腹说话 露出笑容 心里暗道 人族的书 真不白看 这也是张扬为他们 培训的结果 如今检验了学习成果 张扬在第三十六中天 开个班 偶尔就让人族的一些 顶尖兵法大家 战略家 心理学家 甚至释凡人影帝 对新主们展开一场培训 这些被请上来的人族修士 还以为是做了场梦 因为新主都化为人形 他们根本不知道前方坐着的都是新主 被请上来的正是人的天魂 人族有三魂七魄 三魂分为天魂 地魂 命魂 人族死亡后 天魂入天界 地魂入地府投胎转世 命魂留在坟里 也是留存在世界的鬼魂 言归正传 夸腹根本不知道 面前这些导弹 很多都是灵能谈 还有一点 他也不知道 蓝星到底有多少四级新主 要是真有四十多个 他还死赶着 那就真的是找死了 为何新主总是投降 显得像是没有骨气似的 实际上 骨气没有任何用 这些新主即使投降了 也还是四级新主 还是永远活着 而且 加入一个实力强劲的家族 并不是一个坏事 所以 大家都不抗拒投降 只有小部分是比教义类的 就像这个军狱一样 死战不退 给两个家族造成很大麻烦 如果换个四级家族 自身只有两千克 有可能在被八千星球包围时 就已经投降 加入对方了 因为打得没意义 蓝星不来 兵严族必败 别的新主可能活 但军狱必死无疑 可能也是因为这样 军狱才能从困境走出 成为一个四级新主 又毅然决然地逃离本星系 来到了银河系吧 随着夸腹家族投降 荒家族也不敢再坚持 也选择了投降 蓝星再次扩张 近八千颗星球加入蓝星家族 还有两个四级新主 还有大量财富 可谓是大获全胜 就连发射出去的导弹 也被收了回来 导弹就像无人机一样 只要有能源 可以一箭返回 当然 修士得去接应一下 将导弹放置安稳 希尔暗想 等夸腹培训后 知道这些导弹都是灵能潭 家族只有一个四级新主 不知道是何表情 随着战斗落下帷幕 希尔朝着冰岩族飞去 该办正事了 第217章 布局 希尔看着战斗结束 带着群星 朝着军狱所在位置飞去 军狱看着战斗结束 再看看自己家族损失惨重 知道的休整一段时间了 同时对于蓝星家族也很好奇 如果可以他想过去交个朋友 要是能建立盟友关系 那就更好了 至于对方为何对他宣战 他心里很清楚 是怕他跑了 当然 前提是 对方没想吞并他 宣战之后 在宇宙法则数覆下 两个势力相互不能间隔太远 即使有千星令 也得解除战斗状态后 才能使用 冰岩族每颗星球周围 都有一颗蓝星家族星球 可以说 拿捏得死死的 真想要吞并冰岩族 他就是奋起反抗 也抵抗不了多长时间 目前一万对二千 冰岩族还都是残兵败将 毫无胜算可言 想象中的狂风暴雨 并没有袭来 军狱知道 算是渡过难关了 看着希尔朝着此处飞来 军狱没有废话 军狱请求和您进行交易 是否同意 希尔在飞过来的路上 听到弹窗 直接选择同意 心里却暗暗赞叹 还挺上道的 先把资源给我 才能更好地谈 不然一切都是免谈 甚至要是希尔主 动开口要了 对方再给 那又不一样了 军狱虽然不是银河系的 无法进入平台内部购物 拍卖 上架 但是最基础的交易 通讯宇宙统一 还是可以使用的 通过交易 20万点神元 137枚器官碎片 被转移了过来 这就不需要希尔 再转给张阳了 交易的账号 也是蓝星家族对公账户 统一接收家族内部的资源 在海量神元 碎片入账后 希尔心里 长输了一口气 就在资源入库以后 他的意志中传来一声 钱的不错 尽快带居运回基地 以后让对方帮助我们 收集资源 可以结盟 回来就担任大队长吧 希尔大写 立即回应 谢主神大人 我为家族战今生 听着没有回应 希尔美滋滋地 朝着前方飞去 晋升大队长 可以统领 一千颗三级附属星球 内部这把大队长 叫做四级星主候选人 目前蓝星算上他 也只有四位大队长 不对 是三位 卡罗斯已精进 升到四级星主 不再占用名额 蓝星的大队长希尔 蛮黄 秋雪三位 另外两位 估计很快就能晋升四级星主 为家族镇守一方 然后 就要轮到他了 晋升四级星主啊 他之前想都不敢想 蓝星家族天网内部 连续弹了三个弹窗 希尔维家族 做出巨大贡献 晋升为大队长 这是标题 下面附着详细的贡献说明 让所有星主 心明知道 又有一位大队长诞生了 希尔意志中 顿时传来很多祝福的声音 他一一回复 这让他非常满足 这种模式 也是张扬在银河系首创 谁说星主就不需要认可感 虚荣感 凡是维家族 做出巨大贡献的星主 星明都会得到弹窗一次 弹窗的范围不同 有各界的 专属星主的 像星主板块 大队长 中队长 小队长会 有业绩排名 予以攻势 天庭 地府 人界 科技界也是一样 考核 奖励 惩罚 这个就像报纸一样 让大家了解一些事情 希尔和军域碰面后 简单客气了几句 带着兵严族 朝着蓝星方向飞去 希尔和卡罗斯客气了击句 相互恭喜一番 也就结束了 两人之前并不熟悉 希尔是蛮黄旗下的中队长 和卡罗斯对不上话 差了一个阶级 现在能客气地聊天 也是因为 希尔刚进升为大队长 卡罗斯已经分封出去 想象当于全资子公司一般 虽然还是蓝星家族旗下 统一使用天网平台 但有了自己独立运营的资格 自成一套体系 但卡罗斯家族的命运 还是掌控在张扬手里 让他干啥就得干啥 每年需要上交总收益的30% 给蓝星家族 向紧缺的物资 必须无条件送回蓝星家族 例如奇观碎片 甚至遇到困难 还得请求家族援助 拨款等等 简单来说 就是集团和全资子公司的关系 不同的是 没有股权纠纷 都是听命于张扬 他们永远无法离职 生死掌控在集团手里 集团就是家族 家族就是张扬的 卡罗斯就驻守在交战的地方 从此以后 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基本盘 他要在这里扎根 他需要捕捉星星球 收集财富 材料 发展家族 壮大卡罗斯家族 美国万年都有家族考核的 表现太差 也可能被降回三级新主 所以还需要努力 至于另外两个刚加入蓝星家族的四级新主 他们也得到通知 前往两个做标点 和卡罗斯家族互成脊脚之势 相互有个照应 两个新加入的四级家族 因为刚刚作战 损失惨重 还需要调养生息 他们相比卡罗斯家族 更接近蓝星大本营位置 三个家族相互间隔三十万光年后 开始朝着周围分散 按照蓝星家族要求 实施三三制度 相信经过百年调整 附近这百万光年区域 将被蓝星家族统治 再次组成一个密不透风的星级大网 大网和蓝星领地接壤后 借助奴役契约力量 星主可以瞬间出现在百万光年之外的区域 随着时间推移 大网范围越来越广 家族势力越来越大 家族声望也就越来越小 当提起蓝星家族 大部分星主 星明都知道 甚至其他星系都听过蓝星家族之时 宇宙意志估计也会认可蓝星家族 掌管银河系也就顺水推舟了 被宇宙意志认可 被元老会认可 晋升五级星主 掌控整个银河系 这是所有四级星主的努力方向 不光张扬在布局 其他四级星主也在布局 尤其是有领地的四级家族 早晚会因为领的问题 爆发冲突 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私人领地有大 有小 张扬得到的0786领地 只是小型领地 还有中型 大型 超大型领地 领地越大 可以诞生的星主越多 家族实力提升的也就越快 领地虽然被赐予蓝星家族了 但张扬也要接受考核的 考核内容就是击沙外宇宙生灵 为本宇宙做贡献 家族之间也有排行榜 排名 这也是传播家族声望的一个重要手段 想当五级星主 统治银河系 不能取巧 只能靠硬实力去争夺家族声望 当家族名震星系 才能众望所归 所以 要争 每一步都要争 一步落后 就再也没有机会晋升五级星主 夸父 荒家族 星主数量还可以 缺的基数很小 相信再过一段时间 蓝星家族又可以多两个四级星主 他们的晋升决定权 以晋转一道蓝星家族 甚至在他们被奴役之后 已经被元老汇 提出四级星主群 群里都是独立的家族 被奴役之后 是无法在里面的 在被奴役后 他们的平台已经被张扬关闭 同意接入蓝星的天网平台 转眼间 时间过去了200年之久 三个家族终于调整完毕 顺利和蓝星07860的接壤 歇尔和军玉家族 也终于来到了07860地外围 他们没有独自飞行 而是跟着两个四级家族调整 慢慢前进 在这两百年里 歇尔也在不停为他们讲解蓝星的制度 培训 歇尔也真是个人才 和这些新加入蓝星的 星主们处得很好 不亏被称为八面玲珑的歇尔 第218章 土地升级 谈判 与此同时 张扬将拿到的资源 开始利用了起来 待在空间里 永远是物品 先是拿出百枚奇观碎片 将因曹地府奇观进行升级 随着金光闪闪 因曹地府升级为三星奇观 在地府升级瞬间 地府所有建筑 冒出大量黑色鬼气 整个地界鬼气浓度上升 位于地府的鬼族发 出兴奋的鬼叫 诡异的声音响彻地府 有些甚人 地府所有阴神 感觉自己修炼速度提升了一倍 功德加持比例 也得到了提升 随着地府升级 奇观下面出现一行字 人族星球 可创建地府分府 每座分府行政等 集上限为十电言逻辑 主地府年初里万亿生灵投胎 分府年初里百亿生灵 三星地府分府上限为十万座 每个分府需要一百点神源具现 张扬看着上限 只有十万座 有些皱眉 数量太少了 从目前来看 还真不能每颗附属星球一座地府 这样分配下来 数量远远不够 只要万年时间 地府分府名额就没有了 这样以来 只能几颗或者几十颗人族星球 共用一个地府 多设立城皇庙 土地庙 阴差定点带走鬼魂审判 蓝星能够处理万亿生灵 还真是意外之喜 看来蓝星地府 还得再次扩大 随着时间推移 所有其他种族星球 都要被分封出去 领地内部 只留下最有潜力的人族星球即可 不管未来如何发展 这个地方都得是人族大本营 通过此地 前往其他领地 区域 张扬可以通过意志 降临在蓝星所有附属 星球之内 整个家族笼罩的地盘 都是张扬的后花园 刚到手大量神源点 先给地府存 五万点神源 作为地府发展基金 剩余的神源点 张扬购买了大量强化卷 对于天庭的土地进行强化 直接强化到初级仙土 一时间 天界的仙气浓度再次提升 所有生灵修炼速度得到提升 能够自我产生仙气的天界 才算是名副其实仙境 天界土地强化后 位于天界的天庭 佛门 科技界 灵界浓度都将提升 但身后的仙气 被各界建筑吸收 十里月降的修饰 自然可以吸收更多的仙气 这就导致天界各势力 纬度仙气浓度不同 天界提升后 张扬对人界土地进行一次升级 地府土地进行二次升级 钱没有白花的 土地升级后 天地人三界升 灵修炼速度将得到提升 张扬暗想 要是哪颗一级文明星球内的人族 穿越到蓝星天庭 哪怕是待上机秒 回去后直接无敌了 灵气也好 仙气也罢 都可以强化万物 经过缓缓半天时间 神源点全部消耗完毕 赚钱容易 花钱更容易 领地内部每天的能源流水 都是天文数字 新名 新主购物 宇宙补贴 每时每刻都有大量能源点进账 购义一能源点 就自动转换为神源点 等张扬将一切安排完毕 希尔等人终于到达领地附近 军域离得老远 就看献雄伟壮观的星河长城 几万丈的长城 上面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武器 上面站着大量统一制式装备的天兵 修饰巡逻 看到群星归位 巡逻天兵立即停了下来 动作整齐划一 近这里 那是相当有意识感 群星划过星河长城上空 回到各自属地 军域整个家族已经停留在外面 只有军域一颗星球 跟着希尔等星球 进入岭的内部 等待一切事物处理完毕后 终于安定了下来 军域忐忑地等待了几天 希尔找到了他 希尔笑着说 走吧 主神大人在第36重天等你 军域有些紧张 希尔倒是很轻松 毕竟和主神大人相处过一段时间 知道主神大人很和蔼 两人来到36重天后 整个天地风景优美 苗语花香 一个古色古香的小亭子 屹立在湖泊中间 军域入乡随俗 也接受了积天人族文化熏陶 化为人形 跟在希尔后面 军域看见张扬立即说 见过道友 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张扬挥了挥手 笑着说道 坐下聊 不用客气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基本都是张扬在听 听对方讲述悲惨的命运 听到万界商会 张扬有一丝奇怪 这听着 咋这磨向人族银行呢 其他文明也有银行 张扬也没有多问 却暗自将这个组织寄了下来 对方处于另一个星系 离张扬太过遥远 当前工作重点 还是晋升五级新主 掌控银河系 当张扬有了一个星系 作为领地 无论对抗议族 还是自保 都更有把握一些 正所卫兵来江党 水来土掩 我只管努力 剩下交给天意 当灾难来临之时 我已经进行最大的努力 我不曾后悔 这就足够了 张扬听到对方 讲述完自己的经历 笑着说道 今日叫你过来 也是想达成一个合作 军狱立即站了起来 严肃说道 您是我的恩人 按照人族来说 滴水之恩 荡永泉相报 张扬笑着点了点头 老伙计学得还挺快 看来没少学习人族文化 张扬笑着说 蓝星家族 还是一个新家族 还需要努力 我需要你帮忙售卖一些物品 给予你提成 同时也要你帮我收集宇宙奇观碎片 数量不限 越多越好 你种族的灵珠 我非常感兴趣 也一起谈了吧 你不用多想 该怎么卖 就怎么卖 多给我优惠一点就行了 张扬说完 又看着希尔 这个事情就交给你谈了 最后上报 我审批一下就行 你带军狱 在蓝星家族好好转转 我先走了 就可以 军狱犹豫片刻 还是忍不住说 道友 能否结盟 张扬笑了笑 不急 等你了解完蓝星 谈判结束后 再研究这个事情也不迟 张扬说完 瞬间消失在原地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军狱留在蓝星家族 跟着希尔四处观察 将一些产品列入清单 最后展开谈判 整个家族都在忙碌 张扬也不例外 他将刚加入到蓝星的近八千个新主 召集到了第三十六重天 转念一想 最后将所有新主召集到蓝星 一起开个大会 第219章 诉苦大会 张扬看着下面 一万三千多个新主 也是颇有感触 这一路走来 终于取得一点成就 这一万多个新主 代表着无数生灵 这些生灵被蓝星家族统治着 张扬也没有长篇大论 讲解一下蓝星家族政策 优惠 把好处都讲解了一遍 随即就消散在原地 剩下的具体政策 就得由夸克进行讲解 夸克还是那副牛头人形象 从后方缓缓走上前方 其他新主还好 夸父家族认识夸克的 以及夸父本人瞪大了眼睛 相互之间面面相去 露出不敢置信的表情 这个世界变化这模块吗 夸克走到前面 看着下面一万多个新主 也是颇有感触地说道 人多了不少啊 希尔大声喊道 这都得归功于主神大人领导友方 夸克大人管理友方 蓝星才能发展的这模块 下面老新主哈哈大笑 跟着起哄 要是之前 希尔这样整 别的新主都认为他是哗众取宠 出风头 现在打了这模漂亮的仗 可以说 新加入蓝星的近八千新主 带回来的资源 都和希尔有关 这就是各家族即使资源相同 发展却不同的根本原因 要看新主 看新名 如果换个新主前来 可能就没有这场胜利 他可能耐心等待 或者不敢上前作战 结果都会发生改变 这和带兵打仗是一样的道理 一将无能 累死三军 夸克看着下方的夸父 还微微点头一下 他环视一圈说道 在场有老朋友 也有新加入蓝星家族的朋友 大家掌声欢 迎新朋友加入 老新主噼里啪啦地拍着手 现场掌声雷动 新新主有些莫名其妙 却敢决定有面子 这是欢迎他们的意思 老新主就不说了 新新主 相信大家有些恐惧 有些担忧 这都是正常的 下面我说下家族制度 当听到夸克说道 新加入蓝星家族的新主 三百亿年之后 可以无条件解除合作契约后 现场掌声雷动 当夸克讲解道 家族有九十万科医 二级新主等待晋升三级文明 三级新主经过评审 可以进行认领低级文明 并入个人旗下 可以说 每个新主都有机会晋升四级新主 现场掌声更激烈了 夸克又让希尔 进行讲解个人经历 希尔进行了一场诉苦大会 讲解自己被俘虏之后 家族对他多么好 晋升多么快 现在已经统领一千科三级新主 是蓝星家族现存的三个大对偿之一 相信在很短时间内 他就可以晋升四级新主 在加入蓝星之前 自己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三级新主 讲解自己的沉痛经历 东躲西藏等等 在希尔生情并茂的讲解下 这些新加入蓝星的近八千新主 感同身受 现场热闹了起来 在老新主的热情招待下 新老新主打成一片 宛如兄弟一般 大会结束后 夸克找到夸父 慌两位四级新主 还没有等夸父说话 夸克激动地说道 主神大人 我好想你啊 夸父猛逼了 呜呜呜 我好怀念曾经在您庇护下 是多么的幸福 离开您之后 我才知道 一个新主成长是多么艰辛 经过夸克一顿白话 夸父也是颇有感触地说道 哎 辛苦了 都怪我没有能力庇护你 让你 夸父还没有说完 就被夸克打断 没有这段经历 我也不能成长到今天 我不怪你 老林导 你放心 在蓝星家族 还是能说上话的 不会让你受委屈 你还当你的四级新主 有问题尽管找我 这话说出来 给夸父感动的 值后悔 不听道歉 一旁的荒听明白了 感情两新主之前还认识 还是夸父的手下 连忙过来套近乎 三个新主聊了起来 经过夸克一番交流 两个新主总算是安心了 夸克带他们去了一趟天庭 给接哨了一下嬴政 当得知这个新名 管理整个家族 所有生灵之后 也是连生客气 因为除了新主 自己花钱购买物资外 想从家族调集兵马 物资 都要嬴政说了算 说白了 在蓝星 嬴政就是张扬的白手套 完全可以代表 张扬调集一切资源 张扬只会管理大事 剩下的事情 都得嬴政管理 所以 不管三级新主也好 四级新主 也罢总的 有事情求助家族帮忙 也就是求到嬴政 例如需要一些武器 请求派遣一个金仙级帮忙 甚至请求嬴政帮忙 刚才制度不是也说了吗 四级新主之间也有考核 一直垫底 很有可能被罢免 夸夫可知道 这人一巴掌 可以灭掉一颗星球 也是连生叫着道友 其实 不管新主也好 新名也罢 都是看实力的 嬴政自身是准圣 能调动八位准圣 谁来了 也得叫生道友 就靠着自己一人 一巴掌可以灭掉一颗三级星球 所以 他也不恐惧新主 新主也是一种生灵 意志形态不同罢了 新名随着修炼 除了对孕育自己的主神特别尊敬 对待其他新主 也就和同族莫杀区别 公事公办 所以 这个宇宙 还是看实力说话的 经过这一圈组合拳 这些新主不能 说把蓝星当作家 但也有了一定归属感 这就是制度带来的好处 一个好的制度 可以让家族 尽可能地存活更久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制度 才是维持势力运转的根本 对于天庭发生的事情 张扬料如指掌 这个诉苦大会 也是他叫给两人的 从目前来看 效果不错 处理完家族内部的事情后 张扬来到了01号星球 从开启平台权 现到现在 人族已惊弹 升了200多年 这些人族新主 不停往返天网平台 他们各有机缘 购买的物品方向也不同 导致星球内部发展进程 出现了差异 目前还是星球内部的争斗 等过一阵子 张扬也要开始新功能 让各星球之间相互竞争 这重重温人族崛起的过程 让张扬颇为满足 当初忙于晋升文明等级 哪有心思 好好观测人族发展进程 到了张扬这种境界 就要忙于家族管理 及拾掉整部合理的地方 让家族变得更强 对了 回头还得在各处安排 地府吩咐 这个事情交给嬴政就行 这个倒是和人间的皇帝挺像 每天都要处理各种问题 无论是内政 还是外部战争 随着张扬的干预 家族越来越好 这也是一种幸福 第220章 人族星球的发展 蓝星自从有了领地后 家族实力日新月异 每天都在变强 短短200年时间 诞生了15000多颗人族文明星球 人是最复杂的生物 明智未开始 一切还是很好控制的 随着文明发展 人心也变得复杂起来 蓝星是整个宇宙最特殊的一颗星球 张扬也是最特殊的那个星主 其他人族星主 虽然也是以穿越者身份重生的 但他们的世界 没有洪荒 没有国外 没有蓝星之前有的一切背景 他们没有各个民族、种族、国内、国外等等一切因素 他们所知的历史 就是人族现在的历史 从他们出生之时 整个星球就是只有人族 统一的历史 统一的语言 文化 不停心战 晋升文明 修真 修仙 科技爆炸 动物成精等等历史 甚至重生的他们 随机生成的人族身份不同的 职业不同 接触的知识领域不同 成长经历不同 性格不同 有的人族身份压根就不是在蓝星出生的 而是在其他星球出生 将蓝星称为祖星 各式各样的身份、文化、精力都会影响到星球演变的进程 再加上平台各种机缘 一级、二级、三级、甚至四级星主都处于一个平台 可以相互交流 得到不同文明的物资 还有一点 天庭、地府、佛门、科技界、灵界都会干涉低级文明发展 这其中又有无限变化 天书星 张扬一旅一时降临在天书星 天书星也就是之前的灵妖号星球 灵妖是星球编号 天书星是叶凡起的官方名称 此时的天书星正是夜晚 大地一片漆黑 显然还没有进入到电气时代 张扬用意志扫过 整颗星球也就几百万人口 文明还处于黑铁时代 不过也有一些特殊武器、物品 张扬看到了什么? 仓库里还有一些不同时代的枪支弹药 甚至还有几条灵脉 有很多星明利用灵石强身健体 财思敏捷 力大无穷 张扬看到一些修士处于不同层次 炼皮、炼肉、炼金、炼骨 这是走的午休之路 只有全部强化一次后 才能达到脆体一品境界 力气达到千斤之力 每提升一品 力气增加一千斤 脆体竞圆满 力气高达万斤 张扬暗自点头 这就是各自机缘导致出现一些超出时代的物品 当然 科技没法超出时代太多 不然也用不了 就像给原始人一架飞机 没有相关配套 科技储备 它也用不了 工业体系发展一定是全面发展 一步一步向上 目前发展的已经很快了 从石器时代到黑铁时代 只用了二百多年时间 已经可以用日星月异来形容了 张扬看到天书星 有好几个部落首领 都是叶凡的化身在统治 甚至有几个科研大能 也是他 他在引领时代发展 张扬观察了一圈 觉得发展得还不错 就来到了另一颗星球 编号035星球 这个星主名字叫做龙傲天 性格有些傲气 自命不凡 不过对星明很好 科技也处于黑铁时期 也有几条灵脉 天地灵气浓度还可以 星明也在修炼 张扬陆续又转了一圈 有的星主得到灵脉 有的得到一些科技产品 有的得到灵气 灵丹 张扬还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那就是信仰之力 这些星主有个共同点 那就是都引导星明 建立了各位神底的神像 神庙 这些神庙有道门 也有佛门的 儒家的 科技界 灵兽界的 张扬推演了一下 有些哭笑不得 这些势力都出手了 各势力纷纷派遣修士 前往各星球拉信仰 赚取功德去了 毕竟帮助人族发展 引导星明向善 都是有功德的 也是在增加各势力自身的实力 这样下来 本星球诞生的修士 可能会对弄个势力 天生就有好感 或者受过帮助 今后修炼有成 自然会加入各宗门 这些星主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点 那就是都不得罪 各家好处通吃 谁来传交都行 你们自己派遣修士过来 顺便传下功法 资源 帮我培养星明 当然 您都得到这魔多好处了 丢点赞助 这不过分吧 没有星主选择扶持一家 显然都不想得罪人 这就导致遇到问题时 星明就会拜神拜佛 祈求帮助 这些仙佛偶尔也会现身 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显得自己很灵验 谁也不是傻子 你不帮 别人帮 信徒就信仰别的神了 也就得不到功德之力了 张扬转了一圈 发现死去的灵魂还停留在原地 有些闹鬼 甚至灵异事件发生 这就需要建立地府吩咐了 各星球人口多的也就二百多万 少的只有十几万个 建立一个地府吩咐就足够了 张扬将这个事情交给了嬴政 让他派遣地府过来勘察 看看到底建造机构分布建在哪里 建造地府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需要投资的资源很多 人员很多 首先需要由天庭派遣土地 城隍 山神职位到各星球 有人会说 这些神职不是地府的吗 其实 地府也只是天庭下属的一个机构 当然 地府属于完全自治区 自成体系 但是还得听天庭管理 十殿阎王在天庭属于五品官员 和四大员 率属于同级别 城隍属于七品 山神属于八品 土地属于九品 这需要派遣大量英神 前往各星球驻扎 也便于天庭统治 刚才提这些 只是最基础的 还有很多随之而来的问题 都需要去解决 甚至随着发展 天庭管理各行各业的神仙 都要在各星球开展部门办事处 张阳将这个想法交给了嬴政 让他去处理 最后由地府提交一个总报告就行 至于职位任命 这就不需要张阳操心了 天庭 地府会处理好一切的 正在天庭的嬴政接到通知后 立即召集地府的赤油大帝 也就是地府的殷天子 又召集了六余之一的成天效法后 土娘娘前来 后土娘娘也是某位人族先贤的化身之一 张阳处理完所有事情后 回到了第三十六重天 希尔将谈判结果交给了张阳 张阳看过之后 还是很满意的 爽快地答应结盟 张阳将得到的各等吉林珠 上架到天网系统 又将对方手机稀奇古怪的东西 通通上架到平台 又将人族的福禄 丹药 科技等特产 卖给了军狱 让他出去售卖 军狱经过这一仗 也是认识到 自己家族的武力 还是弱了一些 开始在蓝星开启了买买买模式 采购了大量武器装备 他买了大量丹药 福禄武装新名 最后告别了张阳 出去交易了 张阳看着众多星球 想起众多神佛 出手干涉文明发展 嘿嘿一笑 不是爱干涉吗 那就大点干 有竞争才能有进步吗 随着张阳大手一挥 平台弹出一条公告 连续通知了三次 整个蓝星家族沸腾了 第221章 人族星球排行榜 气韵之争 只见连续三个强制弹窗刷屏 注册天网平台的新主 新名都可以看到这条消息 邮件 标题 人族星球排行榜功能 为了蓝星家族更好的发展 现开启人族文明排行榜功能 详情见复健 众多新主得到消息后 纷纷上线查看 看着复健里的内容 恍然大悟 这个排行榜很简单 就是 人族所有一级新主 都并入一个排行榜 根据战绩进行排名 新主进行EVSE 两个阵营进行对抗 交战地图随机生成 中间有个水晶之塔 谁占领三天就算赢 战斗机制为匹配制度 由家族智脑进行平衡匹配 防止两个星球战斗力相差过大 两个势力由智脑进行评估战斗力 此数据为隐藏数据 双方均无法知道 战斗每百年为一计 决出最终名次 根据排名 获取不同奖励 奖励为能源点 还有一点气韵 功德之力 能源点大家都明白 这个一点气韵之力 是什么意思 随着继续阅读 大家明白过来 纷纷感到震惊 狂喜 胜利一次 新主可以获得一点气韵之力 气韵之力 可以增加星球气韵 让新明变得更加幸运 提高新明天赋 获得更多优先选择权 气韵之力可交易 转移给新主 新明 新明可单体享受气韵加持 也可以以势力 家族 宗门为团体 增强势力气韵 失败者气韵之力 全部转移给胜利者 诸是 一气韵增幅 只有在蓝星家族内部有效 二气韵优先选择权 同等条件下气韵高者优先晋升 三本活动一切解释权 归家族所有 众多新主议论纷纷 很快就明白此功能和用意 这是鼓励两个人族一级文明之间进行 PK 新主 新明 各文明势力 可以进行辅助 最后获得气韵点 气韵之力 这个影响太大了 说到底 气韵是一切的根本 两个三级文明 气韵高的星球 可以诞生更多天赋异禀的天才 蓝星家族统领星球 是队长制度 分为小队长 中队长 大队长 主神候选人 共四个等级制度 小队长统领33颗星球 中队长统领333颗星球 大队长统领999颗星球 主神候选人可以统领1500颗星球 蓝星家族关于职位晋升 有着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 当绩效同等条件下 气韵高的一方可以优先晋升 例如都达到主神候选人境界 气韵高的 家族可以优先分配星球 让其优先晋升四级文明 势力也是一样 例如佛门 道门 儒家也要争气韵 气韵多了 宗门才能更加兴旺 诞生更多天才 天才是一切的根本 干什么事情 你得有人 连神仙也要争 气韵 功德对于他们也很重要 可以增幅修行速度 气韵高了 可以躲避天灾 天劫等 准圣也要争 他们想晋升圣人境界 唯一缺的就是大气韵 大功德之力 帮助家族发展 帮助人族发展 当然能够获得气韵 这也是宇宙一直认可的 蓝星家族 要是有上万个圣人 精心为宇宙征战 宇宙当然认可 要知道 现在可是战争时期 宇宙随时可能被四大宇宙入侵 本宇宙一时 巴不得有厉害的角色 可以抵抗入侵 总之 随着消息传出 整个家族沸腾了 至于战斗规则 张扬还在完善 首先是做战人术 必然要有要求 不能全部都上 那样就是生死大战 起不到锻炼效果 还有一点 为了防止双方力量相差悬殊 会启动战斗平衡机制 进行干涉 要是一个文明还手持铁棍 另一个星球 由于无良星主 星明援助 出现了导弹等武器 那就不是锻炼 而是屠杀 换句话说 星主 势力也要进行调整 不能给太高超前的资源 需要循环渐进 匹配不到对手 也是白费 这个尺度 就需要在战斗中慢慢摸索了 但这个比赛 必然会很精彩 而且算是各取所需了 高纬度的星明 星主 都可以得到气韵之力 人族一级星主 可以得到高等级文明帮助 获取海量资源 提高了文明发展力量 其实还有一点 高等级星主 星明也不敢太过放肆 各等级文明战斗力 是有参考值的 一级文明上限为五万点 二级文明上限为二十万点 张扬对领地内部的晋升规则 进行了调整 加大了晋升难度 宇宙元老会制定的为一万 十万点 张扬进行了提升 这是对人族有信心 对家族有信心 张扬相信 随着时间推移 各等级文明上限会逐渐提升 甚至有一天 可能做出蘑菇头来 还是一级文明 这样的话 就要出现专业的公式 去计算文明等级 甚至出现零级文明 零点五级 零点七二级等等 随着张扬通告完毕 张扬就潜心研究了起来 这里面涉及的方方面面太多了 每次随机生成的天地等等 这些都需要张扬提前进行准备 模拟 设定一系列法则 进行完善工作 张扬是潜水研究起来了 各星主 势力 神仙 天庭 地府 都私下研究了起来 圣灵都是有私心的 谁不想让自己家族 个人 气运高 修炼快 尽快晋升更高职位 等级 天庭 嬴政提前召集地府两位大神开会 三人进行了研究 最后制定了一个方案 已经提交上去 等待回复 妇神这个计划虽然很好 却也要相关配套跟上 首先 就是之前说的 在人族各界留一些天庭 地府的人员进行管理 让天庭掌控这些人族世界 万一有什么过分的事情发生 哪怕有一个土地神露面 其他星明也得收敛一些 知道天庭在关注此地 一旦土地神上报天庭 或者土地神受到攻击 那影响可就大了去了 甚至就连背后的新主 也要受到绩效考核影响 是非常恶劣的事情 嬴政面前金光一闪 整个方案已经被父神批准 可以执行 第222章 人族星球建设管理保障局 其实这个计划很简单 就是在地府 天庭专门成立两个部门 叫做 人族星球建设管理保障局 地府这个部门 专门负责星星球地府建设问题 负责招募 分配 建设 管理等职责 地府主要是以招募十殿阎罗 各判官 司长 史长 英兵 鬼疆为主 天庭负责的 就是土地神 山神 城隍庙等职位的招募 管理为主 天庭 地府两个部门领导者 都是冬月大地 他在天庭负责管理地府 也是赤油的顶头上司 冬月大地 先是以千颗人族星球为一个单位 建立一个地府分布 目前 有近一万五千颗星球 就需要十五个地府分布需要建设 随着人口增多 再进行填补 最后百颗星球 共用一个地府 十颗星球 共用一个地府 到最后 每颗星球都有地府存在 目前要想建设十五个地府分布 就需要提前准备好十五套行政班子 当然 也不用所有职位都选拔出来 选择击个大将过去 让对方自己根据所管辖区域的人族自行选拔 只在最后上报地府 审查通过即可 除了像十殿阎望一级 其他职位天庭病 不会进行干涉 地府自行选拔就好 出问题了 也得地府相关领导承担责任 而且过一段时间 就要进行轮岗 防止出现拉帮结派的现象 就像十殿阎望 公曹 判官 黑白无常 都属于职位名称 诞生这个职位都叫这个名字 地府 整个地府自从几千年之前进行改革 现在已经是个充满现代化的地府 地府之中 公交 汽车 楼房 电脑等一切物品 现在都有了 地府和人界没有什么区别 除了颜色 整个地府只有灰色这一种颜色 看哪里都是灰秃秃的 地府也有自己的平台 叫做地府平台 这是在天网的基础上 自行创建的群聊 天庭也有 大大小小的神仙都在群聊里面 这也是张扬根据人界群功能进行创建的子平台 也方便各部门办公 群名很简单 叫做地府工作交流群 某处 冬月大帝坐在上面 下面坐着吃油 五方鬼地 十殿阎罗 冬月大帝开着下方坐着的众多地府高层说道 目前情况大家都已经知道 需要建设十五座地府分府 大家议议议吧 吃油沉思片刻说道 靠派遣不太现实 尽管众多阴神可以分身 但效果有限 地方太大了 而且 按照目前来说 每年基本都要建设一个地府分部 还要提拔大量阴神上位 西鬼地说道 嗯 丰都大帝说的有道理 不过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还是得先让十殿阎罗派遣化身前往各分府 到达分府之后 一边办公 一边在管辖范围内寻找合适的人 才替换自己 中央鬼地也是赞同地说道 这个办法不错 各位阎罗幻化十五道分身病 不是什么难事 在分府可以进行分工 寻找合适的人 选入植地府 只在度过前期 后面再建造就容易了 南方鬼地说 赞同 总部这边也要储备人才 大到提拔一些表现优秀的阴神 官升一级 甚至两级也可以 北方鬼地 那就这样执行吧 只要大家前期撑住 我们这些老家伙 也派遣分身前往各世界巡视 为地府召集阴神 同时也要寻查个分部 防止出现问题 你们看如何 随着众多阴神你一言 我一语的 这个事情 很快就定了下来 众多阎罗回到各自府邸后 也是找了一些得力手下 准备带着他们一起去上任 总要提拔一些自己人上位 随着会议结束 众多地府阴神得到提拔 被通知成为代理阎王 代理判官 代理鬼使 一个个的都不敢相信 这就升官了 就连地府的鬼差 也有很多表现突出的 被提拔成黑白无常 牛头马面等职位 要求他们跟谁前往新地府分部 让他们自行召集手下 尽快形成战斗力 随着时间推移 这些代理职位都经过大量培训 算是出师了 冬月大帝带着一份可行性报告 前往天庭 和嬴政汇报后 最终确定了方案 冬月大帝恭敬说道 陛下 嬴四职位是不是也变动一下 提拔成阎王 嬴政摆了摆手 算了吧 我问过他 还是愿意搞建设 就让他带人继续建设各界地府去吧 嬴政也问过嬴四 偶尔两个兄弟也会聊天 嬴四现在也是杜劫期休士 晋升到真仙应该没什么问题 随着嬴政晋升天地 嬴四在地府那是横着走的存在 谁也不敢惹 嬴四也不嘚瑟 就是一个人潇洒自在 偶尔整点设计 整点灵感 嬴政将报告上奏给张阳 很快就得到了回复 张阳接到奏折后 立即施展神通 建造了十五个地界 地府 还是老规矩 先开辟空间 开辟的空间面积很大 算是一劳永逸 毕竟要容纳百亿 甚至超标一些生灵鬼魂 很快就弄出十五个地界 又放置了十五座地府 地府放置完毕 漫天的鬼气开始诞生 朝着整个世界扩散 张阳开启时空加速 让一个个地界变得鬼气森森 算是完成了任务 张阳按照编号 零妖建设一座地府 一千零一建造一座 以此排列下去 地府吩咐建造完毕后 十电炎王画 身带着各级代理 阴神上岗 随着阴神入住地府 一个个阴曹地府 算是运转了起来 这些阴神干尽十足 刚升了官网 都想去掉 职位前面的代理两个字 这可是千在难逢的好机会 就在他们忙活地府选拔的事情 天庭也在出手 天庭从天界 地府 人界同时选拔 选拔的最低标准 也就到化神期 主要看的就是 气韵 功德之力 大量土地神 山神 城皇神经 过培训后 陆续前往个人族星球助手 因数量有限 每个人族星球派遣 只派遣了一个土地神 山神 城皇神 需要由他们入住星球后 自行选拔一些 他们有建议权 没有决定权 提名之后 还得转交到天庭 只要没有太大问题 一般都会通过 这些神位选拔 对于实力 要求不高 只要担任神位 得到神位加持 再领取仙石 修炼境界一日千里 派遣过来的基层神仙也很开心 他们全是一手遮天 更容易露头 让领导看见功绩 获得提拔 尤其是现在到处缺神 只要好好表现 提拔几率很大 就这样 天庭 地府 都在个人族星球积极建设 天庭 地府在行动 这些准圣 也纷纷出手 第223章 禅教 结教 大乘 小乘佛法 随着天庭在各处基建 佛门 道教都在密谋 想要派遣弟子 前往个人族星球传教 福道之争 已矜持续万年 都想压倒对方 成为蓝星第一大势力 天庭建立 算是道门压佛门一头 毕竟天庭背后是三清 佛门高层进行密谋 想要借助本次排行榜 多争取一些气韵之力 让佛门诞生更多高手 以便压倒门一筹 但佛门内部也有分歧 随着佛门发展 内部对佛法理解产生了偏差 产生了大乘佛教 小乘佛教之分 这是源于对佛法理解不同 导致出现了一些争执 佛门五圣虽然都是如来佛祖思想演化出来的五个独立个体 但思想不同 对于佛法理解 管理理念不同 小乘佛教 以燃灯古佛为主 他认为人想要成佛 必须累积足够功德 生生世世苦修 方能有所成就 大乘以阿弥陀佛 弥勒佛 要施佛为主 认为人本身就有佛性 众生皆可成佛 只需开始误辱 他们就能入佛之线 成佛是早晚的事罢了 至于如来佛祖 以金颖退不管 反正都是我门下的 你们怎么争 也都有我一份功德 佛门是人家创建的 人家不管这些事情 所有佛门教派的教主 都必须是如来佛祖 这是以金颖下来的 人家是创始人 说白了 你们随便争 只要佛门越来越强就行 每个佛祖都有自己的理念 想要成圣 必然要走出自己的路 创建大成 小成两个派系之后 这也不够分呀 毕竟除了如来佛祖 圣与准圣也想成圣 不光准圣想成圣 准圣门下的弟子 也想成为准圣 也开始发力 于是在佛门内部 就出现了十个宗门 大成佛教八个 小成佛教两个 十宗中包括了八个大成宗派 分别为禅宗 天台宗 密宗 法相宗 华言宗 律宗 净土宗 三论宗 两个小成宗派 分别为聚社宗 成石宗 他们都是个准圣 准圣弟子 甚至化身 究竟是不是化身 谁又说得清呢 总之都是为了功德 为了器语 也是为了自己的大道 佛门如此 道门也没有例外 三清中的道德天尊 和如来佛祖一样 都是创始人 不论怎么折腾 只要在道门框架内折腾 都有一份大功德在里面 所以 他对任何事情 都是讲究无为 一切随心就好 原始天尊 灵宝天尊 两人心中也有不同想法 他们想走出自己的大道 也需要创建势力 用自己对于大道的理解 去创建一个势力 用这个势力 去实现心中的思想 为自己的势力 争夺势力 自己创建的势力 争夺器运值最高 那也证明了 自己对于大道的理解 是最符合蓝星家族 宇宙一时的 这样一来 就应该自己先晋升圣人晋解 人谁也挑不出来毛病 而且 还有个优先权问题 自己势力器运高 可以优先晋升 就这样 众多准圣 纷纷开始布局准备 大道 是众多准圣成圣之本 所以教义之争 寸步不让 三月三日 晴 一道身影 突然出现在蓝星上空 原始天尊显露出法香 只露出一丝威压 就让无数生灵感到窒息 恐怖的气势 让无数生 凌望着天空 一道威严的声音 传遍了三界 无奈原始天尊 今日立产教 无教顺天而行 万物分三六九等 一才教化 今日无开辟道场 有机缘者 可来昆仑山 卖玉虚弓 消息传出 三界震惊 要知道 这可是准圣啊 道门背后的顶级大佬 蓝星最顶尖的大佬 这要是能败入他的门下 成为准圣弟子 一想到这里 无数生灵呼吸急促 转念一想 又傻眼了 昆仑山玉虚弓在哪啊 人界倒是有昆仑山 那是旅游景区啊 无数生灵奔走打听 纷纷想找昆仑山玉虚弓道场在哪 也有很多生灵感到奇怪 这道门的大佬 怎么突然又创建一个产交呢 就在这时 又一道威严的声音传遍了三界 乌乃灵宝天尊 今日立结教 大道五十 天眼四九 万物都有一线生机 结教讲究有教无类 凡有向道之心 皆可入结教 为万物截取一线生机 今日无开辟道场 凡是想入我结教的生灵 均可以加入 又一道爆炸消息传出 无数生灵都傻眼了 这魔刺激吗 结教听这意思 谁都可以加入 灵宝天尊也是准圣啊 无数生灵说道 真想加入结教 成为圣人的弟子呀 我想加入结教 求灵宝天尊收我为徒 我想加入结教 随着他们强烈的想法 脑海中得到回应 已加入结教 成为结教外门弟子 这些生灵猛了 随后就是大喜 就在这短短几秒钟 结教多了几百万弟子 这些弟子身份 种族不一 有鬼族 龙族 灵寿 仙寿 没有修炼的凡人 度节气修士 真仙境修士 当然 也不是你说加入就能加入 要看你加入意愿强不强烈 就这样 随着消息传出 越来越多人加入结教 灵宝天尊为名传的更广 说他收徒不论根性好坏 一视同仁 当然 大成期以下得到提示 都是成为外门弟子 除了一些天赋特别好的 得到通知 成为内门弟子 其中 等几达到大成期以上的修士 得到通知 都成为内门弟子 他们得到的消息为 已加入结教 成为结教内门弟子 可旁听天尊讲道 得到机缘 成为内门的弟子 跪在地上叩拜 直呼 弟子拜见师父 一个个激动坏了 可以听准圣讲道 这是天大的机缘 万一得到师父赏识 成为清传弟子就发达了 随着消息传出 越来越多圣灵知道 大家虽然都可以加入结教 成为圣人弟子 但根据自身境界不同 身份也不同 外门弟子莫得到任何好处 就知道加入结教了 算是圣人弟子 但成为圣人弟子的人 也太多了吧 加入准圣势力 从气息是可以感知出来的 就连地上有灵质的花 草 地上的牛 马都加入了结教 加入结教 是想得到实惠的 这啥也没得到 于是 一些人就退出了结教 很顺利地得到通知 你退出结教 一些人试着在加入结教 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不说 还吐了一口血 受了一丝反噬 圣人不可辱 加入容易 退出也容易 但来回反复 那就是侮辱圣人了 第224章 两教收徒 退出结教的弟子 其实有些心急了 灵宝天尊 其实也在观察 随着越来越多的生灵加入结教 整个结教气运冲天 天降大量功德 这让他非常满意 这说明结教教义契合大道 可以修炼成圣 这是天地认可他的想法 这个认可不只是蓝星的天道 而是整个宇宙的大道 灵宝天尊开心的同时 也有些皱眉 加入的弟子太多 他们的因果也转移给结教 毕竟加入结教 就是结教的一员 他们为结教赚取功德的同时 也会把因果之力带给结教 但此时已经无法回头了 门下弟子已经超过几百万 其中也有很多好苗子 大成七之上的修为 成为了内门弟子 算是真正的结教弟子 其他的修士 只能算是外门弟子 只有名声 也能享受一丝结教气韵加成 只是极其微小罢了 内门弟子感受就明显了 能感觉到结教 在增加他们的气韵之力 可以提升他们的修炼速度 他能感受到 很多生灵退出结教 对此他也不在意 这种人 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意志不坚定之人 难有作为 灵宝天尊按照设想 将弟子分为外门弟子 内门弟子 精英弟子 核心弟子 清传弟子 共五个层级 目前加入结教弟子很多 他们都是内门弟子 算是享受到了结教好处 灵宝天尊准备沉淀一下 让内门弟子稳定一下心态 随后 再召集所有内门弟子 公开讲道 从中选拔有潜力的弟子提拔起来 慢慢建造结教 太着急了可不成 至于外门弟子 灵宝天尊也不会放弃 毕竟教义是有教无类 在他讲道时 声音也会传播出去 外门弟子也能听见 有所感悟的弟子 会破格提拔为内门弟子 这也算是有潜力 只是修炼时间短 进阶末达到内门弟子标准罢了 这也要看机缘 甚至天赋可以 破格提拔为精英弟子也可以 外门弟子有一次在下界听到机会 内门弟子可以进入第34重天 现场听一次讲道 精英弟子算是结教真正的中间力量 各项人物的执行人 资质高超 可以一直来第34重天听道 核心弟子可以请求面见天尊 算是灵宝天尊的记名徒弟 可以永久居住在第34重天 至于清传弟子 那就是真正的徒弟 天尊亲自传授武艺 统领结教所有弟子 过了一段时间后 灵宝天尊准备在34重天开始讲道 十多万内门弟子瞬间出现在道场里 这些弟子什么种类都有 有人族 也有灵兽 灵兽的种类更是五花八门 内门弟子基本都是真仙境以下修士 没有来过天界 随着他们出现在第34重天之内 仙气朝着他们身体里涌现 有些低境界的修士 直接升了一击 仙气是非常温和的能量 只会全方位强化万物生灵 而不会出现暴体等危险 随着灵宝天尊出现 无数内门弟子激动的喊道 见过灵宝天尊 浮生无量天尊 灵宝天尊 看着下方作者的众多弟子 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一番感知之后 更加满意了 还真有一些好苗子 可以选为精英 核心 甚至是清传弟子 一道威严的声音传出 灵宝天尊 为节教众多弟子讲解大道 他从前入身 直指大道本源 随着他的讲解 很多修士陷入顿悟状态 过了一会儿 境界就提升了一级 也有很多修士根本听不懂 露出迷茫之色 至于外门弟子 听懂的就更少了 但也有一些例外 在他们听懂的瞬间 直接出现在第34重天之内 脑海中也得到提示 居然晋升为内门弟子了 随着讲道完毕 大部分内门弟子都返回各地 也有一些人留了下来 从脑海中得到通知后 纷纷落泪 跪下拜师 从此成为灵宝天尊的徒弟 原始天尊看着三弟乱整 想过去阻止 但想了想 只能叹了一声 莫办法 节教以利 并且得到宇宙意志认可 算是具备成圣资格 现在去阻止对方 灵宝不可能听的 这种方法 他是不看好 弟子太多 种类太多 弟子做的措施 都要转嫁给宗门 因果之力太大了 弟子多了 就很难管理了 想到此处 原始天尊又叹了一口气 摇了摇头 他创建的产教 讲究英才师教 算是走的精英路线 每个弟子都是他的徒弟 大意不得 所以 不能轻易收徒 要品行 天赋 出生都要好 他才会考虑 他不着急 随着他宣布立下产教 所有生灵 已经知道有产教 想加入产教的弟子 他都能感知到 符合条件的 他会收为徒弟 潜心教导的 要招收徒弟 不加入道门 他不会考虑 出生很重要 原始天尊敢知道 几个好苗子 都是道门 天庭的修士 天赋 悟性 背景都不错 而且都想要加入产教 随着他心神一动 对方出现在第三十五重天 原始天尊跟据对方情况 传授功法 为其讲道 开始培养了起来 道门出手后 佛门也不甘示弱 佛门倒是没有公开宣称大成 小圣 而是各宗门纷纷派遣众多菩萨 罗汉 护法前往一级人族星球 准备挑选势力 准备占个先机 佛门出手了 儒家也派遣众多大儒 前往一级文明星球 开展教化 也可以获得功德之力 就这样 时间缓缓流逝 由于排行榜一直没有开启 各心主都在卯足进发展 随着众多势力过来传教 他们也没有拒绝 反而十分欢迎 和各势力进行了友好会谈 每个势力提出的要求都是一样的 帮助星主取胜 提供资源 最后拿走气韵点 算是各取所求 不过现在 还没有进行援助 他进行干预后 战斗力超标 无法匹配到对手 那就白投资了 即使他们想投资 星主也不能让 现在投资后 战斗力太领先 容易匹配不到对手 会少打很多场战斗 少收获很多资源 例如 别的星主都是一万 就你五万 你就得等待 等其他星主战斗力升上来 两者相差不大时 才能匹配到对手 星主也明白 众多势力也明白这个道理 所有势力都在等 等着排行榜开启 终于在众多生灵期盼中 排行榜开启了 第225章 人族星主战争开启 张阳看各处势力出手 终于决定开启排行榜功能 如果这些势力不出手 这些一级文明怎么崛起 即使有成长科技术辅助 但在张阳看来 还是太慢了 张阳总有狠将的危机感 万亿宇宙入侵 他旗下势力连个圣人境界都没有 依靠他现在的实力 在四级家族也就是中等势力罢了 真碰见厉害的四级家族 人家出一个圣人 就可以威压蓝星家族 地位越高 感觉到的是更高的压力 他的对旗下的几千亿生灵负责 压力重大 开启排行榜功能后 借着气韵之说 可以一举多得 这些势力之间相互算计 相互战斗 对于实力增加 起的是促进作用 对于低级星主来说 可以拿到更多好处 这些势力随便露出一些东西 对于他们来说都够用了 对于一级文明的星明来说 也可以增加实力 早日踏上修仙之路 有些人会说 生灵相互战斗会有伤亡 但这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要知道 外面是乱世 必须保持足够的家族战斗力 圣母不可要 乱世先杀圣母 牺牲一些人 是为了减少更多牺牲 蓝星当年为了晋升文明等级 晋升星环 也是牺牲了无数人 才换来今天的四级家族 言归正传 随着一生 排行榜功能开启 规则 一级星主匹配成功后 将随寄生成一个小世界 战争到纪时一年整 占领小世界中心位置的水晶枢纽后 开启岛纪时三天 时间清零后 占领方获胜 祝 每场战斗将进行全程直播 蓝星家族生灵 位于蓝星家族的所有星主 星明都得到了通知 按照星球编号 从一号陆续向后排 天书星 叶凡听到排行榜功能开始后 竟然有些颤礼 这不是吓的 而是激动的 扬明立万的机会就在于此 整个蓝星家族都在关注着这场盛世 不光星主激动 旗下星明也很激动 正所谓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流 这场盛世被无数高等级文明关注 自己的表现 江泉岭的直播 真要被哪个势力看上 也算是一步登天了 叶凡化为人行出现在星球某处 看着结交派来的弟子笑着说道 这次就有劳仙姑帮忙了 星主大人客气了 精灵定当竭尽全力 女子微微点头 很有礼貌地说道 精灵思考片刻说道 主要还得靠星主大人指挥 旗下星明奋战 因规则限制 我无法直接对星明出手 有损功德 而且还有平衡系统 我必然被限制 叶凡点了点头 表示理解 这个无妨 对方也是同样的情况 仙姑能阻止对方外援就够了 精灵笑着说道 这个你放心 精灵微微昂首 显得非常自信 他也有自信的资本 他可是天尊第二个清传弟子 第一个清传女弟子 今后再加入结交的第一 都得管他叫一声大事件 而且一身实力 也达到了真仙境 论背景 他也不服谁 他被后占的可是零件 叶凡看对方气质非凡 也不再多说什么 立即回去做战争动员 军事部署 无数新名 新主都观看起了直播 他们用意念感之后 身前就会生成一个巨大的画面 左边是排行榜排名 星神一动 排行榜就会扩大 方便查找 每个星球背后 都有一个三角 几乎都是灰色的 没有开启对战 叶凡看着下方站着的军团说道 准备好了吗 众多军士身披钢甲 手持太钢打造的武器 腰间别着战术手枪 怒吼道 时刻准备着 各军团手里的武器 也各不相同 领头的将领 身材魁梧 手持重拂 有个千人军团 手里拿着冲锋枪 还有手榴弹等武器 有的军团拿着魔法连弩 武器各式各样 腰间还有一张张俘虏 甚至里面还有一些丹药 叶凡望着旗下五万大军 深吸了一口气 全部的家当都拿出来了 手战的打出彩啊 你便获得更多帮助 新主背后所有势力 都没有进行援助 这是所有势力达成的一致结果 起初大家都想去谈 去抢 新主也代价而沾 各势力争来争去 最后天庭出面调解 首先 各新主只能选择一个势力 作为后台 其次 各势力现在不要援助 以防止出现战斗力失衡 大家都不援助 他们相差实力不会太大 这样一来 还不如等战斗进行时 双方再进行援助 帮助新主取得胜利 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回报 同时也能练兵 何乐而不为呢 甚至各势力有啥纠纷 完全可以靠 各一级新主之间的战争去解决 张扬也是这个想法 嬴政才会出面调解 各星球都有最少一个土地 山神 城皇神 还有无数英兵在抓捕鬼魂 他们既干着本职工作 也是起到监督作用 叶凡看着旗下五万精锐之师 用意念选择了匹配功能 旗下百万生灵 其实可以凑出更多大军 但没有那个必要 这又不是生死大战 仅仅过去了几秒 传来一声 匹配成功 01号星球 VS376号星球 世界升城中 升城完毕 请部署星门 两道星门同时在两个星球内部升城 升城位置由新主决定 叶凡立即将星门部署在大军前方 他也跟着大军通过星门前往新世界之中 通过星门前方视野一按 叶凡一惊 就连他也无法看清整个世界视野 他只能看见位于大陆中心的一个水晶塔 这个塔别说他了 旗下士兵也能看见 随着大军进入星门 星门前方是一个淡金色的光照 叶凡试着冲出光照 却发现出不去 星明也出不去 想让大军退出星门 发现也退不出去 被一股力量禁止 检测双方星主已进入战场 星主无法出防护罩 无法干涉战场 只能随时和旗下星明沟通 共享星明视野 双方星主进行选择 由零一号星主选择力量体系 科技而修真 叶凡思考片刻 选择了修真 零一号星主选择修真 旗下星明修真能力增强10% 随着他选择完毕 星明手中所有科技类物品 被一股力量封印 手枪冲锋枪等物品都被封印 无法使用 如果他选择科技 所有星明修炼的力气都被封印 只能使用为修炼强化的力量 选择修真后 已经练皮练血的修饰 零一星球全面增强了10%能力 双方星主进行选择 由376号星主进行战场人数选择 叶凡脑海中传出一声 战场人数上限为5万 376号星主上限为6万 随机地图已生成 战争开启 第226章 规则 战斗 听到战争开启 叶凡指挥军团前进 作为星主 可以说 算是整个星球 知识最渊博 反应最快 最聪明的人 因为星主知小星球内所有知识 包括旗下星明会的 他都会 星明想的 他都知道 所以不存在 星主啥也不会 外行指挥内心的事情 而且这种战争 谁敢指挥 谁敢承担责任 无脑听覆神的就对了 每个人的视野都是不同 根据地理位置不同 境界不同 可以看到的范围也不同 人类站在高山上 根据统计 最远可看见三百二十千米 只不过看见的东西很小 小到看不清楚 站在地上望着天上的卫星 最远能看见一千千米的卫星 在这里 周围都是雾蒙蒙的 没有障碍物遮挡 能看见十公里外的高山 实际上 也就能看见两公里左右 精灵眉头一皱 果然 他被平衡了 他本是真仙境界初期 被压制到了金丹七初期 被压制了整整五个境界 他能看见的视野 也就是一百公里内的视野 视野内的物品 他都能看清 而且一身实力 也被压制到了金丹境界 但他所掌握的法术还都在 只是威力变得小罢了 太降的法术 法宝现在根本无法驾驭 手里的服录部分被限制 无法使用 精灵将实际情况告诉了叶凡 叶凡笑着说道 这还多亏你了 我能看见的范围 也是一百公里 看来和你相关 对方也一样 各凭手段吧 还能多派钱点弟子吗 叶凡问了一句 精灵说了一句 别急 结教随时可以派遣援军 人多了 容易超过五万战斗力 战场封印的 只是参战新主和旗下新名 他们无法再派遣大军境来战斗 但外家族的经过叶凡同意 可以进入战场参战 也就是说 精灵可以退出去 也可以再召集结教弟子前来驻战 他不敢教太多人 他已经到达京丹境 增加一大截战斗力 要是再来几个修士 评判天书星星球战斗力突破五万 这场就白忙活了 星球战斗力突破五万 新主就会得到提示 失去本场参战资格 这些隐性规则 都是进到战场之后 才得到的消息 这就是防止双方无限增援 最后失去战斗本质 而且 双方还不知道 目前战斗力是多少 只能猜 叶凡不再多言 随着他一声令下 五万大军分散开来 朝着水晶枢纽 方位前进 走在最前面的战士 他们三人一组 算是部队的侦察兵 侦察兵朝着前方扇形探路 视野也被打开 随着探索 发现整个世界有高山 有海 有树林 地形复杂 叶凡渐渐能看到动物 例如 蜂虎 火狮 雷暴 毒蛇等凶兽 这些凶兽 受到灵气滋润 身体有一丝魔法元素 力气大 都有炼精进初期 甚至后期的实力 和他手下的 一些将军差不多 实力很强 看来 这场战斗末 那么简单 张扬以精射制法则 世界生成后 会出现一些 由法力组成的凶兽 叶凡手下最高 也就是炼精后期 凶兽也就是这个等级 炼皮 炼肉 炼精 炼骨 这是走的午休之路 炼骨圆满后 才能晋升为翠体精一品 如果叶凡旗下新名 有翠体精 凶兽也会有 这些凶兽 显然具备一些灵智 看到如此多的军队 莫赶上前 要是单人行动 估计他们就敢袭击 侦察兵三人一小组 举着盾牌 三人靠在一起 朝着前方行动 手里的太金剑 身上穿的太金盔甲 都是平台二级 新主赠送的礼物 这些超出他目前科技的武器 他在商城购买 价格会贵的离谱 但二级新主进行购买 就是白菜价格 这东西就像大数据系统一样 针对各级别新主购买的科技等级 价格不同 侦察兵后面跟着大军 大军也是手持太金盾牌 身穿太金盔甲 拿着一把太金宝剑 整个大军有条不紊地 朝着水晶枢纽前进 精灵走在整个大军前列 为大军提供视野 以便夜凡指挥 另一边 亡灵也是小心翼翼地指挥大军前进 他派遣了六万大军 走在前列的是一个佛门罗汉 他也被压制了实力 视野达到了三十公里 实力达到了助击期圆满境界 他本是杜节期圆满 现在被压制成了助击期圆满的境界 平衡系统也是根据生灵实力来的 不可能一个度截期 一个真仙境 都给平衡到助击期初期 本次同等压制五个大境界 罗汉看到周围的凶兽 施展他心通法术 将一些凶兽收服 收入旗下 随着双方探索 距离越来越近了 精灵视野要更远 很快就发现了对方 看到对方战事后 精灵施展迷雾之术 本来晴朗的天空 突然下起了大雾 这个大雾狠吓得很突然 对方立即警觉了起来 但是也只能更加小心 精灵的视野有100公里 对方只有30公里 占了先机 而且 这个大雾对几方士兵没有影响 他们还是正常的视野 对方士兵视野只有几十米 根本看不现远处情况 这个罗汉 也只能看见不足10公里的地方 他心里暗暗叫苦 他清楚 已经输了先机 自己是杜节期 被压制了五个境界 对方比自己强 很可能就是真仙 各势力还没有赋予到 有几百个真仙 而且都派遣下来参与战斗 罗汉很快将这个情 换回报给了亡灵 亡灵也是露出无奈之色 没办法 自己拉来的援军 没有对方强 想去请一些菩萨出手吧 对方基本也都在各处战斗 想来想去 只能作罢 此处失利 其他现场胜利 还是一样的 而且 此处的战斗外界是可以看见的 有能够支援的 对方就会过来的 罗汉只能安慰到 末世 对方不敢直接对大军出手 只能施展旁门左道 不然因果太大 亡灵无奈地说道 也只能这样了 叶凡看着几方大显神威 立即指挥士兵快速前进 命令射手准备 科技类武器被禁止了 他还有连弩 标枪 弓箭等武器 随着越来越近 叶凡命令做好准备 他不敢再前进 防止对方听到声音 看着对方进入攻击范围后 叶凡立即说道 发射 漫天的标枪 弩箭朝着亡灵军团射来 亡灵已经命令大军严阵以待 结成顿甲阵 但真要被射一波 也会伤亡一些 对士气打击极大 就在这时 亡灵大喜 他立即用意志选择同意 一道身影从外界进入心门之内 阿弥陀佛 平僧来晚了 第227章 精灵圣武 天王尊者 看见来人大喜 双手合十 立即恭敬说道 见过金刚守菩萨 天王尊者 就是前文说的罗汉 罗汉也叫做尊者 金刚守菩萨 从外貌来看 怒目金刚 非常吓人 他有一面两臂三目 身体呈现黑色 头戴骷髅骨 手持金刚祥魔杵 身披天衣 以白虎皮为裙 坐在一朵七彩莲花月轮之上 亡灵倒是不奇怪 旗下新名人族吓坏了 看着纷纷撑虎 碰见妖魔 吓得乱叫 亡灵突然听见一道道尖锐之声 知道对方发动了攻击 立即命令 快顿甲防御 而且 因为金刚守菩萨出现 亡灵的视野大增 能够看见几十公里 正常能够 看见一百公里 但因为漫天大雾 遮挡了部分视野 金刚守菩萨 也是真仙境初期 被压制后 也是金丹七初期的境界 金刚守菩萨 算是大士之菩萨的怒向化身 大士之菩萨是玄仙境 是阿弥陀佛的又邪使者 他的化身都有真仙境实力 足以看出 大士之菩萨神通广大 他可不是某神化身 而是自己潜心修炼的 大士之菩萨 在人界就是得到高僧 法号印光法师 最后被阿弥陀佛收入麾下 悉心教导 传授佛法 时间对于仙神来说 是最不重要的东西 向准圣完全可以开启时光加速 只要修饰可以顿悟 没有瓶颈 很快就可以晋升晋戒 到仙神晋戒后 一切看顿悟 看感悟 看对于大道的理解 每个仙神的大道都是不同的 所以 有的仙神闭关万年 没有任何突破 感悟 有的闭关万年 足以突破一个大境界 所以 能看剑明号的仙神 都不是等闲之辈 都是天赋异禀 悟性惊人 对于大道有些特殊的理解 由于看现金刚守菩萨怒相 这时有些吓人 导致亡灵旗下的心灵方寸大乱 阵法乱了起来 金刚守菩萨 见状也不奇怪 念了一声佛号 阿弥陀佛 心灵听到佛号 一个个突然平静了起来 立即听从指挥 截顿防御 漫天的镖枪 弩箭落下 金刚守菩萨冷哼一声 将手中的金刚柱向下敲击 一道金光阶界声成 将大军护在其中 叮叮叮当当当 漫天的攻击机 打在金光阶界上 荡起一阵阵连衣 攻击并没有奏效 远处的精灵 看现又来了一个菩萨 面色一变 用手推演一番 很快得知对方的来历 精灵哼了一声 原来是位菩萨的化身 但他可不怕 境界都是一样的 就要看手段 看法宝 看仙法 看智慧 都是真仙境界 实力相差 也会很悬殊的 战斗从来不是 以境界论胜利 天才修士越级挑战 或者平级灵宝越级 还是很容易的 他就不信 对方论法宝 还能有他多 师父虽然刚收他为徒 却是宠徒狂魔 给了他不少法宝 谁让他是灵宝天尊 第一个清传女徒弟呢 灵宝虽然都被世界平衡封印 大部分威能 却也不是区区金丹七 可以破解的 精灵献对方接出法界 立即拿出师父赐予他的一件宝物 四项塔 这件法宝 是师父收他为徒后 想给他一件法宝 正巧遇献四头 真仙境远古蛮象 袭击星河长城 他出手斩杀后 炼制成的一件法宝 这件法宝也比较简单 就是认主后 能大能小 主人拿着轻飘飘 毫无重量 输入法力后 法宝重达百亿吨 就宛如四头蛮象 一起重重踏下去 要知道 这可是圣人炼制的法宝 其中还加了一些物质 威力更强 看见对方防御后 精灵祭出四项塔 轻轻说道 去 四项塔飞了出去 到天上后便大无数倍 落了下去 金刚手菩萨剑状 立即祭出金刚处 金刚处一声怒吼 将金刚处扔了出去 金刚处到天空变大 变粗无数倍后 重重击搭在四项塔上 四项塔泛出金光 在世界所有生灵 都能听见四声怒吼 这是四头远古蛮象悲鸣之声 蛮象本就以防御力 力量为本 金刚处打在四项塔上 没有任何影响 反倒是被蛮象阵的产生裂纹 精灵古灵精怪地撇了撇嘴 你什么档次法宝 也配合我比 轰隆一声 四项塔落了下来 金刚手菩萨的金光结界 宛如纸片一般 瞬间破解 底下的生灵 看着遮天蔽日的法宝 露出绝望之色 却看看法宝没有朝着他们落下 反倒是朝着金刚守菩萨飞去 四项塔朝着金刚守菩萨飞去 速度很快 任凭金刚守菩萨如何闪躲 还是将它罩了进去 四项塔不光可以砸人 还可以困人 挤压人 天王罗汉见状 一声怒吼 朝着四项塔飞了过来 任凭它施展手段 四项塔闻丝不动 而且随着它攻击 四项塔渐渐缩小 导致它根本不敢继续攻击 宝塔变小 生存空间也会减小 天王尊者见状 立即朝着金灵飞了过去 双手和十念了个佛号 阿弥陀佛 见过金灵圣母 还请圣母放出菩萨 我佛门愿意推出本场战斗 一般管女先叫做仙姑 而有地位 神通广大的女神又被叫做圣母 其实 只要不是大能故意遮掩 大成器修饰都能进行推演 很容易就知道对方来历 金灵圣母 可是灵宝天尊门下第一女徒 圣人的徒弟 这身份也够尊贵的 而且他才刚被收为徒弟莫多长时间 就外出做任务 要是潜心修炼下去 接受圣人简单 突破到精先境界 毫无压力 正所谓 伸手不打笑脸人 金灵圣母小手一伸 法宝飞到手里 金刚守菩萨 也是年路无奈之色 既不如人 挨打就得立正 金刚守菩萨双手和十 念了一声佛号 佛门金刚守 多谢圣母 金灵圣母叫对方客气 也是含笑说道 结教精灵 倒有客气了 双方都念了一下自己势力 名号也是想传明 三人知道他们 要知道 这可是全家族直播 对方也不迟疑 跟王林新主说了一声抱歉后 朝着新门撤退 王林也是无奈 莫办法 既不如人 没有了高文明势力助阵 后续战斗没法打了 对方就算不直接出手 刮个风 下个雨 各种神通下来 他也招架不住啊 王林叹了口气 立即说道 我认输还请道友留情 叶凡听见后 也是显露出身影 命令手下停止进攻 王林客气说道 多谢 367星球 王林 叶凡也是拱拱手 客气 01号星球 叶凡 随着王林认输后 世界传来声音 01号星球获胜 排行榜上显露出100 还是牢牢排在排行榜首位 这代表着一圣 灵平 灵败 排名是根据战绩来的 战绩相同 就根据星球编号 顺序排列 因这个01编号 叶凡也得到最多的关注 这边直播被无数人看线 新主叶凡 结叫精灵圣母名号传播了出来 至于失败者 印象就没有那么深刻 但也有生灵会记得他们一下 但很快就会忘记 毕竟新主太多了 只有那些给人印象深刻的 才会被人记下 第228章 宠徒狂魔灵宝天尊 随着时间推移 越来越多战斗产生了胜负 胜者可以得到100能源点 而败者只能得到10点能源 这是明面上的东西 最重要的气韵点 这个可就值钱了 还有一点 胜者可以得到更多实力关注 会吸引有更多投资 正所谓一步慢 步步慢 借助这一场胜利 就能领先太多 战斗胜利后 叶凡想继续挑战 却得到通知 下场战斗 将在100年后开启 这是给他们发展时间 防止新主失败后 还想继续战斗 不停消耗星球潜力 叶凡看着到手的能源点 气韵值 笑着说道 多谢了 这是你要的 叶凡将1点气韵值 转移给精灵圣母 这个东西对于他来说 不重要 起码 现在没用 精灵圣母看着叶凡如此爽快 也是表态 叶新主真爽快 我就爱和爽快人打交道 这是一条微型灵脉 价值5000点能源 送给你了 叶凡大喜 连忙说道 这 多谢精灵圣母 不用谢我 是师父给你的 是结交给你的 加油 下场战斗 没有特殊情况 我还会过来 有缘再现 精灵圣母笑音音地说完 一个闪身消失在了原地 叶凡颇有感触地看着远去的精灵 胆慨道 革命尚未成功 还需努力啊 他看着手里的微型灵脉 将其切割成两半 一半化为尘埃飘散在整个星球之内 设置法则后 整个星球内部产生的灵气 就无法飞出星球 一股灵气从尘埃飘散了出来 整个星球灵气浓度上升到15% 随着时间推移 灵气浓度会越来越低的 叶凡又将临时赏赐给一些部落首领 天赋异禀的勇士 然后继续发展文明 新得到的100点能源 他立即解锁钢铁时代科技术 得到海量数据后 开始慢慢发展 要知道 他星球还属于铁气时代初期 星明手里的装备都是买的 或其他文明赞助 经过此番战斗 也让无数星明知道 天外有天 原来人族可以修炼到这么强大 于是更加的努力 精灵拿着气韵点 回到结教后 将其转移到结教账号里 精灵转移一点气韵值 到结教账户 多宝转移一点气韵值 到结教账户 武当转移一点气韵值 到结教账户 云霄 穷霄 必消 赵公明 归灵 精灵听着脑海中一条条通知 有些发愣神 大家收获不错呀 多宝他知道 比他先加入结教 性格有些憨厚 实际却非常聪慧 本体是多宝鼠修炼成仙 深得师父喜欢 而且他的神通 能力都很奇特 天然对宝物 有着敏锐的嗅觉 总能遇现天才的宝 剩下的很多名字 他都莫听过 看来结教 收了不少人才 毕竟能够击败对手 取得胜利的修士 都有独到之处 精灵来到三十四重天后 整个世界变化有点大 各处都在基建 本来空洞洞的世界 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精英弟子 核心弟子 清传弟子 都可以常驻在第三十四重天修炼 算是结教特许 这些圣灵 有的住在灵界 有的是天界第一重天的修士 还有一些是天庭的仙神 加入到结教 大家都在各处建设洞府 宫殿 有的炼制灵海 有的炼制灵山 还有炼制仙岛等等 相互之间距离很远 实在是地盘太大了 还有个规则 那就是地位越高 距离比游宫越近一些 住的位置也有规则 每个等级弟子活动范围 都是有说法的 清传弟子就不用说了 在上青天 必游宫畅通无阻 随时可以去找师父 不是特殊情况 天尊闭关了 都能见到师父 核心弟子地位略差一些 可以请求面见天尊 天尊同意 才能进入必游宫 这就得看心情 精英弟子 只有得到天尊召集 才能进入必游宫 基本末机会单独觐见天尊 内门弟子 就得上青天有公开讲道 他们可以来听道 至于外门弟子 第一次入教 可以听见天尊讲道 有悟性的 有天赋的 可能晋升为内门弟子 精灵看着路上四处忙碌的 同教弟子 没有吱声 他也不认识 很快就来到了必游宫 他是清传弟子 直接跑到必游宫 来到天尊房间外面 还没有等他说话 脑海中就传到一丝波动 这是让他进来 看着打坐的灵宝天尊 跪在地上恭敬地说道 精灵拜见师父 灵宝天尊看着弟子 面色温和 起来吧 看到外面弟子了吗 精灵跪坐在地上 点了点头 我教人才挤挤挤 万仙来朝 结教大兴之相 助师父早日踏入圣道 灵宝天尊哈哈大笑 指了指金灵圣母 你呀 就你会说话 我又收了一些清传弟子 核心弟子 算是你师弟 师妹 作为大师姐 你得照顾好他们 这次任务做得不错 算是打出结教威名 还有众多弟子没有返回 你先闭关吧 等回来了 我召开结教大会 相互认识认识 精灵严肃地点了点头 师父公开称呼 他为结教大师姐 名号算是定下了 女仙以他为首 作为大师姐压力很大 她得很努力修炼 不能让师弟 师妹们比下去 万一师弟 师妹遇到麻烦 请大师姐帮忙 她境界低 可就给师父 给结交丢脸了 她本体是凤凰 天资高 悟性更是不差 只要肯修炼 自是不差 灵宝天尊 从名字就能看出 非常擅长练气 宝物众多 她对徒弟 对弟子的好 是有目共睹的 炼制上百剑法宝 多被她赐予众多清传弟子 核心弟子们 她旁扶看出精灵的压力 手一伸 上面多了几个灵宝 灵宝天尊看着精灵说 这是龙虎如意 七香车 飞金剑 加上你的四项塔 算是攻守兼备 遇到不敌 凭及七香车 也可以逃脱 记住 法宝只是辅助 自身修为才是根本 精灵非常感动 师父刚收徒不久 就赐予她这魔朵宝物 跪在地上又磕了几个头 等夜说道 多谢师尊 灵宝天尊挥了挥手 去吧 莫作痴而撞 还有这个 你也拿走吧 灵宝天尊手上出现一团火焰 此火焰发出橙黄色 对于火修来说 这是奇宝 非常难得 精灵非常激动 他本体是凤凰 火焰对他来说 那可是大补之物 精灵站了起来 身身鞠躬 带着圣火 就想出去开辟洞府 灵宝天尊知道他的想法 就住在碧游宫内吧 清传弟子今后都住在碧游宫内 随无修炼 碧游宫很大 远处有很多宫殿 是特意给这些清传弟子准备的 相互之间离得很远 精灵此别世尊后 美滋滋地来到某处 感知下 知道这个宫殿 是给自己准备的 他略有感知地看向某处 牌匾写着多宝宫 挂着牌子 闭关 还有基座宫殿 也是一样的状态 都在闭关修炼 精灵撇了撇嘴 看着空白的牌匾 写上精灵宫 又挂上闭关牌子后 拿出圣火修炼起来 陆续又回来几位清传弟子 他们也是先拜见师父 得到赏赐 受天尊指点 来到宫殿闭关修炼 每个清传弟子 都得到灵宝天尊赐宝 数量不一 灵宝天尊挨个指点修行 在赐予宫殿 允许住在碧游宫 都是一样的流程 不得不说 他对徒弟其实最好 灵宝天尊看着 众多宝贝徒弟走远 又看着某处 露出无奈之色 心里按说道 MD 我不就给徒弟借个火吗 至于追到家族领地吗 灵宝天尊看着某处 戴上四柄诛仙剑 瞬间消失在原地 第229章 剑斩准圣 36重天 原始天尊正在 为众多徒弟们讲道 本届排行榜大会 产教并没有参加 不争一时 他只收天赋高 背景高 悟性高的弟子 说白了 走的精英路线 收的这些徒弟 他很满意 修为都是真仙 天庭一些神仙 也加入到产教 最令人震惊的就是 产教大弟子 南极仙翁 南极仙翁是天庭长生大帝 原本是玄仙圆满境界 加入产教后 拜原始天尊为师 修为突破到惊仙境 原始天尊又收了12位徒弟 都是真仙境界 天赋都挺高 未来可期 原始天尊教规严格 拜入产教的弟子 都在第35重天刻苦修炼 原始天尊挨个指点修为 极为严厉 正所谓言师出高徒 这些徒弟们 进步飞快 原始天尊眉头一皱 看着消失的灵宝天尊 推演一番 推演之后 露出无奈之色 叹了一口气说道 南极 带着师弟们修炼 一位白胡子老人 看着非常和善 手持仙杖 点了点头 点头称事 原始天尊消失后 这些徒弟们 伸了个懒腰 就想偷懒 南极仙翁也不制止 而是拿出一枚录像球 扔在天空 刚要跑路的太乙真人 身体一僵 叹了一口气 啥时候是个头呀 结教最近可没少出风头 拿下诸多气韵 这样一来 咱们铲教可就落了下风 其他徒弟们 虽然没有说话 却也是同样的想法 太乙真人抱怨了一句后 还是老老实实坐下来 有个惊仙境界 不停为他们指点修为 是多少修饰梦寐以求的事情 南极仙翁听到抱怨 彭腐感受到师弟们的想法温和道 别急 快到头了 师父说你们 到达某个境界后 就可以出事了 这话一说 周围修炼的师弟们 眼睛一亮 竖着耳朵 但没有一个开口的 有人会问的 果然 太乙真人搜的一声 来到南极仙翁身后 又是锤背 又是敲腿的 善笑地问道 大师兄给师弟们透露透露呗 我们修炼到何境界 师父才能让我们出去 太极仙翁露出无奈之色 这个小师弟 性格这时洒脱 幽默 一点也不像仙人 反倒是像凡人一样 呼朋唤友 大胆咧咧的 但还别说 人缘最好的就是他 和所有人关系都好 南极仙翁笑着说道 金 仙 正在竖着耳朵 听声的众多弟子 眼睛一下 瞪得像同龄 相互看了看 咽了口水 我低神呀 太乙真人哀嚎道 南极仙翁拿出仙杖 照着太乙真人脑袋上 轻轻一敲 修炼吧 别最后 他们都到金仙境出师了 就你留在这修炼 太乙真人想到这里 打了个寒战 立即修炼了起来 位于某处空间 林宝天尊 正和三个火灵族 准胜打得有来有往 但双手难敌重拳 好汉也怕群殴 盈盈处于下风 林宝天尊显之又显得 躲过对方一激怒骂道 喂喂喂 不就是借个火吗 至于吗 哼 厚颜无耻之徒 趁我等闭关之时 盗取我族圣火 今日还会圣火 饶你不死 火灵族族 长份怒说道 族长和他费事魔化 请拿他去蓝星讨个说法 没错 必须还会圣火 再赔礼道歉 不然我等灭了他的家族 林宝天尊一听 挨我擦 几个小崽子还挺不客气 直接拿出最将法宝诸仙剑 诸仙剑共四把 分别名为 诸 鹿 献 绝 代表着杀 杀 杀无赦 面对诸仙剑阵只有毁灭 是蓝星攻击力最降的法宝 四把宝剑 随着林宝天尊操控 幻化万千 组成无敌剑阵 朝着三大准圣飞去 只见剑光一晃 三位准圣感觉到危险气质 此宝不凡 绝对可以对他们造成致命威胁 他们想躲 但诸仙剑已经成阵 阵之中玄妙诡辩 杀机无限 凶险万众 宝剑速度太快 即使是准圣 也难以躲过 仅仅几秒 他们肉体受伤 圣魂也划过一丝裂缝 此宝竟然可以伤到圣魂 堪称恐怖 啊 几声惨叫声传来 三位准圣面落恐惧之色 相互看了看 起了退意 三圣捏个法绝 身体涌现三朵圣火 这是他们的本命圣火 也是作为生灵的根本 算是他们最强的手段 三朵圣火一出 诸仙剑也有一丝退意 宝气有灵 也感到危险 诸仙剑阵 四把宝剑变化莫测 躲着三朵圣火 从各处缝隙之处 攻击三人 三位准圣剑撞 知道这样下去不行 立即钻进圣火之中 操控火焰化为灵火流星 就想逃跑 灵火穿过诸仙剑阵图 飞了出去 灵宝天尊看着他们想跑 转念一想 既然已经得罪对方 灭了最好 斩草出根 随即捏了个法绝 四大宝剑个体 成为一把巨剑 随着灵宝天尊三声 斩斩斩 诸仙剑变大无数倍 斩杀过去 那个准圣感到死亡气息 惊恐地喊道 老祖救我 只见一只充满火焰的大手 从远处延伸出来 朝着灵宝天尊拍下 灵宝天尊面色大变 这只手气息 居然达到了准圣圆满境界 大手朝着他压下 立即拿出九龙顶 此顶由九道星空之龙炼化而成 是一件防御之宝 灵宝天尊炼至宝物本 就喜欢炼制攻击法宝 防御手段略有一丝薄弱 九龙顶里的九条星龙 彷復活了一般 拼命咆哮着 将灵宝天尊护身下 即使情况如此危机 灵宝天尊也没有将修仙剑召唤回来 反而嘴里吐出一口精血 大喝道 宝剑有灵 斩斩斩 朱仙剑得到精血加持 威力更强 一剑将这个火灵族准圣斩杀 那一团圣火裂成两半 里面的准圣圣魂被斩成两半 圣魂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裂痕 圣魂被斩后 残余圣魂本想聚合在一起 复活 但诸仙剑中的的力量 居然在阻止 并将所有圣魂吸进了 献仙剑之中 让对方无法复活 一位准圣 就这样死在了这里 位于火灵家族的生灵 突然感觉到无比的伤心 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心中有了感觉 自家家族的准圣 居然被杀了 每个准圣 都是家族的底蕴 几十亿年才能诞生一个准圣 居然被人斩杀了 另外两个准圣 感受不到童族准圣气息 震惊之后就是愤怒 两人也不跑了 火灵族常怒不可遏 咆哮道 啊 今日定叫你魂飞魄散 灭了你家族 话音刚落 立即念着的口诀 一口鲜血土 在体内圣火之上 火灵族第三百七十九代族常 恳求老祖祥灵 圣火被夺 第二百三十章 诸仙剑在发威 他本来不想打扰老族常的 老族常已经闭关无数岁月 早已经达到准圣圆满境界 正在参悟大道 想尽生圣人之境 一旦火灵族有圣人 就可以得到私人领地赏赐 成为上等四级家族 其实他们也不知道 灵宝天尊家族是哪个 灵宝天尊有意隐瞒 毕竟偷东西嘛 必须得隐藏身份啊 灵宝天尊主动出击 也是不想对方追到家族内 他猜想 可能是有某种手段 可以感悟到圣火 所以跟着圣火不远万里地追了过来 所以主动离开家族 并且在离家族较远的地方作战 他当初出去 想找一些材料 给结教弟子们 炼制一些宝物 感知对方星球内 有三位准圣气息 一位准圣中期 两位准圣初期 而且还在必死关 他就想神不知 鬼不觉借点圣火 还有一些材料啥的 拿其他东西还没有反应 当取走圣火 就面色一变 感觉三位准圣要苏醒 灵宝天尊健壮将圣火收入囊中后 立即远钝 还特意转化气息 绕了几大圈伴回来 没想到 还是让对方找过来了 他有些郁闷 却不知道 圣火是火灵族的气韵至宝 也是家族根基 圣火是火灵族诞生准圣的根基 这是围下任火灵族 常准备的 等他到金仙圆满 就可以吞噬圣火 晋升到准圣境界 火灵族晋升四级家族后 每十一年才能诞生一朵圣火 算是火灵族最重要的宝物 由三位准圣闭关守护 火灵族诞生几百亿年 也只有四位准圣 三级文明百亿年才能诞生一朵 到四级家族才好一些 这些年下来 也才有四朵 三位准圣 还有一点 圣火是火灵族诞生时产生的 一点点呈尝起来 是种族的根本 即使成熟了 火灵族准圣吞噬前 也会留下一丝 作为火种 以来保证圣火生生不息 要是没了圣火 重新培养圣火 那需要的时间可太漫长了 如此宝物被人偷走了 能不及眼吗 火焰大手拍下 九条星龙哀嚎一声 九龙顶裂开 灵宝天尊闷哼一声 吐了一口鲜血 灵宝天尊手一身 四柄诸仙剑飞回手中 看着上面有些漆黑 心痛得擦了擦 看着冲过来的两个准圣 远处又有一股冲天气息 朝着此处飞来 心中竟然有一丝后悔 灵宝天尊道不是后悔到走圣火 宇宙实力为王 相互掠夺很正常 他后悔 妈的 莫多叫几个人 师兄们应该在赶来的路上吧 三亲成为一体 他受伤了 其他两位应该有所感悟 他走的时候 也没有遮掩天机 就是留一条后路 师兄只要推演一下 就能知道 但自从他和原始天尊 各自创建教派后 三人联系少了一些 也没有去献大哥 这次又招惹一位准圣圆满 比大师兄还高一阶 看着冲过来的两位准圣 尤其是那位准圣初期休士 冷哼一声 初期也敢如此嚣张 今日留下陪我吧 他不退反镜 拿着诸仙剑 就朝着火灵族准圣初期休士 冲了过去 灵宝天尊手 持诸仙剑 动作飞快 转眼间 就已来到对方身前 还没等长过去 就听见一声暴怒之声 大胆 只见一件浑身冒着金色火焰的灵宝 从远处飞来 在飞来的路上 灵宝天尊才看清楚 这是一件宝塔 宝塔作为法宝 无非是阵 困 练 法宝速度飞快 一眨眼的功夫 就来到灵宝天尊上空 朝着下方坐了下去 灵宝天尊手中的诸仙剑 一分为四 幻化出无数宝剑 朝着宝塔叮叮当当斩去 留下一些痕迹 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显然 这也是一件仙天灵宝 主体 由多块奇观碎片组成 再添加一些天才地宝 结合无上练弃手法制造而成 仙天灵宝很强大 但也要根据主人实力匹配 主人实力越强 灵宝的威力也会更强 灵宝天尊是准圣中期 而对方是准圣圆满 就差一些 就能晋升为圣人的存在 境界差距较大 哼 难怪你如此猖狂 倒是有把好武器 炼制手法倒是巧妙 但终是要看实力说话 宝塔立于灵宝天尊上方 一股狠降的法则之力束缚他 让其行动缓慢 彭腹有一座亿万重的大山 压在他身上一般 火灵族老祖宗 冷哼一声 哼 别挣扎了 我的圣火乾坤塔 有二十一块宇宙奇观碎片外 加本族圣火 还有各类天才地保不下百种 别说是你 就是准圣后期 也难以逃脱 无念你修行不义 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归还圣火 加入我火灵族 第二 那就是死 还没有等灵宝天尊说话 一旁的两个准圣面色一变 族长急忙说道 老祖 他杀了火烈红 怎么能放过他 火灵族老祖宗操控火焰 火焰形成一个巴掌 狠狠抽在现任族长身上 你个废物 给我闭嘴 圣火被盗 你是猪脑袋吗 老夫正在突破圣人关键之际 也敢打扰我 要不是看你是现任族长 我废了你 被打了之后 现任族长不敢吱声了 他也没想到 还能有人敢这样做 火灵族老祖宗 看着灵宝天尊劝解道 考虑的怎么样 假如我火灵族 欠下奴役契约 我可饶你不死 你仍是准圣 地位不会差 修行不义啊 灵宝天尊看着淡淡说了一句 Q&M 火灵老祖虽然挺不明白啥意思 却也能推演出来 这是一句脏话 火灵老祖露出可惜之色 本来想饶你一命 看中你的炼器手法 罢了 将你炼制成准圣傀儡 看家护院也够了 灵宝天尊哈哈大笑道 你个老东西 以为吃定我了 灵宝天尊面色肃木 咬破手指大喝道 九天玄沙 化为神雷 黄黄天威 以剑影之 随着灵宝天尊念动法诀 引动宇宙雷之法则降临 朱仙剑上附着神雷 强烈的威压 让周围空间有些扭曲 这是灵宝天尊最降的一击 火灵老祖的法宝的阵制力再强 也没有雷之力强大 雷的威力 威压都是超强的大道 随着天雷降临 周围的阵制力消散 灵宝天尊守持天 雷朱仙剑 朝着火灵老祖飞去 火灵老祖面色微变 这一击威力很强 他也不敢轻奸 他迅速后退 全力防御 倒不是接不下 而是万一圣魂受伤 哪怕一丝伤害 都可能影响他突破圣人境界 他不想等了 他不想出现一丝意外 反正这一击之后 对方就是一个废物 任他拿捏 灵宝天尊看他撤退 露出不屑的表情 朱仙剑并没有麾下 而是瞬间 出现在火灵族现任族长面前 在火灵老祖暴怒的咆哮声中 一箭斩下 在火灵族长不敢置信的目光中 他缓缓看着自己一分二的身体 圣魂不满了细小裂痕 连同圣魂在内 被朱仙剑吸入剑身之内 火灵族长面 火灵家族所有星球内的生灵上 一波眼泪还没有擦浅 再次泪如雨下 长老没了 族长也没了 火灵老祖暴怒之下 收起悬火乾坤塔 手持允仙烈焰刀 朝着灵宝天尊披下 灵宝天尊拿起朱仙剑 两人站了起来 双方打得有来有往 只是几个回合之后 灵宝天尊被火灵老祖打得吐血 又一刀给劈飞出去 火灵老祖瞬间出现在灵宝天尊背后 一刀斩下 并怒吼道 给我死 灵宝天尊根本招架不住 刚才那一击已经用了全力 现在浑身颤礼 早已精支撑不住 看着越来越近的攻击 朱仙剑有灵 挡在主人面前 想要为其阻挡一丝攻击 灵宝天尊爱惜地摸了摸朱仙剑 冷冷看着火灵老祖 第231章 蒋道义 长命 就在此关键之时 五面小旗出现在灵宝天尊身前 旗帜围成一圈 将他围在中间 火灵老祖一刀砍在先天武色旗上 被反阵之力阵地后退了一步 远处又飞来一张遮天蔽日的黑白法宝 正是道德天尊的阴阳太极图 太极图泛出金光一闪 将此处所有人带到图中世界 灵宝天尊看现先天武色旗 又看到太极图 面色大喜 大哥 二哥 原始天尊表情肃穆 听见灵宝天尊叫二哥 表情微微舒展 道德天尊还是一副和蔼老人模样 手一伸出 将一个葫芦扔给灵宝天尊 灵宝天尊打开葫芦 将里面的九转金丹养投到近肚子里 一股股能量滋润着全身 力量在快速恢复 火灵老祖看见对方来了两个帮手 面色铁青 一个就如此难缠 更何况又来了两个 火灵老祖将乾坤烈焰刀收起 冷哼一声 哼 你们是他的兄长 原始天尊淡淡说道 正是哼哼 你们的弟弟不请自道 偷去我火灵族圣火 斩杀我火灵族两位准圣 你们怎么说 火灵老祖知道硬拼没有胜算 他不经意打量着太极图天地 对方三个准圣看样子都很强 打不过就拿大意来压 你想如何原始天尊全程很冷静 语气也很平淡 我想如何 还我族圣火杀我族两位准圣 那你们就要给我陪葬两位 火灵老祖直接说道 老匹夫还陪葬 今日你别想跑 灵宝天尊不谢说道 一旁不知声的道德天尊笑呵呵地说道 见过道友 是我教导弟弟无方了 给道友赔礼了 圣火已经被炼化 准圣已经被杀 不如我等赔偿你一二 我们可以帮你收集灵火 培养一个新的 再给一些补偿 你看如何 火灵老祖听道后 不谢道 那我杀了你二人 再给你一些补偿如何 原始天尊面色微冷 哦 那你来杀吧 火灵老祖冷哼一声 也不说话 废话 要是圣人境界还废什么话 直接将对方斩杀就是 对方还敢来盗取圣火 进来就给他废了 道德天尊推演后 笑着说到整个事件我已知晓 确实是我三弟不对 按照你的说法 是因为我三弟盗取你族圣火 又杀你火灵族两位准圣 你非要他偿命是吧 火灵老祖眯着眼睛 没错 道取我族圣火 从道意上讲不过去吧 又杀我族准圣 偿命不过分吧 道德天尊点了点头 确实不过分 理应偿命 道德天尊没有拐面色微变的两个弟弟 而是继续说道 但我想问下 你族在晋升三级文明时 屠露379颗烈焰族星球 将对方所有生灵斩杀 提取火之大道 用来滋润火灵族圣火 晋升四级文明后 你族四处抓捕三级火属性星球 不下几千颗 都被你族残忍杀害 用来培养圣火 培养准圣 按照你的理论 这从道意上说不过去吧 对方经先进来报仇 也被你斩杀 长命不过分吧 道德天尊笑着说完 静静地看着对方 火灵老祖面色大变 有些恼羞成怒地说道 拧拧了半天 最后也是莫说出啥 其实他内心有些震惊 对方是何身份 怎么会如此清楚 他们种族的事情 对方说的没错 火灵族本来是小族 在刚晋升三级文明时 新主大人偶然得到一个秘书 可以将火属性生灵际限 提取火之大道 用火之大道滋润火灵族圣火 可以加快圣火成长 将不同集圣火吞噬后 可以强行提高境界 甚至将圣火培 养到顶峰 可以晋升准圣七 他家族就是靠着这个秘法 才能刚晋升三级文明后 迅速崛起 诞生一尊尊强者 甚至诞生准圣 但这是种族最高机密 对方怎么会知道 突然想起什么 眼神一变 难道 道德天尊冰冷看着对方说道 好奇我怎么知道的 你族三级文明晋升时 仗着圣火秘法 实力提升飞快 四处捕捉火属性星球 霸气宣扬 所有火灵族要磨归顺你族 要磨际线 导致所有火灵族 几乎都归顺你家族 还记得吗 晋升三级文明时 你家族还有一个盟友吧 你族得到秘法后 不知道秘法威力如何 就将盟友的高手骗到你星球 突然将对方献祭掉 见秘法有效 就立即宣战 想要吞噬对方 奈何 对方另有手段 奋勇反抗 双方僵持十年后 对方逃顿 而这个火灵族新主 叫做望川 恰巧加入到我家族 就连两个弟弟都一脸震惊地看着道德天尊 这 这是推演出来的 其实这是还真敢巧了 道德天尊的化身太上老君 在天庭炼丹 经常收集各种灵火 他帮助火灵星炼制法器 正巧那段时间 蓝星要和军玉家族结盟 望川自己就将这个事情说了起来 还说盟友不靠谱啊 火灵族望川将本族圣火 拿给太上老君看来的 太上老君也记住这个圣火的气息 再结合这个故事 记得就深刻了一些 灵宝天尊将圣火到取回来后 一直放在空间里 正好前两天灵宝天尊将圣火赐予了精灵圣母 灵宝天尊要是在必由宫 道德天尊还感应不到圣火气息 但灵宝天尊急匆匆走了 没了灵宝天尊遮掩天机 精灵圣母在炼制时 不可避免地将圣火暴露在外面 被太少老君感应到了 于是 才有了今天这一出 事实也确实如初 看着对方面色大变 道德天尊知道 这一切都对上了 火灵老祖见状浑身火焰有些波动 心里也打了退堂鼓 由于片刻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算了 来日再见 火灵老祖转身飞走 心里想的却是 等尽生圣人境界后 再来算账 还没有等他飞走多远 先天武色 其将他围在中间 脚底下生成一个阵法 正是诸仙见阵 道德天尊淡淡地说道 不用来日 就今日吧 奉我蓝星家主之命 火灵族被赐我家族核心成员 望穿星主 对其幼小心灵造成严重伤害 至今仍然没有走出阴影 当时你屠如望穿星主旗下 239名金丹妻修士 寄陷他们的生命 按照你的理论 你们俩 先尝命两个吧 剩下的 我们会去找你家族谈谈的 第232章 击杀火灵老祖 火灵老祖听到道德天尊说的话 脸色大变 立即祭出乾坤塔 用力朝着天上的太极图砸了过去 就在他扔出乾坤塔之时 原始天尊从怀里取出一颗浑原珠 在乾坤塔之上 乾坤塔直接掉落在了下去 人凭火灵老祖如何驱使 也驱使不了 混原珠可以封印法 保一些时辰 除非打碎混原珠 或者让原始天尊 离开混原珠一定的距离 或者击杀了原始天尊 才能解除封印 领保天尊剑撞 拿着朱仙剑冲了上去 和火灵老祖厮杀了起来 原始天尊 道德天尊手段齐出 三人和火灵老祖斗了起来 至于一旁的那个准圣初期的火灵族修士 僵硬地站在原地 也不敢上前 也不敢逃跑 火灵老祖越打越郁闷 让对方压着打 族内的圣火 大部分都让他吞噬了 才能晋升到准圣圆满 但苦修百万年 却一直没有晋升圣人境界 打着打着 圣魂开始受损 他的心态也随之崩溃 他拿出乾坤烈焰刀莫几秒 就被混原珠封印 不惧被神威 他拿出翻天印莫几秒 又被混原珠封印 气得火灵老祖之叫唤 愤怒极了 其实包括原始天尊 在内的三清都能感觉到 对方这个准圣圆满 有些名不符实 怎么说呢 空中楼阁 这是完全靠着吞噬 圣火强行提起来的境界 对于大道领悟太少 而且因果之力太大 屠戮无数生灵 寓遇圣火 与其叫圣火 不如叫夜火 随着时间推移 火灵老祖受伤越来越重 仰天咆哮 可恶 再给我万年时间 我定能尽升圣之境 灵宝天尊一边进攻 一边不屑道 救你 再给你千万年 也晋升不了 在三清配合之下 打得对方肉身破碎 圣魂裂开一道道口子 看起来非常凄惨 我跟你们拼了火灵老祖一声怒吼 祭出本命圣火 朝着灵宝天尊扔了过去 道德天尊拿出一座塔 扔了出去 此塔正是道德天尊 用无上功德炼制的特殊法宝 天帝玄黄玲珑宝塔 天生克制一切邪恶 妖魔 对方的圣火 也属于夜火的一种 被宝塔镇压在塔下 里面的漫天功德之力 在不停侵蚀圣火 而对方没了圣火 实力下降严重 终于坚持不住 三清不顾对方的求饶 最终将对方斩杀 圣魂被原始天尊封印在混圆珠之中 至于那个火灵族准圣初期修饰 还在原地僵硬 立即跪下求饶 哪有一点圣人模样 随着火灵老祖被杀 这场战斗也算落下帷幕 准圣圆满的圣火 被道德天尊拿走 翻天印 乾坤塔 乾坤烈焰刀被拿走 三个准圣的圣魂 两个圣火被领保天尊拿走 剩下这个准圣 也识去地跟着三人前往蓝星家族 心里充满了忐忑 不过还活着就挺好 在回去的路上 原始天尊一直在教训领保天尊 尽管领保天尊有些不服气 却也没敢吱声 而道德天尊在一旁不时地点点头 彭腹在说 原始天尊说得对 在回去的路上 家族内部大军已荆棘接完毕 这次领头的新主正是火灵新主望穿 这次由他统领大军 前往火灵族 全面接收整个四级家族 经过商议 最后让领保天尊带着火灵族准圣 跟随大军前往火灵族降服对方 相信外有领保天尊 这个暴脾气准圣 实力超群 还有对方这个已经被奴役的准圣内 再劝说 这次应该不费力气 就可以将对方拿下 这个火灵族准圣 被命名为火旋风 以后就常驻在火灵星 让他听望穿管理 这一消息传出 对众多新主羡慕坏了 这可是准圣啊 就这样便宜 这个名不显生的火灵新主望穿了 但众新主也没有办法 谁让对方命太好了呢 对方家族都是火灵族 和望穿是同族 新主之前好认识 虽然这个认识吧 有点特殊 但还真是最合适的人选 就这样 大军浩浩荡荡地朝着某处飞去 这次出征 望穿带领了一千颗星球 没有一颗人族新主 都是各种族融合 而火灵族 却有近七千颗星球 差距有点大 就在火灵族浩浩荡荡赶过去的时候 火灵族新主感受到 自家死了三位准圣 另一位准圣气息也转变 脱离了星影 面色苍白 知道这次要出大事情了 就这样被对方奴役 还有点不甘心 想了又想 最后下定了决心 他登上平台 看着熟悉的几位老友 最终给对方发去了消息 原始天尊拿着宝物 回到第三十五重天 开始细心教导起了徒弟 随即将翻天印 交给了一位爱徒 此乃圣人法宝 翻天印 威力无穷 就赐予你了 广城子惊喜万分 连忙站了 起来说道 多谢师父 嗯 无要闭关一段时间 此番出行 略有感悟 南极仙翁在天庭里有植物 郊内的事情 你多管管 督促师弟们修炼 切记 不到经线 不许历练 气韵之争 不急于一时 明白了吗 广城子连忙说道 谨尊师父教会下面站着的徒弟们 也是连忙站了起来 谨尊师父教会 原始天尊点了点头 消失在原地 这次和准圣圆满交战 即使对方有些虚 但实力也相当于准圣后期 他在战斗中 也有所感悟 这次要是顺利的话 估计就能晋升准圣后期了 想起依然看不透的道德天尊 心里猜想 大哥不会 已经晋升了吧 应该 不会吧 道德天尊将得到的圣火 交给了太上老君 随即回到第三十三重天 闭关不出 灵宝天尊回来后 使用特殊手段 将圣魂炼制成一个石碑 就自己对于境界的感悟 对于准圣的理解 刻在石碑上 要知道 这可是圣魂 观看圣魂 可以加快修炼速度 增加感悟圣道的几率 算是无价之宝 这要是传出去 都得震惊无数修士 羡慕死无数修士 灵宝天尊冒着危险夺回的圣魂 就这样交给了徒弟们 就为了让他们有机会成圣 天尊有任何毛病 但在他对待徒弟这一点 对待劫教这一点 无人可比 因为还要立即跟随大军前往火灵族 他召集了众多清传弟子 交代了一番 消散在原地 而毕游宫的众多清传弟子 围着石碑修仙了起来 转眼间 五百年后 第233章 史无前例的混战 时光荏苒 岁月变迁 蓝星家族 漫天的宇宙战舰正在不停调动 大量的人 原正在紧急搬运物资 就连天庭的天兵天将军团 都派遣过来12个 这是整整120万天兵 天兵的实力 最低都达到了化神器 天将更是达到了真仙境界 众多天兵天将看到来人 其声说道 见过赵元帅 嗯 都准备好了吗 赵公明骑着一只真仙境黑虎 威严地问道 都准备好了 嗯 立即出发 赵公明点了点头 就想跳上一颗星球 这时 远处传来一声 大哥 多加小心 赵公明看着来人 肃穆的表情 露出一丝笑意 放心吧三妹 吴很快就会回来 三肖面露忧色 望着大军开拔 飞得越来越远 大姐 我们不过去吗 是啊 大姐 我们跟着去不好吗 云霄头也不回 朝着家族飞去 潜心修炼吧 不然过去也是添乱 此时的三肖在结教 还没有展露头角 虽然也是二代弟子 是领保天尊的清传弟子 但境界还只是真仙境 张扬看着各处大军开拔 又看着远方正在作战的准圣们 也是叹了口气 话说五百年前 领保天尊剑展三位准圣后 张扬令火灵新主望川 带着一千颗星球 前往火灵族接收 本以为是情会很顺利 却没有想到 对方既然早有准备 与另一个大族达成协议 决定投靠对方 吞并蓝星家族 占领蓝星家族私人领地 共享圣火秘法 火灵族属于金木水活土 五大元素家族之一的火灵族 整个种族体系庞大 银河系有很多 而且有些种族颇为古老 被灭掉四位准圣的 火灵族新主 朱荣封建大事不妙 向一更古老的火灵族 阎灵家族求助 表示愿意加入阎灵家族 献上火灵族秘法 唯一要求就是 灭了蓝星家族 对方经过调查 发现蓝星刚得到领地 家族有九位准圣 却没有圣人进高手 便起了心思 要是能够吞下对方 再拿一块私人领地 再加圣火秘法 很有诱惑力 最主要的是 蓝星家族没有圣境 家族拥有圣境 才算是顶级的四级家族 而这个火灵族 拥有一位圣境老祖 虽然在闭关 但整个家族准圣级修士 高达十三位 还有大量金仙境修士 更有五万颗三级星球 二十多位四级主神 整个家族势力 比蓝星家族要强得多 正常来说 两个拥有领地的四级家族 除非有身仇大恨 不然不会全面开战 影响太大 而且不好收手 但这次利益较大 协议只要对蓝星家族宣战 祝荣丰愿意携带 旗下七千颗星球 圣火秘法加入严林家族 这个秘法严林看了 很有意思 而且对方实力偏弱 且刚得到领地 又没有圣境 可以搏一把 就这样 对方密谋了起来 蓝星家族想的事情 并没有发生 看现蓝星家族大军袭来 对方直接对蓝星家族宣战 领宝天尊并不慌张 因为家族早有预案 援军随时可以赶到 还是一样的操作 让一位星主晋升为主神 带着旗下星主们 瞬间降临 在某点坐标 参加战斗 很多家族都是这样做的 表面来看 只有望川带着一千颗星球赶路 其实背后 还有无数星球 要知道 新印气息 家族气息是可以隐藏的 自己不对外展示 别人也便别不出来 有些分不清的愣头青 误以为是三级家族 派遣星主过去讨伐 结果 满满的都是套路 望川带着旗下星主们 刚接近火灵族 直线火灵族主动对蓝星宣战 紧接着 周围闪烁着光芒 瞬间降临了几个四级星主 对方明显准备好了 十几位惊仙 三位准胜 带领无数火灵族军团 猛冲了过来 面对如此突然的攻击 瞬间将望川等星主打猛了 好在灵宝天尊反应快 立即通报家族 蓝星家族反应也很快 常备的几个家族立即降临 双方展开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战 随着一颗颗星球降临 天庭 地府 如到 灵界都快速登陆星球 跟着众多星主降临在望川星主附近 蓝星这边种族灵力 各种族都有 矮人族 血族 精灵族 兽族 龙族 冰雪族 还有大量科技战舰 武器 对方就比较纯粹 清一色 都是火灵族 正所谓 你方唱吧 我方登场 你方降临 我方也降临 战斗一开始 就是白热化 蓝星依靠科技之便利 在大规模战斗中 很占便宜 而且 按照张扬的命令 下了死手 武器都用最大当量的反物质 朝着对方星球狂轰乱炸 这种层次的战斗 死伤的还是真仙境以下的 到真仙境 都有自己的保命手段 双方持续战斗了几百年 蓝星所有地府超负荷运行 人族修饰不停投胎 死亡 投胎 死亡 其他种族 就没有这魔好的运气 因他们死亡 就是真的彻底消散在宇宙 随着时间推移 双方军伤亡惨重 但论生灵死亡的数量 蓝星占了很大便宜 蓝星的高层力量照比对方还是差了一些 众多高手全上去了 八大准圣 五方五老 天庭 地府高层 兽界先兽 算是火力全开了 要打 就打他个天翻地覆 别以为蓝星好欺负 有句话说得好 软的怕硬的 硬的怕穷的 穷的怕横的 横的怕愣的 愣的怕不要命的 不要命的 怕不要脸的 不要脸的 怕不要钱的 这层层下来 张扬命令蓝星是充分发挥狠 愣 不要命 不要脸精神 战斗正在进食 由温神石霜将研制的大量毒药放进导弹中 在爆炸瞬间 一股骨气体蔓延在火灵星球 对方哪里见过这个阵势 星球内的星明成片的死亡 吓得对方胆寒 随着时间推移 战局逐渐稳定 都在寻找胜利的方法 战争开启后 张扬交给先兽小白一个任务 对方消失在原地 同时 位于科技界的人族科技狂人 也在加班加点研发一些东西 温神也在紧锣密鼓地研究着 既然高端战力不行 那就得想点办法 硬拼只是下下策 第234章 张扬心态的变化 张扬看着小白飞走 思考自己的发展路线 真的走对了吗 最近这些时间 是不是有些拖沓了 有些安逸了 看着账户 那放着大量的资源 没有给家族各一级文明星球发下去 这是弄啥了 资源再多有什么用 不转换成实力 都是空中楼阁 张扬来到了科技界 拿着百年前 研制出来的基因药水 默默不语 其实人族一直没有 停止探索自己的身体 人族科学家们 发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都蕴含着无穷的力量 所以一直在研究 怎么能从细胞 基因上去提高人族的实力 经过不懈的努力 让蓝星新出生的婴儿 可以具备一定的实力 经过这摩多年的研究 目前蓝星新出生的婴儿 实力已经可以达到炼体径 但这些婴儿 都是蓝星主星球的 旗下所有一级文明的人族星球 并没有这个机会 按照规定 应该等附属星球 晶升为三级文明后 可以带着婴儿 前往蓝星家族 注射基因药剂 其实 这也算是一个实验 还没有大面基谱级 也算是一个隐形的福利 张扬也是怕在出现其他问题 一直谨慎了一些 但由于战斗的开启 张扬心态发生了变化 时不待我 每一步都想最安稳地走下去 这是不现实的 最终战斗末来 即使出现问题 也来得及 张扬这些年走得太稳了 也太慢了 心态发生改变后 张扬决定 基因工程全面普及 提升全体人族的实力 张扬将此基因药水 注入星球诞生后的细胞核里 这样一来 新出生的婴儿 都具备恋气静实力 算是解决人族出生时 太弱的缺点 在研究基因的同时 也在研究基因突变工程 算是一种攻击手段 幻想有一天 遇到种族入侵 或者外部势力入侵 是否可以用这个手段 去攻击对方 经过大量研究 已经有了一定的实验成果 张扬命令小白 去寻找地方的老巢 到底在哪里 准备投放这种病毒 这可能是银河系 有史以来第一次病毒作战 为了防止误伤 蓝星的科学家们 也在针对目前宣战的火灵族特点 去投放 火灵族是由能量组成的一种生物 根本就没有肉体 只有相当于灵魂一样的东西 所以 增加了诸多的限制条件后 改成了一种灵魂药剂 小白这次前往对方老巢 就是去实验这种灵魂药剂 有时候正面战场不行 就要从侧面想一些办法 去解决危机 由于战斗了百年 双方都有些吃不消 所以 目前的正面战场 有些陷入僵持阶段 双方只是相互对立 而不像之前那种大规模作战 基本都是属于小规模战斗 对双方也起到了一个练兵的作用 在这场战斗中 也涌现了大量人才 张扬命令三清 研究一种特殊法宝 名为封神榜 真仙及以上修士出战之时 都要将一丝灵魂附在上面 即使战斗死亡 凭借封神榜 也能投胎转世 重新成为天庭的神仙 算是有了编制 也正因为此 来兴家族的仙神战斗起来 汉不畏死 实在是张扬的诸多政策 为他们解决了大量后顾之忧 外部正在拼命作战 内部也在战斗 每百年举行一次排行榜大赛 依然正在进行中 目前只过去了五百年 由于外部正在作战 各势力干涉相对较小 派遣过去的援军 实力也有所下降 基本都是原因以下的修士 在张扬开启基因工程科技术后 整个家族内的所有人族 实力都增加了很多 当然增加的都是外在能力 可以让人族随着年龄炼皮 炼骨 炼精 直到炼体静 还在基因工程里 还加了一部分对于修行的感悟 算是变相提高了人族修行的天赋能力 这次是个大工程 蓝星家族内部人员全力出动 大量战舰前往人族星球 围成年人注册基因药水 人族新生儿 直接在基因的改变下出生 就具备炼皮实力 随着年龄增长 在十岁的时候 基本可以达到炼体境界 成人则有些不同 简单粗暴 注射完基因药剂后 直接达到炼体境界 当然 痛苦了一点 心态发生转变后 张扬开始了疯狂的烧钱模式 将大量灵脉 以排行榜战绩情况 进行发放 每个新诞生的人族星球 都自带一条微型灵脉 张扬开始将上面上的余额疯狂消费 这场战都让张扬看到了 家族最近有些松懈 有些安逸 张扬思想有些不端正 有些种田 这是不对的 当初为了要点资源 死起白赖管夸克要能源的精神去哪了 地位高了 拉不下脸了 还是 你觉得自己行了 张扬一遍一遍询问自己的内心 思想发生了改变 张扬直接联系军玉 兄弟 别的不说了 需要支援 灵珠 碎片我都要 会慢慢害你的 军玉笑着说道 终于联系我了 就等你置身了 军玉将最近得到的财力 全部输送给蓝星家族 大量物质不给 奇观碎片 灵珠等 可以增加人族肉体能力 灵魂能力的宝物 都被张扬分发下去 可以说人族基础实力 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星球诞生出 使战斗力直接达到二万 还在不断提升中 那是相当的恐怖 人族十岁就达到炼体境 加上灵脉环境 可以进行修炼 人族这场战斗 宇宙元老会也看在眼里 智族看着人族 种族战斗力飙升 种族潜力评估增加 深深感到震惊 同时对于人族这个种族 也感到好奇 杨梅老祖 出玉三位魔神 也是深感震惊 这个变化 是在推演过程中 不曾看到过的 看来在战争的压力下 这个小家伙也开始 用出全部的手段 不再谨慎了 早就该这样了 张扬不再想着慢慢经营 稳步走好每一步路 开始大胆起来 将所有能源疯狂燃烧 大量灵脉物质分发下去 看着财富快速减少 张扬也没有停下来 没有能源算什么 只要家族在 这些东西想有随便有 如果每天蓝星不在 所有的一切 也就都没有了意义 这是突如其来的战斗 根本不能怪灵宝天尊 因为迟早会有这场战斗 这样的战斗 才能打醒张扬 对战重足的那场战斗 让他轻松取胜 让他有些飘了 宇宙发展 从来都是食不待我 必须抓住每一分 每一秒向上爬 想起在一级 二级 三级文明时 那重精神 那重冲劲 张扬觉得自己错了 如果依靠现在这样 慢慢地去发展 蓝星何时候 才能掌控银河系 难道要一辈子 当四级新主吗 家族所有的底气 都是旗下新名给的 现在可以提高他们的实力 让他们增加一些 生存下来的几率 都是值得的 不加快发展 魔神救不救 宇宙没了 他怎么办 自己去打一族吗 扬眉老祖帮助他 不就是希望 人族可以带领 所有种族站起来 拯救魔神 解除危机吗 想好一切问题后的张扬 心态发生了变化 这次他拿出令牌 主动联系了 好久没有联系的 扬眉老祖 要资源并不丢人 家族没了 也就没有人 令牌轻轻震动 位于宇宙元老会的 扬眉老祖 收到了通知 扬眉老祖笑着说道 看来这个小家伙 心态发生了变化 你们去不去 去 我也去训他两句 磨磨叽叽 犹犹豫豫 像的娘们一样 就是 干就完了 第235章 会哭的孩子 有奶吃 张扬出现在特殊空间之内 没过一会 面前突然出现了三位老者 张扬连忙说 见过扬眉老祖 见过初老祖 献过于老祖 另外 两位魔神并没有回应 倒是扬眉老祖威 威点头 善今日召唤我等 有何要事 张扬微微躬身 情绪低沉说 人族是宇宙中 比较特殊的存在 是在众多老祖 其心帮助下 才能诞生 算是带着特殊使命而来 最近一段时间 我有些疏忽灵的发展 导致星球成长过慢 犯了思想上的错误 险些辜负老祖的良苦用心 严格来说 三千魔神是我蓝星之祖神 如今众多老祖 还被四大邪恶种族镇压 受尽苦难 我理应加快发展 过去接应 今日 我再次表态 定要尽快文明发展 为拯救众多祖神 奉献一丝力量 我人族虽潜力巨大 世界众位魔神归位 维护宇宙和平为家族 最大使命 但由于诞生时间短 种族底蕴低 还请在老族给我人族点时间 我人族一路披荆斩棘 离不开众位老祖的照顾 如今 有了一丝规模 有准圣八位 圣进一位 特请三位老祖为领指导 张扬说完 旁腐有些动情 声音带着一些哽咽 然后恭敬的鞠躬邀请 一番言语下来 三位老祖也是心生感慨 叹了一口气 是啊 这也是他们 曾经日日夜夜推演了无数岁月 才推演出来的人族 带着他们的希望与期待 如今已经成长到这般模样 看着动情的张扬 杨梅老祖也是跟着说 莫作小而壮 蓝星的发展 我等一直看在眼里 整体来说 发展得不错 蓝星发展不过几百万年 已经依靠自身实力 发展到今天这等地步 已经超越大多数种族 你能想到 以维护宇宙和平 接引众位魔神回归为首要任务 坚决维护宇宙元老会的 统一为核心思想 我等自会扶持自家人 杨梅老祖看着两位魔神说道 你们怎么看 出 你个小娃娃 最近确实有些松懈 没有之前的冲劲 刚要边策边策 还好及时转变心态 回到正轨 但不得不说 做得还不错 于 作为新主 管理意义生灵 责任重大 从重重计向表明 人族都算没有辜负我等良苦用心 理应当上 但是 这个但是 听得张扬心里一惊 就怕但是 果然 于 但是 蓝星现在正和火灵家族开战 这时候出手 是否有些不公啊 张扬看着两位老祖沉默 立即说道 三位老祖 弟子出手 不是因为私下矛盾 而是因为 张扬将对方星 主线寄生灵 炼制圣火 可以迅速突破等事情说了出去 触摸神眉头一皱 开始推演了起来 过了一会 才开口说道 这个密法与天始祖有一丝关联 它会潜移默化影响受益者 当战争来临时 对天始祖会有天然好感 容易背叛本宇宙 张扬一惊 突然想起秋雪 又将秋雪 那个曾经施展祭宪之法 获得强大实力的属下 也跟着说了一遍 果然 也是这样 目前没有任何异常 包括他自己在内 也察觉不出来 但当战争来临之时 他可能第一时间背叛蓝星 被刺蓝星 这种奴役契约 在本宇宙是生效的 对方不可能背叛 但外宇宙入侵 或者用高端手法 还是可以破坏的 仅仅是张扬 在短时间内 就遇见两例这种情况 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出不懈道 哼 这帮鸟人 满嘴的人意道德 大搞信仰之力 让其下生灵成为 狂热信仰者 一辈子供奉高等级天使 杨梅老族点了点头 互有手段 实属正常 这个事情 我们要重视啊 我走一趟吧 巡查下整个宇宙 看到底有多少例子 杨梅老族笑着说 你这小家伙 还真有点运气 说吧 想要点啥奖赏 张扬略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蓝星没有圣人 顶尖战斗力不足 莫法为众多老族分忧 实属惭愧 出魔神呵呵笑着 胃口不小啊 实力是个人修炼的 外力来的 终究靠不住 就像借助圣火之法 突破圣境 照比个人修炼的 还是差了很多 不过 晋升圣人的名额 可以给蓝星十个 足足占了银河系 一半特殊名额 自己突破不受限制 但宇宙意 使给了各星系特权 可以让二十位准圣境升为圣境 算是重点关注名单 特殊照顾吧 名额给你了 按照人族来说 只是不卡脖子而已 初期修炼到圆满这个过程 终究要靠自己修炼的 你可明白 张扬大喜 连忙说道 多谢老祖 多谢老祖 这可牛大发了 真没白来 玉老祖问道 还有吗 张扬思考片刻后说道 蓝星经济有些拮据 神员点生产速度 跟不上消耗速度 玉和和一笑 神员点在他们看来 这是最简单的东西 他挥了挥手 张扬就看见张护里 多了一长串的灵 连忙说道 多谢老祖 多谢老祖 杨梅老祖问道 还有吗 张扬果断摇头 没有了 没有了 在一 在二 不在三 知尽退 方能行愿 而且 杨梅老祖最看重人族 另外两位魔神都赠送了 他还能不表示 杨梅老祖笑骂道 你这小子 另两位老祖都 赐予你一些奖励 我能不表示 这样吧 上次那个茶叶挺好喝的吧 张扬具现的是人族 所以疯狂点头 速度之快 都要原地起飞了 杨梅老祖将锦囊扔给了张扬 张扬并没有当面打开 而是连连致谢 随着奖励完毕 杨梅老祖表情严肃说 给予你如此多的奖励 希望你能让我等看到成果 银河系 一直没有五级新主 你明白为何吗 张扬想了想 试探地说道 因为人族吗 不错 蓝星诞生于银河系 也是我等兄弟合力推演出来的 自然有着深厚感情 时不待我 只争朝夕 威望是自己打出来的 明白了吗 张扬连忙点头称是 又问了下 关于手下秋雪新主 如何处理 现在不必紧张 等战争来临时 将计就计 火灵族 就是蓝星立威第一站 去吧 话音刚落 张扬出现在空间令牌的外面 还是恭敬地朝着令牌拜了拜 瞬间回来了蓝星 第236章 悟道茶 悟道石 张扬回到蓝星后 才缓缓将扬眉老祖送的锦囊打开 果然 里面有几十片柳叶 这叫做悟道茶 只是有些奇怪 里面还有一块石头 张扬感知之后 顿时明白 这是悟道石 悟道石可以诞生一位生灵 也可以放置在某处 让人不断参悟 可以加快修炼速度 算是难得的宝物 这让张扬想起某位鼎鼎大名的生灵 不禁有些期待 至于悟道茶 这次效果不同 像上次那样顶级的悟道茶有五片 这就是五位准圣 剩下的几十片悟道茶 可以让修士借此顿悟 突破到金仙境界 金仙已经是不折不扣的顶尖高手 在任何一个四级文明中 都是顶尖的存在 毕竟准圣都忙着修炼 想早日突破到圣境 不入圣境中是蝼蚁 圣境轻易不会出手 世间的一切与他们关系不大 在意的东西 除非祖星有了生死危机 否则都在探索圣境后面的境界 现实点说 大道才是他们最在乎的东西 随后才是新主 星球危机 圣人还在本宇宙法择树附下 不得不听令于新主 但要是不在本宇宙呢 不在不本宇宙 宇宙契约就会失效 他们可以背叛 也可以不回来 圣境算是新明的天花板 真要突破到大道境 自己都可以和宇宙一时交流 新主其实对他们 没有太大束缚 但生灵成为 圣境如和新主有很大关系 对方也会感恩 轻易不会叛变 毕竟在本宇宙都叛变 你到了另一个宇宙 就不叛变了 另一边也不会信任你 也是炮灰般的存在 而且 在修炼成长的过程中 没少占用本宇宙资源 领悟本宇宙法则 背叛主星 就是背叛宇宙 会被宇宙一时所歧视 毕竟一个连生你 孕育你 培养你的主星 你都可以不在意 充分有理由怀疑你 本宇宙发生危机 你是否也会同样如此 张扬听杨梅老族讲过 本宇宙也有圣境叛变投敌的 因为他们害怕本宇宙灭亡 无法长生 所以背叛宇宙投敌 张扬暗想 要是真有机会 他想看看 一族能不能叛变 要是一族叛变 被刺之下 本宇宙胜算 还能增加不少 不过 这都是以后的事情了 张扬当务之急 是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打出蓝星威名 随后偷偷发展 待消化完各类战果后 开始统一银河系之路 晋升五级文明 前线有道德天尊顶着 这是蓝星第一位圣境 老子在与火灵族准圣圆满一战后 有所感悟 闭关五百年 随后一举突破圣人境界 成为蓝星第一圣 可能连他的另外两个弟弟 也不知道 道德天尊不知不觉中 已经突破到圣境 其实严格来说 蓝星有两位圣境 还有出魔神派遣过来的饮酒 明面上的圣境就是饮酒 所以导致对方圣境不敢出手 圣境更多是震慑 两个圣境交手 动静太大 圣境 不夸张来说 一人可灭一个星系 能对付圣境的 只有圣境即以上境界 当务之急 是让蓝星再多诞生几位圣人 准圣 惊贤 随后将所有资源转换为实力 大力发展一级星球 尽快让二级星球 晋升三级文明 扩充家族实力 悄悄发展 最后震惊所有人 奠定蓝星之威名 而且 一宇宙也得过去看看 正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现在对一族两眼一抹黑 啥也不知道 张扬立即命令 原始天尊 灵保天尊 如来佛祖 阿弥陀佛 共四位准圣返回大本营 几年后 四人终于返回到蓝星家族 看着熟悉的环境 颇有感触 四人来到第三十六重天 看见里面还有一人 正是天庭之主嬴政 看着嬴政 四人微微低头 见过天地陛下 众位道友 不必客气 感谢你们 为家族付出的心血 辛苦了 既然还没有客气几句话 张扬出现在五人面前 五人恭敬地说到 见过父神 张扬看着面前的五人说道 这次召集你们回来 是有重要事情 要你们去做 这件重要事情 就是要你们闭关修炼 不突破到圣境 不准出关 嬴政微微吃惊 父神 前线还在发生战争 我等五人闭关 家族只剩下四位准圣在前线 压力是不是有些大了 灵宝天尊 没错呀 父神 对方可是有着十几位准圣 据说 还有一位圣境 张扬听他们说来说去 摆了摆手 你等可知 为何对方圣境不出手 包括准圣 也只是出了几个 和你们一一对应 互不干涉正面战场 张扬看见他们摇头 继续说道 两个字 实力 对方有一位圣境 十几位准圣 我方准圣 确实不如对方 但圣境 我方可是有两位 众圣一惊 两位 银九他们知道 这是一位圣境 平时没少打交道 但对方也有特殊性 就是不会帮助蓝星出手作战 只会防御 防御其他圣境 袭击蓝星家族 保护蓝星家族 顺利诞生圣境后 对方使命 也算是完成了 张扬点了点头 不错 正是两位 一位 是银九你们知道 另一位正是你们的师兄 道德天尊 既然张大了嘴巴 感觉有些出乎意料 又感觉完全合理 要说第一位 突破圣境的蓝星修士 没有人怀疑 必然是道德天尊 只是没想到 对方会这魔快突破境界 这些年下来 准圣们实力也有所变化 纷纷突破了一小节 向原始天尊 领保天尊先后 突破到准圣后期 如来佛祖 也是准圣后期 其他准圣 也是纷纷前进了一小节 张扬继续说道 这段时间 我去了一趟宇宙元老会 为你们求到几个名额 净圣圣境的名额 既然听到这个消息 纷纷瞪大了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父神 圣境也是有净圣名额的 要珍惜这一切 你们五位 先净圣境吧 张扬将得到的名额 给了面前的五人 随着一声 圣境名额生效忠 五人面色一惊 顿时感觉困扰 自己多年的大道瓶颈 竟然有了感悟 张扬笑着说道 快去吧 不要让我失望 五人齐声道 多谢父神 愿为父神笑死 看着消散不见的五位准圣 张扬又看着手里的悟道茶 悟道时 深思了起来 思考片刻后 张扬消失在原地 第237章 闻道昌盛 如道盛行 张扬为何没有将名额 全部分发下去 也是为了平衡考虑 每条修炼体系都可以成圣 并且为种族带来一些改变 由于近些年疏忽 一些修炼体系 已经沦落为小道 彭扶天地间 只有修仙一条道路 悟道茶也好 圣境名额也罢 还是要看个人感悟 但只要大道不是错的 个人不是太蠢 都能提升一大减 张扬初 现在人界一座书院里面 一个老朽正在台上讲课 底下众多弟子 也在认真听讲 这些弟子 有些是真喜欢闻道 也有很多是修仙天赋差 又吃不了五道的苦 才来此上课学习的 古有云 穷文富武 阳光虽刺眼 却总有些照耀不到的地方 何况修仙讲究法 旅 才 第四大核心要素 缺一不可 一般人还真玩不转 三界流传一句话 神仙本是凡人座 只怕凡人心不肩 修仙之路困难重重 说句难听的 哪怕是天庭的一个天兵 已经是千万修士中 混得最好那个 所以 尽管蓝星已精进生四级文明 有大量附属星球供养 但也不是每一个凡人 都可以修炼到较高境界 但蓝星出去的人族 即使在修仙路上不行 在其他方面 也是一等一的天才 这都源于从小 接受系统性的教育 总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学习文道的修士 都是意志坚定 施苦耐劳的修士 其实 依靠孔秋的天赋 早都可以飞升仙界 修炼到精先境界 也很容易 但对方晋升大如晋界后 就压制住自身晋界 不再晋升 甚至就连孔秋的 众多徒子徒孙们 也是一样的选择 这背后原因 令人深思 如道具备很多道 佛不具备的东西 也是最贴近凡人 最接地气的 一条修炼体系 理应大力扶持一下 上次悟道茶总 共就得到六片悟道茶 老子最省心 一片够用 如来佛祖用了两片 嬴政用了三片 就消耗殆尽了 这个东西 完全因人而异 不使用谁也不知道 生灵能领悟多少法则 已经领悟到一半 不上不下的 还真莫办法及实质损 社会发展 从来都是有先有后 先让一部分人起来 再带动后 蓄广大心灵 目前 来看效果不错 天庭执掌三界秩序 地府执掌三界轮回 道门基本都飞升天界 最后入职天庭 地府 佛门基本都飞升佛界 部分入职天庭 部分入职地府历练 积攒功德 更多是留在佛界苦心修行 武道最苦 也是最降 这些年算是百无禁忌 一心只为武道 可以修佛 修仙甚至修儒 反正一切都是为了追求 自身实力的增长 张扬廷孔秋讲完一整堂课后 心神一动 空间转换 孔子突然出现在一处凉亭之中 待看清面前的张扬后 立即恭敬说道 见过父神 张扬笑着说道 这些年没少埋怨我吧 看着对方惊恐万分 想要解释 张扬直接说道 不必多想 这些年儒家发展得不错 唯我蓝星开明智 教化众生有不小功劳 蓝星为了生存 不论是现在 还是以后 必定以战为主 后方安稳 前方才能百战百胜 且不说 如今家族旗下的各族姓名之间存在的纠纷 今后会有很多家族融入蓝星 这背后都需要儒家的教化之力 如今宇宙并不太平 外宇宙随时可能入侵 所以 扶道必须先发展起来 有生存能力 才能谈教化 不然一切都是空话 今日召集你过来 就是准备开创儒界 发展教化之道 今后融入蓝星家族的势力 旗下星球 都要派遣儒家弟子 前往教化 我不论你们用何方法 必须同化 让对方旗下星名 自发为蓝星而战 各星球 种族 势力之间 必须团结 要坚定不移地 跟着蓝星家族前进 你明白了吗 恐秋老泪纵横 原来父神没有忘记我儒家 开辟儒界后 儒界名义上 听令于天地调遣 但实际上完全自制 我会赋予儒家令牌 持儒家令牌 各级星主不可窥视 不可干涉儒家弟子行动 儒界只做两件事 第一教化众生 第二记录 张扬看恐秋有些疑惑 随即说道 教化不难理解 记录是指 在教化过程中 记录蓝星家族各星球 留个暗底 按照事情等级划分 一般以星球上的势力 国家 星球三个等级为核心 有重大事情 要通过令牌 同时上报给新主 即天庭处理 两份必须是同时 内容一致 时间一致 你可明白 恐秋这回听明白了 这不就是御史吗 检查天下 辅助天庭管理天下 但听父神的意思 难道 你想的没错 一族手段众多 可能会有秘法影响 新主之间契约 为了以防万一 必须留个准备 儒家以星球为单位 每颗星球 最少要有二名儒家弟子 剩余怎么安排 具体制度 需要你自行安排 令牌一正一副 正令牌放在儒界 副令牌随身携带 实行双向备案制度 一旦新主强行进行干涉 入侵儒家弟子意志 令牌会自动报警 一旦发现情况有失 立即上报 也算是最后一道防线 明白了吗 恐秋连忙称是 最后一道防线 责任重大 张扬让恐秋 喝下准圣集物倒茶 加以辅佐 孔子境界很快飙升到金仙境 即使没有悟到茶 也能突破到金仙境 恐秋在金仙境 不断感悟闻之大道 很顺利晋升准圣境界 恐秋激动万分 刚想呈现 却听到张扬说道 准圣实力不够看 我再赐予你一个盛境名额吧 随着名额生效 恐秋发现 自己对于大道感悟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根本压制不住了 张扬立即施展无上手段 重负开辟了一戒 命名为 儒界 儒界开辟好了之后 张扬带着对方出现在儒界 里面也是仙气飘飘 却十分空旷 啥也没有 张扬继续说道 你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突破到圣境 手里的工作 交给手下弟子去做吧 再给你儒家五个金仙名额 现可将他们召集上来 恐秋大喜 如今 他已经是准圣境界 这方天地的主导权 也被张扬赐予他 随着他心神一动 五道人影出现在儒界 五人还没有等回过神 就被恐秋拉了过来 快随我见过父神 父神已经将此方天地赐予儒家 并将我提升为准圣 孟可 颜渊 曾参 朱熹 王明阳纷纷大喜 替儒道开心 替老师开心 其声道 谢父神 张扬也没有在意 他们之间的小九九 让他们坐了下来 大手一挥 一壶茶 五个碗出现在凉亭之中 张扬放置了五片悟道茶 一一为他们道上 激动的众人浑身颤礼 这是何等的荣幸 何等的待遇 他们一饮而尽后 拼命压制的境界瞬间突破 很快就晋升为金仙境界 张扬并没有重负刚才的话 剩下的事情 让孔秋去安排就好了 孔秋立即将父神叙述的事情 告诉了五人 让他们主持儒界今后工作 叫花万名 不可忘本 同时要命令完成第二个任务 也就是记录 这个工作由他徒弟颜渊亲自负责 必须确保万无一时 安排好一切工作后 孔秋要带领五位金仙境修士 回到蓝星 突然飞升 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处理 两年后 据传言 孔秋正在为众多声领奖课时 突然有所感悟 当着众人的面 白日飞升 瞬间从大儒境界 突破到准圣境界 甚至天道降下意志 三界再开一界为儒界 父神特赐 孔秋为儒界之主 三界精 就在孔秋飞升后三日 儒界五位大贤突然顿悟 境界飙升到金仙境 白日飞升到儒界 天下精 短短几日 三界竟然发生这魔大变化 至此 闻道昌盛 如道圣兴 张扬为何这样去布局 实在是被圣火事件 秋雪密法事件吓到了 万一战争开启 小弟疯狂被刺 那还用打吗 第238章 手下太强怎么办 随着接触事情越来越多 张扬意识到 存靠契约去限制对方 只能一时 不能一时 最稳健的关系 当然就是 张扬现在培养的 0786号领地的新主 这才是铁杆属下 因为他们被赋予人的身份 并且忠于蓝星 受恩于祖星 对祖星忠诚 有归属感 新主本无意志 都是宇宙元老会 为其设定的意志记忆 让他们了解自己的身份 职责仅此而已 张扬只不过是 更完善了一下记忆而已 随着时间推移 一切也就习惯了 人讲七情六欲 对于他们孕育的东西 赐予他们意志的东西 总能拼尽全力 哪怕是付出生命的代价 有些人会为了亲情付出一切 有的人会为了爱情 有情付出一切 张扬在为他们植入记忆的时候 就是对应儒家那句 人之初 性本善 习相敬 性相远 这句话在蓝星人人都会背诵 是指人在出生的时候 都是善良的 天性也都差不多 根据后天所处环境 才会有了差别 张扬此举 就是让这些人族新主打心理 喜欢本宇宙 喜欢蓝星 喜欢人族 想要保护着这一切 哪怕付出任何代价 张扬想起无数文明推演中 就有过一种精神 靠着钢铁般的意志 打赢了无数次再次推演 也可不能成功的伟大奇迹 这种意志 是常人无法理解的 也是魔神无法理解的 这叫以若胜强 也让魔神看到了希望 所以 导致张扬意志觉醒时 对此印象最为深刻 还有一点 在本宇宙打的是防御战 在本宇宙 受本宇宙契约保护 新主不会叛变 因此 其他四级新主 根本不在意这些 但张扬忧患意识较强 想得较远 防守不是目的 目的是解救魔神 是解决宇宙危机 是防守反击 而最好的防御 就是进攻 还有就是 本宇宙有意识 外宇宙一定也有 是否会有反制手段 可以让某快星系契约力量失效 受到压迫的新主 必定会心生怨恨 在外敌入侵 外祖蛊惑下 投敌叛变呢 这一切不得不防 所以才有今日的布局 张扬看了看手里剩下的 四片准圣集五道茶 三十五片金仙集五道茶 陷入沉思 这些东西来之不易 这东西太逆天了 它的来意 张扬隐隐有些猜测 按照前世所了解 据传杨梅老祖 乃是一棵宇宙空心杨柳树 而这些雾道茶 很可能是杨梅老祖的叶子 所以 会有如此强大的效果 也就不奇怪了 思考片刻后 张扬心中有了决定 瞬间来到天界第一重天 如今的天界第一重天 简称为仙剑 这里是非生者居住的地方 像第十重天 已经是很多神仙的天花板 他们这辈子 都可能接触不到第十重天 就更别说是天庭等地 有个地方倒是能去两次 那就是结教 结教位于第34重天 只要想入结教的 都可以加入 尤其像这些达到真仙境的修士 只要加入结教 就是真仙境 结教创立时 灵宝天尊宣读教义 号称有教无类 其实天界去的人并不多 每个能修炼到真仙境的修士 都是天才中的天才 心性 悟性 天赋都不差 都不相信会有如此荒唐的事 所以基本都处于观望的状态 反倒是灵族有很多仙寿 灵宿前去拜师学艺 成为清传孩子 剩下的投靠的 基本都是人间的凡人 天赋倒是也有很多好的 实力确实差了一些 得慢慢培养 随后又发生反复入教等事件 让众生明白 这不是尔系 每个人其实只有一次机会 入了结教再退出来 即使加入产教 对方也不会收你的 天庭更不会收你 但随着结教弟子 在每届排行榜大赛中的优质表现 手里的宝物 知道灵宝天尊对清传弟子 是真的太好了 这也引来很多真心认可结教的 真仙急修士投靠 张扬来到仙界某处 这里是一座高山 外面设置静置 上面有个洞穴 上面写着霸王 简单粗暴 项羽飞升仙界后 潜心修炼 一心只为武道 这让张扬想到一个词 武痴 张扬走到洞府门外 位于里面的项羽有所感悟 连忙打开洞门 看见来人惊喜地说道 见过父神 不必多礼 你的武道发展得怎么样了 唉 父神不知 自从我推演出武道后 压力甚大 每时每刻都不敢放松 这要是被后来者击败 我还叫什么霸王 但这些年来 好像陷入了死循环 越是这些想 修炼的就越慢 整的一团糟 老朋友都不敢信了 而且 武道目前只推演到悬仙境界 对于后面的大道如何修炼 还真没个主意 难难难 张扬静静地听着 不时地点着头 将一片准圣级茶叶放入壶中 倒了一杯茶 放在桌子上 项羽讲着讲着 将茶水喝入口中 觉得有些困意 睡了过去 项羽感觉 自己好像做了个梦 梦见自己投胎为一位将军 和好兄弟刘邦斗了一场 最后被逼得乌江自吻 又梦见自己是个小兵 在军营里练着最基础的练体诀 梦见自己 是位武道天才 不停修炼武道 成长为一代天骄 他心中关于武学的思考 以及一些他想尝试 却不敢实验的方法 在梦境中 通过不同身份做了个变 随着脑海中 想法验证的越来越多 自身境界也在缓缓提升 直到脑海中 所有想法都验证完毕 境界已经突破到准圣境 又给了项羽一个圣境名额 算是同等对待 扶持了一下武道之路 五个金仙名额 让其自行安排后 张扬消失不现 还剩下三个准圣名额 其中一个 想给四处逍遥自在的鬼谷子 他算是蓝星最传奇 最神秘的生灵 有人说在仙界看见过他 号称出自鬼谷派 有人说 曾经人界 在地府 甚至在一集文 明中都看见过他 关于他的实力 也众说纷纭 而且 这些弟子未成名前 从不透露师门 只有当功成名就 或有一定地位时 才会主动发声 震惊世人 张扬找到鬼谷子时 老头正躲在 一集人族星球 当算命先生了 还真别说 这些年还真为蓝星 培养了不少天才 一杯茶被老头拒绝 说他就要突破准圣了 就不浪费这魔珍贵的东西 留给有用之人吧 一个成圣名额 鬼谷子接受的倒是很快 奠定了对方成圣之路 张扬原本打算 送给鬼谷子一个 送人族先嫌二个 鬼谷子没收 那就三个都给先嫌吧 却在这时 五位先嫌同时突破瓶颈 突破到准圣境界 得 又剩下了 张扬不禁有些感慨道 手下太强怎么办 第239章 发展 张扬看着手里 三个剩余的准圣集名额 三个成圣名额 想了想 决定给灵界留一个 对抗妖族 灵界将是主力先锋 要多维度 多层次全面发展 双方都是金怪 也就是兽 指灵诞生灵智 可以自主修炼的生灵 可能唯一的区别 就是身上的宇宙气息不同 称呼不同 那边叫妖精 这边叫灵兽 仅此而已 其实 灵界这些年实力变化也很大 但灵兽很少喜欢幻化人形 或去各界行走 都是老老实实呆 在灵界修炼 他们的欲望照 比其他种族生灵来说 还真是低得可怜 甚至 你敢相信 灵界这帮灵兽洞服点点室 冰箱 沙发 床印有尽有 就连修炼的时候 下面扑的 也是毛茸茸的兽皮毯子 吃的也是相当讲究 早都过了人们想象 那样吃毛饮血的地步 生活那是相当的精致 至于那些还在厮杀 争夺地盘的除外 都是一些粗笔之兽罢了 张阳并没有将名鹅发出去 而是在等小白回来 他在去的路上 已经被叫回 张阳望着远处 彭腹能够 看见妖族一般 又看着手里的一枚奇异的石头 叹了一口气 布局要趁早 第三十六重天 小白将手里的事迹 交给张阳 满脸疑惑地问道 父神 不识施温珠计划了吗 不了 还是用来对付一族吧 想要登顶 还得拿出点真本事 对了 召集你回来 有两件大事 第一 便是要你晋升准圣境 随后闭关直到踏入圣境 不用担心 我自有手段 再给你五个精先进名额 第二件事情 就是 张阳眉 有管小白吃惊的表情 继续说道 此事 你记得就行 不能对任何人透露 张阳说完 瞬间来到一棵通天谷树下身前 感知到父神前来 树叶晃动了一下 一道惊喜声音传来 父神 父神 你来找我完了吗 张阳笑着点了点头 小智 这个 对你是否有用 张阳说完 手上出现两片树叶 一片准圣级 一片金仙级 小智搜的一下 就出现在张阳手心上 化为人形萝莉 眼睛瞪得老大 不敢置信地看着张阳说道 真的可以 给我吗 张阳伸手摸了摸小智头发 笑着说道 当然 这东西对于植物 牺牲林来说 应该是最好的宝物吧 小智连芒将两棵树叶 吞进肚子里 随后打了个宝格 连芒又打了好几个哈欠 彭芙困得睁不开眼睛了 这是要再次进化的节奏 现在的世界树 已经算是蓝星家族标志性植物 再结合儒家弟子秘密记录 算是多重保险 不谨慎不行 折服一段时间后 就要开始强势晋升五阶 晋升五阶后 也算是正式步入 异宇宙重点关注名单 可就不太平了 现在的异族 就看陷过几个天使族 一次小规模重足入侵 魔族压根莫看见 妖族也是一样 但杨梅老祖曾经为他讲解过 魔族阴险毒辣 轻易不会出手 没有把握对方不会上 没有绝对好处对方不会上 天使族 重足最为难缠 不光是数量 还有精神污化能力 指挥能力 汗不畏死 妖族本质上就是动物修炼成精 对本宇宙还没有那么大敌意 算是跟着投机倒靶 打秋风的 从得到那快物道时 张扬心中有了想法 先从妖族下手 张扬打定主意后 又看了看小智 他的实力可不弱 这棵世界树 一直吸收蓝星家族灵气 仙气 也一直在进化 不要小瞧这个 杨梅老祖本体骸 只是一棵树呢 又将一个圣经名额 给了世界树 至于这最后一个准圣茶 圣经名额暂时留用 手里剩余的金仙吉名额 张扬看了下 还剩下25片 嬴政正在闭关修炼 目前主持天庭工作的是她分身 将20片交给天庭嬴政 交代对方 分给地府几片 剩余让其留着封赏众神 嬴政分身接到命令后 立即召集地府名义上的最高领导 六域之一的后土娘娘 想起父神交代的 分给地府几片 具体倒是莫说 思来想去 最后分给了六片 地府名义上 听从天庭指挥 实际上完全自制 一般的仙神 还真干涉不了地府事情 甚至还得为了自家不争气的后代 走走关系 天庭也不在意 各就其职挺好 双方各管一滩挺好的 在接下的时间里 嬴政利用九片 提拔了一些战功显赫的天庭政神 这些神有结教也有产教的 各取四位 佛门一位 又把从人界一直追随她的白起教来 看着毕恭毕敬的白起 嬴政知道 再也回不去 曾经一起在军校的日子了 嬴政成为天帝后 一举一动影响深远 神性远大于人性 天庭至宫 天地至宫 嬴政带来的手上发展最好的 也就是白起了 还是借助白虎力量 成为四灵之一 实力达到悬仙境 其他的还真没混起来 而且只会越混越差 大家都抱团取暖了 如 是 结教 铲教 大城 小城势力太多了 都想往天庭跑 可天庭就这些位置 大家都知道 嬴政已经闭关 准备突破圣境 这在天庭不算什么秘密 按照众多大佬行为举止来看 这是分身前的 众所周知 分身不是本体 对吧 所以 嬴政分身借此机会 也拉他们一把 将一片悟道茶交给白起 并告诉对方功效 白起浑身颤礼 强忍着情绪谢过陛下 转身离去 又召集了曾经人界第一剑仙张寒 这是一位人才 不入职天庭可惜了 对方也是一样的拘束 目前还在悬仙初期 进度也不慢了 基本上就是嬴政问啥 对方打啥 也没啥好聊的 嬴政突然想起什么 开口问道 你可愿入职天庭 张寒不假思索回答 臣愿意 嬴政直接册封对方 为天庭卷帘大将 算是他的亲位 下去吧 是 卷帘大将 算是嬴政的贴身侍卫 正无品 和四大元帅一个级别 不低了 世事难料 曾经的张寒 是嬴政亲卫军里面 选拔出来的 第一批适合修炼灵器的 现在算是 又回到嬴政的身边 剩下的三片 一片给予了嬴灵香 给予了他女儿 一片给予了嬴四 他的亲弟弟 这最后一片 思考片刻后 给了太白金星 他的秘书 张扬才不管他们怎么分配 只要在蓝星家族 用就行 从老祖哪里 要来了大量神源点 留着干吗 必须消费掉 天界土地提升到顶级仙土 处于天界各纬度的空间 都会收益 地界土地提升到初级仙土 人界土地提升到顶级领土 张扬升级完土地 又回到了领地 把领地后台改了 每颗人族一级星球诞生时 人族自带两条灵脉 晋升二级文明时 将进行抉择 到底是走科技路线 修真路线或两者双修 两者同时修 可能都不经 对付虫族 科技是重要力量 根据新主不同选择 会得到不同扶持政策 及家族帮助 第240章 一万年 春去秋来 五千年时光 弹指一挥间 排行榜大赛 百年召开一次 不知不觉 举办了五十届 连续五十届排行榜大会 才让人们知道 原来时间流失的这么快 有些新主凭借排行榜大赛 从未失败过 随着胜利次数越多 每次获得的奖励 也越来越丰富 在自身努力 及背后势力帮助下 很快就晋升为二级新主 而越来越多的神仙 也通过这种方法 将自己的大名 传遍了蓝星家族 神也需要名声 需要香火 人之常情 这让所有一级文明的人族知道 原来天庭有志摩多神仙 佛门有志摩多菩萨 原来还有地府 轮回等 而且 每位神的管辖内容还不同 拜财神能发财 拜菩萨能生儿子 还有保平安的 保健康的等等 很多一级人族新名 开始为众神建庙 杜金身 香火开始旺盛起来 这是多么庞大的生灵之力 通过香火 让一些神仙修炼速度 加快几十倍 见到好处后 大家各显其能 每场比赛 都引得无数生灵观看 仙神还是要体面的 出手都很克制 基本上都是斗智而不斗勇 仙神是禁止伤害 低级文明生灵的 否则就犯了天条 好处没拿到 还忍一身骚 可以说各取所好 高等文明 要低级文明的香火之力 功德之力 气韵之力 低级文明 就要实实在在的好处 能远点 物资到手了就行 反正最后受益的 还是整个蓝星家族 一级新主随着胜利次数提升 所获得的奖励 都会强制让你晋级 这时候完全不同于 张扬发展时期 现在出生 就被二条微型灵脉 还有县城科技术点亮 还有势力扶持 官方奖励 当风口来了 猪都能上天 位于天庭的天鹏元帅 打了个喷嚏 拱了拱鼻子 继续巡逻了起来 嗨嗨 到了二级新主 能够了解的东西就更多了 三级新主才有资格 飞出新手村 为家族开疆阔土 据说 家族正在和外家族作战 隐隐处于下风 这让一些有着赤子之心的 二级人族新主 非常焦急 都在拼命发展 随着时间推移 陆续有些二级人族 新主晋升为 三级人族新主 晋升后并没有被直接派遣到前线作战 而是跟着三级新主学习 简称实习 在他们晋升为三级新主时 获得一颗种子 也算是他们晋升三级文明的奖励 世界树种子 蓝星家族的三级星球 必须有一颗世界树 这个世界树 可以帮助新主解答一些问题 传递一些消息 江陵能提纯 江仙脉提纯 还能诞生一些鲜果 根据每个新主培养程度 接出来的果实效果不同 总之 这是标配 没有世界树 无法晋升三级文明 小智也是刚刚苏醒了过来 睡了足足五千年 在这五千年时间里 蓝星内部发展顺利 一切安好 大量二级各种族新主晋升到三级新主 被派遣到各大前辈旗下 组成一个四级家族 为家族镇守一方 蓝星家族四级新主 目前共有25位 足以证明这段时间的发展成果 但这还远远不够 张阳很清楚 这段时间能晋升这魔多四级新主 很大程度是 之前积累了大量二级新主 基本默人管 都在那玩众天流呢 整出KPI考核后 不停派遣人员前往各克星球指导 不懂就问小智 可能成圣之路 确实不是那魔容易 到现在了 还没有突破到圣境的 不过能够看得出来 境界都提升一小节 原始天尊 如来佛祖 灵宝天尊已经达到准圣圆满 叙事待发 其他人也在稳步向前 只要安心修行 自然水到渠成 能被选中的大一力之人 对于自己的路如何走 他们心里比谁都有数 就在这时 张阳心神一动 出现在灵界 没想到 后来这居上 也许小白缺的就是机缘 论天赋 感悟他不必任何人查 小白化为人形 这一袭青纱般的白衣 面容轻力秀雅 神色冰冷 根本看不出来 他是喜事碑 小白看到张阳前来 绽放出笑容 偷偷小声问了一句 我是第几个突破的 第二个 第一是道德天尊 嗯 那就不奇怪了 哈哈 张阳看着小白 银铃般的笑着 也是露出笑容 估计也只有张阳来了 他才会这样吧 张阳问了句 五个名额分配出去了吗 分了 给了应龙 凤凰 麒麟 九尾狐 涛涕 都是家族长 四圣兽已经到金仙境了 其他的 要磨品德不行 要磨孤身一人 小白忍不住问道 那个计划准备实施了 张阳点了点头 消散在原地 在这五千年时间里 结教 产教 佛教冒出无数天才弟子 一些清传弟子 也开始四处行走收徒 各教开始出现三代弟子 四代弟子 内部发展迅速 外部战斗却一直处于僵持阶段 蓝星家族高手 如同雨后春笋 出现了很多 蓝星家族并没有直接派遣大军进宫火灵族 还是三年一小打 十年一大打 分封出去的四级家族也往这来 对方也不派遣新的过来 就这样僵持着 看得周围势力目瞪口呆的 不知道心思 两个家族谈恋爱呢 大哥 你俩完了呀 张阳不知道对方在等啥 他在等这些人晋升圣级 然后开始横扫银河系 同时实施大闹天宫计划 至于对方 还处于纠结中 对方两个圣人 我一个圣人打不过呀 打还是不打 不打现在怎么守场 对方会不会 以为我怂了 在大兵压境 我到底打 还是不打 于是乎 五千年后 第241章 万事俱备 在小白突破到圣境后 又过了三百年时间 原始天尊突破到圣境 玉须宫爆发一股强大的力量 又瞬间消失 众多闭关的弟子都知道 这是师父成圣啊 产教弟子奔走相告 齐聚玉须宫门外 看到原始天尊出关 齐声喝道 恭迎师父出关 原始天尊看着众多徒子徒孙 满意地点了点头 嗯 十二位徒弟也都成为了大罗精仙初期 凭借他圣境实力 能够看出因果 徒子徒孙占位分明 人数不多 却各个是精英 所谓圣境不沾因果 其实就是 圣境能看到每个生灵的因果线 斩断又不影响圣境的因果 线自然没有影响 举个例子 产教弟子因机缘争夺 斩杀一个结教弟子 对方师父要报仇 找出他师父 师父又找到清传弟子 清传弟子哭唧唧 找灵宝天尊过来 灵宝天尊杀过去 这就是一根因果线 这个因果线还会 和无数可能发生的事情 人物产生搭桥 最后编织成一张大网 这也只是举个例子 实际上到了圣境 所有事情徒弟就都能帮你办了 而且已经登顶 世间一切都是净花水月 唯有继续向前 维持圣境 永久活下去才是根本 到了圣境 基本都知道了一些宇宙奥秘 在晋升为圣境时 算是和本宇宙一时 有了一丝交际 也知道本宇宙的危机 说白了 同意你晋升为圣境 你得为本宇宙做贡献 不然宇宙完蛋了 大家都嘎了 除非投敌不到万不得已 只要有一线生机 没有人会去选择 圣集 准圣实力相差悬殊 天差地别 原始天尊毫不夸张地说 能打几十个未突破的自己 难怪都说 不入圣集 终是蝼蚁 原始天尊开始封闭山门 开始为铲教的众多弟子们讲道 直到 炼制法保给徒弟们 一千年后 如来佛祖 灵保天尊 突破圣集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 圣于圣集 纷纷突破到圣境 直到最后一尊 也是最后一个圣境名额 获得者后 土娘娘突破到圣集 至此 蓝星有了十二圣 张阳看到后土突破 露出一丝笑意 终于万事俱备 最后一个名额张阳并 没有拖延太久 在原始天尊突破后 张阳就将名额 送给了人族先贤五圣 但只有一个圣境名额 却有五位准圣 分别为火祖碎人士 福西 女娲 神农士 薛元皇帝 五人早都形成一个整体 名额给谁都不好 最后五人经过商议 决定给女娲 奈何女娲也不想要 不想特殊 最后她提出一个方案 张阳也接受了 觉得对方说的有道理 那就是女娲娘娘 曾经的化身 后土 五圣都有化身在外 在天庭也是担任一品大圆 但像他们这种化身 都有独立的人格 没有本尊之分 完全就是两个生灵 就像三亲一样 就是三个生灵 但相互都知道咋回事 大家也都知道 搁三个 关系贼好 即使闹出一些矛盾 也是理念不合 真到关键时候 还得出手 所以女娲 后土也是这种关系 后土在天庭时候 主管的就是地府 六语之一 女娲建议 最后一个圣经名额 给后土 并且让后土 尝住地府 蓝星家族的称霸计划 他们知道 总得留个圣经首家吧 地府关系到人族根基 地府只要能正常轮回 投胎 人族则生生不息 张阳想了想 也有道理 对她来说 给谁都一样 这还真是个合理的人选 于是 张阳将后土叫了过来 将最后一个圣经名额给她 要求就是永振地府 也就是说 除了吉特书情况 后土只能在地府待着 终生与地府为伴 后土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同意 她献不得生灵受苦 能帮助到这些浑浑重获新生 她很愿意 随着后土突破到圣经 镇守地府 也算是监察万民 地府不仅掌控着轮回 还有些极其发达的情报网 算是除了儒介记录者 世界数小只之外的第三道防线 蓝星有十二圣 不 是十三圣 饮酒不知为何 一直没有离去 张阳还真问过 对方回答也很简单 没有调令 就赖在这了 但和之前一样 只防御 有入侵蓝星家族的她会出手 万事俱备 东风就不用吹了 因为拳从东方来 拳拳带风 张阳再次召集所有三级以上的新主 前往天界第三十六重天 要求 全员参加 所有圣经 准圣 金仙集修士 全部参加 所有人都意识到 家族这是要有大动作了 没有人怕 反倒是兴奋 妥妥的好战分子 哟 傲天兄 哼 叶凡兄 日天兄 几十颗人族三级新主 看到这三位来了 立即聚了过来 这些都是人族星球名人 也是实力最强大的三位新主 相互之间关系还不错 所谓不打不相识吗 当初通过来排行榜大赛 都是家喻户晓的顶级新主 晋升三级文明后 还一直没有上战场 处于实习阶段 待他们的三级新主 也是非常用心 都知道 这是主神嫡系 今后必然主政一方 三人正在吹牛打屁 却见到一个牛手人身的新主 面色一变 立即善笑 嘿嘿 夸哥坐坐坐 又是按肩膀 又是翘翘腿 叶凡还给拿点瓜子 夸克翁声说 继续吹啊 吹得挺响的 按照人族来说 就吹啥 其人面露尴尬之色 你敢说 我们可不敢 你也没有啊 夸克对待他们极好 在他们晋升二级新主后 给予了不少帮助 不论是物质上的 还是一些理论指导 对他们都有很大帮助 而且这位的背景 大家都清楚 据说主神大人当初 就是在他管辖的心系成长起来的 中间给予主神不少帮助 也可以说是 看着人族成长起来的 现在负责整个家族 晋升四级家族分配工作 权力极大 夸克对叶凡说过 看着叶凡星球成长的这么快 深有感触 感触主神大人当初的不义 所以 他要替主神大人 好好管管这帮臭小子 叶凡听到这里 其实也想反驳一句 老子也可以变娘们 不用女装 不用开刀 直接变 但是 他没敢 第242章 唱名 石头 现在的第36重天 热闹非凡 众多前来参加大会的新主 生灵都化为人形 这是对主神大人最起码的尊重 蓝星没有这条规定 但所有人都知道 其他新主 可能会偶尔变换形态 而张扬 从来都是一副模样 那就是人族 人族 宇宙中的全新种族 这些年发展得越来越快 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 最早加入蓝星的附属星球 已经提拔了35位 再加上俘虏的四级星主 蓝星已经共有个43位四级主神 而蓝星家族存在的历史还没到300万年 堪称宇宙活奇迹 这个神奇的种族自从被张扬创建之后 一步步迸发出巨大能量 震惊了无数种族 现在蓝星家族流传一句话 蓝星善于创造奇迹 人族善于创造奇迹 36重天 人生鼎沸 一眼望去 现场近十万生灵 地上有铺团 对应今日出息总人数 每个生灵都能找到自己所处位置 夸克看人数到的差不多了 就从后往前走 本来热闹非凡的现场突然静止 在近十万蓝星家族 最顶尖的生灵目光注视下 缓缓走到最前方 由于经常在这里举行会议 最前方有一个蒲团 和所有人的都不同 那就是最前方中心点 夸克当然不敢做 现场只有他最特殊 还是牛头人身的形象 龙傲天曾经问过夸克 是怎么做到的 太帅了 夸克也只是淡淡一笑 新主特批 其实他私底下问过张扬 想幻化人形 从众 不然有些不伦不类的 张扬却说 给我留点回忆吧 我怕发展太快 忘了从前 大家望着站在最前面的夸克 都在期待他透露点啥 夸克旁复知道 他们怎么想的 直接嗡声说 打住 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俺啥也不知道 就是上前主持一下会议 咋心思的 你们都是人族 一伙的 合着就我一个牛头人啊 夸克听着下面哈哈大笑 合算了一下名单 嗯 到齐了 静止走到一旁 在等着什么 看到他走到一边 现场开始变得静悄悄的 过了一会儿 一道人影出现在最前面 正是今天的主角 蓝星家族缔造者 人族创世神张扬大人 看到张扬出现 坐在下面的周多生灵同时起立 一些未见过张扬的人族星球主 表情十分激动 大家同步鼓掌 热烈的掌声响彻云霄 过了一分钟后 大家齐声喊道 族长好 这时夸克表情肃目看着张扬 大声说道 报告组长 家族应到九万九千七百六十八位 十到九万九千七百六十八位 请指示 张扬缓缓飞高一些 悬浮在半空之中 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他后 露出笑容 大家好 下面响起热烈的掌声 张扬看着大家都在看他 微微转头 看着一旁的夸克说道 增添了很多新面孔 看来工作前的不错呀 夸克露出苦笑 下面传来一阵震轻笑声 张扬直奔主题 每一次召开会议 都是家族有了重大决策 才会如此 这次也不例外 我还记得上次大会时 家族只有不到二万新主 如今已经达到近十万 有人会说 现场还有一百多个生灵 并不是新主 那就大错特错 因为金仙便可灭一颗星球 更别提准圣以及圣级 饶师大家早已荣辱不惊 还是满场哗然 什么 家族有圣境了 我滴乖乖 一百多位金仙级以上修士 哪位是圣人 哪位不是精灵圣母吗 他也是金仙 我去了 原始天尊被后几位修士我见过 还挺和蔼 没想到也是金仙修士啊 太白金星也是金仙 张扬听到下面议论纷纷也不奇怪 毕竟他们只是见过几个准圣 金仙在跟火灵族对战时出手过 排行榜大赛 只能知道来人背景 也不知对方境界 谁会直接报境界啊 过了一会儿 张扬笑着说道 看来大家都有些陌生啊 自家不认自家人可不行 这样吧 让大家认识一下 金仙级上前 随着张扬一句话 从蒲团上站起来 七十余位金仙级修士 缓缓飞到空中 站在张扬身后 但谁也莫好意思开口 张扬笑呵呵说道 都有些腼腆呀 太白金星何在 太白金星从金仙队伍里走了出来 来到张扬身旁立即说道 小仙在 小仙 呵呵 太白金星尴尬一笑 这不是小仙习惯了吗 突然想到 我好像来错队伍了 突然成准圣 还有点不适应 叫小圣 张扬退到一旁说道 你给诸位介绍一下 从你开始吧 太白金星得到命令后 立即称事 随后缓缓开口道 太白金星 天庭 准圣静 包括站在最前面的七十余位金仙在内 在场所有生灵 不约而同 爆出一句 卧槽 刚才还和太白金星砍大山 吹牛的赵公明张大了嘴巴 太白金星也被吓了一跳 干吗 我成准圣 这魔奇怪吗 太白金星还是很懂礼节的 立即出现在最左侧 因为左侧是赵公明 和他关系很好 悄悄给他传音了一句 太白金星手持 浮沉轻甩了一下 正色道 赵公明 赵公明听到后 也不吭声 直接向前三步走 站在所有人最前面 太白金星高声喝道 赵公明 结叫 金仙静 随着太白金星念完 对方拱了拱手 回到蒲团上坐着 手还微微有些颤抖 出名了 在整个家族出名了 所有星主都记住了他 等于蓝星家族亿万生灵记住了他 这不是尴尬 这是实力 紧接着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向前三步 太白金星喝道 云霄 穷霄 碧霄 结叫 金仙静 三人拱手 落坐在下方 饶是星星最好的云霄 手指也有微微颤抖 这就是功名利禄 背后蕴含太多东西 多宝 结叫 金仙静 金灵 结叫 金仙静 随着太白金星念着一个个名字 让无数星主意识到 原来结叫这魔强大 广成子 产教 金仙静 太乙 产教 金仙静 玉顶 产教 金仙静 写得长 说得却很快 随着一位卫生灵登场 也算对蓝星 顶级大佬们有个认识 不说别的 鬼谷子成圣都出面了 足以说明问题 谁不想名扬天下 谁不想千古留名 但只看到十二圣 第十三位呢 就连大名鼎鼎的鬼谷子都露面了 对方也没露面 但张扬没有说 他们也不敢问 最后一位 当然就是小智了 人谁也想不到 一颗树成圣了 蓝星十三圣 三清 如来 阿弥陀佛 孔秋 嬴政 项羽 鬼谷子 小白 小智 后土 嬴九 随着众人介绍完毕 张扬开口说道 大家坐 该说点正事了 看着众人坐在蒲团上 张扬继续说道 多优秀的新主们 我真想让你们 都晋升为四级主神 看着下面众多新主 及新加入家族的新主们 热切的眼神 画风一转 但很可惜 领地有限 下面沉默不语 没有领地怎么办呢 要么咱姥姥实施发展 要么将银河系 变成我们的地盘 以前没得选 现在家族实力降了 高手如云 还要折服吗 下面齐声怒吼 不要 张扬看着怒吼的新主们说 没有圣级的家族 并不在我们考虑范围内 而银河系有圣级的家族 共108家 但大多数只有一位圣级 而我们有13位 甚至会越来越多 时不待我呀 我宣布 十个宇宙年内 结束与火灵族战争 并将对方吞并 之后就是一场场的连续大战 我要你们不能败 战斗最后只有一个结果 蓝星晋升五级霸主 掌握银河系 我对你们的要求是 战必胜 功必克 做好家族 星球内的一系列安排 都听明白了吗 三声怒吼传出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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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扬点了点 随即说道 记住了外松内景 都回去准备吧 众多新竹走后 三清 小白得到传音 并没有走 他们密谋了两久 灵箭 一处茂密山林里 有一座大山 山名曰花果山 山上有个洞 名曰水帘洞 花果山的最高峰 有一块石头 屹立在这里无数岁月 任凭风吹雨打 谁也没注意到 一块极小的石头混着雨水 掉在山峰后 瞬间融了进去 彭扶从未出现过 第243章 石猴出 春去秋来人天兽 日出月落 鸟入林 时光流逝 转眼间 距离大会结束 已经过去了十年 在这十年间 五圣横跨宇宙虚空 杀到火灵族 逼迫对方投降 经过一番打斗 火灵族圣级老祖 条件投降 整个家族并入蓝星家族内 内部的领地也归蓝星所有 火灵族的领地面积 和0786领地差不多 每年也是产生 100颗左右的星星球 被张扬接手后 并没让其转换成人族 还是维持之前的模样 只是整个家族并入蓝星家族 经此一战 蓝星家族扩大十分之一 三级星主突破十万大关 再次壮大 由于领地距离较远 张扬只让对方继续发展 随时汇报进度 后续四级星主部署 要朝着蓝星所处方位部署 尽快与蓝星家族打通联系网 前方战场的火灵族大军 维持原地不动 从此就驻守在此地 而火灵族圣级高手 已经随着三清返回 等着觐见张扬 几年后 火焰山有些紧张地 待在三十六重天等着张扬 看到张扬后 略有一丝紧张 毕竟小命在对方手里掌握 火焰山 见过主神大人火焰山 立即恭敬地说道 火焰山 好名字 张扬略有一丝恶趣味地说着 我有个疑惑 可否解答一下 主神大人您说 火焰山善效地快速点头 哪有一点宇宙顶尖高手 优秀圣级高手的样子 你不必拘束 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 我很不好说话 看着对方状态瞬间紧绷 张扬笑了笑 不再逗他 你这五千多年干啥呢 两个家族开战 你作为圣级 也不出手 也不指挥 就这样一直耗着 火焰山吐出两个字 纠结 我再纠结 到底要不要一和 我刚想出手 缺乏县蓝星家族 最少有两个圣级高手 我就不敢出手了 一和吧 我又怕蓝星 发现我怂了 所以就让部队 一直小打小闹 你不变因万变 张扬无于等于 下化线等于 最后直接伸出大拇指 称赞道 飞 你天涯还真是个人才 你指挥得挺好 火焰山没开眼笑 下次别指挥了 火焰山脸色一僵 尴尬地笑了笑 火灵族周围有敌对势力吗 火灵族看不顺眼的 或者看火灵族不顺眼的 火焰山想了想说 还真有 距离火灵族东方三百万光年处 有个火鸟家族 对方最喜欢火 一直对火灵族虎视眈眈 对方有两个圣级 八位准圣 两家实力相差不大 对方准圣没有火灵族多 还有敌对势力 所以一直没有入侵火灵族 张扬想了想 决定先从这个火鸟一族入手 打仗是为了封顶 必须师出有名 最好是正义之战 或者反入侵战 这样才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尽可攻 退可守 不然 蓝星有可能被群殴 引起公愤 张扬突然问道 没有用那个什么圣火秘术吧 莫 我本能觉得 不是傻好东西 但新主要用 也没办法 张扬点了点头 你这样 回去以后 让新主发展方向 朝着此处坐标方位延伸 紧快和家族接壤 火焰山问了句 主神大人 您不见火灵族族长吗 现不现了 你负责主持火灵族大局 和夸克完成好对接 张扬通过宇宙虚拟平台 其实可以见到对方 但他没有线 只让夸克负责指挥对方 原因很简单 这就是一个傻也不管的废物 事情都听心明的 把所有事情 都交给了火焰山处理 那魔庞大的家族 以为是个硬茶 结果是个软和 还想指望这种新主打仗 预制兵者 必先选江 张扬现在是手里 没有合适人选 让对方暂管一段时间 等手下这批人族新主 锻炼得差不多了 还得派遣过去主持大局 这场战斗 也让张扬明白 南星还是缺江 缺独当一面 有想法的新主 张扬将夸克叫了过来 让其着重锻炼一下 人族这批三级新主 就这样 处理完火灵族事情后 张扬看向了某处 露出期待之色 灵剑 猴王谷 连绵的山谷里 生活着几十万只灵猴 实力不一 族群不一 相互嬉戏打闹 抢夺地盘 好不快活 而在这成群的大山里 有一座山名曰花果山 只是众多山峰里 普普通通的一座 本来和往常一样 猴子们相互打闹 猴王惬意地吃着香蕉 本晴朗的天空 突然乌云密布 一道道闪电话过天空 咔嚓 一道惊天响雷 劈在花果山上的一块石头上 砰的一声 石头炸裂 竟然从石头里 蹦出一个雷弓脸的猴子 他兴奋极了 翻滚着飞到天上 看着下面无数灵猴 甚至还摆了几个造型 然而 在无数灵猴震惊的目光下 被闪电机中 静止掉了下去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无数灵猴看热闹般 赶紧朝着掉落位置爬去 甚至一些灵猴打赌 这个时候一定死了 就连猴王也慢吞吞地 从后方爬了过来 指着躺在地上浑身漆黑的时候 叫一旁的小猴子说道 看见没 阴天不能站在高处 这就是下场 旁边的一个小猴子 突然指着地上的石头 颤抖地说道 活 还活着 只见地上的石头 尾巴动了动 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看着周围的群猴 一点也不见外 直接将猴王手里的香蕉 抢了过来 边吃边问道 老猴 这是哪里 老猴王猛逼了 抢我香蕉 还敢这么嚣张 老猴王颤颤 微微指着石头说道 我揍他 周围群猴见状 露出坏笑 一窝蜂地冲了上来 僵石猴压在了下面 石猴看见周围 朝着他扑过来的群猴 躺在地上 闭上眼睛 似找并用 嘴里还疯狂喊着 老猴王在旁边都看傻了 这是啥招数 兔子登鹰 不过很快 他就张大了嘴巴 望着朝着各处 自由落体的猴子猴孙们 石猴觉得 自己身上的重量越来越轻 微微睁开眼睛说道 猴呢 第244章 力量 老猴王身后的猴子们 露出巨色 躲在老猴王身后 不敢上前 石猴站了起来 疑惑地看着周围东倒西歪 满得声音的猴子们问道 老猴 啥情况 玩游戏呢吗 石猴说完 看着旁边挨压挨压叫的猴子们 也跟着躺在地上 跟着挨压叫换 学得还挺像 挨嚎了几声后 石猴撇了撇嘴 看着老猴说了句 无聊 给我整点刚才吃的呗 老猴连忙点头 让小猴们拿了好几盘水果 满脸善笑地说道 石猴大王 这是孝敬你的 这叫香蕉 这叫桃子 石猴愣了愣 指了指自己疑惑到 石猴大王 我是石猴大王 老猴连忙点头 你刚才打赢了我们 当我们的大王好不好 大王啥意思 嗯 大王就是我们都听你的 这些水果 都可以你先吃 石猴好像在思考 用爪子挠了挠猴毛 满脸欢喜地说道 好 就当你们的王 不过石猴大王太难听了 换个称呼 老猴王满脸难色 迟疑了一会说 你和我们不同 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我们就叫做猴子 年纪大了叫老猴子 年纪小的叫小猴子 不会叫别的呀 老猴王突然想到什么 满脸欢喜地说道 这样吧 不如叫美猴王 你看怎么样 石猴挠了挠头 自言自语念着 美猴王 哈哈 美猴王 好 从今天起 我就叫美猴王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 美猴王带着手下这群猴子 在花果山生活乐无边 没有任何烦恼 每日吃着香蕉 觉得这就是天下最好的生活 但好景不长 这一天 美猴王正在水帘洞 悠哉悠哉躺着 等着小猴子送水果 突然听到手下猴子 惊慌汇报 大大大 大王 不好了 每天给你送水果的小猴 被打死了 美猴王露出疑惑之色 死了 啥叫死了 就是 哎呀 你出来看看吧 小猴子说了一堆 也莫说明白 拉着美猴王 就走出了山洞 刚出去就听见 一阵阵悲凉的哭声 看见美猴王哭着说道 呜呜 大王 小猴子被打死了 为我们报仇啊 呜呜 是啊大王 他们不讲理 抢我们水果 悬 还打人 呜呜呜 美猴王一脸疑惑 看着近一年 每天都给他送水果的猴子 躺在地上 嘴角还有血 一动不动 他用手推了推 小猴子 醒醒 你说话啊 老猴王从后面走了过来 大王 他死了 不会动了 有一天我也会死 他们也会死 你也会死 死了就不会动了 永远这样躺着 直到身体被腐蚀 彻底消散在这个世界 美猴王第一次感觉到恐惧 南南道 我会死 美猴王立即抓着老猴王愤怒说道 我怎么才能不死 你们不死 大王我们世代 生活在花果山 很少出去 外面可能有答案吧 不过 我年轻时候 曾看见过强大的生灵 在天上打得天翻地覆 只是外露出的能量 就能将周围的大山鸡的粉碎 他们可能知道 美猴王挠了脑后脑勺的猴毛 下定决心 决定外出闯一闯 怎么才能学得一身本事 他不想死 看着老猴王挠了脑头 我走了 你们怎么办 不用管我们 猴子相互争地盘很正常 有伤亡也很正常 不过这一别 大王 我们是不会见了 我太老了 大陷将至 我们灵猴能活三百年 我已经活了三百二十年 听说不同物重寿命不同 有的可活千年 大王你才二岁 而且你和我们不同 我们是猴子生的 而你 是花果山上面的石头 被雷击中 蹦出来的一只石猴 力大无穷 我也不知道 你能活多长时间 走出去看看吧 美猴王听完 立即说道 好 那就出去看看 不过在此之前 我得给小猴子报仇 老猴王摇了摇头 不用了 你给小猴子报仇 别的猴子 也会给死去的猴子报仇 整个猴王谷都消停不了 我们躲在水帘洞里 不争不强也够了 我们等你回来 美猴王点了点头 好 那我走了 老猴王用树叶 给包了几盘香蕉 系在美猴王身上 让他路上吃 在众多猴子们 不舍的声音中 美猴王没敢回头 他怕不想走了 美猴王翻山越岭 漫无目的地朝着一侧爬去 不停在山林间跳跃 非常灵魂 这一路上 他看见好多猴子 相互之间 为了争夺地盘 打得头破血流 为了争香蕉 两个猴群相互撕咬 甚至有一天 有个猴子和他抢香蕉 被他一拳打中 从树上掉了下来 一动不动 他知道 这是死了 为了挤盘香蕉 至于吗 他露出迷茫之色 嘴里还在不停吃着香蕉 却看现几个猴子 看着倒在地上的猴子 惊恐喊道 猴王的儿子被杀了 大家快来 随着一声声猴叫 美猴王在树上 看见很多猴子 朝着他跑来 吓得他连忙 朝着前面逃跑 但这是对方的领地 很快他就被 几千只猴子包围在中间 他连忙说道 是他非要抢我香蕉 我才推他的 猴王过来 看着死去的猴子 愤怒叫着 给我杀了他一群猴子 蜂拥而上 美猴王连忙像上次一样 来个兔子登婴 将周围猴子不断踢了出去 这群猴子健壮 不敢上剑 纷纷拿起地上的石头砸他 还有一颗磕石头 砸在美猴王头上 他浑身吃痛 连忙用爪子捂住眼睛 根据身体各处疼痛 出奇的愤怒 他大叫一声 将快到身前的石头抓住 用力朝着对方猴王扔去 这一击 他用了全力 石头搜地一下飞了出去 别扔了 快跑 猴王被他杀了 快跑 周围的几个猴子 看见老猴王整个脑袋都被打掉了 露出惊恐之色 连忙喊了起来 周围的猴群一哄而散 四处逃散 美猴王吃痛地摸了摸全身 看着倒地的老猴王 四处逃跑的猴群 又看了看自己的手 最后喃喃道 我需要力量 这一次 美猴王目光更加坚定 朝着前方继续赶路 这次跑的速度又快了几分 第245章 通壁猴 美猴王一路向东 他翻山越岭 路上没少受欺负 尽管他力量很大 却不会任何功法 没有任何技巧 这一路上 吓得他心惊肉跳 就在他刚想休息时 看见远处躺着一个猴子 他好奇地趴在树上看着 这只猴子高达二十几米高 躺在地上 就像一座大山 而远处正有一条几十米长的的泰坦巨蟒 悄悄从远处爬了过来 看样子 是奔着猴子来的 美猴王看着越来越近的巨大怪物 面露恐惧之色 但还是从树上拿起一些香蕉 砸在巨猴身上 嘴里大声嚷嚷 喂 大马猴 快醒醒 别睡了 有东西过来了 几盘香蕉砸在大马猴身上 对方竟然毫不知情 还在呼呼大睡 看着越来越近的怪物 急得美猴王抓耳挠腮 最后记个翻身 跳了下去 美猴王来到大马猴脸前 看着他还在呼呼大睡 气得他伸出猴肘 在大马猴脸上一顿输出 别睡了 你要死了 别睡了 来怪物了 你再睡 我可跑了 看着越来越近的怪物吐着舌头 浑身鳞片看得他不寒而栗 美猴王在地上拿起几块石头 飞快来到树上 朝着对方扔了过去 泰坦巨蟒看着一只野猴子 竟然敢拿石头扔它 从嘴里凝聚一口漆黑的能量 瞬间朝着猴子飞去 速度极快 吓得美猴王嘶嘶乱叫 动作却非常敏捷 飞快爬到另了几棵树 才躲了过去 一团机米粗的漆黑的能量 击中几棵巨木 没有任何停留 朝着后方飞了出去 这一路上击中无数目标 最后击打在山上 轰隆 在美猴王目瞪口袋的目光中 大山轰然倒塌 美猴王没觉得怕 而是感到兴奋 他追求的不就是这种力量吗 喂 大怪物 你能教我本领吗 我想学 美猴王几个翻阅 朝着泰坦巨蟒跑来 泰坦巨蟒略有一丝惊讶 没想到这个猴子 居然能够躲过去 泰坦巨蟒树立的瞳孔 闪过细血之色 腥臭的大嘴一吐 一片毒雾朝着周围缓缓扩散开来 泰坦巨蟒朝着美猴王吐出几千枚毒针 覆盖周围所有空间 美猴王看着漫天的毒针 连忙躲在树的后面 哪知毒针威力巨大 毒针瞬间穿过树桩直奔他而来 眼看密集的毒针就要扎在他的眼睛 身体上一只毛茸茸的巨手 挡在他身前 巨手泛着金光 毒针射在上面 都被弹开 懒洋洋的声音传来 吵死了 你这臭蛇 打又打不过我 总想搞偷袭我 不讲武德呀 泰坦巨蟒吐着舌头 树立的瞳孔阴森森地看着此处 一声沙哑的声音传来 死猴子 你处处和我作对 一只小猴女也要和我作对 小猴子 你过来 不是想让我教你本领吗 拜我为师 我教你 通必猿猴不屑地说道 三脚猫的功夫也好意思教 该死 泰坦巨蟒瞬间暴怒 身体庞大 动作却非常灵活 瞬间出现在通必猿猴身前 一张大嘴 朝着通必猿猴脖子咬去 臭死了 臭蛇你刷刷牙刑不 通必猿猴不以为意 身体冒出金光 两只巨大的爪子 上下把住巨蟒的嘴 仔细看着他的牙齿 非常认真地说着 泰坦巨蟒身体 瞬间朝着通必猿猴身体围上 通必猿猴不得不放弃 又跳到另一处 喂喂喂 打了几百年 每次就这两招 有意思吗 回去睡觉得了 奈何泰坦巨蟒根本不听 两人战斗了起来 肆意的能量将周围破坏的乱七八糟 美猴王躲在一旁 看着两人大战心动不已 觉得来对了 这不就是他想要学习的本事吗 美猴王看着身高百丈的 通必猿猴手吃铁棍 和蟒蛇战斗的场面 他拿起一根木棍 跟着学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 大战结束 两人谁也奈何不了谁 泰坦巨蟒放下一句狠话 你给我等着 转眼间 肖氏不现 通必猿猴热情地挥了挥爪 慢走啊 家里有客人 不送你了 看着肖氏部的泰坦巨蟒 通必猿猴撇了撇嘴 真没礼貌 通必猿猴 看着手持木棍的美猴王喊道 喂 小猴子 你来自哪里 美猴王几个翻阅来到通必猿猴身前 挠了挠后脑勺笑着说道 我不叫小猴子 我叫美猴王 来自花果山 水莲洞 我能拜你为师吗 我不想死 我想学本领 美猴王说完 期待地看着通必猿猴 等着他的回复 只见通必猿猴亲笑道 美猴王 好名字 不死 你想学的本领 我教不了你 通必猿猴 看着瞬间失落的美猴王 话锋一转 不过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地方 邪悦三星洞 佛 先 圣者 躲过轮回 不生不灭 与天地山川其寿 此地非大机缘者 不可见 不可闻 你持领牌 可达此地拜师学义 通必猿猴将一块令牌 扔给美猴王后 伸个懒腰 好了 你走吧 我要睡觉了 通必猿猴说完 就躺在地上 憨声如雷 美猴王拜了拜 拿着令牌 心中明明有了方向 和老猿猴道个别 朝着此地爬去 而在美猴王走了不久 通必猿猿笑了笑 瞬间消失在原地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美猴王历尽十年风霜 不怕困难 勇往直前 终于抵达了北天门口 门口有灵界强大的仙兽当直 看到一个没有任何灵力的小野猴 不禁有些疑惑 这样的也能抵达这里 喂 小猴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快走吧 我不叫小猴 我叫美猴王 前往协月三星洞拜师学义 美猴王乃离肯走 直接拿出令牌扔给守卫 守卫一看令牌 一股强大气息迸发出来 知道此猴必有来头 也就放行了 看着站起来大摇大摆走过去的猴子 不禁感叹 上乃说里却 猴子也有这根脚 美猴王通过北天门 刚进入到仙界 浑身打了个哆嗦 周围仙气疯狂 朝着他涌来 他觉得身体力量在渐渐变强 力气变大 只是没过多大意会 他就能感觉此方天地在挤压他 眼前一变 瞬间来到了天界第一重天 此时的天界第一重天人声鼎沸 热闹非凡 看到一只猴子 大家也不奇怪 此地有和生物都很正常 美猴王好奇地看着周围的生灵 却没有停留 感受距离目标越来越近 他快速爬了起来 速度快了几十倍 过了一会儿 来到一处僻静之处 抬头一看 洞府上面几个大字 斜月三星洞 美猴王来到洞府门口 立即跪下 大声喊道 师父 师父 快开门 徒儿来了 徒儿来了 第246章 拜师学义 妖神会 洞门缓缓打开 从里面走出几位道士 打了个浮沉 进来吧 师父在等你 美猴王兴奋极了 朝着里面跑去 穿过层层宫殿 来到最里面 看见一位老道 头戴紫金冠 身穿白色道袍 手持浮沉 但笑看着进来的猴子 美猴王离得老远就跪下 朝着里面大拜 嘴里高呼 师父 师父 徒儿拜见师父 也不管对方反应 连磕三个响头 抬头满脸 期待地看着对方 只见菩提老祖点了点头 手里的浮沉一抖 美猴王出现在他身前 菩提老祖看着美猴王手里的令牌说道 也罢 你能碰见通壁猿猴 也算你的机缘 从此就在我门下修行吧 多谢师父 多谢师父 美猴王直接站了起来 来到菩提老祖身旁低下头 菩提老祖摸了摸 美猴王身上的猴毛问道 你可有名字 还请师父赐名 从今以后 你就叫孙悟空吧 美猴王 孙悟空思索片刻 难难道 孙悟空 嘿嘿 以后我就叫孙悟空 菩提老祖看着孙悟空说道 从今日起 我教你修行 你能学会多少 就看你的悟性了 我先传你此法 名为大品天仙诀 修炼此法到高深处 可不死 不灭 只达今仙境界 菩提老祖将功法传 售给孙悟空之后 又为他讲解功法 不停为他灌输思想 就这样 春去秋来 一年又一年 孙悟空就待在协月三星洞修行 这里的师兄弟待他极好 让他一点点学习 大家一起进步 这是孙悟空这辈子最开心 也最怀念的时光 孙悟空学习三界一些基础知识 知道宇宙原来这磨大 蓝星家族这磨大 自己是如此的渺小 随着时光流逝 他的本领越来越高 师父又传他金斗云 七十二变等本领神通 他的修行天赋 饶是菩提老祖 也深感震惊 难怪新主大人 让他悉心教导 主打情感 通比元侯也是他变的 不管孙悟空走哪边 最终都会碰见他 最后都会来到此地修行 甚至就连功法 神通 都是新主卿自交给他的 让他交给孙悟空 时光流逝 孙悟空在此地修行五百余年 有些耐不住心中的性子 想要外出修行 菩提老祖见状 也没有拦他 而是说道 去吧 不闯出威名 别回来 不准提我的名号 否则断绝师徒之缘 孙悟空有些后悔 师父 那我不走了行不行 菩提老祖 元起元灭皆是天意 你去意已绝 就下山吧 孙悟空辞别师父 离开邪悦三星洞 就朝着天上飞去 他想回花果山 去看看大家 谁知道越往上飞 感觉阻力越大 最终飞不动 掉了下来 他傻眼了 啥情况 孙悟空来到繁华之处 就想询问一下 得知此处乃是天界第一重天 灵界大门在地势重天 要么突破悬先境界 要么立下大功 才能来到地势重天后 顿时呆住了 他还真忘了这茬 转念一想 回洞府继续修行吧 刚回到洞府门口 大门紧闭 任凭他如何叫门 门也莫开 一道意志传来 哎呀 悟空 师父还生你气呢 他说 你不闯出威名 就别回来了 孙悟空呆住了 吴家可归了 转念一想 不就是威名吗 可以参加一级星球排行榜大赛 这个他听师兄弟们说过 是个立功的好机会 经过一番打听才知道 上一届大赛刚结束 下次开启时间为一百年后 而且 凭借他真先进初期的实力 也拿不到啥名气 顶级的比赛 背后甚至有精先出手 哪里是他能参与的 于是乎 他在第一重天艰难地生活了起来 混得那叫一个惨 不过经过今年的时间 凭借他豪爽的性格 还真交到不少朋友 经过今年的打磨 孙悟空性格改变了一些 认识到生活的不易 终于某天得知 又到天庭一年一度的招星大会 此番比赛 是为了招募天兵 武力高超者 甚至可以当选天将 孙悟空眼神一亮 这机会不是来了吗 拿到比赛第一 也算是扬名 今后也算有了去处 随着比赛开启 孙悟空一路过五关斩六将 凭借高超的本领和力量 成功拿下比赛第一名 成为天庭一名天将 关聚六品 就这样 孙悟空的职场晋升之路开始了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 孙悟空带兄弟们极好 逢战他都冲在最前面 战功赫赫 威望也越来越大 一千年后 这千年以来 蓝星家族正式对外扩张 和火灵族联通后 直接和火鸟族开战 开启了扩张之路 孙悟空平 即战功晋升为四大元帅职位 统领及十万天兵 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也引起一些有心人的注意 因为还从未有过灵兽一族 能在天庭担任要职 并且统领如此多的兵马 而且 因为性格原因 和其他元帅玩不到一起去 甚至鄙视他这个外来户 渐渐有些声音传了出去 说孙悟空不满天庭职位 不想干了 某年 孙悟空正独自在外界巡查时 突然听到传声 孙元帅 过来谈一谈 孙悟空眼神一凝 刚想大声呵斥 却听见脑海中传来一声 答应 孙悟空一惊 这是师父的声音 他默不作声 朝着前往飞去 并大声说道 是谁在这里鬼鬼祟祟的 呵呵 元帅悟精 我们是妖神会的 为了追求长生而创建 想邀请你参加 孙悟空定睛一看 原来是只小跳蚤 正在用意志和他说话 我玄仙境界 本来就是长生 并不需要 呵 你只是玄仙七 就连惊仙也不敢说 自己不死 不成圣 终究是蝼蚁 只要你加入妖神会 我们会帮助你成圣 永远不死不灭 孙悟空眉头一皱 我怎么知道 你说的是真是假 呵呵 你没得选择 天庭容不下你这个妖猴异类 其实你本命气息是妖 你是妖界石头成金 就凭借这点 这个宇宙也容不下你 更不会让你成圣 他们都在利用你 只要你加入我们 很快就可以让你突破准圣境界 作为欢迎意识 怎么样 孙悟空正有些疑惑 脑海里传来熟悉的一声 答应 孙悟空点了点头 对着跳蚤说道 好 我愿意加入妖神会 祝我成圣吧 这时 跳蚤却说道 不急 需要你证明一下自己的态度 放心 任务很简单 第247章 齐天大圣的诱惑 孙悟空墙忍着内心的疑惑 也不吱声 就静静看着对方 跳蚤充满诱惑地说道 想加入我们 需要一个投名状 看着孙悟空不说话 对方直接说 你是妖界的灵石 只是在拉尼亚凯亚修炼成精怪 但你的本源属于我妖族大宇宙 现在还不明显 你的妖族气息很淡 但当战争来灵石 你的身份就是你的催命符 如果不加入我妖神会 其他妖族也不会放过你 当你身份暴露时 天庭会第一时间扣押你 任凭你百般辩解 也只能生死盗消 你看一看蓝星家族 灵兽 先兽地位高吗 赵比人族很低 算是寄人篱下 而妖族不同 整个妖族大宇宙 都是我们这样修炼成精怪的生物 完全不会排斥你 而你只要加入妖神会 为我们坐视立下大功 你很可能被妖神赏识 晋升圣极亲而易举 也会成为我妖族的大英雄 也是妖族的大上 一番言语下来 看着孙悟空若有所思的表情 继续蛊惑他 不要考虑了 跟着拉尼亚凯亚宇宙是没有前途的 他被四个大宇宙包围 最终只会覆灭 尽早七暗投明 博客光明怎么样 孙悟空说了一句 我要是不加入你们呢 跳蚤不以为然地说道 不加入我们 那你的身份 我们也没办法帮你隐瞒了 孙悟空眯着眼睛 那我要是请拿下你 再向天庭告发你 一样可以解决 跳蚤哈哈大笑道 哈哈 即使这样 消息也会传出去 只要有风声传出 天庭必定不会再用你 而会严加看护你 你也混不下去 孙悟空刚想开口 脑海中传来声音 不理他 直接走 孙悟空不屑说道 跳梁小丑罢了 孙悟空直接飞走 背后传来一声 呵呵 你会后悔的 我会再来找你 等孙悟空回到天庭 才用意志识探道 师父 你在吗 我在 来第36重天吧 会有答案 孙悟空眼前一花 瞬间出现在第36重天 看着面前两人 惊喜说道 师父 菩提老祖笑着招了招手 让他坐下 介绍身前的人说道 菩提邪不弃徒儿悟空 拜见新主大人 孙悟空瞪大了眼睛 直接说道 你是新主 哪个新主 菩提老祖训斥着 悟空不得无礼 你的生命是新主点画的 名字也是新主大人起的 通碧猿猴 也就是让你来找我的老猿猴 就是新主大人幻化的张扬 笑着说道无妨 悟空是不是有些疑惑你的身份 孙悟空点了点头 疑惑说道 他说我的本源属于妖 扯淡 也算事实 哎 主神大人 你直接说吧 安老孙都要晕倒了 呵呵 你是我在妖界大宇宙裂缝 理解到的一块石头 来到本宇宙后 我点化你 成为一个生命 并让仆提教你本领 按照他的说法 你本体在妖界大宇宙形成 说你本源是妖界 这个说法忍者见人 也是一句屁话 孙悟空恍然大悟 心中却有点想法 却不好问 张扬彭扯知道对方想法 疑惑我为何点化你 张扬看着对方点点头 直接说了起来 张扬先是讲宇宙形成 异族入侵 蓝星家族 人族诞生 直到说到 他在时空里 看到人族创造的一个平行世界里 有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算是所有人族心中的梦想 那就是齐天大圣 孙悟空不知为何 听到齐天大圣浑身一震 觉得自己热血沸腾 张扬缓缓为他讲解西游记的故事 从时候诞生 拜师学义 大闹天宫 被如来镇压 西天取经 九九八一难 修成正果 最后成为所有人崇拜的对象 孙悟空已经满眼冒火 觉得自己已经带入进去 听到大闹天宫的霸气模样 觉得自己已经来到灵霄宝殿 张扬看着孙悟空已经完全带入 又为他讲解西游记后传 乃哥为了三界众生 最后舍身成舍利 拯救三界的故事也告诉了他 这又是一阵强心界 甚至最后放了一个彩蛋 大化西游 给他感动得稀里哗啦 张扬这是开局名牌打法 不让对方心中有界地有疑惑 才能去完成这个不可思议的任务 张扬看着孙悟空说道 现在有个任务 要你选择 你可以接 也可以不接 孙悟空有些犹豫 新主的人族 难度很大 再联想到妖族 估计实死无生啊 刚想拒绝 就听见新主大人说道 悟空 我建议你别接 回花果山安逸一生挺好的 我再选几个生灵 不一定非要猴子吗 而且任务难度很大 我建议你别接 毕竟这重任务 估计也只有齐天大圣才敢接 大家好 我叫孙悟空 为了齐天大圣称号 我义无反顾地接受了任务 我和往常一样 带兵为家族作战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 这个该死的跳蚤 终于还是出手了 一则消息传了出去 在天庭引起很大争议 蓝星家族 正在横扫银河系内部家族长 却没想到 空间裂缝再次产生 天使族 虫族 魔族 妖族 联合入侵拉尼亚凯亚宇宙 而入侵的地点 就是银河系内 位于蓝星家族附近的区域 蓝星家族得到命令 要求务必防守好地盘 同时歼灭义族 蓝星家族 开始和义族开战 双方打的你来我往 却传来一个消息 说天庭内部天庭的 一位猴子天江 是属于妖族的卧底 卧底在天庭 消息闯出一片哗然 手下的天兵天江 平时玩的 挺好的元帅兄弟们 看他的眼神怪怪的 开始远离他 而他也被调离前 现作战的地区被冷藏起来 即日后 一场大战中 蓝星由于战斗失利 疑心重重 怀疑战斗情报被泄露 再联想到孙悟空军 团负责本场战斗作战计划 再联想孙悟空妖族本元的情况 当场就被革职 在无数人怀疑 鄙视的眼光中 不管孙悟空如何解说 孙悟空仍被押送到天庭天牢 孙悟空从天庭位高权重 掌握十万天兵天江的元帅 成为阶下囚 主动站出来 孙悟空穿着玉服 狼狈地躲在天牢中 明明昨天还是威风凌厉的天庭元帅 这一刻却成为天庭一范 令人不免有些唏嘘 孙悟空一身法力都被锁住 好像接受了严刑拷打 躺在天牢里奄奄一息 防卫森严的天牢里 蹦进来一个跳蚤 跳蚤 跳进孙悟空的耳朵里说道 哎 你怎么就是不听呢 这回可好了 成为阶下囚了 我就说了 你的本源在妖族 这里的生灵不可信 这就是下场 孙悟空本来一气风发 这次声音却充满了死意 你是来 笑我的 呃 不是 相反 我是来救你的 孙悟空露出鄙视的表情 手一伸 救我 行 救吧 这一声 吓得跳蚤一击灵 不仅气急败坏说着 你个蠢猴 小点声 等会让人发现了 面对依然我行我素的孙悟空 跳蚤无奈说道 真是服你了 你听我说 只要你加入妖神会 我们会帮你 让你晋升更高境界 今后即使拉尼亚凯亚宇宙破灭 也可以来妖界生活 怎么样 孙悟空不为所动 为何是我 因为你的特殊 你是妖界本源 却又诞生在拉尼亚凯亚的生灵 而且 本体还是猴子 也算是妖族 两个宇宙意志 都不排斥你 就这么简单 嗯 还有你的身份 你是灵界出来的 又是天庭中极观值 朋友多 所以选中了你 呵呵 现在没用了 我已经被沦为阶下囚 帮不了你 跳蚤不以为意 这算啥 只要你同意加入妖神会 我等自会想办法 帮你洗脱嫌疑 帮你爬得更高 那需要我帮你们做啥 间谍 透露情报 跳蚤 跳蚤直接说道 那倒不需要 你就加入 听指挥就行了 不会害你的 而且你同意再干 不同意随时可以拒绝人物 怎么样 有诚意吧 孙悟空想了想 最后点了点头 行 我同意加入 跳蚤点了点头 直接跳了出去 行了 等着出去就行了 其他的 不用管 就这样 跳蚤蹦蹦跳跳 走出了天牢 就这样消失不现 孙悟空满脸疑惑 这咋像闹着玩似的 与此同时 蓝星家族 张扬在天庭第36重天 降天牢一切看在眼里 尽管不明白 对方要干啥 还是不管不顾 就让事情继续发展下去 最近这些年 蓝星开启扩张之路 不停和老牌家族交战 家族内部的私人领地数量 已经达到四块 四块私人领地领主 已经全部换成人族新主 由对方掌控大局 叶凡 龙奥天 十号 灵动四位人族新主 以精进升为四级新主 镇守私人领地 私人领地 已经统一转换为孕育人族 扩大孕育面积 将诞生效率提升了四倍 本来速度可以更快 奈何一族入侵 四大宇宙在银河系 打开一丝裂缝 不断有一族大军杀 入银河系 几十个四级家族 同时赶赴此地 和一族战斗了起来 这场战斗打得挺激烈 一族也是抱着试探的态度 开始联合进攻 主力是虫族 天使族 妖族没怎么出力 甚至少得可怜 至于魔族 张扬还真没看见 这边战斗 已经持续了千年 双方都在试探 也都在熟悉彼此的战斗风格 这次宇宙元老会 没有隐瞒 而是通过宇宙虚拟平台 发了一封公开信 让拉尼亚凯亚宇宙 所有登陆平台的新主 都能看到 相当于名牌了 直接了当告速本宇宙新主 危机将要到来 需要提前准备 消息传出 人心惶惶 尤其这些三级新主 一个个都像美头的苍蝇 四处乱撞 也不反感被人奴役了 反而都在寻找 看那个家族强大 对新主好 他们好投靠 张扬健壮 立即联系了杨梅老祖 及几位老祖表示 兰兴愿意站出来 为常老们分忧 兰兴可以为三级新主 及没有人照顾的 低级文明们 遮风挡雨 只要兰兴不倒 就会永远庇护他们 这领几位老祖非常意外 不禁有些感慨万千 这是什么精神 这是担当 这是负责 这是主动为宇宙做贡献 而且 听到加入兰兴 只需要签订三百亿年合作契约 交出一半能源就可以 那就更加满意了 杨梅老祖 甚至拍了 拍张扬肩膀 表示自己莫看错人 张扬立即说道 老祖们 一族入侵 野心勃勃 我银河系必须要加快统一 以便应对复杂的局面 不然就是一盘散沙 我蓝星家族坐标就在那里 长老们可以以战内短信告知他们 蓝星随时欢 迎他们到来 而且 我针对一族入侵 想的不光是防御 而是有了一个新计划 简称大闹天宫计划 张扬将整个计划悄悄说了一遍 这不光是针对妖族 还有天使族 这要是成功了 绝对让两族伤筋动骨 而且 那剩下的魔族 就会更加谨慎 轻易不敢出手 本宇宙就可以专心对付虫族 如果是EVSE 虫族算个屁啊 这样一来 也可以解救一些魔神 慢慢将局势搬过来 听得几位魔神也是目瞪口呆 没想到这个人族 居然有这魔多的算计 这真是他们推演出来的生灵吗 整个计划听起来有些天马行空 但还真可能成功 玉不禁问道 你是怎么知道 这些种族消息的 张扬很自然回答道 我记忆里就有这些种族的一些信息 我想 应该是哪位魔神将 自己了解的所有资料 在推演时 放了进去 杨梅老祖推算了一番后 缓缓说 我确定推演时没有放进去 看来 应该是大哥 大哥一直被镇压在异族各地 逃出来一丝一直在银河系 一直是互通的 很可能最后独自推演时 将自己对异族了解的资料 合理放进你的记忆里 既然这样 你就大胆去做吧 出魔神想了想 既然这样 蓝星借助异族入侵 直接封顶吧 银河系已经很久没有五级霸主 蓝星当之无愧 玉魔神点了点头 我也同意 那就按照小家伙说的 把蓝星的合作契约内容 通过宇宙平台 发送给银河系所有新主 你们怎么看 杨梅老祖也是赞同道 那就这样去做 谁让其他四级家族 没有主动开口称担责任呢 张扬大喜 效果达到了 连忙大表忠心 一翻马屁下去 将继位老祖哄得明明白白的 最后看时间差不多了 提出告别 回去开始准备 元老会动作很快 就在张扬返回时 宇宙元老会一封信通过宇宙虚拟平台 发了出去 无数新主看到信件内容 纷纷朝着蓝星领地赶来 一时间 蓝星家族声望 在银河系达到了顶峰 第249章 动荡的银河系 宇宙元老会一封宣传信 带来的宣传效果 要比张扬想象的还要好 这封战内信发布之后 在整个银河系 引起轩然大波 空梦星 茶酒有些惆怅 咋就这魔倒霉呢 辛辛苦苦几千万年 好不容易晋升到三级新主 晋升到大宇宙第一天 还莫来得及感受大宇宙的美好 心思再也不用打循环 PK赛了 结果呢 晋升大宇宙不一会儿 就接到一封战内短信 他还以为是官方祝福短信 顺便再给点晋升奖励 结果 仔细阅读后 BBQ了 四大宇宙 正在和银河系交战 本宇宙处于被围攻的一方 官方建议四级以下新主 主动加入到就近的四级家族 寻求家族庇护 查久反反复复查看信息 就想确认一下 是不是恶搞 结果 哎 没办法 只能把消息传递给全体新名 同时召集空梦族长茶百科 百面足长 睡之到某处开会 他旗下两个种族有些特殊 凭借这两个种族成功突围 以所属星系第一星环的成绩 晋升大宇宙 这两个种族 算是他首创 一个空梦族 旗下新名可以操控其他生灵进入梦境 并操控对方的梦境 可以在梦境中完成杀人 另一个种族为百面族 可以伪装同等极建国的人 并且复制对方技能持续三天 每七天可以发动一次 两个技能配合下 轻轻松松晋升到三级文明 如今 一切都凉了 两个新名族长也是有些皱眉 他们也没有啥好办法 毕竟眼界有限 心里也在发愁 谁也不想寄人理想 正在三人哀叹之时 茶酒一愣 立即出现在宇宙虚拟平台之中 阅读之后 满面的愁云终于散开一些 尽管还是有些惆怅 却也比墨头仓银强一些 好在有了方向 茶酒叹了口气 好在组织并没有放弃我们 给我们提供一个建议 可以前往蓝星家族 蓝星家族 有宇宙宇宙元老会背书 而且据说有教无类 对所有种族一视同仁 签订合作契约 升百一年 根基能力 还可以正常竞争四级新主 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茶酒查看了一下坐标后 露出一丝喜色 还好 距离我们不太远 打定主意后 控制星球 朝着蓝星家族飞去 精灵星 这是一颗纯科技星球 和机械族有些区别 此星球有些像人族 属于血肉机械人 以超高的科技水平 晋升为四级家族 但这些年以来 家族实力中规中矩 整个家族只有3000颗左右 得到宇宙元老会通之后 不以为然 而就在这时 一族大军入侵 裂缝产生位置 距离精灵家族不远 整个精灵家族投入战斗 想要打出气势 扬明银河系 漫天的星际战舰升空 和天使族战斗了起来 精灵星火力全开 星球内部的星球计算 计算力全开 可以运算 预测敌军攻击轨迹 运动轨迹 堪称变态 在算力计算下 血肉机械人和天使族战斗了起来 还别说 血肉机械族在能力上 还真克制天使族 天使族都是光明属性 主要以光系魔法 光系斗气为主要属性 一个四亿天使 正和血肉机械人战斗 浑身散发着圣洁的魔法 让人不忍心伤害对方 起到魅惑作用 如果对手是有智慧的生灵 那影响还真挺大 没准打来打去 直接叛变加入对方种族 但可惜 对手是血肉机械人 脑海中都是机械芯片 根本不受光系魔法影响 而且 血肉机械人 可以计算出对手攻击方向 力度 预判技能方位 总能以最佳的方式处理战斗 天使族以翅膀的数量辨别实力 分为双翼天使 四 六 八 十 十二翼天使 分别对应人族的金丹镜 化神镜 镀镜 真仙镜 金仙镜 圣镜 圣镜并不是修行终点 十二翼天使出生就是圣级 随着修炼 境界会再次提升到更高级别 天使族每一千万年都会转生一批天使 会产生八位童 戒天使长 他们能力各异 实力恐怖 直到下一届天使诞生 上一届十二翼天使会成为元老 待在天使里 作为宇宙底蕴 继续修行下去 而十翼及以下天使 会组成天使宇宙社会 正常生活 为宇宙而战 他们转生具备的实力 都是根据上一世 为本宇宙做出贡献大小 得到本宇宙赐予光明之力 才能转生为更高等级的天使 例如二翼天使 那就是天使族最低级的存在 但也具备经单期实力 供奉更高级天使 接受所有高级天使奴役 四翼天使 上一世立下宫 老死亡或者没有死亡 得到天使族天使常 宇宙一时赐福 算是小关 有了点地位 其他更高级天使 也是一样的道理 一层层罗裂 形成等级森炎的制度 天使死亡后 如果没有被吞噬掉圣魂 基本都能回到转生池 重新投胎 立下宫牢 重新投胎后 出生等级就高 所以天使都已战死为最高荣耀 临阵脱逃的天使 或者犯下错误的天使 永生永世 都会成为最低价的二亿天使 天使族等级森炎 下位天使 必须无条件服从上位天使命令 双方打得庞扶不相上下 实际上天使族并未怎么出力 派遣出来的天使 基本都是六亿天使 也只有临头的天使翅膀为八亿 实力为真先进 天使族如此战斗 也是为了吸引附近的 本宇宙附近的家族 目前的对手 实力一般 天使族还真看不上 只是很久末和拉尼亚凯亚宇宙作战 正在分析对手罢了 战斗了一会 发现对手最高攻击手段 也就悬仙境 直接派遣了一位十亿天使出手 血肉机械人族最将的战士 名为叶精灵 乃是一位悬仙境高手 他刚解决一位六亿天使 就朝着另一位对手赶去 他的戒备等级已经提升到最高 脑海中的芯片已经全力运算 甚至就连星球内的超级计算机 一部分算力也输送给他 对手很难缠 对方旁扶和他们一样 没有感情一般 而且手段犀利 身法灵活 这时 一位十亿天使朝着他飞来 叶精灵脑海中的芯片 已经开始紧急提示 对方实力未知 建议指挥官远离 建议指挥官撤退 他刚想撤退 对方已经来到他的面前 对方手持一把冒着火焰的圣剑 面无表情 彭扶世间的一切 在他看来都不过如此 对方一箭袭来 直奔他的大脑 脑海中的芯片性能开发到极限 最终得到的结论是 无法闪开 他身体的感应芯片 以精感 引到圣剑的炙热 可能下一秒 他就要被击杀 在最后关头 他还是引爆位于精灵星 最恐怖的武器 殒灭之星 一股充满毁灭的能量 在星球计算器的计算下 将星球最恐怖的一击 朝着天使族裂缝位置 开始发射 就在十亿天使的圣剑 将要斩杀叶精灵的时候 一个巨大的印章 击中天使圣剑 将对方的攻击打断 第250章 妖族的算计 腰尸昆蓬 叶精灵一愣 这个十亿天使也愣了一下 转身看着远处 抱歉 差点来晚了广城子乐 呵呵看着面前的十亿天使 彭扶在研究对方的翅膀 为何如此之多 你是和尔米卡尔声音很平静 手持圣剑 冷冷看着对方 平道广城子 蓝星家族铲交十二仙之一 奉命前来杀鸟广城子 随手甩了下手里的浮沉 上一秒还在笑 下一秒 直接将手里的翻天印扔了出去 翻天印迅速朝着米卡尔飞去 对方竟然用手里的圣剑去砍 想将此物斩碎 广城子含笑看着对方 只见翻天印砸在圣剑上 巨大的力量 直接将圣剑贴在天使的身上 将对方砸得牢远 天使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 被砸得吐了一口金血 金色的血液染在天使的翅膀上 翅膀的羽毛也有些变形 看得广城子撇了撇嘴 一脸的可惜 广城子惋惜地看着对方翅膀 哎呀呀 翅膀燃屑可就不漂亮了 喂 傻大哥 你去帮助其他星明 这里交给我了 广城子让夜金灵撤退 前去其他对方支援 蓝星家族命令 要求将金灵星带回蓝星家族 让对方加入蓝星 随着战内信发送 张扬的私聊都被打爆炸了 收到很多星主求援 金灵星也不例外 对方星主求援了 想要加入蓝星 希望蓝星能派遣援军 前来支援一下 所以广城子才会出现在这里 想要晋升五级新主 在银河系危难之际 当然要扮演救世主的模样 将名声传播出去 所以 最近的蓝星很忙 天庭很忙 蓝星家族内部的各势力 纷纷接受家族调遣 前往各地执行任务 最近天庭也很忙 忙着四处救援 有一件事 不得不提 那就是天庭元帅孙悟空 被释放了 天庭经过调查 属实冤枉了孙悟空 当时因战斗失利 作战计划被泄密 孙悟空作为军团领导者被怀疑 再加上孙悟空邀界本源关系 直接被扣押在天庭天牢里 但最后查明 情报是被孙悟空旗下的一个天江泄露 对方疑似被虫族控制 在一次作战中 对方露出马脚 被当场击杀 从天江的抑制空间里 找到一封和妖族往来的秘性 想要陷害天庭元帅孙悟空 目的是扰乱天庭秩序 打击天庭各统兵首领 最好能消灭一些天庭骨干 减弱蓝星家族实力 虽然不是孙悟空泄露的消息 但孙悟空本源属于妖族 这点是确认的 一个御下不言的处罚 还是免不了的 天庭元帅的职位被免 被分配盗域马间 为天庭管理天马 管职为碧马温 碧马温和元帅相差太大 一个是山神级别 也就八品 天庭元帅是五品 统领百万天兵 据说孙悟空当场就撂挑子了 怨言很大 但莫办法 关大一挤压死人 孙悟空只能接受命令 成为天庭避马温 为天庭养马 整日郁郁寡欢 借酒消愁 如今天庭各处都很繁忙 天庭有实力的官职 都被派遣了出去 防守空虚 一只跳蚤 悄悄蹦到孙悟空耳朵里 别喝了 该干大事了 看得喝得醉醺醺的孙悟空 跳蚤眼神中的鄙视一闪而过 好了 不就一个天庭元帅吗 干完这事 你来天庭 给你的大官当当 孙悟空打了个酒格 又喝了一口 什么大官 都是屁话 你们害俺老孙好惨 哎呀 妖族大官叫大圣 你完成任务 最少也要被封为大圣 好日子在后头呢 什么任务 很简单 扰乱天庭 不管你怎么做 要你判出天庭 闹得越大越好 名声越大越好 最后公开加入妖族 孙悟空背下了一跳 什么 呸 当叛徒 这样 俺老孙还 怎么在本宇咒魂 我不干 哎呀 大圣 现在天庭防守空虚 凭借你的实力 完全可以闹一闹 天庭宝物可不少 而且 你最后加入妖族 保证你的职位不会跌 而且你尽管闹 只要能逃出天庭 妖族大圣 也就是圣级强者 必然会出手救你 尽管放心 孙悟空还是摇头 不成不成 这样做俺老孙就没有回头路了 俺怎么知道 你们是不是在骗我 最后会不会救我 而且你一个跳蚤 说话也不算数 也没有意义 滚吧 省得俺老孙翻脸 跳蚤扔出一张令牌说道 我说话算数 我虽然只是一个跳蚤 但我可是妖神会情报 唐父唐主 本体也是精先实力 妖神会的会长 正是我妖界妖师 昆鹏创建的 我妖师乃是天庭第三号人物 仅次于我妖庭两位大帝 有他罩着 你还不放心 孙悟空看了看令牌 又不屑地扔了回去 这有屁用 俺老孙又不认识 而且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大圣职位 我凭什么冒着魔大风险 跳蚤气的身腿直挠孙悟空耳朵 最后忍着怒火说道 第一 你加入我妖族 可以帮助你成圣 成为一位妖族大圣 统领妖界所有猴子 第二 你现在是悬仙境界 我妖族可以给你一滴妖神精血 可以提升你的血脉和实力 第三 只要你判出天庭 判出拉尼亚凯亚宇宙 我妖族保你安全 你要是不答应 那就致死方休 你也别想好 孙悟空想了想 开口道 我还是想不明白 你要是不说 我是不会加入的 这样对你妖族有何好处 我有自知之明 我哪有这模重要 即使是蓝星家族 在你们妖族眼里 也屁都不是 还有妖神血是什么 跳蚤愣了一下 沉思片刻说道 告诉你也无妨 这是明面上的计划 按照你人族来说 这叫千金买马骨 投靠我妖族的生灵 可以获得如此多的好处 可以改变拉尼亚凯亚宇宙 我妖族并不是如毛银血的怪物 我妖族负责镇守部分 亚凯亚宇宙魔神 我妖族大能推演宇宙未来 从来都是我等联军圣 这次竟然发现 未来产生一丝改变 而这个改变 大概率是坏事 而且 我妖族其实并没有虫族 天使族那魔大野心 妖族大宇宙 完全够我妖族繁衍 没必要冒着魔大风险 但前面已经参与围攻 拉尼亚凯亚宇宙 现在想下船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即使你拉尼亚凯亚宇宙不计较 但我妖族敢叛变 虫族 天使族 甚至魔族第一个 不会放过我妖族 何况 又多了一个亚凯亚宇宙仇敌 必大于力 所有妖师想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 策反部分生灵 同时又不直接参战下手 两边都可以交代 根据局势随时 可以改变立场 孙悟空愣了一下 还真没想到 妖族还会这样办事 妖族高层都是这样的想法 不 这是我妖神会 她负责镇守的魔神 好像叫什么鼓 对 盘鼓 那为何会找我蓝星 跳蚤想了一下 随即不耐烦地说道 这就不知道了 是妖师让我来的 你好烦啊 你到底同不同意 孙悟空直接开口道 既然这样 我同意 前提是 你把金雪给我 然后帮我安排好后路 确保我的安全 跳蚤大喜 好 金雪在令牌空间里 你练花吧 今后我们通过令牌联系 李耀尽快 孙悟空不耐烦地接过令牌 知道了 烦死了 我先炼化金雪 不然也没有实力呢 第251章 计划开始 孙悟空拿出令牌 用意志赶至空间内部 发现里面有一滴金黄色的血 血液有着很降的威压 令孙悟空有些激动 这重运含强大的血脉力量的血液 是兽类最喜欢的宝物 可以最直接增加自己的能力 孙悟空用意志包裹着金黄色血液 开始炼化起来 与此同时 张扬听着孙悟空和跳蚤对话 有些疑惑 人族暴露了 对方提到妖师昆鹏 提到妖族 其实并不想参战 甚至提到了盘古 这让张扬有些联想 难道妖师昆鹏 负责镇压盘古一致 两人交流之下 令妖师想法产生了变化 对方在盘古的诱导下 重新推算了妖族的未来 甚至推算联军未来 之前推算都是联军必胜 这次推算结果有了不同 而带来改变的 很可能是人族 这一刻 张扬想了很多 想来想去 最后还是决定顺其自然 只管努力 剩下交给命运 不管妖族真实想法到底如何 既然这个妖神会无意参战 又与张扬计划没有冲突 那就继续 如今的蓝星很忙 张扬也在统筹大局 蓝星各势力 纷纷派遣顶尖修士 前往银河系各处援助 想借着本次动荡 一举奠定统一银河系的基础 最近加入蓝星的各种族能力 令张扬大开眼界 整个银河系 不能只有人族 还得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人族占据主导地位 团结所有种族 大家齐心协力 才能迸发出巨大的能量 蓝星家族 照比老牌家族 差的是底蕴 借助本次契机 正在迅速壮大 一个各四级新主 被分封出去 镇压各地 整个蓝星家族连成一片 对银河系的掌控 正在稳步提升 时间缓缓流逝 孙悟空的气势越来越强 终于达到自身境界顶点 没有丝毫压力 顺利突破境界 达到了惊仙境 这个修炼速度 在蓝星 也是属于最顶尖的那一波 孙悟空境界是惊仙境界 但妖神血脉之力 并没有完全吸收掉 还在潜移默化 改变他的身体 他虽然刚进入惊仙境界 但论手段 论实力 要比一些老牌惊仙还强一些 此时的孙悟空 在蓝星 各势力 才算站在最顶尖那一批的修士 孙悟空缓缓站了起来 感受身体强大的力量 不禁有些豪情万丈 这时 他脑海 中听到熟悉的指令 决定开始实施计划 孙悟空拿出令牌 直接说道 准备接应我吧 我要开始了 另一侧 很快传来声音 好 折腾得动静大点 孙悟空笑了笑 瞧好吧 孙悟空此刻正在天界第32重天 也就是灵霄宝殿这重天 此时的天庭很空虚 实力正处于最近最低级别 玉皇大帝 虽然还在灵霄宝殿 但天庭所有修士都知道 天帝正在潜心修行 主持工作的 只是他的分身罢了 天帝分身实力 也就是经仙境初期而已 这是公开的秘密 孙悟空对于整个天庭 那时料如指掌 他几个闪身 来到盘桃园附近 看着看守盘桃园的守卫 心神一动 轻轻一吹 守卫盘桃园的天兵 打了个哈欠 靠在一旁睡着了 孙悟空黑黑一乐 瞬间出现在盘桃园里 望着平时想吃 又不够资格吃的盘桃 直接开动 这里面的盘桃园 是天庭用鱼开宴会 宴请各位天神 三界最有权是那帮生灵 如今都进了孙悟空的肚子里 有句话说得好 吃不了 兜着走 孙悟空那是能吃的 当场都给吞进肚子里 而且就可年分最高 效果最好的吃 吃不了的 都打包禁令 排空间里 准备拿回去吃 没办法 特是特办吗 既然奉命大闹天公 必然要闹 他个天翻地覆 有一点 孙悟空并不清楚 他以为整个计划 天庭都清楚 算是一场戏 但 实际情况是 整个计划只有蓝星圣人 或者圣人化身之道 其他天庭神仙根本不知道 不过也无所谓 天庭核心骨干 天庭有实力的正神 都在外界工作 短时间想回来 也回不来 孙悟空在盘桃园大快朵移 看得嬴政咬牙切齿 这真是借助公款吃吃喝喝 甚至还揣走一些 孙悟空在盘桃园一顿吃 吃完盘桃 打了个宝阁后 朝着另一处飞去 另一处 正是太上老君的兜率宫 太上老君也不在家 宫殿里只有两个童子 正在看炼丹炉 孙悟空瞬间出现在两个童子身后 在两个童子目瞪口袋的眼神中 眼前一黑 脑袋上鼓起两个大包 晕倒在地上 孙悟空将炼制好的丹药葫芦打开 张着大嘴 就往嘴里倒 一股股能量在体内爆裂开来 感觉肉体在不断增强 动作又快了几分 其实他不知道 太上老君只是把最顶级的一些丹药带走 其他的丹药 例如增加力量 增加神石 增加灵魂等丹药 全都留给了孙悟空 这也是想成全孙悟空 为蓝星打造出一个强者 圣人是知道整个作战计划的 包括跳蚤说的话 他们也都清楚 张扬也没有隐瞒他们 过了一会儿 孙悟空感知整个身体的变化 不敢再吃丹药 再吃就要爆炸了 于是 本着不能浪费的原则 将剩余的丹药也扔在了令牌中 孙悟空刚想走 却看献放丹药的架子上 放着一根棍棒 用手一拿 露出惊奇之色 好重 用两手全力拿了起来 往上面滴了一滴精血 棒子重量瞬间减轻了很多 同时脑海中传来这根武器的名字 如一金箍棒 孙悟空有些惊讶 武器重达一万三千五百斤 武器可大可小 他一直想要的趁手兵器 终于找到了 孙悟空心里暗想 看来这个武器是太上老君特意为他准备的 不然怎么会将这个武器放在这里 不就是方便他拿走吗 孙悟空将如一金箍棒放在耳朵里 就想朝着外面走去 而就在这时候 晕倒的童子醒了过来 看着朝着外面走的猴子 悄悄按了应急装置 孙悟空刚走末多远 金银童子立即去上报天庭 孙悟空刚跑到第十重天 通过北天门回到灵界 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了出来 袁天庭袁帅孙悟空反叛出了天庭 这个大胆坡猴偷吃盘逃 盗取太上老君金丹 算是彻底叛逃出天庭 跑回灵界 一时间 消息传遍了天剑 第252章 大闹天宫 晋升五级新主 天剑 一个炸雷般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天剑 令无数生活在天界的生灵 目瞪口呆 这也太扯淡了吧 喂 你听说了吗 天庭原来那个猴子袁帅 判出天庭了 什么 他偷吃了盘逃 偷了太上老君仙丹 大摇大摆地跑到灵界了 他叫什么 孙悟空 据说他是一宇宙诞生的时候 上次蓝星作战失败 好像就是这个叛徒泄灭 呸 叛徒 今天整个天界都在讲孙悟空 孙悟空算是出名了 天庭动作很快 十万天兵天将朝着灵界飞去 想要擒拿孙悟空 在整个灵界众目睽睽之下 孙悟空手持金箍棒 飞到天空中将十万天兵天将打得落花流水 最后溃败而逃 过了几日 又有天兵天将前来请拿孙悟空 甚至还派遣了几个天庭正神 可惜 还是没有打过孙悟空 据说 天庭剑打 不过孙悟空恼羞成怒 派遣正神将孙悟空引诱走 天兵移平了孙悟空诞生之地 花果山 将孙悟空的猴子猴孙 全部灭杀 气得孙悟空红了眼睛 从灵界第十重天一直向上打 连败天庭几十位正神 刚打好第32重天 被赶回来的天庭正神围攻 差点死在天庭 就在孙悟空生死攸关之时 妖界出手了 派遣圣境妖圣出手 想营救孙悟空 这时 蓝星圣人出手 双方大打出手 血战了几百回合 但最后寡不敌众 孙悟空被妖界营救走 妖界当场宣布 封孙悟空为齐天大圣 空尽生圣极 鼓吹凡是加入妖界的生灵 都会被善待 从此远离战争的困扰 消息一经传出 举世震惊 正在银河系作战的天使族 虫族 魔族纷纷感到震惊 妖族这帮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野兽 什么时候有这样的眼光吗 本来天使族 虫族对于妖族 在本次试探行动 偷奸耍滑行为 感到非常不满 没想到 对方转手立下了大功 战斗成果 达到了什么目的 妖族虽然没有派遣一兵一族 但对方侧反银河系 最有潜力家族 银河系家族 最大势力天庭的一员大将 意义非凡 妖族给的承诺 会让很多观望之事 动了心思 很有可能加入一族联军 这众不战 而屈人之兵 是所有种族都喜欢的战法 这回 你不能说人家妖族莫出力 相反 你得夸人家妖族懂计谋 就这样 所有人都很满意 孙悟空也加入到妖族 跟着妖族来到妖族大宇宙 孙悟空心里也有些担忧 毕竟这算是卧底在意宇宙 风险极大 但心里也有一丝快感 这任务 可不是一般猴 能完成的 孙悟空跟着妖族继位大圣 朝着妖神会总部飞去 时间缓缓流逝 转眼间 宇宙又过去了一千年 在这一千年里 蓝星地位越来越高 旗下三级附属星球 超过二百万颗 四级星主数量超过千位 一时间 蓝星成为整个银河系势力 最强大的家族之一 蓝星家族也正式开启登顶之路 在这一千年里 蓝星四处救火 对敌作战勇敢 勇于承担宇宙责任 让所有势力及宇宙元老会 非常认可 尽管还有一些势力 比蓝星家族强大 但宇宙元老会已经决定 就让蓝星晋升为五级星主 统领银河系 宇宙元老会银河系分布按照规定 开始祭祀宇宙一时 请求蓝蓝星家族为银河系之主 统领银河系 这消息传出 蓝银河系很多古老家族感到不满 他们认为自己家族实力 要比蓝星强很多 而且自己已经等待百万年 蓝星何德何能 有资格掌控银河系 宇宙元老会只是一句话 就让这些老星主闭嘴 那就是蓝星勇于承担责任 维护银河系和平 主动为宇宙元老会分担责任 这样的家族不提拔 提拔谁 这些家族听到理由后 不敢吱声 就这样 张扬开始准备晋升五级新主 想晋升五级新主 有个条件 那就是旗下有百颗四级新主即可 现在蓝星旗下四级新主数量 已经突破上千颗 自然没有任何问题 张扬按照宇宙元老会教的方法 祭祀宇宙一时开始正式祭祀 祭祀方法也很简单 那就是从宇宙元老会取出五根宇宙之箱 借助箱火之力沟通宇宙一时 张扬据献出身影 按照宇宙元老会要求 点燃香火 一丝丝香火飘 向宇宙 杨梅老族主持晋升仪式 念着导文 导文顺着香火之力 飞到宇宙 张扬大声念叨 我蓝星人族 诞生于拉尼亚 凯亚宇宙 深感宇宙之伟大 今日 我蓝星家族 在宇宙元老会庇护下 有能力为宇宙做出一定贡献 我蓝星家族 维护银河系和平与秩序 特祭祀宇宙一时 望宇宙一旨 批准我蓝星 竞升为五级新主 我蓝星家族保证 在宇宙元老会领导下 视死维护银河系秩序 维护宇宙秩序 愿意为本宇宙 战斗到最后一刻 在张扬不停祷告中 张扬脑海中传来一声 准 这声准 不光出现在张扬意志中 宇宙元老会也可以听见 杨梅老祖不仅有些感慨 银河系终于诞生五级新主 又有了秩序 张扬听到准之后 觉得自己整个意志出现淬变 整个意志强大不知多少倍 在这一瞬间 他可以感知到 整个银河系内所有星球 甚至他想 可以附身在银河系 任何一个生灵身上 或者管理四级新主 甚至他一个命令 可以直接让星球 转移到银河系任何地方 五星新主 管理的是整个银河系 而不是一个家族 晋升为五级新主后 张扬不需要再奴役任何新主 因为处于银河系范围内的新主 都接受他的调遣 可以说 没有张扬同意 其他新主想晋升为四级新主 都做不到 因为在晋升四级新主时 需要五级新主 宇宙元老会双众同意 才能晋升为四级新主 甚至张扬要是想 可以用意志改变银河系法则 让所有附属星球都创建人族 晋升五级新主后 整个银河系就是一块整体 完全在张扬领导下 去部署 去行动 去作战 这就是五级新主的权力 第253章 宇宙意志加持 新人类 张扬晋升为五级新主后 意志得到无限增强 已经可以掌控整个银河系 他可以瞬间降临到银河系 任何一个地方 了解银河系某一点过去 现在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加以改正 管理 这是拉尼亚凯亚宇宙意识 赋予他的权力 替宇宙意识去管理 去发展银河系 张扬掌控银河系之后 才发现 整个银河六系兆 比其他星系有些落后 这个落后不仅仅科技 实力上的落后 而是全方位 制度上的落后 简单来说 其他星系是个整体 统一的制度 统一的管理 在五级新主管理下 整个星系大体上是 朝着一个方向努力 其他星系 已经实现大统一 统一的科技水平 统一的修炼体系 统一的思想 而银河系 有些像蓝星八国混战 各自为政 这就导致人心不齐 科技发展混乱 各家族 各星主 各自为战 张扬能阵魔 快晋升五级新主 也是和一族入侵有关 其他一族入侵新系 在新主的统一管理下 轻松化解 很快就解决宇宙危机 而银河系 还处于宇宙元老会调度 谁离得近 谁负责的制度 要不是张扬主动站出来 承担责任 想直接晋升五级新主 还真有点难度 按照张扬猜想 应该也是宇宙一时 宇宙元老会银河系分部 有些厌烦 不想再这样下去 而且银河系 一直没有选择五级新主 本质上就是得张扬 给人族留着的 既然现在人族成长顺利 新主勇于承担责任 那就顺势而为 直接推上去 就这样 张扬带领蓝星 顺利登顶银河系 成为银河系的主人 张扬晋升为五级新主后 蓝星家族 对于其他四级新主 三级 二级 一级 包括私人领地 在内的奴役契约全部失效 所谓的奴役契约 已经不再存在 这不是退步 而是进步 因为现在的张扬 已经不需要依靠宇宙契约 去管理星球 而是靠银河系法则 去管理整个银河系 所有新球 新主 物质 有权力制定规则 法则 有权力去管理所有新球主 当然 银河系老牌新主 也可以不听从指挥 或者阳凤 因为 这就要看五级新主的手段 所以 为何想晋升五级新主 必须自身实力过硬 家族实力过硬 这就是自己的嫡系不对 如果单纯去靠契约管理旗下新主 但契约失效后 就可能出现一些风险 四级新主 虽然可以整一些小动作 但其实也不敢 与五级新主为敌 与整个银河系为敌 确实需要勇气 吃再不傻 都不敢这样去做 除非 除非逃离出银河系 去其他新系生存 不然处处给你穿小鞋 很快就能整死你 张阳晋升为五级新主后 并没有直接出手 制定什么政策 而是在观察 梳理 这叫谋后洞 张阳在晋升为五级新主时 整个银河系 所有四级新主意志中 都得到了消息 也都知道 张阳成为五级新主 其他等级的新主还不知道 他们并没有得到消息 简单来说 级别不够 当然 张阳要是想 他们瞬间 就可以接到张阳的声音 张阳一愣 随即选择了同意 梅尔塔家族请求晋升为四级新主 是否同意 家族详情如下 这是一条流程 请求晋升为四级新主 如果张阳不同意 点击拒绝 对方就无法晋升为四级新主 张阳用意志感之下 整个银河系 孕育新系领地情况 整个银河系孕育新系 还有大量空白 风赏出去的私人领地 不足1% 剩余都处于宇宙元老会 托管状态 也就是张阳诞生时的状态 按照宇宙主体制度 自有选择诞生种族 然后层层晋级 关于宇宙种族选择 制度是否变更 张阳思考片刻 觉得不应该改成单一某个种族 而是应该百花齐放 但必须有主有次 主自然是人族 人族经过多次基因改革 大规模实验 基因已经稳定下来 但张阳觉得 还是不够强 现在晋升为五级新主 完全可以进一步优化人族基因 将一些基因缺陷修复 达到更好效果 毕竟他的核心种族是人族 正所谓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他成为五级新主 掌控银河系 那人族地位自然也是最高的 作为核心种族 实力照比其他新名弱 那可不行 宇宙元老会扶持的种族是神族 张阳扶持的是人族 张阳晋升五级新主 宇宙意志是有奖励的 宇宙意志 会增强张阳所选的核心种族 张阳想到这里 开始推演 计算人族细胞 进一步改良人族基因 随着时间流逝 转眼间 时间已经过了一千年 张阳不禁有些感慨 境界越高 对于时间 空间也就没了概念 经过千年实验 推演 关于人族种族母版 终于有了具体方案 这已经是最佳方案 基因改动 都是相互的 提升某项 会导致其他基因相对变弱 例如 无限增加力气 诞生之时 力量高达万斤 就会影响其他基因效果 张阳晋过不断改良 最终效果如下 人族诞生之时 实力已经可以达到 炼体静初期 力气可达千斤之力 人随着年龄增长 哪怕不修炼 力气也可以稳健增加 基本保持每增加一岁 气力增加五百斤 人族寿命提升到五百岁 诞生之时 寿命就高达五百岁 智商普遍可以达到 110-130之间 算是全方位提升 人族二十岁成年 颜值固定 一直到四百岁 身体积能开始下降 直到寿命耗尽 这是好的方面 相对带来的影响 就是生育能力小幅度下降 怀孕几率下降百分之十五 而且 人族女性一生 最多可以生育三个 当然 这是不修炼的情况 修炼起来 那就会更强 这一切还有个前提 必须是在银河系诞生的婴儿 才会如此 如果移民到其他新系诞生 人族基因能力会下降百分之五十 能力大幅度瞬间 原因很简单 这是宇宙意志对张扬 对蓝星 对人族的增幅奖励 唯银河系意志打工 当然要给予张扬一些奖励 毕竟做事需要生灵 五级星主用什么种族顺手 宇宙意志会加以扶持 这不是张扬专属福利 每个星系之主 也就是五级星主的核心种族 都可以享受宇宙意志加持 所以 目前碰见的其他种族 都是自然诞生的种族 并没有加持之力 要是碰见其他星系新名 同样都是先族 能力相差会很大 而且还有一点 宇宙意志加持是拉尼亚凯亚宇宙专享福利 其他宇宙并没有 这也是宇宙意志告诉张扬的 原因也很简单 宇宙意志这样做 会消耗宇宙本源之力 也就是对宇宙本源有坏的影响 宇宙没有生死危机 是不会这样扶持生灵的 相反 还会限制生灵境界提升太高 以免威胁到宇宙意志 但现在没办法 拉尼亚凯亚宇宙 被四个种族入侵 对方想要吞噬宇宙本源 他当然要反抗 宇宙意志也在苦苦坚持 看来这招对自己影响挺大 如果长时间下去 不用别人入侵 宇宙意志自己就崩溃 拉尼亚凯亚宇宙就会毁灭 但要是吞噬其他宇宙本源 就可以修复本源之力 相反 还可以壮大本源之力 当然 拉尼亚凯亚宇宙 别说吞噬 壮大 能自保就不错了 现在疯狂燃烧宇宙本源之力 就是想多培养一些强者 以便保护宇宙 算是宇宙自救的手段 得知这一切后 令张扬也有些感慨 都不容易啊 同时也生出一丝紧迫感 必须加快宇宙发展 保护宇宙 最好能吞噬其他宇宙本源 反补一下拉尼亚凯亚宇宙意识 毕竟现在他们算是一体 宇宙不灭 张扬不死 好不容易奋斗到今天 必须必须拼尽全力 捍卫自己的福利 张扬想到这里 准备改变银河系法则之力 第254章 管理银河系 张扬用意志开始改变银河系法则之力 随着他的修改 银河系产生一些变化 张扬也看向了某处 位于银河系某处的一颗星球 刚刚觉醒了意志 刚觉醒意志的星主 还有些迷茫 很快就听见系统旁白 介绍他的身份 职责 使命 请选择星球种族 星主用意志查看种族模板 种族模板详细介绍了各种族能力 状态 科技术等数据 借助旁白 选择种族 算是为星主灌输一些知识 让其了解种族 星系等内容 和张扬诞生之初有些不同 提供的种族模板第一位 就是人族 人族 简介 人族 银河系的核心种族 乃是银河系之主创建 人族各方为数据平衡 人族随着年龄增长 力量会越来越强 同时 人族寿命高 智慧高 繁衍能力中等 科技术完整 科技术修炼方向为两条路线 科技 修炼 可自由选择 创建人族 初始能源提升10% 升级科技术能量下降10% 星主查看了所有种族后 很自然地选择了人族 人族各方为能力都很强 且科技术完整 还有两个选择方向 当然 最重要的一点 这是银河系的核心种族 也是银河系之主创建的种族 而且 初始能量兆 比其他种族 还提升了10% 升级科技能源 还下降了10% 这还用选择吗 张扬还在其中加带私货 科技术里有详细的人族思想 还提到了 人族母星 乃是银河系最降大的家族 蓝星家族 张扬看到对方选择后 露出笑容 这样以来 人族必定是银河系最多的生灵 这些人族和蓝星家族诞生的人族 还是有很大区别 蓝星那块私人领地 诞生的新主都是蓝星穿越者 相比其他人族新主 具备一个很强优势 那就是知道蓝星家族整个发展史 带着所有蓝星家族记忆 张扬并不打算更改 也不打算再扩张 只保留这一块07860的就够了 随着时间发展 领地诞生的人族新主会 被派遣到银河系各地 自成一派 张扬修改完银河系法则后 整个银河系 瞬间多了无数人族新主 随着时间增长会越来越多 修改完种族设定后 张扬没有继续修改 晋升法则还是和之前一样残酷 这样一来 整个银河系实力会渐渐提升 借助宇宙意志加持 提升银河系生灵之力 算是第一个改变 但这只是最基础的一点 其他星系之主都有这样的便利 对方提升的是其他种族而已 张扬沉思了起来 怎么才能提升整个星系的实力呢 这里一个星系 这里一个国家 一颗星球应该是一样的道理 无非就是投资教育 发展科技 加强基础社事件社 同时推动产业升级 提高银河系经济实力 及产品竞争力 加强星系合作 看能不能和其他星系之主 达成一些合作 提升星系实力 提升银河系文化 让新主 心灵对银河系有认同感 也就是文化传承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军事实力 想提升军事实力 第一点资源倾斜 也就是发展经济 经济好了 才能给个星球更多能源点 新主才能购买更多物质 从而提升整个星球实力 第二点就是科技提升 发展科技革命 科技突破 科技的力量是可怕的 第三方就是修炼 主抓天才 集中资源培养天才 培养高端战斗力 银河系多个精先 多个准圣 多个圣人 对于整个星系实力提升 是很重要的 张扬将这些内容 写在一张纸上 开始研究了起来 这些只是理论知识 实际培养 还需要具体方法 时间还在流逝 张扬晋升五级星主 对于整个本星系群来说 是个大事件 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 侍女座星系团 本星系群 银河系 歪瑞古德代 本星纪云 奥特云 银河系的上级单位 本星系群 共有53个银河系级星系 也就是 有53个星系之主 除了银河系 其他星系 都有五级星主 整个本星系群 已经有几百亿年 没有诞生星母及星主 尤其是大星系 本星系群 虽然有53个星主 也分为大小星系 本星系群最大的星系 叫做仙女座星系 面积比银河系大五倍 适当之无愧的第一星系 银河系就排名在第二位 属于第二大星系 排名在第三位的是 三角座星系 排在第三 剩余的星系 就没有这么大了 都是一些小星系 三三两两组合在一起 有些星系 还为在仙女座星系 银河系 三角座星系周围 算是半生星系 本星系群诞生的五级星主 大部分都被分封到小星系 成为小星系之主 如今 整个本星系群 排名第二的银河系 居然有了五级星主 这当然是个重磅消息 像军域的星系 烈日星系 面积只有银河系五分之一大小 但即使这样 也排名在前十 本星系群还有一些星系 例如水蛇系 双鱼系 鲸鱼系 仙后系 狮子系 凤凰系 麦哲系 人马系 宝平系等等 名字千奇百怪 大小不一 星系之主也有群 张阳还在冥思苦想之时 他被宇宙元老会 拉了进来 作为星系之主 一般只管理大方向的战略 所以还是很闲的 张阳刚被拉进群里 整个群 顿时热闹了起来 星系之主 一般也没有人叫他们的名字 所以大家备注都是这种 例如仙女星系之主 双鱼星系之主 张阳进来之后 也不例外 名字直接被改成银河系之主 于是乎 整个群内开始刷屏 欢迎银河系之主魏林 张阳本来正在冥思苦想 突然被群里强制提醒声音叫醒了 张阳看着群里不停刷屏 有些无语 这咋和人族聊天群 有点像吗 大哥 你们可是星系之主啊 这魔斗逼 旗下星主知道吗 于是乎 张阳直接创建一个红包功能 输入一万点神元 分成五十三个包 发了进去 整个群对于张阳等星系之主来说 就是个沟通媒介罢了 想要什么功能 星神一动 直接就有 众多星系之主 看见张阳发了一个奇观的红色方块 上面还写着 大家好 纷纷露出一丝迷茫之色 这是什么东西 随着仙女星系之主好奇一点 获得神元一千二百零一点 过了一回再看 众多星主都点了 获得神元数量各不相同 他上面还有特殊标注 手气最佳 他的眼睛顿时亮了 有点意思啊 第255章 盘古 仙女星系之主健壮 也是跟着有模有样的 发了一个红包 作为星系之主 都有一个特点 对于钱没有概念 升至五级星主后 已经不再为个人能源点发愁 五级星主管理的是 整个星系 不再管理个体星系 只有本体这一颗星球 作为大本营居主 有些五级星主 甚至连本体星球都不管 意志直接附在整个星系 作为星系意志 可以随意停留在某颗星球之内 五级星主意志 不再局限某颗星球 而是将整个星系 作为一个整体去管理 星系之主也缺钱 缺的是大钱 缺发展整个星系的钱 不过 这也要看星主 是否用心 是否有上进心 是否全力发展星系文明 刚进圣五级星主时 都想为星系做点事情 但遇到层层困难 经历的事情多了 几颗星球爆炸 几亿生灵猎亡 对于星系之主来说 已经习惯了 大家看到仙女 星系之主 也发了一个叫做红包的东西 都效仿了起来 一时间 红包刷屏了 甚至就连在后面 暗暗观察的杨梅老祖 出 玉魔神 也跟着发了起来 好好的入群环营一世 就这样变成抢红包大赛 张扬见状 连忙用意志去抢 点开一个红包 神渊加35410点 好家伙 这魔大手笔 张扬立即抢了起来 也不管他们说话 就盯着红包抢 看着连魔神都发起了红包 速度更快了 点开杨梅老祖的红包 神渊点加9487261 点开出魔神的红包 神渊点加5 红包大小都有 大的有几百万 小的甚至只有一点 看来不管什么阶级 什么地位 对于抢红包这件事 都没有抵抗力 张扬想起 自己当初为了收集几十点能源 付出多么大代价 现在随手一点 就入账几万 甚至几十万神渊点 可能 这就是成长吧 也许以后 自己初心也会改变 但在改变之前 还是尽量维星系 做出点贡献 张扬分出一缕一智 留在这里抢红包 开始继续研究了起来 张扬正在制定 推演政策之时 孙悟空已经来到了 妖族大宇宙 妖族宇宙 孙悟空不时应付跳蚤机具 跟着妖族大圣 来到了妖族宇宙 刚进入到对方宇宙 就感觉漫天的妖气 整个宇宙都弥漫着一股特殊能量 这股能量本质 就像蓝星的灵气 仙气一样 是妖族修炼的必需品 孙悟空在踏入妖族宇宙之时 觉得浑身难受 整个宇宙充斥着妖气 想朝着他的身体 涌去 他只能封闭自身 阻止妖气进入体内 其他极为大圣剑怪不怪 对这一幕以惊喜以为常 外宇宙 生灵进入本宇宙 都会觉得浑身不适应 这是由于 两个宇宙能量体系不一 宇宙意志本能排挤 由于孙悟空是妖族宇宙的晶石 宇宙意志并没有排斥他 还能好一些 他们在拉尼亚凯亚宇宙出手 也是一样的难受 帝将大声淡淡说道 不要抵抗 想生活在妖族宇宙 迟早要走这一步 孙悟空闻言 直接放弃抵抗 主动将周围的妖气吸入体内 完成能量转化 他强忍着肉体上的疼痛 妖族能量过于残暴 在体内横冲直撞 让浑身的经脉有些静挛 帝将大圣健壮 冷峻的表情也有些舒缓 大部分妖族就喜欢直来直去 能用拳头解决的问题 绝不想用智慧去解决 勾芒大圣也是一样 斜眼看了一眼孙悟空 心里也接受了他 过了一会 孙悟空体内充满了妖气 完成了转换 那种排斥感终于消失 反而觉得很舒服 孙悟空握紧了拳头 感觉一身的实力增强了一倍 这种感绝有点爽 倒不是说妖气比仙气强 而是更适合精怪类 动物类生灵 帝将大圣身上另排一闪 随即看向孙悟空说道 走吧 妖师要献你 孙悟空略有一丝紧张 跟着对方朝着某处飞去 过了一会 只见远方有座通天高塔 塔分九层 看起来雄伟壮观 你进去吧 妖师在里面等你 孙悟空点了点头 孤身一人来到宝塔第一层 刚走到塔门口 塔门自动开了 他走到里面 浑身打了个哆嗦 里面冷 很冷 饶视他 也觉得非常刺骨 一道沉闷的声音传来 上来吧 孙悟空缓缓走上宝塔第九层 只见击到巨大的锁链 锁住一个红色圆球 圆球前面坐着一个生灵 此生灵鱼头人身 像一座小山一样 坐在地上 看现孙悟空过来 坐在了地上 对方彭扶西字如今 睁开眼睛看着孙悟空说道 坐 孙悟空也没有客气 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 坤鹏指着身后的红色圆球说道 知道这是什么吗 孙悟空由于片刻 摇了摇头 对方当说一句话 就吓孙悟空一跳 哼 这就是你一直想找的盘古意志 哦 对了 是三分之一 孙悟空露出迷茫之色 我想找 弄错了吧 妖师 哼哼 我该叫你孙悟空 还是 张扬 或者说 蓝星之主 话都说到这种地步 张扬 再隐藏下去 可就让我小瞧你了 远在银河系的张扬 面色一变 什么情况 孙悟空面色微变 过了一会 孙悟空脑海中的一缕 一时巨线出来 占据了孙悟空身体 张扬轻轻一笑 见过万妖之祖 万妖之祖 哈哈 昆蓬狂笑不止 笑过之后 看着身后的红球说道 老伙计 你真抬举我 我还有这抹响亮的名号 一道声音传来 当然 在我看来 你才是妖族的起源 第一位妖族 当然叫万妖之祖 张扬听见声音 微微有些激动 只见面前闪过一道白光 一个人族身影的男子 距现在身前 此人身材魁梧 肌肉发达 沧桑的脸颊 下面长着茂密的胡子 赫然一个人族老大爷模样 张扬有些激动 直接开口道 见过创世父神 第256章 五妖 卧底 张扬能不激动吗 面前这位应该就是蓝星创造者 人族真正创始人 盘古 三千魔神之手 立之魔神 那个亲手创建出人族 并进行文明推演 并将这一切灌输给张扬的魔神 张扬叫对方创世父神 自然没有什么毛病 只见此人看着张扬 轻轻点头并露出微笑 看起来非常和蔼 就像人族老大爷一样 张扬看着对方 感觉非常亲切 这种感觉很难用文字去描述 盘古温和道 叫我盘古吧 真没想到 居然这魔块就能见到你 你做得很好 张扬嘿嘿一笑 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发展吗 自然要快一点 张扬看了眼旁边的昆鹏 忍不住用意志传声问道 老祖 这是啥情况 喂 小子 在我面前传音 未免有些太不尊重我了吧 昆鹏打量了一下张扬 直接喊道 后背有很多疑问 很正常 麻烦你了 盘古笑着看了看昆鹏 直接开口说道 昆鹏冷哼一声 随即消散在原地 盘古看着满脸疑惑的张扬 直接说 我知道你心中有很多疑问 你问我答 此地并不安全 腰地随时可能过来 尤其你闹出这魔大动静 咱们长话短说 张扬深吸一口气 直接问出心中最大的疑问 我是谁 你和其他心主并没有区别 是宇宙自主诞生的意志 和你理解的洪荒先天生灵 没有什么区别 唯一不同的地方 你是我们推演结果的继承者 你并不是任何人的意志 华山 你就是你 只不过 我将这份记忆 随机投了出去 不论谁继承这份记忆 诞生的星球都是蓝星 至于张扬的记忆 张扬人族的经历 只是为你记忆 设定一个合理的处罚理由罢了 张扬又问道 我创建人族 是偶然还是必然 哼 没有任何人干涉你的选择 只是人族有个说法 叫潜意识 也叫穿越 重生 唯你创建记忆继承方式 就是张扬穿越众生为一颗星球之主 而你潜意识 就会对人族感同身受 有天然认同感 大概率会选择人族 那我万一 没有选择人族呢 当时投出去不止一份记忆 先创建人族的 才会继承这份记忆 才叫张扬 圣语者会失去这份记忆 和其他新主并 没有区别张扬明白了 张扬诞生是必然结果 哪个生灵继承这份记忆 都会叫张扬 都会创建蓝星 因为不创建人族 就会失去这份记忆 张扬这个新主 也就不存在了 盘古看着张扬陷入沉思 怕张扬想不开 不禁说道你就是你 无非多份记忆 这份记忆 按照人族 来说叫金手指 就和你零七八六领地 创建的人族 新主莫啥区别 应该并没有给你带来麻烦吧 张扬心中一震 盘古知道外面情况 还这么了解 张扬没有问 而是笑道 您不必安慰我 我并没有想不开 略微有一丝奇怪罢了 我很认同我人族的身份 而且 如果没有这份记忆 说实话 我和其他新主 并没有什么区别 按照时间来说 如今还不足一千万年 我应该还是一级新主 而如今 我凭借这份记忆 已经成为五级新主 掌控整个银河系 掌管了无数生灵 宇宙不灭 我不死 我很知足 张扬不禁好奇说 老祖 您怎么知道我会过来 而且这个坤鹏 真没问题吗 盘古见张扬如此豁达 笑了笑 我不知道你会来 或者什么时间过来 有可能十一年 有可能更长时间 也可能不会来 所以陷到你时 别看我再笑 其实我内心也很惊讶 换个张扬继承这份记忆 也不会比你做得更好 你真的很优秀 张扬为何会想到 让孙悟空假意背叛宇宙 来到妖族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这份记忆 张扬继承人族记忆 知道洪荒历史 知道天庭地府 也知道整个拉尼亚凯亚宇宙发展历史 既然魔神都是真的 天庭地府都提前为张扬准备好 那洪荒妖族历史自然也是真的 张扬所继承的记忆中 洪荒妖族历史也很简单 妖族也有天庭 叫做妖庭 妖族两位天帝 东皇太一 帝君 张扬曾经听扬眉老祖 讲述宇宙无数纪元前那场大战 知道妖族领袖名字 也知道妖族一些顶尖高手名字 这一切都和张扬记忆对得上 包括其他种族能力也是一样 这一切自然不能是巧合 再结合杨梅老祖曾经说过 蓝星虽然是三千魔神合力推演 但主要出力者是盘古 而且是盘古自己不断推演 最后魔神们才参与进来 加入一些其他种族而已 所以这些记忆应该是盘古借助人族 创建所谓洪荒网文小说 特意加进去 就是想告诉张扬一些奥秘 而张扬所了解的洪荒历史中 妖族败了 败给了巫族 史称巫妖之战 两个种族两败俱伤 而人族趁机崛起 成为天地主人 妖族之所以失败 这就和一个生灵分不开 那就是万妖之祖昆鹏 万妖之祖昆鹏 在关键时刻背叛了妖族 所以妖族才失败 张扬想到这里 又突然想起 旧孙悟空的机位妖族大圣名字 突然试探问道 老祖 那巫族 巫族也在妖族大宇宙 是近一年才创建的种族 帝君 东皇太医统领妖族 而巫族 是我联合昆鹏一起创建的种族 算是昆鹏妖师的嫡系 张扬听糊涂了 这到底是啥情况 张扬满脸疑惑地问道 老祖 据我所知 您不是被妖 天使 虫族三族 分别镇压了吗 这 盘古点了点头 很自然地说道 对啊 是被镇压了 镇压得有人看守吧 看守的实力 不能太弱吧 盘古看着张扬连连点头 得意一笑 妖族看守我的正式昆鹏 在看守我的岁月里 昆鹏多次埋怨妖族两位天帝 对他们疯狂不满 我是感同身受 跟着一起骂 盘古看着张扬满脸黑线也不在意 继续说道 骂来骂去 我俩骂成朋友了 我就帮他出主意 如何掌控妖族大宇宙 没有实力怎么行 想要成功 必须要有人呀 一个好汉三个帮 莫人怎么行 于是乎 你看到了 巫族出现了 我俩成朋友了 偶尔我还能飘出去一缕一石 回拉尼亚凯亚宇宙 推演蓝星记忆 结果你也知道了 我用飘出去的意志 推演出来的人族 张扬恍然大悟 扬眉老祖 说您当年大战时 逃出一缕一石 是对方主动放的 那这昆鹏还挺好说话的 盘古不屑地说道 好说话各屁 当年大战时 我虽然已经历劫 但还是可以当场斩杀昆鹏的 后来心生一计 收手莫杀他 同时又给他出了个主意 才有了后续这一切 张扬听着盘古介绍 明白了 这TM 哪是被抓了 这TM 是主动卧底吧 卧底就卧底呗 还把敌军三号人物给策反了 第257章 当年大战的奥秘 张扬听着盘古老祖 讲述当年的一些奥秘 以及张扬一直想了解的秘文 一些对宇宙很重要的东西 两人在这里探讨了起来 当张扬说道 老祖 众多魔神被困在四大宇宙 还有您另外两处意志 一直被镇压 是不是也应该想办法救出来 盘古望向远处 开口道 这些年下来 你可看到哪位魔神前 来以宇宙营救魔神 张扬一惊 什么情况 这时还要从头说起 无数纪元前 拉尼亚凯亚宇宙诞生了 宇宙意志演化三千大道法则 诞生了三千魔神 魔神陆续诞生后 不想着修行 也没有修行概念 就这样意志过了无数纪元 直到宇宙降下意志 给众多魔神 让我们开天辟地 演化生灵 壮大本宇宙 而我等魔神意见不同 我力主开天 阻力很大 甚至还打了击仗 闹得挺不愉快 宇宙一时也强烈不满 过了不久 一族入侵 本宇宙战败 才有了后来的一切 张扬有些奇怪 嗯 众魔神为何阻止开天 当年拉尼亚凯亚宇宙诞生 宇宙还处于混沌状态 众多魔神诞生后 占据宇宙所有混沌之气 本宇宙无法诞生新的生灵 魔神诞生后 并不修炼 却占着本源之力 导致无数纪元以来 宇宙本源一直无法壮大 于是 宇宙本源降下意志 让魔神合力开天 演化天地生灵 让本宇宙生灵修炼 吸取外宇宙混沌之力 这样可以不断壮大本宇宙 也为宇宙增加一些可能 但部分魔神并不愿意 认为有生灵诞生后 就无法彻底掌控天地 变数太多 甚至怕宇宙意志扶持新生灵 取代魔神地位 分化本源法则之力 所以一直谈不拢 魔神分为两方 一方同意开天 一方不同意 而我力排众议 选择开天 不开天 宇宙很小 只有三千魔神 亚凯亚小宇宙 在茫茫宇宙中并不显眼 除非宇宙被吞噬 否则三千魔神 可以一直存活下去 开天 本宇宙有了无限可能 会随着生灵修炼 不断壮大 但随之而来的是 宇宙变大 目标也就大了 等于在茫茫大海中 树立灯塔 其他宇宙意志 可以感知到本宇宙 危险程度提升无数倍 张扬听到后 感觉都没错 宇宙一时想的是 魔神占坑布拉时 宇宙一时用全部能量 演化了魔神 已经无力 再做其他事情 这些魔神还不听他的话 让他有了强烈危机感 想开天 再培养一些生灵的想法 越来越强烈 另一部分魔神有些自私 但也不算错 不开天 三千魔神一直居住在本宇宙 自由自在挺好 盘古彷复知道张扬的想法 是不是觉得 不开天也挺好 看着张扬点头 盘古继续说道 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 但宇宙一时说得很对 也就是你所了解到的黑暗法则 不论拉尼亚凯亚宇宙大小 对于其他宇宙一时来说 都是至宝 吞噬其他宇宙 壮大自己 这是宇宙生存本能 宇宙一时 也想永久存活下去 与其躲起来 期盼不让其他宇宙一时发现 不如主动求发展 成为宇宙里的王者 还有一点 魔神无拘无束 真发生危机 不见得就能帮助宇宙一时 宇宙也是有寿命的 虽然照比生灵来说 显得好像无穷大 但你会觉得寿命太长吗 而且 宇宙之中也有危机存在 那就是 黑洞 它现 热计三种宇宙级大危机 无数宇宙被三种方式所灭绝 张扬不再说话 这三个危机他都知道 甚至宇宙内部也有黑洞 大小不一 银河系中心位置 也有一个黑洞 将银河系破碎的星球残害吸入 就像一个青道夫一般 如果出现一个黑洞 将银河系吞噬 想想也确实挺可怕的 另外两种破灭方式 张扬在记忆中也有所了解 这两种学说 是前世关于宇宙寿命的两大假说 想想也是 要不是盘古灌输记忆 凭借前世人族科学家研究水平 凭什么已踏出地球都费尽的科学水平 去推测整个宇宙 甚至了解整个宇宙诞生 黑洞等等 无数宇宙奥秘 张扬想到这里 不禁有些感慨 张扬所谓没有穿越前 地球人都知道 甚至在网上都可以搜索到的新闻 原来是宇宙最高的奥秘 地球人还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可惜 这一切 都是前人推算出来 灌输给张扬这个人组的 张扬现在算是明白了 这就是两种思想的碰撞 一方魔神认为 宇宙可以存在无数纪元 所谓被其他宇宙吞噬 或者遇到宇宙级危机 都是非常小众事件 碰见的几率太小太小 而包括宇宙一时 在内的盘古等魔神 想的就是主动发展 不去猜击率问题 而是发展宇宙 让整个宇宙剧 被抗拒一切风险的实力 两方针对这种思想 所以大打出手 结果 开天没过多长时间 四大宇宙入侵了 只听盘古继续说到 几次开天战斗 让很多魔神心生不满 而且宇宙一时 对于他们 这种行为 也是越来越不满 自己耗尽全力演化的孩子 却不听话 所以 要求所有魔神 签订宇宙契约 但魔神自由自在惯了 怎么会容忍这种行为 所以 只有几十位魔神签订了契约 导致宇宙一时 众多魔神都不高兴 不欢而散 一族入侵大战 战后大家 才反应过来 很有可能是 某位不满开天的魔神 主动暴露宇宙坐标 将一族引了过来 甚至 可能并不是一位魔神 而是多位 张扬直接惊呼道 这这 这怎么可能 这魔作为啥 都是拉尼亚凯亚宇宙诞生的生灵 本宇宙不灭 魔神不死 宇宙毁灭了 对他们有何好处 这不是自取灭亡吗 张扬实在想不通 怎么还有这样的魔神 张扬突然一愣 不对 前世还有恨国区 汉奸等时 在理解不了的畜生存在 这样一想 好像也不奇怪 盘古呵呵一笑 你想的是对的 这种生灵 甚至你所了解的某部电影 主动将地球坐标 暴露给外星人 想让对方灭了地球的奇葩生灵 还有投靠他国 为了自己谋取利益的生灵 这一切 都是存在的 魔神虽然是三千法则演化的生灵 但其他宇宙 也可以诞生三千法则 魔神也可以去其他宇宙 化为所在宇宙的法则 继续存活下去 所以 换不换个宇宙生存 对于魔神来说 还真没有 那么重要 还有些宇宙意志 甚至会主 动拉拢魔神 让对方融入宇宙 壮大宇宙本源之力 所以 现在被俘虏的魔神 属于拉尼亚凯亚宇宙的魔神数量 到底有多少 还真不知道 当年那场大战 所谓三千魔神战役族 听起来波澜壮阔 实际上 很多魔神打着打着就被俘虏 很可能早都投靠了对方 当然 投靠对方的魔神只是少数 大部分魔神还是奋勇反抗 和异族战斗了起来 但被俘虏之后 现在是什么状态 还属不属于拉尼亚凯亚宇宙 这都是未知数 与其去赌对方 还不如 靠自己发展 你明白了吧 张扬心里有些迷茫 本以为拯救魔神 为本宇宙增加一些高端战斗力 还有个依靠 还有个叛头 如今才知道 对方不仅不会帮助本宇宙 甚至可能反过来攻打本宇宙 张扬将心中无尽的想法 最后化作一个 草 第258章 盘古令 张扬满心的无奈 本来就亚历山大 现在好了 直接成泰山压顶了 这还救个屁魔神 救过来的 很可能是个大汉奸 没准潜伏在本宇宙 在关键时候 突然反水 还不如不救 盘古看着沮丧的张扬说道 你现在知道 为何众多魔神都不前来营救了吧 就连我等兄弟都不知道 现在到底哪位魔神真的被镇压 哪位魔神以惊头 靠了对方 所以被俘虏的魔神 根本指望不上 张扬看着盘古 心里也在嘀咕 盘古老大哥 不会 不用猜测我 其实局面末 你想的那魔糟糕 被俘虏的魔神 也有部分魔神签订了宇宙契约 他们被俘虏了 是无法对拉尼亚凯亚宇宙出手的 但话说回来 对方如果变了心 也可以投靠对方 等待本宇宙覆灭 那魔契约也就失效 他们也可以加入到对方宇宙 张扬突然想到什么 直接问道 那现在的魔神 如果在开战 突然投靠对方怎么办 三千魔神大战后 本宇宙还剩下1730位魔神 杨梅那家伙应该告诉你 魔神还剩下1000位吧 倒也没错 这1000位魔神联合宇宙一时 一起签了宇宙契约 发下大道誓言 永不被判本宇宙等誓言 最后联合宇宙一时 成立了宇宙元老会 剩余的730位魔神 部分消失无影无踪 还有部分潜伏在本宇宙 潜行修炼 也不知道 他们是个什么状态 只能严加看管 重点关注 所以 你能看到的魔神就那机位 因为魔神一部分潜心修炼 一部分盯着剩余魔神 还有一部分外出作战 防御本宇宙 张扬听着盘古讲述 默默听着 同时位于银河系的本体 开始更加用心规划银河系发展方向 只掌控一个银河系还不够 还是太弱了 还要掌控更多星系 加大自己的能力 现在只有9位圣人 远远不够 必须要有大量的大到极强者 张扬看着盘古说道 老祖 任重道远啊 盘古看着张扬 拍了拍孙悟空的肩膀 张扬 希望你能像太阳一样 发光发热 将能量 希望带给本宇宙 你不是一个人 你的背后 还有一千位魔神为你遮风挡雨 这些岁月 我们每位魔神 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热爱本宇宙 热爱这个诞生了我们的地方 天使族 妖族 我都有部署 局面虽然很难 但只要我们一起努力 相信我们会赢的 这块令牌你拿着 盘古说完 将一块令牌扔给了张扬 看着有些疑惑的张扬 盘古说道 这是我的令牌 我是宇宙元老会会长 有了这块令牌 其他魔神不会为难你 通过这块令牌 你可以将你的想法 传递给宇宙一时 你一直做得很好 你的奇思妙想 是其他种族 以及魔神无法做到的 盘古突然一愣 好了 妖庭要见孙悟空 你主动将这屡意识散去吧 以免被妖帝发现 记住 每位魔神都在 以自己的方法救本宇宙 不要靠信魔神 只有人族 才是你的根基 张扬看到昆蓬走了进来 盘古瞬间回到圆球里 张扬果断将这屡意识泯灭 消散在天地之间 孙悟空突然哆嗦一下 有些迷茫地看着这里 看着面前的昆蓬湿了一里 见过大圣随着 张扬意识的消散 孙悟空关于这里的记忆 已经全部消失 只记得自己走进宝塔 昆蓬看着孙悟空冷漠说道 走吧 妖地要献你 张扬意志消散 但关于那里的记忆 确实实传回了本体 看着意志里的令牌 上面一个鼓子 微微发愣 随即开始继续推延了起来 时光匆匆流逝 张扬也开始忙碌了起来 张扬先是召集机械族 灵械族等科研能力较强的种族 让他们新主江顶尖的科研人才 召集到蓝星海克斯科技界 联合人族一起开发更厉害的武器 科技这条路 道四级反物质已经到了尽头 想要继续向下发展 只能专心研究新能源 新武器 所谓的更高等 即六级新主 只是管理星系更多 所属旗下有千位圣级 或有一位大道即生灵即可 这些新主都是靠生灵修炼 感悟大道之力 再也没有靠科技发展的更牛的存在 张扬记忆中却 有魔神推演 却没有转为现实的武器 也就是理论上的武器 那就是维度武器 黑洞武器 关于能量这点 反物质不是尽头 后面已经应该还有暗物质 红物质 利用这两种引力能量 才可能研发出维度武器 黑洞武器 张扬将整个银河系顶级的科研人员 全部召集到了科技界后 开始为他们提供理论武器方向 所谓的方向 也只是将前世推演的一些 知识讲出来 众多声聆听到张扬描述武器的威力 能力 热血沸腾 正满怀期待 却听见张扬说道 好了 我知道的就是这些 剩下就靠大家了 加油吧 看着消散的张扬 科学家 闷面面相亏 全傻眼了 完娜 第259章 末位淘汰制度 张扬虽然消失在原地 但他走后 此地发生的一切事情 都看在眼里 听着木讷的科学家们 此时的表情 此时的心情 张扬也有些无奈 没办法呀 我是真不知道 这是张扬实施的第一条政令 就是想在科技上寻求突破 一个修士 想要从练气气到圣镜 需要的时间太过漫长 可能需要上千万年 甚至上一年 更别提修炼到大道镜 往极端上想 三千大道镜 都没有解决当年那场战斗 现在诞生几个大道镜 大道镜加起来还不如当年多 那就更不行了 所以 科技上要是能研究出高纬度武器 对于本宇宙帮助 那可就更大了 科技武器在范围 持续杀伤上的优势 是修炼体系无法比拟的 张扬在科技上完成部署后 又开始研究星系内部事情 整个银河系内 共有四级星主200多万 圣镜高手76位 准圣级高手3425位 金仙镜13526位 少 顶尖高手少得可怜 其他境界修士暂且不提 这些就是银河系所有高手 未来一段时间内 想要提升星系内部实力 就要从他们身上入手 张扬打算采用一帮一代 集中天才 重点培养模式 先是老代星 圣级带准圣 准圣带金仙 金仙镜带玄仙镜 以此类推下去 针对银河系圣镜实力的高手 他们也得有人带 这个就得去找宇宙元老会协商 看能不能给 派遣过来一位大道镜魔神 邦邦这帮圣镜 哪怕银河系能自主诞生 一位大道镜高手 整个体系就算是盘活了 张扬同时准备 在整个银河系选拔人才 这些天才要按照各种修行天赋 功法体系等综合因素去选拔 选拔出来的天才 准备集中在一起 先进以下天才 要由超越自身三个境界的修士教导 先进天才 要用比自身高一个等级修士去教导 同时加大力度扩展天庭 地府 让顶尖修士 天才可以到各处历练 学习阵法 学习团队作战 享好这些问题后 张扬开始忙碌起来 先是约谈整个银河系 两百多万四级新主 将这新主齐聚在蓝星天界 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座谈会 张扬让大家畅所欲言 遇到那些问题 需要心和细为他们解决那些问题 让众多新主织无不严言无不敬 把发展中遇到的难题都说出来 同时也说明 像这样的大会 机会难的 此时不说需求 等他下 达修炼指标后 不能完成任务 那就退位让贤 让有能力的三级新主三位 此话一出 参加大会的四级新主 纷纷献言献策 其中还真有不少建议 让张扬眼前一亮 同时也将对方名字记录下来 会议进行到最后 张扬如是说了一些要求 今后要对四级新主 进行业绩考核 以及末位淘汰制度 每千年考核一次 各项指标 连续五次排名在后千位的四级新主 将被免职 空出来的职位 让给三级新主当 此话一出 一些新主面色大变 但他们也没有办法 宇宙制度是严苛的 下级新主必须无条件符 从上级新主要求 更何况 他们也是这样 对待旗下三级新主的 都是一样的道理 张扬如此大的动静 自然瞒不过宇宙元老会的长老们 对于张扬的这种考核制度 他们也是颇为认可 对于张扬刮目相看 对于银河系的未来 也是更加的看好 不过 他们并没有出生 而是躲在暗中偷偷观察 想要观察这种方式 到底有没有效果 毕竟这是大事 必须要严谨 张扬约谈完四级新主后 又公开在银河系发了一封信 这封信是给三级新主的 告诉他们 每五千年 他都要从三级新主中抽取一千位 最负责 业绩最好的三级新主 抽取他们担任四级新主 这一消息传出 整个宇宙热情高涨 纷纷对照文件中的三级新主考核条件 自发地按照上面的要求去做 毕竟想要靠自身能力 去晋升四级新主 属实有一些难度 所以 尽管几率小得可怜 还是纷纷报名 想要参加 而且邮件上面也说了 对于三级新主 元老会也会有考核 排名在前面的新主 不光有晋升名额 还有大量丰厚的物资奖励 物资扶持 还有一条 随后将要在宇宙虚拟平台 上架天才模拟器 号召在星球内 符合要求的新名 这些新名将会被接走 进行定向培养 天才不是白带走 会给新主大量奖励 这一条邮件 不只是发给三级新主的 银河系内部所有新主 都可以收到本条消息 从今往后 再也没有大锅饭形式 都是走的定向培养模式 不论是新主还是新名 都是如此 丰厚的资源 只会给有潜力 有上进心的生灵 无数新主 立即上到虚拟平台 只限商城置顶的 第一件宝物 就是天才协议 价值0.1点能源 这是张扬 用宇宙法则设定的 一件法宝 其实就是合同 只不过本合同 可以自动在星球内寻 找符合协议要求的新名 程序都是设定好的 只要符合协议要求 协议就会将天才的名字 收取进去 上面有着详细的培养方案 及进阶奖励方案 内进升到某个境界 新主就得得到奖励 所谓的天才 不光寻找的是修炼的天才 还有某领域顶尖的生灵都可以 例如搞科研的 教师 炼丹等等 这些某领域顶尖的天才 目的也很简单 那就是以天才 推动整个银河系 各领域蓬勃发展 化学遇到问题 那就由整个星系 所有顶尖化学专家解决 数学 物理遇到问题 那就由他们 去推动某项科技发展 还有像制毒的 原旧基因工程 练技等等天才 也是一样的待遇 不分彼此 这个命令一经传出 整个星系沸腾 新主们看着每位天才 给予的物资奖励 晋升天才等级后 又会给予那些奖励 天才做出那些贡献 新主还能得到什么奖励 总之 只要为宇宙做出贡献 新主就有巨额奖励 随着无数协议被买回去 张扬在后台能够看线 以精分好类别的各类天才名字 数量等等消息 这个数字呈几何形式上涨 证明整个星系还是有无数人才的 只是某些人才 不知道自己的本事 或者没有得到重视 浪费了自身天赋 例如 有些天才明明搞科研是绝世天才 他却去修行 这就是严重的浪费 有人可能会说 虽然他在化学领域是天才 可是对方不喜欢化学 而去学习物理 还能强迫对方吗 张扬对此只能表示 呵呵 看新主手段吧 巨量的资源 名气等等组合权下去 只要利益足够强大 这都不是问题 第260章 银河系的修行风气 张扬的一个决定 就让整个新系无数新主 新名动起来 这就是权力带来的成就感 为何都想当大官 就是如此 由新主去扶持新名 高级新主扶持低级新主 整个银河系拧成一股绳 朝着一个目标奋斗 这还不算完毕 张扬将新系内所有圣级高手 准圣 今仙境界高手召集在一起 也开了一场大会 会议主题也是一样 以老代新 定向培养 圣级轮值去培养准圣 准圣轮值去培养金仙境 以此类推下去 同时告知 这些圣境高手 相互帮助 他会请宇宙元老 会长老来 扶持他们 在场这些圣境 大多数都是混员圣境 圣境还有无极 混沌两小境界需要修炼 大到慢慢 还需继续努力 张扬这三把斧 就这样施展完毕 剩下需要的 就是不断进行微调 这将是个漫长的过程 张扬将这一切准备完毕 拿出扬眉老祖令牌 开始求援 张扬心神一动 出现在空间之中 过了一会儿 扬眉老祖出现在令牌之中 张扬看见扬眉 立即失礼到见过老祖 动静不小啊 钱得不错 扬眉老祖见到张扬 轻笑道 嗯 来找老祖汇报工作 目前的银河系 犹如一潭死水 需要让其彻底冻起来 所以我想到一个老代星 定向培训的方法 想将天才集中起来 这样有助于宇宙发展 老祖 说实话 我这次过来 是来求援的 能不能调集一位老祖 过来指导指导 目前正在圣经带准圣 准圣带经仙 也想找一位老祖 给圣级圣灵指导一下 这样整个结构才会完整 扬眉老祖沉思片刻后 开口说道 既然这样 那就派遣一位魔神 过去教导一下吧 不过 我得先问下 扬眉老祖说完 庞扶附陷入沉思 实际上已经在 宇宙元老会内部发出消息 银河系之主 想要定向培养 以老代心 哪位兄弟愿意走一趟 去教一下圣级修士 本来无比沉寂的群 突然有了回应 星辰魔神 银河系之主 创建人族那个小家伙 单知魔神 嗯 有点意思 老夫倒是想去 可惜 老夫这条大道只是小道 辅助还可 教导圣级还是差了一些 不过 我对人族还是很感兴趣 沉寂了千万年 杨梅 帮我问问 以老代心有没有丹药之道 老夫可以分身前去教导 弃之魔神 老夫也是一样 帮我也问问 有没有炼气的天才般 老夫也分身出去走一走 这把老骨头都要松散了 震之魔神 铜上 伏之魔神 铜上 杨梅老祖回了一个好字 心里却有些震惊 这帮老家伙都苏醒了 看来对人族还都有关注 也是 人族炼丹炼气修士可不少 这些都是这些老祖的传人 要知道 蓝星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多副职业 和这些魔神可是分不开的 当年推演时 这些老家伙可是都出了不少力气 他们借助这些修士 大道也跟着强大不少 停歇多年的大道 终于有了新的感悟 再加上人族掌握了银河系 算是彻底成型 这时候出山 也是想找些一波传人 以便让其传播大道 好继续撞大大道法则 例如丹芝大道 炼丹的生灵多了 丹芝大道才能变强 但这些人辅助还行 并不适合荡教官 去教导圣极修炼啊 过了一会 一道消息 让扬眉老祖有些震惊 居然是这个老家伙 他居然也想出山 不过 他出山倒也合适 就是手段强硬了一点 这些圣极有苦头吃了 其他几位魔神剑 倒来人说话 也不吭声了 此魔神正是明海魔神 血族缔造者 明海魔神 正是三千大道中的血之大道 算是顶级大道 在所有魔神中 实力可以排进前十 当年那场大战 明海魔神以一敌武 孤身占五大虚道进高手 而不落下风 实在是明海重生能力太过恐怖 只要有一丝血液存在 他都可以重生过来 在战斗中 他可以操控生灵血液 手段残忍 一神屠杀了无数一族大军 是一位真正的浴血魔神 他创建的血族 也是宇宙强族之一 不过明海魔神性格孤僻 不爱和任何魔神打交代 更别说生灵了 从他创建血族后 性格有了一丝改变 但也只关注血族 对于其他种族并不在意 但想起地球 杨梅老族也不奇怪 因为地球一直也有血族传说 他曾经为星球推演 也没少处理 如今蓝星好像没有生灵修 练血之大道 他出手也不奇怪 谁都能看出 人族正在迅速崛起 相信很快就能成为宇宙强族之一 而且人族潜力巨大 繁衍能力还挺强 未来必定是宇宙重庙之称 看到其他魔神不支声 杨梅老族直接在群里说道 那就让明海兄弟走一趟吧 其他魔神有想去的 也可以化身去 我一会也问问张杨 张杨并不着急 在等待杨梅老族的时候 他也在观察银河系 各星球的天才 此处空间时间流逝较快 外面已经过了一些岁月 通过此方法 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定向培养 再加上老代星 这帮生灵突破速度很快 这帮天才可不仅仅是人族 整个星系各种族 都有大量天才存在 人族这边主要是蓝星家族 天才还是挺多的 有一些天才 还多次参加过排行榜大赛 本身知名度也较高 其中一位叫林梦兴的人族天才少女 成长还是很快的 天赋在这群天才中 也算顶尖的 短短几年时间 已经从练气境突破到金丹七 老师换得也很勤 因为按照张杨规定 必须高三个等级去培养 也是想让他们多换老师 多学本领 过了一会 杨梅老祖开口说道 莫问题 明海魔神愿意出手 过来教导一下 这帮圣经生灵 不过明海魔神手段有些强硬 教学手段故意以战为主 这帮圣经的吃点苦头了 这个不怕 严实出高徒 不能培养一批 不能战斗的软嘎塔 嗯 还有一些魔神 对你的定向培养挺感兴趣 想要化身前来教导一番 你看 张杨大喜 那可太好了 多多益善 您提前跟我说下 有哪些魔神要来 我好召集一下个体系生灵 不用 就让这些魔神 自己化身去教导吧 他们自由惯了 是自己找徒弟 还是成披子培养 就看他们自己吧 张杨文生点了点头 这样也好 不管咋样 都是银河系收益 他可没意见 张杨从令牌空间退出 把消息告诉了这帮圣经高手 没多说 只说有长老同意出来叫倒他们 这帮圣经高兴坏了 这位新主大人 可真有本事 在这帮圣经高手日思夜响中 明海老祖很快就到位了 在圣经高手期待的目光中 明海老祖出手了 将这帮圣经高手 打得鼻青脸肿 嘴里说道 感悟大道很简单 那就是战 在战斗中 不断成长 你们尽管出手 使出全力 就用你们最擅长的力量去攻击 我会好好教导你们的 于是乎 这帮圣经高手 开始了惨无人道的修行 每天都被打得痛苦不堪 任凭他们施展何种手段 也是避免不了挨打 好在他们也有任务 那就是要派遣一位轮值圣级 前去教导准圣 本来谁也不爱去的差事 突然变得抢手起来 众多圣经高手 纷纷抢着去 抢到明额的圣经高手 那是没开眼笑 对着准圣说道 我的教学方法很简单 那就是以战养战 在战斗中成长 银正看着满地哀嚎的准圣 心里爽极了 借助天庭之主身份 他顺利拿到明额 前来指导准圣修行 待银正返回 轮值的准圣咬着牙 黑黑一笑 开始争夺指导 经先境界的名额 在这中风气下 整个银河系 呈现一种诡异的修行方式 教导方式也非常统一 不过 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林梦兴此时倒在地上 洁白的衣服上面全是脚印 头发也乱了 脸也肿了 欲哭无泪地 看着周围倒地哀嚎的同伴 本来修行得好好的 突然传出一种新的教学方法 老师打完 同级打 一群天才相互混战 无规则 倒下为止 可每人管你是男是女 实力越强 挨打得越惨 而且 根据小道消息 今后境界越高 被打得会越来越惨 林梦兴捂着屁股 苦笑道 修行风气 咋变这样了呢 第261章 张扬的老乡 张扬看着银河系 各处训练进展顺利 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才对吗 岩石出高徒 棍棒下出孝子 欲不拙 不成气 那一句句人族经典语录 还是很有道理的 整个银河系 如同一个高压锅 内部压力已经顶满 正所谓有读有书 神经一味的紧绷 也不是个事 张扬想到前世 有一个伟大的职业 可以为军中将士 树立狼性文化 狼性思想 可以让整个部队 团结一心 塑造军魂 这个职业就是政委 实力有了思想 也要跟上去 张扬思前想后 最终决定 把这个任务交给儒家 同时对孔秋 也有特殊要求 不要灌输人 要灌输血性 要让大家捍卫银河系 为了银河系 可以拼命的那种 正所谓 小树不休不直溜 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这些儒家弟子们 被派遣的各星球最基层 跟着这帮天才一起修行 一起成长 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 思想抓完了 又要解决经济问题 打仗打的就是钱 张扬又将军玉召集回来 看着对方不停忙碌 直接说道 老军 过来帮我吧 军玉一愣 由于片刻说道 新主大人 不是我不想帮 新系 如今地位惨淡 我一直想在银河系积累财富 好回去成为高级会员 改变同族命运 您看 张扬想了想 这事情好办 将整个冰岩族搬迁到银河系 我去找烈日新系之主交流 这都是小问题 你等着就行 在对方目瞪口袋中 张扬消失不限 看着消散在原地的张扬 军玉才想起来 如今对方已经今非昔比 对方可是银河系之主 掌管整个银河系 银河系的面积 要比烈日新系大五倍 星球数量众多 对方一句话 就能将困扰 冰岩族无数岁月的问题解决掉 军玉暗想 张扬大人 要是真能将问题解决 那摩自己 必然带着整个家族投靠对方 不然就有些不适抬举了 而且做生意 不就是为了提高冰岩族地位 改变冰岩族在烈日新系的悲惨命运吗 要是真解决了 自己投靠过来 就有了最牛的后台 这辈子还用发愁吗 张扬不管对方是如何想的 他也在思考一个问题 他曾经听军玉说过 对方加入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听着和银行很像 当时张扬就有些猜疑 却也没有多想 毕竟离得太过遥远 也没有调查的意义 现在张扬成为银河系之主 想要调查下对方 那还真的很容易 张扬看着群里的烈日新系之主 发了一条私信给对方 过了一会 两人出现在令牌之中 这个令牌是新系之主特有的身份象征 依靠令牌可以指挥整个新系 而且空间内部自成体系 张扬大手一挥 整个空间变得鸟语花香 看着前来的身影 张扬笑着说道 见过烈日新主 哈哈 张新主 你可太客气了 烈日新主幻化成的生灵模样 有些类似人族 不过对方皮肤发蓝 脸上都是斑点 秃头形象 还有一个倒三角的尾巴 看起来有些奇异 您比我早上未多年 我叫您一声烈日老哥 我如今刚掌握银河系 还有很多问题 想要请教一下 还请不吝赐教 张扬姿态放得很低 以小老弟模样去交流 丝毫没 有因为银河系 比对方强大等因素 去压对方 张老弟太过客气 有问题尽管提 能帮的 老哥指定帮你一把 烈日新主也是很爽快 对于张扬 对方也比较重视 毕竟张扬掌控的 可是本新系群第二大新系 实力非凡 要说银河系有70多位圣进高手 对方新系只有14位 其他高手更是少得可怜 所以对方也很客气 张扬简单明了 直接将兵严足的事情 和对方说了 对方心神一动 直接扫描了一下 本新系范围内 烈日新主开口道 张老弟 整个新系 共有四级兵严足569位 占据比例不小啊 不过 谁让咱们关系那模好呢 我就让这些新主 牵一道银河系吧 办完了正事 张扬好奇地问道 你听过一个组织 交万界商会吗 烈日新主奇怪地看着张扬 当然 这是我新系内的一个 四级新主创建的 我还真了解 名气挺大 不过 我从未前射过对方 怎么 对方惹到你了 张扬摇了摇头 那倒是没有 只不过 我找这个万界商会之主 有点事情 能帮我扫描一下 对方位置吗 对方犹豫了一下 还是点了点头 帮助张扬扫描了起来 烈日新主闭上眼睛 认真扫描了一下 将对方的坐标 告诉了张扬 张扬之前也没有合计 但这次 听盘古大神说过后 对于对方身份 张扬还 真有了一丝猜测 对方很有可能 也是地球生灵 穿越成新主 像盘古大神说的 只有创建人族的新主 才能叫张扬 才能创建人族文明 目前来看 很可能出于什么特殊原因 这位新主 还是保留了人族的意识 却因为发展 无法创建人族 以至于带着记忆 开创了万界商会 张扬提前和烈日新主 沟通完毕后 直接出现在两界交接处 在烈日新主带领下 成功来到烈日新系 张扬瞬间出现在万界商会附近 用意志扫描后 很快就查到对方资料 苦心累 目前还是人族模样 宫殿装修的很有东北特色 对方创建的种族居然是龙族 这个龙族不是西方龙 而是东方龙的模样 而且 对方居然可以化形 化形为人族模样 张扬告别烈日新主 瞬间出现在对方房间里 对方颤抖不已 十分震惊 过了一会 对方表情十分热情 一口浓浓的东北话 你来了 张扬有些诧异 你好像知道我要来 东北老乡 孤星泪一笑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啊 第262章 穿越者 张扬看着对方说话 听着对方口音 笑了笑 咋的 你前世是东北那嘎啪的 嗯啊 东北龙江省 呵呵 我是东北辽省 那属实一家人 张扬点了点头 尽管心中有些奇怪 但面色如常 毕竟宇宙之大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在诡异的事情 他都见过 是不是有些好奇我的来历 孤星泪大手一挥 满桌子的菜 还有一瓶茅台 周围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 外面下起了大雪 屋子里出现一个火炉 上面放着热水 桌子上 还有一些张扬前世 见过的菜 例如 猪肉炖粉条 锅包肉 小鸡炖蘑菇 全是地道的东北菜 张扬看着对方 盘腿坐在火炕上 还便出几个大茶缸 对方将茅台拿起 一道酒哗啦得很漂亮 不慌不忙地 将桌子上的血肠 倒了进去 用勺子搅拌了几下 张扬全程很耐心 看着对方这样 还真有前世那种感觉 这种感觉好极了 就彭腐独在他乡 遇见万年不现的老乡 其实张扬 已经隐约猜到对方身份 也大概知道 整个事情咋回事 张扬看对方给自己倒酒 想起前世的规矩 用两个手指 轻轻敲击一下桌子 表示感谢 两人碰了下大茶缸 将白酒一饮而尽 用手加了点菜 放在嘴里 张扬心中莫名有些激动 他已经上百万年 没有吃任何东西了 因为这些东西 对于他来说 已经没有了意义 作为新主 对于世俗上的一切东西 已经看淡 说白了 那真是无欲无求 这种感觉 就像你什么都有了 什么也不想要 因为你只要想 随时都会有无数 当你达到这种地步时 可以随心所欲时 就不会再想这些东西 说点干货吧 你应该挺忙的 孤星泪喝了一口酒 放下了筷子 我前世生活在地球 算是一个银行的小领导 某一天 我突然一时模糊 陷入沉睡 当我醒来之时 我发现自己穿越了 那种无数小说 系统文 真的发生了 说实话 当时我兴奋极了 直到系统 提示我才知道 我居然穿越成为一颗星球主 当看到可以选择的 种族模板时 我发现这个宇宙没有人族 我犹豫片刻 选择创建人族 但当我说出想创建人族时 检测本宇宙已经创建人族 您无法创建人族 请重新选择种族 说实话 这时候都我恐惧极了 我知道 好像不止我一个人穿越到这里 而且 对方创建人族后 居然不让我创建人族 我犹豫片刻 看着西方的巨龙 想创建咱们东方的龙 其实当时我也没有在意 以为所有种族 都是只可以创建一个 但在今后的战争中发现 种族都是重负的 我就陷入了迷茫 孤星泪讲到这里 又到了点酒 和张扬碰下杯子 继续说道 战争是残酷的 打着晋级赛 又打循环PK赛 我凭借龙族 打败了无数对手 龙族虽然高傲了一点 但其实从诞生之时 就可以化形成人形 我一遍遍推演龙族攻法 按照记忆推演龙族进化方向 又让龙族发展军阵等联合战术 一步步崛起 终于晋升为三级新主 飞升到大宇宙之后 我开始发展 晋升四级新主太难了 我想起前世老本行 银行 最终效仿老马 创建了商会 让这些三级新主加入进来 相互抱团发展 凭借这种模式 我很快晋升为四级新主 整个商会开始扩大 由于商会越来越有钱 经营得越来越好 我的万界商会 逐渐有了名气 这让很多新主都过来存钱 产生利息 甚至外宇宙的新主 也有过来存钱的 我第一次知道 银河系距离我们正魔镜 势力壮大后 我让旗下新主 前往银河系做生意 同时暗中打听 是否有个种族叫人族 是否有地球 后来在银河系 还真打听到 有新主创建了人族 而且对方势力很强大 旗下新主数量很多 还有熟悉的天庭 地府 新主叫张扬 但是却未打听到地球消息 我就知道 其中必有蹊跷 因为真的有地球 你会第一时间找到 我幻化出人形 前往你的家族 听着发展历史 看着你越来越好 直到成长为银河系之主 其实我知道的并不多 只知道你创建了人族 你复刻了天庭地府 你成长为五级新主 我也见过你 其他的 我还真不知道 张扬给对方倒了一杯酒 一饮而尽 心中却有些感慨 张扬为何说 已经猜到大概情况 盘古大神曾经和他说过 不止投了一份意志在外 谁先觉醒意志 谁先创建人族 其他意志 就会忘记这一切 无法创建人族 现在来看 情况有了一些出入 或者说产生了一些bug 可能比张扬后创建人族 会忘了地球这一切 但是这个孤星类 很可能是同时和他一起创建人族 但对方 在纠结这一瞬间 张扬先说了创建人族 导致系统出现bug 对方并没有忘记地球这一切 但是也无法创建人族 盘古大神将一些意志 投放在心系各处 有些意志觉醒 有些甚至都没有觉醒 大家都是以穿越者身份 带着前世角色记忆穿越 张扬前世是东北辽省销售员 什么都知道一些 挺能忽悠 啥都知道一些 而对方身份 是东北龙江省银行领导 利用这个身份记忆 打拼出一份基业 也是真了不起 谁先创建出人族 相当于气韵继承者 才是正统 张扬在发展途中 随着文明等级提升 他接触到扬眉老祖时 所有记忆全部觉醒 他才正式继承了 前世这一切记忆 而孤星类到现在为止 也是只有前世银行工作 及个人阅历 所学习到的知识而已 张扬看着对方 感慨地说道 我地球人 我大中华人民 人人如龙 到哪里 都能折腾一番事业啊 孤星类颇为认可 必须的嘛 咱可没给地球穿越者丢脸吧 尤其是你 银河系之主啊 小说都不敢这么写 哈哈哈哈 张扬笑得很爽朗 笑声传出了老远 他发誓 他晋升四级新主时 都没有现在开心 这种感觉 美极了 张扬暗想 可能冥冥之中 自有天意 为我保留一位老乡 让我在前进的路上 不那么孤单 张扬晋升为四级新主后 唯一的朋友夸客 对他再也没有以前 那重开玩笑 打屁的话 两人之间 有座无形的大山 隔绝了两人 这是身份带来的变化 但都是地球穿越过来的 可就不一样了 我管你多高地位 咱们都是老乡 都是穿越者 第263章 邀请 孤星类看着张扬陷入沉思 也没有打扰 而是静静地等待 他表面看起来颇为平静 实则内心也是很激动 在此地能遇陷老乡 尤其还是遇陷 比自己更成功的老乡 很难不激动 尤其两人还没有利益冲突 两人还都是新主 掌管亿万生灵 不存在利益冲突点 张扬感慨一番后 看着孤星类 一直看着自己 轻轻拿起酒杯 两人碰了一下 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孤星类豪爽地笑道 哈哈 真莫想到 两个穿越者见面 是如此和谐 我还曾惊患想过 如果你要是碰见我 或者我碰见你 会是怎样一番场景 是大打出手 还是相互帮助 之前还不敢肯定 当你晋升为五级新主后 我就料定 咱们是有非敌 张扬指了指对方 你呀 你呀 真鸡贼 一直暗中偷窥我 哈哈哈哈 两人谈了一会 孤星泪犹豫片刻 新主大人 有个事 不知当问不当问 张扬直接伸手打断道 叫我老张也行 叫我老乡也行 别叫我新主大人 可成我呢 就按照前世记忆来说吧 我二十八岁 你多大 孤星泪开口道 哎呀呀 我二十七 没你大 那就高攀叫一声张大哥了 张扬看了对方一眼 知道对方姿态放低 也是故意如此 在前世北方 他这个年纪 怎么可能成为大银行小领导 还这魔巧 比他低一岁 体制内讲话就是艺术 估计张扬敢说自己二十二 对方都得说自己二十一岁 这也是明摆着告诉张扬 我有信任你为大哥 当你小老弟 张扬给对方倒了一杯酒 和对方亲碰一下 星泪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事关于前世的事情 地球在哪里 还能不能回去的事情吧 看着对方点头 张扬缓缓将地球来历 宇宙大战 三千魔神等事情 挑能说的 都跟对方说了一下 反正这些 也不是什么重要机密 孤星泪听着张扬介绍前世来历 彭扶摊坐在椅子上 他心中还一直有所期待 想着有朝一日 能回到地球算是荣归故里 哪里还有他前世的亲朋好友 如今这一切都不存在了 张扬看着对方失落地表示 开口道 你也不用太难过 当初我听说此事实 也是一样的心情 但既然已成固定事实 那就只能接受 况且 凭借咱们的能力逐渐成长 想要将地球重现 也不难 对方听到此话 神情激动 立即站了起来 老哥有办法 有 办法其实也不难 我继承整个地球所有记忆 人物等等这一切数据 都有 可以清楚 记得所有生灵 哪怕一棵树 我也可以将对方具献出来 星球是怎样诞生的 无非就是三千魔神创建的 只要我们旗下有生灵达到虚道境界 就可以创建星系 星球 到时候 星主是可以随意使用星明能力的 到时候 你明白了吧 孤星泪连连点头 狂喜道 明白 明白 这可太好了 虚道境是什么实力 张扬想了想 你旗下星明最高境界是 我家族金仙二位 商会付出大代价 可以请一位准圣镜出手 至于圣镜 从未见到 请到 张扬也不奇怪 能有金仙镜 这个老乡应该也是付出挺大代价 毕竟以商会周旋各势力之间 还是能拿到大量资源的 用这些资源去砸 总能砸出来几位金仙镜 至于准圣 这已经是宇宙顶尖的高手 圣镜万年难遇一位 圣镜都在闭关不出 专心研究大道 世间的能源财富 对于他们来说 又有何意义呢 唯一有帮助的东西 就是宇宙奇观碎片 但这东西数量有限 在各宇宙都很抢手 而且 这东西作用也有限了 圣镜核心 还是靠自己 靠大道之力 碎片也只是吊合计罢了 张扬回答对方那个问题 金仙之上是准圣 混元圣镜 无极圣镜 混沌镜 虚道镜 银河系内 最高的生灵境界 唯无极圣镜 虚道镜 还是可以达到的 现在迫在眉睫的问题 是宇宙危机 只有渡过危机 我们才能永生下去 我这次过来 也是想看看 你是不是我所猜想那样 银河系各方面 现在都走向正规 唯一差的就是财这一块 打仗打的就是经济 你愿意过来帮助我吗 孤星类毫不犹豫 当然 我愿意过去 不过 据我所知 心系之间也有地区保护 烈日心系之主 能放吗 张扬回了挥手 将杯中酒喝掉 这个我去沟通 你等我消息 回到银河系 也算是回家了 张扬想了想 已经和对方开口 将对方星 系内几百颗冰岩族星球要走 人家已经停给面子了 现在自己在开口 要一万多颗星球 是不是有些过分 不能将整个万界商会要走 这不现实 光估星类家族 就有一万二千颗星球 怎么操作呢 找宇宙元老会 不行 不行 这是没法找 原因也不好明说 而且也交恶了烈日心系之主 以施压人 这样传出去 这些星系之主 对自己意见 估计会很大 张扬想来想去 叹了一口气 难难难 作为星主以来 除了夸克老哥 还从未求人办事 而且夸克是求 或者说 有事找张扬帮忙 不然对方 也没有那么好说话 张扬突然想起 前世都是怎么求人办事的 钱不合适 都是星系之主 给对方多少能源 好说不好听 嗯 有了 前世有句话叫 烟搭桥 酒铺路 色作乐 财挡灾 慷慨送礼后门开 张扬突然想起 自己不是刚和孤星泪喝完酒吗 这酒对他们这种四级新主 毫无酒精作用 也不会喝醉 但张扬想起 在一级文明时 自己刚进入星空虚拟平台 商城市有卖一种酒 叫做销魂酒 他还记得 即使是虚拟状态的他 一口销魂酒下去 顿时感觉灵魂站立 很爽 很过瘾的感觉 那是一种爽到灵魂深处的快感 第四章的坑 同时也有些醉意 感觉自己神经不受控制 有点兴奋 有点昏昏欲睡感觉 但竟身为二级新主后 再去喝销魂酒 一点感觉都没有 那种奇怪的效果消失了 当时研发出这种东西 只对一级新主有用 应该有什么事情 据说宇宙虚拟平台商城里的物资 大部分都是弃之魔神与丹之魔神炼制的 传神化身就在蓝星教导天才 张扬想到这里 瞬间回到了银河系 第264章 烟搭桥 九铺路 蓝星 天界第一重天 某处天界秘境中 有几千位修士正在炼丹 炼器 学衣 大家相互交流 其乐融融 这里的生灵基本都是人族 这些人族来自不同文明等集星球 有助机器修士 也有真仙境 也有准圣境 这里都是整个星系炼丹 炼器天赋最高的生灵 天才是99%的努力 再加1%的天赋 差就差在这1%的天赋上了 没有这天赋 再怎么努力 也是无用功 炼丹系大名鼎鼎的太上老君 太平教的张绝 左慈 道教的四大天师 张道玲 葛玄 许迅 许金阳 萨守坚 徐福 马和 炼器系大名鼎鼎的太上老君 欧至子 干江 鲁班 莫子 许迅 张鸭九 徐夫人等修士 仙一系大名鼎鼎的太上老君 华佗 扁鹊 李时珍 张仲景 葛鸿 钱一等修士 这些修士能够聚集在这里 也是因为三大魔神降临 虚道经大佬 亲自寻找的众多传人 将这些三大领域天才修士 聚集在这里 统一修行 统一指导 张阳出现在这里 直接找到三大魔神化身 寄人瞬间出现在一处虚拟空间之中 张阳看着三位老祖 恭敬说道 见过三位老祖 感谢三位老祖为灵指导 三条大道围栏星为整个宇宙 做出巨大贡献 这一切 我代表 再次感谢 以后 总之 最后 时光流逝 一天过去了 三大魔神彼此看了看 弃之魔神连忙说道 得得得 打住 小子 你过来有何事 张阳一游未尽 我还没感谢完呢 老祖 我想问下 那个一级商城里 售卖的销魂酒 三位老祖为张阳讲解了一下 说当时 也是受推演人族文明影响 看酒这个东西有点意思 转移到商城 但购买人数太少 而且 有些新竹整日喝酒 不思进取 影响宇宙发展 张阳想了想 老祖 地球有句俗语 正所谓烟搭桥 酒铺路 算是相互接触的媒介 我有意推动新竹之间关系发展 也包括新系之主 我认为 现在新竹之间关系过于冷淡 不利于宇宙发展 要让新竹动起来 相互配合 这一切 我代表 感谢 以后 总之 最后 停停停 你给我打住 闭嘴 你听 我们说 气质魔神大吼一声 张阳立即捂住嘴巴 委屈地看着三大老祖 你是新系之主 你有想法 我们支持你 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那就这样 我们三研究一下 研究出针对各级新主的烟 酒 行了吧 张阳大喜 连忙说道 哎呀呀 三位老祖日理万机 平时太忙了 哪有时间练制这些东西 不如您三位老祖练制出来样品 将这些交给你这些不成器的徒弟 让他们有个维持生计 又相当于练手的东西 老祖这样 做有十点好处 首先 然后 我代表 在 啊 张阳还没有等说完 让单只魔神 一脚踢屁股上 飞出了秘境之中 张阳揉了揉屁股 这一脚决臂用了秘法 他居然能够感觉疼 呲牙咧嘴地说道 粗鲁 太粗鲁 有乳丝 看着弃之魔神站 在身前 张阳立即说道 呃 我太粗鲁 太有乳丝闻 哼哼 我说我自己呢 弃之魔神将一些烟酒 扔给张阳 拿着吧 这些是实验品 外观你自己变 你先用着 我会将这些配方 交给这些人族修饰的 张阳连忙致谢 说了几句后 一脸心酸 哎 老祖 我人族创建时间太短 底蕴不足 银河系又莫杀特产 这些东西能不能只交给我人族 作为底蕴 我在这里代表 感谢 以后 罪啊 毫无意外 张阳又被弃之魔神一脚踢飞 化为星星消失在此地 张阳不知道 老祖用了什么伪力 他只能维持人形 而且还能感觉臀部很疼 难道这就是虚道径的实力吗 张阳在飞行途中 突然想到一句话 连忙喊道 我还会再回来的 弃之魔神 嘴角不自觉微微抽动 对于张阳这种奇葩星主 他还从未见过 魔神之间都是有事就说 相互不打扰 这些生灵 星主知道他是魔神 宇宙顶级大佬 一个个臂宫必尽 谁敢放肆 弃之魔神看着大喊的张阳 觉得有点意思 对于张阳说的人族特产事情 也记在了心里 他们还真未将这两个 在未来火爆宇宙的产品 泄密出去 尽管有其他须道径生灵 可以制造出来 但配方不同 味道不同 照比魔神的配比 那还真差远了 毕竟这些东西 是三大魔神 丹 气 依三大魔神 齐心协力制作出来的 自然不同 甚至这东西 新主做出来的 新鸣做出来的 还有魔神制作出来的 味道 效果还是不同 张阳看着戒指里满满灯灯 都是三大魔神制作的烟 酒 内心还是很温暖的 这三位魔神对人族真不错 尽管张阳也知道 这和人族修炼三大魔神大道最多 对方什么心思 张阳也清楚 但这是互赢互利的事情 很正常 对于人族来说 没有弊 全是灵 张阳将戒指里储存的烟酒包装 进行包装 封面上加上 宇宙元老会三大长老联合特制 又在背后编了一个三大长老制 做烟酒的小故事 最后加上一句 送给最在乎的你 张阳满意地看着产品包装 自己拿出一根烟 一瓶酒 试着点了一根 抽了一下 向外吐个烟圈 巴湿得很 又拿出定制酒 倒在透明的玻璃里 酒呈现星空之色 在白色透明版里缓缓流动 显得神秘 高大上 张阳试着喝一杯 眼前一亮 感觉自己有一点点兴奋 一点点晕 还有一点点上瘾 即使作为五级新主 喝了还想再喝 有些摊杯 更别提四级新主喝了 那还不得上天 而且 这酒口味也不错 评价 极品 张阳满意 太满意了 张阳拿着这些东西 瞬间来到了烈日星系 第265章 套路太深 烈日星系 张阳意志具现 瞬间出现在烈日星系之内 烈日星主有些疑惑 啥情况 说来烈日星系找人 找完人瞬间消失 这又突然回来了 一般来说 星系之主主 都会待在自己星系 很少会出现在其他星系 星系之主 对自己旗下星系 料如指掌 由外宇宙 尤其外星系之主 进入本星系 都会感知到 所以 除非关系特别恶劣 不然都会出来迎接一下的 果然 张阳近来没多久 烈日星系之主 瞬间出现在张阳身前 烈日星主 爽朗地笑道 哈哈 张星主 找到想找的星主了吗 张阳含笑 点了点头 承蒙观照 已经找到对方 为了感谢老兄帮忙 特来感谢老兄 哈哈 太客气了 这算什么帮忙 顺势而为 不用感谢了 不不不 我为了感谢老兄 特意去了宇宙元老会 请三位沉睡数千万年的三位长老 联合为我定制一些礼物 就是为了感谢老兄 烈日星主听到以后 眼睛瞪大了 卧槽 这小老弟 真社会啊 尤其让他惊讶的是 这星主能力 也太降了吧 就像他 无众大事情 根本献不到几位轮值魔神 更别提起他魔神了 这星晶银河系之主 可真够牛的 居然能够请三位魔神 为他打造什么礼物 尤其是 要送给自己的礼物 这可让他有些意外 同时对于礼物 也有些期待 哈哈 张星主太过客气 本来想拒绝的我 现在也是满怀期待啊 烈日老哥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你看 哎呀 是我大意了 招待不周 招待不周 去我那座会 张扬跟着对方一个闪身 出现在一处空间秘境之内 此处风景优美 诗情画意的 非常适合休息 尤其是对方了解蓝星文化后 特意按照人族环境 打造出来的会客地方 对于星系之主来说 想要了解一些东西很容易 张扬打量着周围环境 知道这也是按照人族风格打造 知道对方确实用了新的 确实是有心交友 张扬二话不说 直接从一时钟拿出一包烟 荡着对方面打开后 抽出两根 递给对方一根 烈日新主接过后 有些诧异 闭上眼睛过了一会 有些失望说道 烟 原来是人族抽的香烟 这东西对于高级修饰 甚至新主来说 这都是小东西 一点幼 获利都没有 不过想到这东西 是三大长老联合定制的 应该有点意思 张扬点了点头 笑着说道 老哥尝尝吧 这和新明抽的有些不同 烈日新主没有迟疑 结过后 张扬为起点上 这种轻易的动作 让烈日新主颇为享受 知道意义的他 觉得很受尊重 一口抽下 觉得自己莫名有些难受 同时觉得自己有些辛辣 灼热 甚至有些头晕 恶心 这种感觉是荡上新主之后 从未有过的感觉 烈日新主强忍着不适 一边抽着 一边和张扬聊着天 相互探讨一些问题 抽着抽着 烈日新主觉得自己略微有些放松和舒适 精神力略微有些集中 烈日觉得 这是一种满足感 张扬一边聊着 又拿出一瓶酒 将酒递给烈日新主 烈日新主打量着产品外包装 听着张扬围棋讲述 这酒背后的故事 当烈日新主明白酒背后的故事 觉得还挺有意思 一杯酒下去 觉得自己有些受刺激 酒味太过辛辣 同时觉得自己有些发热 有些兴奋 聊着聊着 酒精开始麻痹新主一时 让其有些兴奋 平时新主高度冷静 从不向人说着 自己心中的压力 所有事情都是独自承受 这种感觉莫人能懂 高处不受寒啊 对方陷入一种特殊的状态 这种状态被称为醉 烈日新主觉得 自己此食言配酒 其乐无穷 这种形式是从未有过的 张扬却很清楚 对方现在还没有进入微醺状态 于是乎 张扬开始围棋倒酒 两人喝了起来 在这期间 张扬从当年都是一级新主发展 说到晋升二级新主 两人引起巨大的感情共鸣 纷纷吐槽着 当年遇到那些敌人 遇到的一些事情 这些事情 烈日新主从未和任何圣灵说过 如今就这样吐槽出来 烈日新主觉得自己很爽 说话动作越来越夸张 简直无话不说 无话不谈 很快 一瓶酒喝完了 张扬说道 哎呀呀 老哥 你是不是喝多了 要不今天就这样 多个屁啊 这才哪到哪 老弟我不是说你 你这酒量还得练 来来来 今天老哥高兴 再喝点 另外 你得多给我留点 这东西真好啊 张扬又开了一瓶 两人继续喝了起来 烈日新主抽完继续笔画着 觉得不像再抽了 结果笔画了一会 觉得手上没有东西怪别扭的 看着张扬在哪 舒服的吞云土雾 立即说道 老弟 给老哥再来一根 这玩意有意思吗 老哥啊 你抽的还少 来来来 我给你点上 于是 两人继续开整 张扬看对方状态 觉得差不多了 于是说道 哎呀呀 想起一个正事 老哥 感谢你帮我找到一个恩人 你不知道啊 在几十万年前 我遇到一个危机 是 张扬一边编着故事 说的那是声泪俱下 同时不断为其道酒 来来来 感谢老哥 咱们再喝一杯 光荡 张扬又将杯中的酒 一饮而尽 张扬觉得 对方醉酒程度 也就到百分之四十左右 不禁感叹 他妈新主太能喝了 主要也是拿出来的酒 先是低度数的 得有个过程 在两人喝的过程中 张扬拿出两瓶酒 一人一瓶 对方酒的度数 再缓缓提高 过了一会 张扬见对方喝得差不多了 开始循环说话 吹牛 说话墨迹 知道这是醉了 张扬深深叹了 一口气说道 老哥 不行 咱们留个影吧 像人族一样留个记录 从未遇见如此出的来的朋友 哈哈 必须合影 来来来 快酒满上 张扬在哪 捅捅咕咕的 彭腹有些 不会操弄设备一样 烈日新竹等的有些着急 来来来 先喝酒 今后多走动 别整了 张扬打开路 向球直接过来 两人继续喝了起来 张扬围棋又点灯烟 深吸了一口 叹了一口气 也不说话 烈日新竹见状立即说道 怎么了老弟 这咋还探上气了 遇到啥事了 跟老哥说说 有啥事老哥 给你解决 张扬点了点头 围棋又倒了一杯酒 缓缓说道 哎呀 老哥你不知道 烦死了 这不刚见到救命恩人吗 对方啥情况你也知道 知道我竟身为五级新竹后 也和我喝了点酒 非要跟我去银河系发展 说让我照顾照顾对方 我当场说道 这不行啊 你在这发展也是一样 我和烈日老哥关系贼好 你在这里发展也是一样 不行我和烈日老哥打个招呼 谁知对方有些不高兴 说我这是发展好了 不记得对方了 哎 难啊 烈日老哥胸脯拍得当当响 豪迈地说道 哎 我当什么事呢 你就直接让他给你去得了 那可不行 这不是挖我老哥墙脚 给老哥添麻烦吗 不行不行 这有啥的 咱俩这魔头缘 这算什么事啊 哎呀 我这老哥家族一万多颗星球呢 带走了怕影响老哥布局 不行不行 我跟你说哈 老爹 你这任我当大哥 你带走点星球 算个啥事 别说一万颗 就是十万颗如何 烈日新主直接站了起来 拍了拍张阳肩膀说道 老爹 我告诉你 你再不同意 可就是看不起老哥 不给老哥面子了 张阳一听这话 非常感动 擦了擦眼泪 不禁感叹道 老哥仗义啊 啥也不说了 都在酒里了 我干了 你随意 我随意 来来来 干了干了 两人喝来喝去 烈日新主倒地不动了 开始酣声如雷 睡着了 张阳也是一样 尽管度数比对方低一些 也有些撑不住 直接睡了过去 隔天后 烈日新主正扎着坐了起来 看着酣声如雷的张阳 揉了揉脑袋 男男道 这是喝多了 看着还在熟睡的张阳轻笑道 我这小老弟 酒量不行啊 自己在哪坐了一会 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看了看守 觉得这是缺烟了 抽的时候莫觉得啥 这不抽了 还有点难受 烈日新主看着熟睡的张阳 也不好一觉醒对方 却觉得心里像猫脑一般 张阳旁腐有感应一般 嗯 张阳正扎着站了起来 看着醒过来的烈日新主苦笑道 哎呀 老哥酒量太好了 喝多了 说完 从兜里拿出一包烟 给对方递了一根 两人抽了起来 烈日新主深吸一口 觉得浑身舒展 这种感觉 美低很 有吸烟习惯的人 其实就像穿着小一号的皮鞋 在走了几十里路 烟瘾的满足感 则是将鞋子脱掉之后 放松的感觉 剧情需要 吸烟有害健康 为抽烟的 千万不要抽烟 烈日新主不禁感叹道 这才是生活啊 老弟你走的时候 得多给我留一些烟酒啊 这东西 未来一定很抢手 张扬一笑 老哥你还别不信 这个东西 准备上架宇宙平台了 分为不同等级 不同版本 我手里这些 可是长老们亲手制作的 宇宙就此一份 张扬从医治里拿出一堆 放在桌子上 我拿出一半 老哥 咱俩一人一半 哎呀呀 老弟这也太客气了 放心 老哥以后绝不拆手 张扬和对方聊着天 也没有提估心类的事情 反而突然说道 哎呀 老哥我得走了 兴起还一堆事呢 烈日新竹也是挽留道 再待两天呗 晚上再喝点 不喝了 改天再来找你喝 对了 昨天照的像 我得给老哥留一份 留个纪念嘛 张扬起身 来到摄影之球旁边 一番操作下 突然投放出录像画面 连忙说道 哎呀呀 这咋还录像了 烈日新竹看着画面 两人喝酒的模样 漠视漠视 这还挺有意思的 你看 哈哈哈哈 直到画面里 张扬苦笑一声 将孤星类事情说了 烈日新竹胸脯拍得震天响 同时表示 别说一万颗星球的家族 就是几万颗 也无所谓 两人大眼瞪小眼 张扬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指定是老哥喝多了 这都是酒话 不能当真 我不能挖老哥墙脚啊 老哥你休闲 我这 就去找孤星类 言辞拒绝他 今后麻烦你 多帮我照顾照顾他 烈日新竹冷哼一声 这是什么话 老哥是那众说话 不算术之主 岂能让你承望恩负义之主 啥都别说了 你还把我当老哥 咱们现在就将对方 转移到银河系 再去元老会被个案 完成转移 走 现在就去 张扬不禁感叹道 遇到老哥 真是三生有幸 今后有啥事 尽管之声 于是 两位新系之主 来到孤星类家族 烈日新主和对方说了机句 让其好好跟着张扬 就将对方转移到银河系 和张扬完成了交接 烈日新主看着孤星类家族的龙族 整个家族一万多颗星球 虽然高端战斗力就惊鲜 但是发现对方家族极其 有钱 终端战力生灵特别多 心里不禁有些后悔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这样的家族潜力十足 喝酒勿实啊 张扬彷扯知道对方想法 也有心接交对方 开口道 感谢老哥这么大方 提升星系实力刻不容缓 如今我这边正在实施特训营活动 请了一位元老会长老为 圣吉生灵做特训 还有 不如你将圣吉生灵 派遣来银河系一起特训 张扬将整个计划讲了一遍 烈日新主眼前一亮 这可是好事 烈日连忙说道 那就麻烦你了 我这就让他们过去培训 同时 我烈日星系也要按照老弟方法 开展一场特训 老爹 你这想法太好了 今后还有这样的事情 可得带老哥一把 张扬拍了拍胸脯 放心吧老哥 这都是小事 随时让他们来找我 过几天 再来一喝戏喝酒 我做东 张扬告别了对方 带着孤星类家族 一万多颗星球 瞬间来到蓝星家族附近领地 让其驻扎在这里 张扬仔细看了下孤星类家族 发现主要是以东方龙族为主 旗下附属种族 都是以蛟龙等种族为主 而且普遍都会做生意 张扬暗想 看来还真是什么将军带什么兵 孤星类知道 张扬将其弄过来 是想让其继续发展商会 为星系弄钱 也是表态 会将商会发展好 同时提议将万界商会改名为 银河系商会 张扬一一答应 而且给了对方很大权力 他知道 龙族也是潜力很高的种族 无数是战斗力 还是继续做生意 都是不错的选择 张扬直接赐予孤星类十块私人领地 并告知对方作用 让其将这些领地种族 更改为东方龙族 今后专心围银河系发展经济 孤星类十分好奇 不是 烈日新主就这样同意了 你用了啥办法 张扬缓缓拿出一些烟酒 交给了孤星类 并没有说话 孤星类哭笑不得 瞬间知道咋回事了 这时他也擅长 竖起大拇指 牛逼 你拿这些吧 这东西马上要量产 今后也是商会主要产品 你要将其销售到整个宇宙 太好了 有了这个东西 业务可好谈太多了 嗯 同时我有些想法 将一些特殊东西加起来 针对异族基因 提升烟的特殊配比 从此让异族离不开这个东西 这是另一场战争 我要让异族提不起战斗欲望 战斗起来就拉西 哪怕是圣级 你是说 孤星类想到这里 打了个寒战 这东西前一抹化 威力不下于百味圣境 摧毁的是对方种族根基 张扬又将军狱叫了过来 将解救过来的兵严族交给对方 同时说道 军狱 今后你就跟着孤星类 听从他的安排 为银河系发展 军狱一愣 啥情况 张扬指着孤星 泪笑着介绍道 哦 对了 为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万界商会的会长 孤星类 如今带着整个家族 从烈日星系加入银河系了 你们俩探讨一下 如何开展工作吧 军狱目瞪口呆地看着张扬远去 缓缓说道 真牛逼呀 第266章 又有魔神要来了 军狱有些激动 毕竟之前一直以晋升商会会员等 极为奋斗目标 现在可好 整个商会加入银河系了 他还见到了万界商会 银河系商会之主 两人今后并肩作战了 军狱按照人足礼仪 伸出手 有些激动说道 您好 顾会长 您是我粉丝 孤星泪有些疑惑 啥情况 呸 我是您粉丝 我原来是万界商会V集会员 孤星泪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听张扬意思 今后两人要打火过日子 这是自己的副手 也是露出笑容 孤星泪爽朗一笑 拿出一点张扬刚给他的烟酒 带着对方进行团建 过了一会儿 孤星泪看着倒在地上 呼呼大睡的军狱 笑了笑 出去主持工作去了 孤星泪开始登入 银河系星空虚拟平台 拿着张扬赐予他的高级权限 开始调研 哪些商品适合交易 他有一些老关系存在 先找到合适产品 开始贸易工作 张扬看着孤星泪 已经进入工作状态 非常满意 这摩大费州 张请人才回来 就是要其发挥重要作用的 毕竟时间还是很紧张的 要抓住每一分每一秒时间 想起那个计划 张扬再次来到了某处秘境 找到三位长老 这次说话简单明了 三位长老陷入沉思 过了一会 气场老缓缓说道 这东西却实实验过 效果很可怕 但这个东西对 生灵来说 都是一样的 对敌人有限 对我们生灵也有效 是不是应该谨慎一点 张扬想了想 凡事都有利有弊 目前我方属于弱势群体 我觉得 根据对方基因 可以研发出来一种 针对异族的东西 单只魔神开口道 可是怎么投放呢 和异族没有接触 咱们直接给对方 对方必然知道有问题 张扬用意念感知一下 顿时笑了 这个不是问题 有人可以帮助我们 进行销售 还不会让对方起疑心 您看能不能研发出来 最好是通过植物 而且是容易种出来的植物 来制作这种东西 这样以来容易传播 而且不容易起疑心 最终通过烟卷的形式 大面积传播开来 最好能切合一族基因 专门研究 针对他们体制的产品 同时我方需要 理解观察各处 防止东西流入 您看呢 三位魔神相互看了看 明显是在用意念 在进行交流 张扬也不在意 耐心等待着 这也是一个计划 而且张扬已经让某处秘境 正在针对虫族等异族基因 进行研发 重大打击目标 就是天使族 虫族 妖族可以争取 魔族狡诈恶徒 没有好处 没有绝对把握 对方是不会上的 一旦战争天平发生倾斜 莫准三打一局 面顺歼变成二打二 每一步骤都要如履薄冰啊 过了一会儿 弃之魔神开口道 我等已经和当之魔神沟通 原则上同意 接下来 本宇宙要内井外松 防止产品外疏 接下来 我们三位就重点研究这个事情 做出一些产品 通过一些俘虏 去实验效果 剩下的怎魔部署 怎魔散发到异族各地 张扬点了点头 行 这是急步的 会找到机会的 那我就先告辞了 张扬告别三位长老后 消散在原地 回到了蓝星第三十六重天 用意念感知宇宙内各处事情 看着各处正在蓬勃发展 不断微调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转眼间 三千年后 在这三千年里 拉尼亚凯亚宇宙一片和谐 各处生机勃勃 整体稳步向上发展 之前的银河系 就像无头苍蝇一般 各自发展 毫无配合可言 张扬的出现 就像一根针 将所有线连接在一起 整个宇宙各行业相互配合 相互扶持 实力翻了一番 在这三千多年时光里 又多了几位魔神来银河系 为灵指导 原因就是 眼红了 是的 眼红三大长老 培养大量器 丹 依天才 这不光契合自己大盗 而且通过传授弟子 被银河系打造雕像 立于各大工会门前 让无数声灵祭拜 这招一出 四大魔神赶至无数声灵祭拜 镜头更足了 各魔神纷纷让弟子成立工会 例如炼器协会 炼丹协会 医师协会 拥兵协会 打造完整的传承体系 魔神也成为工会创始人 拥兵工会是明海魔神成立的 让各集天才加入其中 前往银河系各处历练 任务形势也很多 收图任务 指导人物 除奸任务 经商 收集等任务 借助这些工会发展 魔神大道力量也随之增强 其实当初 要过来时 众多魔神在群里都看到信息了 只不过没有行动而已 而明海魔神等四大魔神 直接就来了 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魔神 如今 战国斐然 他们的大道 多了很多契合者 大道随之增强 张扬对此 也是毫不在意 不能光让人家付出 不收获一些好处吧 而且各工会之间配合得当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才能发挥出最大能量 但有些魔神可就坐不住了 这天 张扬正在和三大魔神扯皮 却突然听见气魔神说道 小子 你可得做好准备 气魔神性格 有些大大咧咧 最为直爽 向来有话直说 而且脾气暴躁 见张扬有些疑惑 他继续说道 有些老家伙陆续苏醒 或者换个说法 谢你发展迅速 我等魔神创建工会 大道增长明显 这些兄弟也起了心思 张扬默不作声 心里却在疯狂合计 他知道气魔神说的啥意思 有些魔神也想来迎合戏 传道也好 收徒也好 目的都是为了扩大大道之力 同时也是为了吸收信仰之力 魔神也想将自己的威名 传到整个宇宙 这对于他们修行 还是宇宙意志扶持 都很有好处 现在看四大魔神发展好了 他们也想来迎合戏发展 都是老祖级别 这些魔神来了 难免有些想法 很可能会有些指导意见 或者有些奇葩布局 张扬也不好多说 到时候必然会很为难 毕竟都是宇宙顶尖的大佬 张扬心里清楚 针对这种情况 只有两个解决方法 第一就是 尽快让旗下星空诞生虚道境强者 可以与魔神抗衡 要是诞生三千虚道强者 还怕什么魔神 谁来都得叫我一声音 但目前来说 尽管特训成果不错 众多圣境强者也有一些突破 但距离虚道境 差距还是太大 至于第二个方法 那就简单了 张扬通过几千年相处 和四大魔神相互之间 已经很熟悉了 张扬心神一动 情绪低沉 突然站了起来 望着远处 一滴眼泪化过脸颊 老祖 从小我就是苦命的孩子 我妈从小教导我 穷 啊 老祖 救命啊 我还会回来的 第二百六十七章 魔神收徒 张扬飞了一会 立即又返回空间秘境 有些忧怨的 看着四大魔神 刚想开口 四道冷光看向张扬 张扬立即用手捂住嘴巴 示意自己不说话了 四大魔神心里也有些无语 这个小子啥都好 就是长了一张嘴 都是五级新主的球了 能不能深沉一点 明海魔神语气冰冷 说出的话却让张扬心中一暖 完蛋完毅 你就按照自己想法做 其他的魔神敢指东指西的 就当是放屁 有问题 我去找他们 没错 俺三兄弟虽然排名不高 却也有几分实力 干涉银河系发展 要看老夫答不答应 一魔神想了想 我倒是觉得不必担心 张扬做的 宇宙一世定会看在眼里 如今整个星系实力毫不夸张地说 短短几千年就翻了一番 这样的新主 谁要敢干预 宇宙一致也不会答应 张扬眼前一亮 对啊 我还有盘古令 魔神理论上也要听令 而且 还能和宇宙一时沟通呢 真要遇到特殊情况 未来的紫啸宫前哭爹喊娘 包之百病 就在这时 杨梅老祖传来一致 张扬瞬间出现在令牌之中 张扬尊敬地说道 见过杨梅老祖 对于杨梅老祖 他一直心存感激 要不是对方给予解答 给予帮助 现在张扬绝对无法晋升五级新主 可以说 五级新主之位 是杨梅老祖一手抬进来的 杨梅老祖还笑点了点头 那四位兄弟 都和你说了吧 杨梅老祖见张扬点头 指了指张扬 你小子 按照人族的话来说 还真能舔 现在四位老祖 祖坚定不以为你撑腰 在我等兄弟群里见一些 魔神要过来 还特意说 一切听音和系之主意见 不要干涉你的选择 给你一顿夸 张扬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嘿嘿 小心我告你诽谤啊 我哪有天 一切都是源于发自内心的 对于长老们的尊敬 尤其是杨梅老祖 这一路 尚对我帮助很多 要不是您 我不能 杨梅老祖没好气地说道 停 你给我打住 张扬立即捂住了嘴 没办法 非的次数太多 主打一个听话 我知道你有心了 另外魔神的事情 你不用担心 玉三位当职魔神 也在群里说了 到达音和系以后 需要听从安排 起码不能添乱 他们进入银和系之后 会第一时间联系你 说出自己想法 能帮的你就帮 不能帮助的 你也不用客气 直接拒绝就行 张扬心中意暖 知道还是有些魔神战 在自己身后 一直默默支持 张扬看了看杨梅老祖温声道 老祖 四大魔神 在银和系 各处都有雕像 我想把您 出 玉三位老祖的雕像 也立于各处 您看 有心了 我们就不必了 他们需要借助 生灵之力修行 而我等三兄弟 就不需要了 知道你有疑问 像我 本源是空间之力 空间是什么 宇宙大小都是空间 换句话说 宇宙变大 我的实力就能增强 另外两位 出世影之魔神 来源于生灵影子之力 生灵数量越多 实力越降出的实力 也会越来越强 预示速度之神 也是差不多的道理 所以 我们都很看好你 你做出所有努力 我们所有魔神 包括宇宙意志 都看在眼里 大胆去做 张扬用力点了点头 身影出现在令牌空间之外 过了一会 又一道意志传来 张扬看了之后 有些惊愕 随即选择了同意 原来是一位新魔神 独之魔神 想要来传承独到 寻找一些传人 也想建立独之工会 对方没有来见张扬 却把想法告诉了张扬 这也是一种尊重 而且独之道 还是很有发展空间的 在历届战争中 都有独的出现 尤其是万独宗之主石双 门下弟子也是高达几百万 独可群攻 可单体杀伤 独的形式 也是诡异莫测 可以发展 所以张扬选择了同意 对方传来一声 谢谢 直接来到天界第一重天 目的很明显 来找石双的 过了一会 又是一位魔神 温之魔神 对方是想找几位传人 散播大道的 千年后 机卫修士崛起 在天庭创建温部 正是温之魔神传人 成为天庭六兵部之一 温之魔神大弟子 被嬴政封为 温部温皇号天大帝 名为吕悦 另外几位分别是 东方形温使者周姓 南方形温使者李奇 西方形温使者朱天灵 北方形温使者杨文辉 劝善大师陈庚 温道雅士礼平 协助吕悦 共同执掌温部 吕悦大帝 现在可是金仙境修为 人生简直就是开了挂 从开始修行到 成为金仙 只用了千年时间 事实证明 这些魔神都很有底蕴 他们收徒 本身这个徒弟就契合大道 也就是天赋极佳 再加上这条大道话 身亲自教导 各种手段都用上 简直比系统还系统 缺丹药了 师父给药去 丹之魔神 可是自己亲兄弟 缺兵弃了 又去找自己 弃之魔神粮 申定制一把 外出历练全程保护 受伤也不怕 只要不死 就往死里练 反正最后 送到一魔神哪里 积天后 又是一条好汉 温部加入天庭后 又按照魔神指示 加入结教 成为灵宝天尊弟子 现在的天庭 所有正神都已经站位 不是加入结教 就是加入产教 其实吕月等人 也想不明白 还问过师父 为何要加入天庭 甚至还要 自己投靠一方势力 至于投靠结教 还是产教 全凭个人感觉 温之魔神望着远处 淡淡说道 按照我等兄弟推演 即宇宙一时降下指令 今后很可能是蓝星 带天执掌宇宙 温之魔神看着徒弟说道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天庭将会是宇宙核心行政机构 进入天庭 就是宇宙最顶尖哪批修士 如果天庭真能执掌宇宙 凭借你现在的三品正神职位 大道有望 吕月瞪大了眼睛 心中狂震 他知道 师父说的大道是什么意思 那是比师父虚道境 还要高一级的存在 本来对于天庭 一个三品职业看不上 毕竟自己师父可是魔神之一 自己又是嫡系 有些飘飘然 现在看来 这个职位 自己必须要牢牢掌握住 不能让给任何人 张扬却 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包括扬眉老祖在内 没有任何一位魔神跟他说过 毕竟这也不是害张扬 没必要阻拦兄弟们布局 做个恶人 其实 即使张扬知道 也不会在意 未来太远 不论有何可能 他现在都是银河系之主 能增强银河系的实力 他高兴还来不及 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当自己在那个位置时 想要如何处理 那是很简单的事 在没有那个实力时 做好本质工作就行了 就这样 张扬看着一位魔神出山收徒 眉开眼笑 每一位魔神的徒弟 都是小母牛做火箭 牛逼上天了 妥妥的圣级苗子 出师就是金仙镜 还浑身是宝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时间缓缓流逝 转眼间 五万年后 第268章 卧底 张扬惬意躺在天庭第36重天 嘴里叼着一根草 用意志望着下两重天 看得津津有味 这段岁月里 想出手的魔神都出手了 纷纷收徒传道 有的收一位徒弟 有的收一群 总之 最后的目的 都是让对方加入天庭 张扬通过几次事件 也就品出来了 那就是天庭很抢手 这些魔神 不论什么目的 都想让弟子加入天庭 但总部天庭位置有限 也就365位正神 其他山神 水神 土地之辈 这些魔神的徒弟 也不想去 甚至很多魔神后来找张扬 表明这个是自己徒弟 深得真传 本领高强 定能为天庭分忧 能不能给个四品正神之位 这让张扬很为难 大多数位置都固定了 都是为天庭立过功 或者加入得早 也是元老级人物 现在让谁下来 给魔神徒弟让位 这不是失了人心吗 那还不得让天庭大乱 人心惶惶 都害怕自己什么时候被撸 还怎么工作 其实这些年以来 天庭 地府 都已经通过大量宇宙奇观 碎片升级 成为五星建筑 都可以无限分身 也就是创建无数分布 现在整个银河祭 到处都在改革 地府忙着扩建 想将所有生灵纳入轮回 都可以投胎转世 这可是天大的功德 所以最近地府阎罗王的职位 也是十分抢手 众多生灵剑一个各觉视天 才抢着加入天庭 知道这里面定是有什么玄机 既然天庭 地府总部位置我抢不到 分布位置该给我点吧 于是乎 纷纷开始找关系 想要加入天庭 地府分布 哪怕是成为一个土地都行 成为分布土地 也可以慢慢晋升啊 表现得好 可以晋升城皇 甚至到地府明史 分司长 判官等等 最后再晋升为阎王 这也和张扬决策有关 将天庭 地府只为福利做到位了 福利做得太好 导致一边难求 颠制 这是整个宇宙最抢手的东西 按照生灵来说 有了编制 就吃上了黄粮 这辈子都不用愁了 张扬针对这种情况 也是给接受特训的 嬴政下了命令 既然位置如此抢手 得罪谁也不好 那就让天庭 地府根据职位空缺 开始面向银河系 公开招聘 招聘分为鄙视和面试 这是针对分布 至于总部位置 张扬也是有些头疼 毕竟得罪谁都不好 哪位魔神也不想得罪 最后张扬想了一个办法 天庭是由道教的主场 天庭还分为结教 产教两派 想加入天庭 那就必须加入两教之一 由天尊们进行推荐 得罪人的活 就交给他们吧 不光是天庭 地府 其实佛门也很抢手 想加入佛门很容易 想得到果位也很难 在这段时间里 天地间又涌现很多天才 例如大明鼎鼎 排名很靠前的 因果魔神出手了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 他收了一位千年豹子经维图 名为深宫暴 张扬望着深宫暴 在宇宙各处闯荡 也是哭笑不得 一句道友请留步 简直就是因果律武器 必有结果 而且 这个结果大部分都是嘎了 这就导致深宫暴 在三界名声很差 很少有人敢和他交朋友 但偏偏有一张 能说会到的嘴 把人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这倒是让张扬想起 另一位魔神的徒弟 比深宫暴还莫人圆 谁见到他 都会躲得远远的 唯恐沾上一丝霉 这位就是天庭鼎鼎大名的梅之魔神的徒弟扫把星 当然 还有很多很多魔神徒弟 加入到银河系各组织 各势力之中 张扬正看的热闹 突然感知到什么 出现在银河系某处 孙悟空小心翼翼地大量着周围的环境 看四下无人 立即将一身妖气散去 开始转换拉尼亚凯亚宇宙的真气 在完成气息转化后 带着一只跳蚤 躲进一颗星球之内 孙悟空打量着肩膀上的小跳蚤 撇了撇嘴 这是昆蓬妖师派给他的搭档 两人回到拉尼亚凯亚宇宙的目的 就是为了策反更多像孙悟空这样的生灵 孙悟空这几万年一直待在妖界 经过不断修行 以精修练到准圣境界 同时在天庭位高权重 孙悟空暗想 可算回来了 再不回来 我都卧底成妖庭核心人物了 在卧底的这些年 他凭借自身能力 在妖界混得如鱼得水 现在已经是妖庭三品大圣 在妖界大宇宙 他虽然是昆蓬妖师策反的生灵 但是他深受妖帝喜爱 并且不断提拔他 妖帝提拔他 妖师反而不断打压他 妖帝得知 昆蓬旗下的妖神会 心生一计 想让孙悟空驻扎在妖神会 帮助妖神会计 续策反生灵 还有另外一重寓意 那就是监视妖神会 防止妖神会壮大 这魔多年下来 妖师昆蓬创建的巫族越来越壮大 妖帝感到一丝威胁 却又无法下手 因为一旦下手 妖族会瞬间大乱 可能会被其他宇宙吞噬干净 战争随时可能会降临 妖帝不想 因为个人忌惮对方 就大打出手 妖帝有两位 名为兄弟 其实也是暗中较劲 妖族第三位掌权人物 昆蓬境界确实不如他们 倒在妖族朋友无数 势力庞大 一旦动妖师昆蓬 也算是动了妖族的根基 影响重大 妖族本就以直爽出名 妖师算是妖族少有的智慧担当 还有一位妖兽白泽 他可以占卜未来 知过去 预测未来 但可能是因为太聪明了 所以他从不查收妖帝和妖师的纠纷 反而躲了起来 他诚心想躲 即使是妖帝 轻易也找不到他 因为他会 在你找到他之前逃离 号称 只有有缘之人 才能遇陷他 妖帝派遣他过来策返 妖师派遣跳蚤过来协助他 两人就这样 回到了拉尼亚凯亚宇宙 孙悟空脑海中的记忆 也被妖师昆鹏抹除 他根本不知道 妖师昆鹏和张扬沟通过 所以处处提防跳蚤 跳蚤也是一样 他一直认为孙悟空是妖神会策反的 回来不投靠妖师昆鹏 反而去跟了妖帝 算是背叛了妖神会 所以对孙悟空也是极其不感冒 张扬瞬间来到这颗星球之内 看着孙悟空和跳蚤正在伴嘴 却敢绝盘鼓令轻轻晃动一下 张扬推演一下 立即接近两人跳蚤身上 盘鼓令金光一闪 跳蚤意志被占领 一到意志传来 小友又见面了 第269章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张扬听到熟悉的声音 本能一愣 试探着说道 老祖 嗯 是我 在他身上附着一丝意志 按照计划 为你提供方便 让悟空回来一趟 张扬大喜 这是之前约定好的事情 张扬让孙悟空过去 也是想起到卧底作用 没有给任何联络方式 就是为了避免暴露 但和盘鼓一致沟通过 让妖师找合适机会 派遣孙悟空返回本宇宙 这样就有了可以接触的机会 这个时间不固定 可能是万年 也可能是十万年 总之 一定会回来 这个时间越涨 孙悟空在那边地位越稳 也越不会被怀疑 既然没有障碍 张扬也是将一致附身在孙悟空意志中 悟空 悟空 孙悟空一愣突然反应过来 惊喜道 新主大人 嘿 可算回来了 新主大人 俺老孙再往回来一段时间 都快成妖庭高层了 张扬笑呵呵说道 这不挺好嘛 就没有你齐天大圣做不到的事情 孙悟空有些得意 挠了挠头 那是 这点小事 还不是手到擒来 张扬沉声问道 妖族和其他几个大宇宙接触吗 通啊 相互有贸易 没有什么限制 孙悟空大大咧咧地说 接下来尽管吩咐 我要的就是一个刺激 张扬斜着眼睛看了一下孙悟空 看得他一击灵 顿时有重不好的预感 那个 我说错了 新主大人 你先说说看 张扬淡淡说道 这次很简单 你要去抢一次银河系商会 迅速烟酒的运输船 这里面是维基大宇宙准备的特殊物资 接下来 你要将这些东西 上报妖族妖帝 去贩卖给其他宇宙 这东西是 必可以为妖族带来大量财富 让妖帝更加信任你 孙悟空有些着急 挠了挠头急切地说着 不是 新主大人 这不是通敌了吗 咱们还帮助妖族崛起 张扬任真盯着孙悟空 表情严肃地说道 悟空 这是个大计划 你是我特别信任的人 不 特别信任的侯 这个计划关系到宇宙生死存亡 你可以选择接 也不可以不接 如果不接 你可以安心在天庭做齐天大圣 我保证可以让你官居二品 你为宇宙立过功 这是你应得的 如果你接 希望你能认真对待 因为真的特别危险 孙悟空一愣 他从未见过张扬如此严肃 听到任务 一时间也有些沉默 他知道 张扬说的特别危险 那就是九死一生 甚至十死无生 张扬确实说的没错 这个任务就是九死一生 一旦一族被感染上 无法自拔 天使 恶魔 虫族第一时间会找到妖族 认为是妖族背叛 不可能再和妖族合作 妖族也会有受害者 到时候 一切矛头 都会指向孙悟空 孙悟空坐在地上 望着璀璨的星空 缓缓开口道 新主大人 我一直有个问题 我真是妖族宇宙诞生的石头吗 确实 你是本宇宙魔神 在妖族宇宙捡起的一块石头 那我成长到今天这步 是注定的吗 张扬知道他什么意思 看着远处直接说道 差不多 我看到这块石头 想起本宇宙人族的一个传说 所以生了一个想法 就是想让 你像齐天大圣一般 大闹天宫 闹得是异族的天宫 成为我人族的英雄 你注定会诞生在花果山 注定会去拜师菩提老祖 也注定会入职天庭 注定会假意大 闹天宫盼出天庭 孙悟空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说了一声 哦 安排得真好 张扬没有之声 这对孙悟空来说 确实挺残忍 命运被安排注定 一步一步按照他的想法走 张扬看着望着天空 有些孤寂的孙悟空 坐在他身边摸了摸猴头 觉得他也是一个生灵柔生道 悟空 你也可以自由选择人生 接不接任务都行 你可以去天庭 也可以回花果山 甚至回妖亭都行 张扬说完 站了起来 带着跳蚤朝着外面走去 他和盘古海 有要是相伤 今天这话是必须要说的 相让悟空去 必须心甘情愿 不然这个任务就废了 完不成不说 还说破坏着珍贵的机会 张扬走了几步 孙悟空突然开口说道 扬哥 张扬脚步一读 温声道 嗯 我是什么天选之时 还是在妖族本来就可以划行 或者是什么天才地宝成经吗 不是 你就是一块 普普通通生在妖族宇宙的石头 如果不特意去点画 永生不会产生意志 那孙悟空真的是英雄吗 张扬毫不犹豫地说道 是 他是所有生灵最崇拜的大英雄 我愿意去 倒怕我坚持不下去 为我讲讲好吗 张扬大手一挥 两人身处一片奇特空间 天空飘出几个字 西游记 第一回 林根玉运员流出心性修持大道声 接下来 结合西游记86版本 开始演了起来 结合原著 画面开始跳动 这都是张扬曾经看过的 或者说推演过的内容 现在将它播放了出来 看到自己打到天庭 坐在灵霄宝殿 孙悟空满脸不可思议 就我这实力还能干翻天庭 这也太美花我了 看到自己被如来佛祖 镇压在五指山下五百年 又沉默不语 画面一针针跳动 孙悟空从中看出很多事情 例如背后有双大手 在推着它往前走 取经之路是必然 九九八十一难 取得真经 被封斗战圣佛 张扬大手一挥 又出现一部剧 西游记后传 然后又是 悟空传 大圣归来 甚至画面一转 来到一个世界 满大街迈的 都是齐天大圣的周边雕像 人手一个的金箍棒 猴子面具 接上儿童打打闹闹 我是齐天大圣 我才是齐天大圣 别吵了 我们都是齐天大圣 大家好 这里是MTV专访 你们最喜欢谁 我喜欢齐天大圣 为什么呢 因为大圣有反抗精神 他神通广大 饥饿如仇 敢于挑战权威 遇到挫折不低头 而且他重情重义 我就是喜欢他 因为他胆大包天 别人生包胆 他胆包身 浑身是胆 没有什么他不敢做的 随着画面缓缓结束 孙悟空心神一动 影视里的衣服穿在身上 手持金箍棒 这个任务 俺老孙接了 孙悟空扛着金箍棒 歪着头拽拽地说 不是有那句话吗 即使一去不回 便一去不回 张扬一脚 踢在猴子屁股上 你必须地回 第270章 特供 孙悟空被踹得一击灵 回头看着张扬 嘿嘿直了 快过来 我给你讲下任务 张扬将孙悟空叫 到身边 开始详细地讲解起来 最后 还是要非常严肃地说道 切记 切记千万 不要尝试这些烟 你可以抽特意为你准备的 外包装是一样 里面成分不一样 还有这颗糖果拿着 万一 我说万一抽了这个 可以吃一颗解毒 但这个东西有抗要性 吃得越多 效果越差 记住了吗 孙悟空慎重地点了点头 张扬继续说道 这些只是第一步 待计划成熟后 你就这样 先妖族在 天使族 对 你随机应变吧 切记 计划不急于一时 必须有十足把握 再继续行动 即使战争开启 也不影响这个任务 你明白了吗 明白 张扬和孙悟空说完 又和盘古聊了起来 对他说了自己的计划 也将自己对于天使族的了解 全部告诉 给了孙悟空 老祖 嗯 真有生死危机 如果可以 保悟空一命 好 我这旅一时存在不了多长 你脑子非常灵活 地球推演过的各种手段 你都灵活应用 做得很好 张扬看盘古意志消散 张扬也从孙悟空意志中撤退 过了一会儿 孙悟空将跳蚤拍醒 喂喂喂 来到这里还睡觉 你靠不靠谱 跳蚤迷迷糊糊的 感觉头有些疼 你是不是打我一毒 你注点液 我要告你诽谤 诽谤我 还有 以后叫我猴哥 记住了 我才是领队 是你领导 跳蚤气得颤颤巍巍 指着孙悟空 你 你 你什么你 回屋吧 明天去打探一下情报 两人说完 就回到了房间之内 孙悟空非常自然地打开了电视 坐在沙发上 有些怀念地说 哎 好久没看到电视了 跳蚤有些讽刺地说道 你一个猴子 还看电视 孙悟空一脸鄙夷地 看着画形的跳蚤 你懂什么 不看新闻 怎么了解拉尼亚凯亚宇宙信息 很多本宇宙大事情 都是要上电视的 没准就能找到合适的机会 孙悟空看会这个 又看会那个 甚至还看了几个电视剧 最后调拨到MTV13新闻台 银河系最大的商会 也就是银河系商会 研发出来的 一经面试广受好评 如今这些东西千金难求 算是新时代新的交际方式 下面让我们来采访一下 银河系商会副会长军域 让他为我们介绍一下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烟酒经过不断研发 如今的烟酒已经 孙悟空听着眼睛一亮 立即用房间里的智脑 开始在网上了解信息 孙悟空这么兴奋 跳蚤自然也是跟在旁边 看着孙悟空查的新闻 烟酒价值 烟酒作用 圣灵维何离不开烟酒 孙悟空看着大量拜访 有些兴奋 看着突然出现在一旁的跳蚤 假装吓一跳 挨我擦 你吓我一跳 跳蚤有些狐一问道 猴子 你发现什么了 有啥想法 说出来听听 孙悟空连连摇头 没没没 啥也没发现 睡觉 睡觉 孙悟空说完 躺在床上 憨声如雷 睡了过去 跳蚤动了动腿 有些狐一看着睡觉的孙悟空 又看着电视新闻 智脑上的新闻 想不明白 到底啥意思 跳蚤眼睛转了转 也假意躺在床上 睡了过去 等时间到了半夜 孙悟空还躺在床上 圣魂却从身体飞出 悄无声息 朝着外面飞去 还没有等飞到门口 跳蚤神魂也浮现了出来 猴子 干什么去啊 孙悟空面色一僵 有些若无其事的说 莫 莫啥呀 哼 你别想单独行动 是白天那个烟酒吧 孙悟空有些惊讶 哎呦喂 你也能看出来 废话 我又不是傻子 出来前 妖婷 妖帝说了 咱俩一起干 不允许单独行动 你要抗命 哼哼 别拿抗命来压安老孙 我突然想到一个办法 也许对 妖界会有大帮助 哦 说来听听 张扬将跳蚤放在肩膀上 开始嘀嘀咕咕说了起来 但就不知道 对于咱们妖族有没有效果 或者对其他种族 有没有效果呀 而且 咱们是不是得上报一下 不然就是抗命啊 跳蚤想起 昨晚看的剧说道 昨晚看剧 你忘了李云龙抗命的事 扛大锅去了 妖婷最忌讳擅自行动 得亏有我 不然你就闯了大祸 孙悟空想了想 颇为赞叹说道 也有道理 那就买些试验品 回去试试吧 两人研究完毕 来到了一旁的商店 老板 给我拿两条滑子 毛子 哪知这个商店老板默好气说道 滚蛋 我这小店 哪有这等顶级宝物 孙悟空皱眉问道 哪里有卖的 高价也行 这里都不会有 你可以去四级星球看看 他们哪里的大型商店 应该能有最低级的烟酒 最低级 这个东西还分等级 那是当然 据说这个东西很爽 根据等级 对不同生灵有不同效果 高级的烟酒 只有蓝星才有 你们可以去哪里看看 孙悟空和跳蚤面面相亏 随后前往最近的 一颗四级星球 跳蚤不禁有些吐槽道 这东西也太抢手了吧 没事 越抢手 越说明这个东西的宝贵程度 孙悟空打量一下 自己空间中都是最顶级的烟酒 还都是特工版 张扬在研发这个东西时候 为了防止一族发现问题 特意动了手脚 外面卖的所有烟酒都没有问题 也不会查出任何问题 即使圣集吸收了 也只会感觉放松 快了 解压罢了 而且只有轻微依赖性 但当你不抽时 就会感觉莫名烦躁 暴躁 影响修炼等事情 孙悟空意志空间里存放的这些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只不过品质更好一些 但这两者混合在一起时 那种特殊效果就出来了 简单来说 感觉放大百倍 让你不知不觉中 再也离不开它 第271章 火爆宇宙 孙悟空和跳蚤两人 来到最近的一颗四级星球后 买了部分最低级梅子 大锅头还有部分中 滴荡烟酒后 在附近的公寓住了下来 连忙拆开最低级的 开始品鉴起来 一口下去 咳嗽了几声 随后感觉心灵的放空 两人都有些震惊 最低级的效果就是磨好 而且对妖族还有效 如果对妖族有效 那磨对其他种族 应该都是有效果的 两人一一品鉴后 又开始针对酒喝了起来 这种迷迷糊糊的感觉 再加上一支烟 顿时觉得 这是最美好的东西 跳蚤抽着烟 吐了一口烟圈 晃悠着腿 一烟一酒一人生 半醉半醒半红尘 孙悟空有些意外 莫看出来啊 跳蚤 你还挺有诗意 那是 孙悟空撇了撇嘴 刚拿起酒杯 却看现酒瓶上刻着这句话 擦 就知道你摸这两下子 明天回去报到 行 哎哎哎 给我留点啊 别都揣斗里了 这东西有点意思 我再体验体验 孙悟空有些不以为意 将这些扔在了桌上 并警告跳蚤说道 留点回去交差的 交给你了 孙悟空说完 背过身后 从一只空间 取出一只 特供点了起来 感知大脑中的兴奋 知道这个东西确实 一分钱一分货 孙悟空拿出一颗糖果 放在嘴里 烟雾渐渐在空间中 混合在一起 跳蚤明显感觉 自己兴奋极了 甚至出现幻觉 在幻境中 他成为天地最厉害的跳蚤 所有生灵 都沉浮在他的脚下 他所有的愿望 在梦境全部实现 这种感觉 棒极了 孙悟空闭上眼睛 开始睡觉 说是睡觉 其实就是修炼 也冥想 这是最高级的休息方式 在没有其他活动时 生灵基本上都会进行修炼 孙悟空用意志 感知着对方状态 跳蚤外表看不出来任何变化 却有些僵持 待在那里一动不动 这个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 直到效果消失 跳蚤轻吐了一口气 有些惊喜地 看着手里的东西 孙悟空的这支烟 就像影子 打开跳蚤 身体关于烟的基因 今后抽的每一支烟 都有这种效果 只是会跟聚烟的等级 呈现不同效果 这就是孙悟空一智空间里 这些特攻烟的作用 它会让所有接触过的异族 成为资深烟民 再也离不开它 这会带来一系列后果 让异族变得性格暴躁 异怒 陷入个人世界 一旦没有烟的时候 就是他们失去理智的时候 而在拉尼亚凯亚宇宙 这个东西 也是只有特定秘境才有 会制作这些东西的生灵 出了秘境会 自动遗忘这些 当他们回来时 才会想起 秘境中 驻守了基大魔神 而且位于蓝星内部 算是银河系防卫 最森严的地方 而且这个东西 整个拉尼亚凯亚宇宙 各处都有 购买渠道 也只有两种 一种是通过宇宙 虚拟平台购买 另一种就是线下零售 线下零售 只有银河系商汇材 有这个东西 通过守卫森严的宇宙飞船 从银河系运 送到各界 甚至运输的物质 都是低 中货色 高级的烟酒 只有银河系 才有售卖 特级的烟酒 只有蓝星才有售卖 这也算是 唯银河系引流 让各系生灵牧民而来 张扬不定时 在宇宙虚拟平台 天网搞各种活动 例如 0.01元 可以抢华子 毛子 每日放出一定名额 可以在天网平台抢 特级烟酒 拉100生灵进行团购 享受团购价 可以优惠 蓝银河系购物 会进行限购两件 来蓝星家族购物 可以购买100件 仅仅是几个活动下去 烟酒就成了 拉尼亚凯亚宇宙最抢手的物资 自己用事一方面 宋人也贼有面子 甚至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 求人办事也可以拿点 这是最有面子的东西 看着如此庞大的利益 三大魔神不光没有后悔 反而没开眼笑 因为这东西 是他们三位魔神联合研制出来的 越流通 他们的名气也会越大 大到修炼速度提升的也飞快 谁让张扬 把他们三位魔神名字 刻在烟酒上 让他们三位名气越来越大 现在提什么盘古魔神 很多圣灵并不知道 但要说弃之长老 烟酒创造者之一 圣灵一定会知道 这就导致无数魔神辈的 找三大魔神 想让背后支持的种族贩卖 制造 都被三大长老言辞拒绝 这点基本操守 他们还是有的 而且 张扬对他们极好 光是 把他们名字刻在烟酒上 将烟酒营销的火遍宇宙这一点 就足以让他们坚定 不宜站在张扬身后 这些东西 随时都可能制造出来 但是能将这些东西 弄出这摩大名气的 只有张扬罢了 这就是本事 张扬一直用意志盯着 孙悟空和跳蚤 现跳蚤状态就知道 效果不错 接下来就一步步 按照计划进行就行了 过了几天后 孙悟空和跳蚤 又采购了一些烟酒 孙悟空不停埋怨着跳蚤 跳蚤也是 尴尬地叫着猴哥 没办法 这些东西都让跳蚤干光了 孙悟空拦不住啊 当跳蚤抽完了 没有存货时 那种状态 令孙悟空有些不寒而栗 孙悟空带着对方 又采购一批伺候 两个手飞快回到妖族本宇宙 张扬背着手 看着他们返回本宇宙 知道要开始第二大计划 几天后 随着张扬意志指令 张扬降下意志 宣布与烈日星系结盟 银河系商会公开宣布 为了满足宇宙广大新民需求 准备在宇宙建立二座仓储中心 一座位于银河系 另一处位于烈日星系 银河系商会将派遣大量宇宙战舰 前往烈日星系运输物资 这一消息传出 无数生灵沸腾 同时也引来本星纪群 所有星系之主的疯狂私聊 纷纷要求张扬不能这样 也要在他们星系建立一座仓储中心 这可给烈日星系之主高兴坏了 不停夸赞张扬这个弟弟 莫白叫 张扬只能搪塞一下 说目前产量不足 今后一定会开 而且在烈日星系建立的仓储中心 也只是存放的低级烟酒 但就是这样 也让这些星系之主眼红不已 少来少去的金钱他们看不上 但这个利益 那可太大了 即使是他们 也忍受不住 而另一边 孙悟空和跳蚤 站在妖庭汇报工作 孙悟空没怎么说话 倒是跳蚤不停说着 烟酒对妖族的好处 可以为妖族宇宙祸取大量资源等等 而且将烟酒描述得很神奇 让妖庭上的众多妖疆 大圣们心动不已 跳蚤有些得意地看着孙悟空 他将所有计划托盘而出 一点妖功的机会都没给孙悟空 孙悟空气急败坏 当庭要打跳蚤 却被妖帝拦下 帝君让跳蚤将这些物资传上来 帝君亲自感受一下 皱了皱眉 对他没有啥效果 但是也没有多想 就是单纯以为自己境界太高 反而 对着庞大的妖庭说道 哪位愿意上来试试 众多妖庭正神奇声道 臣等愿意 帝君威严道 那就让众多倾家都试试效果 悟空 跳蚤 臣在 将手里 空间里的物资分发下去 务必确保每一位倾家都可以分道 孙悟空恭敬道 遵旨 第272章 过往 孙悟空奉命将空间意志里的烟拿出 并且亲自拆开包装 为每一位妖庭正神典上 其中混杂了一些私货 一时间整个大殿烟雾缭绕 整个妖庭空中弥漫着烟草的味道 两种品种的烟混合在一起后 迸发出巨大的能量 饶氏刚才觉得 没有什么味道的天地 此刻也让孙悟空给他分一根 孙悟空恭敬地从意志空间内 拿出一条特供版本 悄悄色给妖帝并说道 陛下 这是微臣特意在拉尼亚凯亚宇宙 为您收集的烟 此烟名为华子 是宇宙最高级的烟 特献给陛下 帝君打量了一下孙悟空 对于这重办事得力的手下 必须嘉奖 事情办得不错 封你为二品大圣 统领妖族百万妖兵 但你的主业 还是负责对弗拉尼亚凯亚宇宙 还有一个事情 这种烟酒是宝贝 你前去谋划一番 拿出一个计划出来 务必拿回大量烟酒 同时也要想办法 销给天使族 换取一些资源 能做到吗 孙悟空立即恭敬说道 还请陛下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孙悟空说完 将意志中的低级烟酒 全部上交给帝君后 朝着外面走去 妖帝身旁的谋士说道 陛下 看来齐天大圣真的加入我妖族 此妖不贪恋权力 日后必是陛下的左膀右臂 妖帝看着消失的悟空 淡淡说道 不再观察 立即用召妖 近时刻监视孙悟空 我要听到他的每一句对话 行动 几个月后 孙悟空回去后 立即回到本宇宙 开始研究方案 当听到本宇宙 新建立一个仓储中心后 心中已经有了想法 孙悟空沉思片刻 看着旁边的跳蚤说道 走吧 回去复命吧 我已经有了主意 猴哥呵呵说道 猴哥 是啥主意 说来听听 咱们得一起分析啊 几个月前的新闻 这边在烈日星系 筹备一个存放烟酒的仓储中心 里面应该存放了海量的烟酒 里面存放的烟酒等级应该不一 高端或应该也有 估计价值不菲 孙悟空说道 一旦我们得手后 估计短时间内 再也不用回来了 不过 跳蚤有些急切地问道 哎呀 不过啥呀 跳蚤心中充满了怨恨 明明都是我说的计策 结果妖帝封臭猴子为二品 我还是五品 上哪说理去 哼 该死的妖帝 一定是因为 我是妖师的妖 所以疯狂打压我 呸 这次我立下大功 还打压我 就叫妖师为 我拼拼脸 跳蚤越想越气 在桌子上来回蹦打 孙悟空用余光看了看跳蚤 心里暗喜一声 哼 你真是我的救星啊 本来实死无生的任务 能让你给我把难度下降好几颗星 蹦打吧 快到秋天了 孙悟空心里有想法 嘴上却没好气说道 自己想去 上次我的想法都让你说了 显得我像吃白饭的 哎呀 猴哥 咱俩谁说不一样 你看上次我就得了一些封赏 你可是从三品晋升二品大胜 统领百万妖兵 你得代代我呀 孙悟空心里冷笑道 统领百万妖兵 呸 这就是名字上说的好听 实际上哪有妖搭理他 官卫晋升这模块 也是为了给其他一族打的样子 显示妖族大毒罢了 孙悟空想了想 嗯 也是 不过两处仓储中心 必定守卫森严 轻易无法得手啊 而且打那座仓储 跳蚤毫不犹豫地说道 当然是打新的 新的防御体系 应该没有那么完善 而且据说 还没有完全建设好 机会应该挺大 孙悟空想了想 摇头道 那也不妥 两处中的戒备森严 想要成功 得出动多少妖兵 付出多么大代价 万一失败了呢 跳蚤不以为意地说 哪有什么计划 可以万无一失 只在我们成功了 损失一些人手算什么呢 我们有功就行呗 反正也不是我们执行 妖帝在照妖镜前 面无表情 周围十大妖帝 看着昆蓬冷笑一声 哼 这就是你的好手下 罔顾妖族利益而不顾 妖师冷眼看了下 说话的妖帝九英 对方冷哼一声 也是不再多言 十大妖帝 算是妖族真正的核心 这些都是虚道境和魔神一个境界 而妖神东皇太一 是妖族的首领 为大道境 另外 还有天使族的上帝 魔族的撒旦 虫族的虫皇 也是大道境 东皇太一 在上次大战中 受了重伤正在疗伤 所以将神位传给了帝郡 帝郡当年和另外九位 包括白泽 昆蓬在内的妖帝 号称十大妖帝 都是妖族核心人物 但在当年大战中 帝郡和昆蓬都晋升为虚道境后期 至于其他妖帝处于中期 初期 所以 这也导致妖神不出 帝郡 昆蓬并列第二 昆蓬为何如此不满 就是因为当年大战后 他和帝郡都是后期 而且当年大战 他出力最多 战国斐然 结果妖神之位 居然给了最平庸的帝郡 这让昆蓬十分不满 觉得自己 才应该是妖神 却受到不公平待遇 而且 自从帝郡成为妖神后 他处处被帝郡打压 所以早都有了反应 当年十大妖帝中 排名第一的白泽 被称为天帝最聪明的妖精 当年大战结束后 白泽说 我受伤太重 能力透支 今日退出十大妖帝之位 从此就在妖族宇宙 养老四处逍遥了 最后还一位身长说了一句 对付拉尼亚凯亚宇宙 妖魔现在 就灭了他 妖魔今后开战往后躲一躲 让天使足 虫族荡马前卒 我妖族根据局势在做打算 听不听就在于你们了 妖帝们也不以为意 认为白泽可能是伤了根本 想混起来疗伤 也有妖帝说 白泽是仗着自己聪明 却没有成为妖神 感到心灰意冷 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 白泽躲起来 就是不想看帝君 鲲鹏相争 白泽无论帮助谁 最终都会死 他只是须倒进初期 还不擅长攻击 一旦被两方势力盯上 最终结果都是一样的 所以 选择躲了起来 当他想躲的时候 默然能找到他 至于第二句话 也是因为 他看到了一脚未来 不过 作为虚倒进的生灵也知道 未来是可以改变的 白泽看到的 只是此刻最有可能发生的 一个预言罢了 之前预言也没少出错 不然当年那场大战 也不会干个两败俱伤 论虚倒进强者 拉尼亚凯亚宇宙完胜 输就输在当年的三千魔 神刚诞生不久 大部分只顾享乐没有修行 都是虚倒进初期 没有大倒进魔神 极少部分魔神修炼了 但时间太短 还没有达到大倒进 这就导致当年几十位 几百位魔神拼命围攻一族 一位大倒进强者 却也无可奈何 三千魔神汉不畏死 宛如疯子一般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们是在本宇宙作战 可以无限复活 刚开始吃了大亏 但随着战斗 境界也在提升 甚至战斗到最后关头 盘古终于晋升为大倒境界 以一敌三打得宇宙塌陷 生灵涂炭 其实 盘古就是晋升得太晚了 要是战斗前就是大倒进 结果就会不同 这个道理所有人都明白 也更加忌惮魔神 生怕魔神成长 起来报仇 所以 几位大倒进强者 利用特殊手段 将魔神封印起来 带回四大宇宙进行镇压 四大宇宙的大倒进强者 也陷入重伤 纷纷退位让衔 闭关不出 但在闭关前 他们留下密令 每个纪元都要联合进攻一次 拉尼亚凯亚宇宙 防止魔神恢复实力 甚至更上一层楼 自从当年那场大战 宇宙已经过了五个纪元 一个纪元十一年 这个纪元已经过了六点四一年 而张扬 在这个纪元诞生了 第273章 黑赤黑 就像之前杨梅老祖说的那样 魔神们苦于异族频繁骚扰 直到势单力薄不行 转而研究创建生灵 生灵能诞生 不是因为一个元素 而是多方面原因 四大宇宙的大道 晋生灵虽然统 一制定协议 要求美纪元联合进攻一次 剩余时间 也要频繁进攻拉尼亚凯亚宇宙 不让魔神喘过气来 在一次次进攻中 联军发现 对方越来越强 而且开始创建生灵 生灵实力渐渐变强 魔神们也不是吃素的 发现对方策略后 也是有了相应手段 那就是 专打一个种族 你不是要联合进攻吗 本纪元 我就专打妖族 下纪元到了 我就专心打妖族 在这重情况下 受伤惨重的妖族有了想法 后面纪元进攻时 开始演了起来 你别说 效果挺好 魔神开始转换目标 打起了恶魔族 这些异族也看出来了 这是枪打出头鸟 专可一个干 那谁也吃不消 于是后 大家开始扭捏起来 说是进攻 却未守未脚 魔神都不忍直视 这样一来 所谓的联军 开始名存实亡 算是一场政治秀 坤鹏回忆起这些事情 面无表情 心里却暗暗叹息 四大宇宙走向衰弱 而拉尼亚凯亚宇宙 正在崛起 正所为始也命连 唯一庆幸的是 我是崛起一方的 想到这里 坤鹏抬头 看向赵妖镜 孙悟空听见 跳蚤的话后 冷冷说道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妖族是我家 我爱他 妖族受损 我们能好 这话一说 赵妖镜背后的众多妖帝 纷纷点头 对于孙悟空更加认可 本以为这 只是一个妖猴 提拔他 也只是打个样 有多重目的 结果来看 算是挖到宝了 即使面无表情的帝骏 对于孙悟空的言论 也是颇为认可 当然了 不光他们认可 潜伏在昆鹏 孙悟空 张扬脑海中的盘古意志 也是颇为认可 既然通过盘古意志 在脑海中建个聊天群 人谁也不会去想 盘古作为一个大道吉生灵 充当了信号的角色 张扬也在看着孙悟空表演 对于昆鹏在脑海中叙述的 众多宇宙奥秘也是有了了解 张扬甚至在想 当年盘古老祖 是不是因为知道要落败 所以有了这一系列 横无数纪元的布局 真是太可怕了 本宇宙总共有五位大道吉生灵 四位在闭关 一位被镇压 镇压这位就是盘古 凭及他的实力 还只是一缕一致 其他生灵很难发现 张扬看着孙悟空 还要继续变中心连忙说道 悟空 悟空 再说就过了 表演痕迹过重 说正是 孙悟空丝毫不慌 看着跳蚤说道 我的建议有两点 第一 天庭交流声东击西 这是兵法 我们可以同时袭击两处仓储重地 一处虚一处实 因为我们是偷袭 优势在我 第二点 那就是分摊风险 当我们决定一虚一实政策后 可以找天使族 或者恶魔族 配合我们进攻 他们进攻哪个仓库都行 进攻这个仓储 不论是实还虚 我们攻击这点 都是实 明白了吗 众多妖帝眼睛一亮 有点意思 还是个智慧型妖才 妖族都不喜欢动脑袋 喜欢直来直去 或者直接打一架 跳蚤也是有些激动 连忙又说道 那天使族也好 恶魔族也罢 威士魔帮助我们 还有 为何不找虫族 他们指定能接啊 孙悟空比一的说道 找虫族过来 还能打劫物质吗 都让虫族给吞噬了 而且 咱们是要偷袭 不是要正面进攻 懂不懂 至于另外两族 如何帮忙问题 那就得上豹妖庭了 可以把烟酒 给他们一些 让他们也尝尝 告诉他们 一起进攻两处仓储中心 让他们先选 跳蚤连忙说道 这可不行啊 他们必定选择新仓储 而且 这不是便宜他们了吗 他们有了大量物资后 我们怎么磨削 售给他们了 位于照妖镜背后的妖帝们 也是眉头一皱 跳蚤说的也对 这不是便宜他们了吗 孙悟空露出无语表情 摸着猴头说道 你是一点脑子都没有啊 咱们也知道 新仓储防备弱一些 还是我们出的主意 当然有些要求 如果对方选择 进攻新仓储中心 那摸我们就得说 好事都让你们站了 想进攻新仓储 那就得提前半个小时 发动攻击 为我们吸引火力 如果他们主动选择 进攻老仓储中心 咱们就不说话 一起进攻 优势完全在我 跳蚤兴奋地拍着巴掌说道 尿 尿急了 你这猴头怎么尝的 孙悟空臭屁地说道 这算啥 其实还有最后一个招数 就是有些歹毒 跳蚤有些好奇 什么招数 我们可以预备 凉火力量 分别埋伏在新老仓库 如果天使族得手 必定有一定损伤 我们可以来个黑吃黑 将对方干掉 孙悟空不管跳蚤震惊的样子 继续说道 这样一来 我妖族可以拿到 两处储存空间所有物资 可以将这些物资 卖给天使族 恶魔族 甚至拉尼亚凯亚宇宙 所有生灵 到那时候 整个宇宙的物资 都会朝着我妖族涌来 我妖族将再度崛起 别说跳蚤了 就连召妖精后方的众多妖帝 甚至妖神帝骏 也有些吃惊 不得不说这计划太狠了 跳蚤连忙摇头 不行 不行 这也太冒险了 而且影响两族关系 孙悟空不屑地说道 有各批关系 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我人族有句话叫做 如果有50%的利润 就铤而走险 为了100%的利润 就敢践踏规则 有300%的利润 就可以不择手段 你想想 这两大仓储中心里的烟酒 和止300% 这是无穷大 这是妖族崛起的第一步 跳蚤激动地喊着 干 干就完了 孙悟空看着乱蹦乱跳的跳蚤 默好气地说道 干个屁 咱们俩说的又不算 明天回去汇报吧 跳蚤点了点头 两人开始冥想 赵妖精背后的众多妖帝 还陷入沉思之中 帝骏威严地说 那就一一一吧 与此同时 跳蚤看着冥想的孙悟空 悄悄溜走 全速朝着妖族宇宙飞去 跳蚤墙忍着心中的喜悦 美滋滋地说着 我要升官了 第274章 光明神殿 孙悟空微睁双眼 看着飞走的跳蚤 怒骂一句 气急败坏地追了过去 妖庭 妖神帝骏看着下方公骨重臣威严道 既然已经决定 那就这样吧 鬼车 撕铁 飞连 陈在 这次任务由你们带队吧 本次以偷袭为主 人数不宜过多 命令你们率领两对妖神位 十对妖地位做好准备 遵旨 帝骏说完 又看着妖师说道 昆鹏何在 昆鹏面色一冷 随即面无表情说道 陈在 本次任务不容有失 由你总指挥 你重点负责巫族事宜 要帮助有军天使族撤退 防止出现意外 另外 也要观察一下鬼车这边行动 如有不测 还需接应一番 昆鹏面无表情 是 心里却怒火中烧 听听 这是妖化吗 袭击天使族交给巫族了 成也被锅 不成一个办事不利跑不掉 你三个虚道进中期的修士 搞不定一个仓储中心 还得我接应 行动失败 也是我问题 过了一会儿 跳蚤回到妖亭 看着满亭妖帝 洋洋洒洒说了一通 在她的嘴下 这一切都是她的主意 孙悟空也只是为她提供了一点 微不足道的情报 众多妖帝闪过一丝厌恶之色 妖族最喜欢直来直去 不喜欢这种油嘴滑舌 把她腰的功劳懒 在自己身上 还行 没有攻击孙悟空 不然就得炼妖塔伺候 炼妖塔是妖庭监狱 关押的 都是十恶不赦的妖将 妖帅级 或者妖庭犯错的正神 拉尼亚凯亚宇宙被镇压的魔神 就关押在这里 而且是最顶层 没有妖神口谕 任何妖不许上来 妖神帝俊丹丹说道 做得不错 既然计划做得这么好 就由你去天使族促成此事 如若成功 必有重赏 跳蚤一将 光顾着妖功 忘了 还有这回事了 直接拒绝是不成 那就成了欺君之罪 不拒绝 他还有点害怕 跳蚤想了想 知道还得脱孙悟空下水 连忙说道 陛下 这个计划虽 是我主力促成 但悟空也出了很多力 没有他 我一个人是做不出来的 微臣提议 能否让悟空 陪我一起去天使光明大宇宙执行任务 以便增加任务成功率 妖神帝俊想了想 觉得还是不能意气用事 这个计划 还真得让孙悟空去一趟 那就这样吧 你立即去找孙悟空 现在就去天使族促成此事 要尽快 孙悟空听着跳蚤夸夸而谈 没有反驳 跟着他前往天使光明大宇宙 该死的跳蚤一路上嘟嘟囔囔 不像的跳蚤 反而像一个苍蝇 这一路上 就听他刀逼刀倒逼刀的 莫办法 不出此计策 他根本没有机会 前往天使光明大宇宙的光明神殿 以妖族的身份过去还好 要是以拉尼亚凯亚宇宙生灵身份 接近光明神殿 那就是厕所点灯 着使 几年后 两妖拿着妖神陛下给的通关露营 很快就来到了光明大宇宙 在进入光明大宇宙瞬间 张扬感觉到浓郁的光明之力 整个宇宙充满了神圣 光明的力量 让人心态很平和 因为有些露营 这一路没有被拦截 张扬看见了数不清的圣殿 这些天使从圣殿转生持诞生 就像人族的地狱投胎一般 神殿也分大小 天使围绕着神殿居住 他们也和正常的生灵一样 也得吃喝 张扬这一路上见到的 基本都是二异天使 雪白的翅膀 虔诚地跪在神殿前祈祷 一丝丝信仰之力飞到天空 最后消散不现 跳蚤看着孙悟空不说话 得意地说道 莫来过吧 这些天使很可怕的 他们就像你说的木头人 机械人一般 每日就是祷告 祷告光明之神 祈祷能成为四异天使 其实 他们祷告就是修炼 他们也是正常吃喝拉撒睡 不过 不用干活 因为他们出生 就拥有很强的实力 生存能力很强 他们只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不停祷告 想晋升更高级天使 他们以翅膀数量辨别地位 低级天使无条件 服从高级天使 任凭指挥 这一点 倒是和虫族有点像 天使没有性别之分 却和我们一样 也有七情六欲 他们也有朋友 伴侣 低等级天使 信奉高等级天使 每日祷告的 也是统领自己的高级天使 低级天使的一切 都是属于高级天使的 哪怕是朋友 伴侣 这就会产生无数问题 他们已经麻木了 基于这点 天使表面都是很虔诚 但是内心 应该挺苦 孙悟空看着跪倒在地 不停祷告 表情狂热的天使 也不知道说啥 各种族有各种的问题 这是天使族机制导致的 也是他们生存的根本 张扬看着各处 问了问盘古 老祖 两股意志对街上墨 你被关押在哪里 盘古大神有四分之一的意志 被镇压在天使族 张扬对此很期待 盘古真不简单 在妖族十分之一意志 策反了妖族三号人物 妖师昆蓬 那在其他大宇宙 应该也不会差吧 盘古就像病毒一样 每一缕意志 都能污染大量生灵 盘古感知了一下 摇了摇头 太远了 我也不知道被镇压在哪里 但大概率在光明神殿 那好吧 悟空 全速前进 前往光明神殿吧 过于接近时 我们就会进入境末状态 孙悟空看着还在说的跳蚤 走吧 妖神还在等着我们 全速前进吧 跳蚤撇了撇嘴 也没有多说什么 两妖全速前进 随着时间推移 两妖终于看到无数岛屿 最中间的一座庞然大雾 正是立于天空的光明神殿 光明神殿就像中世纪的城堡 通体节白无瑕 发着淡淡的盛光 这里相当于妖族的妖庭 人族天庭一般 都是最高行政机构 光明神殿周围还有上千岛屿 错综复杂 守护着光明神殿 周围还有八座巨大的岛屿 岛屿上也是城堡 属性各异 明显要比周围岛屿大很多 约有二分之一光 明神殿大 跳蚤看着有些震撼的孙悟空 为其介绍到 天使族共有八位大天使 分别是露西法 米加勒 拉贵尔 加百列 沙利叶 雷米尔 乌烈和拉杰尔 他们协助光明神 管理整个天使大宇宙 五大天使常 分别是加百列 露西法 米加勒 拉贵尔 乌烈 他们都是上帝时期提拔的天使常 在上帝时期 露西法为大天使常 地位其实要更高一些 然后是加百列 米加勒 至于另外两位不争不抢 暂时且不提 但有个公开的秘密 上帝受伤后 和我妖族东皇 太医一样隐居疗伤 将位置传给光明之神 光明之神 更喜欢米加勒天使常 所以 现在米加勒 才是大天使常 加百列 露西法并不服气 他们三个时常闹矛盾 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孙悟空有些疑惑 光明神不调解吗 跳蚤不屑说道 吊解个屁啊 这叫平衡 手下一团和气 怎么管理 孙悟空有些赞叹说道 跳蚤兄 我还真小瞧你了 你知道的挺多啊 跳蚤美滋滋说道 那是 我跳蚤一族 虽然实力不强 但数量多啊 主打一个情报工作 张阳在脑海里听得很清楚 这消息咋这么耳熟呢 张阳突然想起什么 随后看着盘古说道 卧槽 第275章 细思极恐 张阳看着盘古并不明白 有些疑惑 老祖 你不知道吗 怎么了 我并不清楚 推演地球的意志 和被镇压在妖族的意志 是一体的 所以我知道你的事情 但被镇压在天使族 和其他意志并没有联系 明年吧 你为何如此震惊 张阳摇了摇头 并没有说话 但张阳的心里 充满了震惊 甚至充满了恐惧 简单来说 不对劲 盘古说得很清楚 当年大战 盘古知道不敌 故意留下妖师 昆蓬性命 意志被妖族带走四分之一 并且偷偷放走一旅盘古意志 当年大战结束后 这旅盘古意志 联合其他魔神 一起创建了地球 并以地球为棋盘推演文明 才有了今天灿烂辉煌的宇宙种族文明 简单来说 地球是魔神推演出来的 地球是所有文明的起源 令张阳毛骨悚然的是 盘古并不清楚一件事 那就是路西法和加百列可是背叛了神 带领大量光明天使坠落 成为坠落天使 这一辈刺导致天使族元气大伤 从此一蹶不振 这魔重大的事情 这旅盘古意志不知道 细思极恐 创世父神 并不清楚自己推演的内容 正常不 张阳又想起一个事情 瞳孔一缩 之前从未想过 妖师昆蓬在自己记忆中 是背叛了妖族 和盘古意志沟通 也确实如此 但这个事情 从这段时间了解来看 众多魔神并不清楚 这就自相矛盾了 盘古联合众多魔神推演地球 推演人族 将所有可能一遍一遍推演 并且全部留给了张阳 然后只有盘古清楚其中一些奥秘 其他参与者并不清楚 张阳之前倒是也怀疑过 只是想众多魔神推演其他种族后 就撤了出去 并没有参与创建人族 但从今天的情况来看 情况不对 盘古意志可能也看出张阳状态不对 却没有主动去问 张阳也没有解释 而是迅速冷静了下来 张阳语气平淡地说道 老祖 现在能感知 意志被镇压在哪里吗 还没有 看来把我这旅意志保护得挺好 跳蚤拿出通关路 引交给守卫天使 朝着光明神殿走去 过了一会儿 盘古说道 感知到了 他被镇压在这两座岛 这四分之一意志 还被分为两块镇压 真够谨慎的 张阳跟着笑了笑 心里更加笃定 自己的怀疑是正确的 因为盘古指的地方正是录西法 加百列两大天 史长所在地方 要么 盘古有问题 再骗自己 可能性预估 百分之一 要么 魔神有问题 再骗自己 可能性预估 百分之零 结合自己的推断 自己明显比他们知道的多 要骗也是我骗他们 这样来看 只能是我自己有问题 这个可能性预估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九 张阳傻眼啊 巴嘎 张阳缓了缓情绪 对盘古说道 怎么才能跟意志进行连接 盘古并没有回应 反而有些木闹 张阳顿时明白 这是已经对接上了 既然已经对接上了 那就不着急了 孙悟空和跳蚤一路向前 终于走到了光明神殿位置 再次核查身份 进行扫描 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后 才被放行 张阳看着盘古还没有醒来 有些着急 光凭他自己能力 很有可能暴露 全凭借盘 古意致逼护他呢 张阳看着越来越近 让孙悟空想办法拖延一下时间 不然只能将这旅意志消散 孙悟空刚到宫殿大门时 突然从一只空间里 取出两盒烟 扔给跳蚤一盒并传音道 表演开始了 跳蚤猛逼了 啥玩意 什么表演 只见孙悟空打开一盒滑子 优雅地打开 点了一根 跳蚤立即反应过来了 连忙也是同样动作 开始吞云吐雾起来 两种烟雾在空中混合在一起 效果放大百倍 周围守卫天使 全疑惑地看着两腰 这是弄啥嘞 烟雾弥漫 朝着周围飘散 闻到味道的天使 觉得有点难闻 有点腔 却没有说啥 至于行刺 放毒 别傻了 傻子都不信 你还别说 刚开始 闻着有些难闻 现在觉得还挺好闻的 甚至也想尝尝 孙悟空看着吞云吐雾的跳蚤说道 就自己抽啊 给大家发点尝尝 干啥来了 跳蚤恍然大悟 连忙分发起来 当然 他分发的都是终极标准 包装明显不同 守卫天使心里想抽 也不敢接 这时 宫殿大门开了 出来接应两人的 正是七大天使中的 能天使拉吉尔 拉吉尔冷漠说道 既然是使者给的 就接了吧 孙悟空连忙过来 递给拉吉尔一根 这和明显不同 包装更高级 他没有拒绝 有模有样学着 孙悟空给点上 跳蚤在另一边分发 不断从兜里取出 分发给附近 所有守卫天使 你还别说 天使手上冒出一缕圣火 点燃 抽了起来 刚开始有些咳嗦 后来越抽 心里越舒畅 在梦里 他们成为天使长 叱咤风云 所有目标都实现了 心里挤压已久的怨恨 烦恼 全都要梦境中解决 一份陷入瓶颈迟 没有突破的天使 居然当场突破了 突破的数量还不少 在场所有生灵都猛了 包括跳蚤在内 平时没这效果呀 张扬却知道 这就是心里有问题 积压太久了 现在突然是放压力 心境提前 自己突破了 很多时候 不是你做不到 而是心不想做到 拉吉尔抽着烟 感觉心里上的放松 尤其周围也弥漫着烟雾 突然觉得不枪挺 还挺解压 他之所以出来 也是录影递了进去 光明神知道 妖神想要做什么了 光明神也挺感兴趣 既可以打击拉尼亚凯亚宇宙 又能赚取一些好处 妖神都说价值不菲 那定是如此 而且还说了 这是偷袭 莫准还能俘虏几个魔神回来 削弱对方实力 要知道 拉尼亚凯亚宇宙 一直是四大宇宙的心病 这个宇宙有点太降了 哪有这样的宇宙 宇宙初开 直接诞生三千魔神 都是虚到近起步 虽然有些魔神并不善于作战 能力有限 那也是活真价实的虚到 一旦崛起 还有他们好日子 对方必定吞噬周围宇宙 所以 只能在对方莫崛起之前 消灭对方 现在进攻尺度已经缩小了 原因就是 拉尼亚凯亚宇宙 只剩下一千魔神 还没有大到近 威胁是有 却没有那魔大了 既然有心达成合作 那必然要实验一下物资作用 妖神说得挺好 神乎其神的 说他自己也在抽 每天也喝点 有助于修行 光明神看着手中护卫不敢接 才让拉吉尔走一趟 实验一下效果 实际上 光明大殿上 都是天使族公骨之臣 天使常门都在这里 大家都在观察外面情况 看着手下纷纷吞云吐雾 一副享受的模样 而且 还有这魔多天使突破境界 还是有些意外的 从两腰分发的包装来看 这个东西也分等级 手下抽的 明显不如那个跳蚤妖族特使抽的 而这个跳蚤抽的 又不如那个猴子和拉吉尔抽的 看着拉吉尔并不反感 还在抽就知道这个东西确实不差 因为拉吉尔可是挺特的 用人族话来说挺刁的 光明神此时已惊吓定决心 干了 光明神看向米加尔 对方心领神会 缓缓说道 宣妖族特使觐见 路西法 加百力两个天使长 冷眼看了下米加尔 随即面无表情 守卫天使将跟着喊道 宣妖族特使觐见 第276章 宇宙之主 拉吉尔刚抽完烟 听到里面传来的声音 开口道 走吧 我神召见 张扬看着一动不动的盘古意志 感觉有些来不及了 刚想灭掉这缕意志 却听见盘古说道 走吧 去那边 张扬长舒一口气 交代了孙悟空机具 瞬间跟着盘古来到某地 孙悟空和跳蚤 跟着拉吉尔 朝着光明神殿内部走去 张扬有些好奇地打量周围情况 盘古这缕意志 被镇压在这里 被镇压在天使族的盘古意志 竟然能被镇压在恶魔族的意志 随时沟通 才有了这场大戏 结果不出张扬所料 路西法和加百列两大天 史长已经被盘古意志挑拨 决定背叛他们的上帝 加入到恶魔族 原因也很简单 他们对光明神不满 觉得自比他们强多了 而且 盘古还告诉他们 一个重大秘密 这才是反的关键 那就是 上帝已经被光明神 和米加勒杀死了 当时一起返回的上帝 是光明神假扮的 假传圣旨 将位置传给自己 他们当然不可能信 但经不住盘古为他们分析 当年确实有个细节 也是他们愿意相信的原因 战斗结束后 他们都受了重伤 也没有注意 也莫敢想过 他们只记得 当年最后关头 八大天使与魔神正在奋战 上帝等四大宇宙之主 在另一处战斗 他们根本无法接近 但最后关头 还是八大天使之一的光明天使 执意要去帮助上帝 还带走了米加勒 上帝回来时 只说了下神尾传给光明天使后 就消失不现 直到现在都没有出现 回来之后 光明天使成为光明神职长大权 米加勒成为新的天使长 而比两人实力都降的路西法 还有加百列 处处受到排挤 所以才有了这出大戏 饶式张扬已经知道结果 也是不敢相信 张扬没有之声 听着盘古讲述当年细节 天使和恶魔两个大宇宙 面积并不大 却相互接壤 单个种族相比于拉尼亚凯亚宇宙 也只有四分之一大小 两个种族有世仇 相互战斗无数纪元 天使族始终比恶魔族强一些 简单来说 属性克制 光明克制黑暗属性 在入侵拉尼亚凯亚宇宙时 四大宇宙之主 被占众多魔神 他们实力虽强 却也架不住魔神这种 不要命打法 魔神打不过就自爆 反正能复活 战斗到最后关头 部分魔神已经被封印 部分魔神逃跑 四大宇宙之主也受了重伤 盘古已经是强弩之末 在本宇宙 魔神是可以无限复活 但自身大道亏损 是无法改变的 复活的实力会越来越弱 也需要时间 所以很容易被一族镇压 盘古已经自爆了几次 最后关头 也想拉个坐垫背的 离他最近的是恶魔撒旦 另一个就是天使族上帝 盘古其实想拉着上帝自爆 上帝实力要比撒旦强 而且盘古知道 一旦上帝死了 恶魔族必定会入侵天使族 理由很简单 恶魔族被天使族欺负了无数纪元 撒旦曾经也被上帝 镇压在硫磺户中几万年 盘古之所以知道这些 也是因为夺取天使恶魔的记忆得知 但撒旦离他更近一些 他把握更大一些 盘古用意志快速和撒旦说道 我本可以重创你 即使不死 你未来也被上帝杀死 即使我一直被镇压 我相信 也是可以合作的 今后再谈 我有个计划 盘古不等撒旦回答 强行提升到大道径 用最后力气朝着上帝飞去 吓得上帝大惊失色 这咋盯着我不放了 明明是撒旦离你最近啊 我抛你家祖坟了 结果可想而知 盘古离上帝 最近时在上帝耳边说了句 要怪 就怪撒旦吧 哄 上帝在被炸飞时 清楚看到撒旦脸上的表情 最后结果就是 四大宇宙之主 撒旦受伤最轻 上帝最重 其他两大道禁辞之 过了一会儿 战斗落下帷幕 双方军无力再战 一族退兵 魔神铁饰伤口 在回去的路上 众人商议镇压方案时 上帝 崇皇 妖神联合起来 偷袭了撒旦 撒旦奋力反抗 他们伤势加重 但撒旦也被打成重伤 撒旦尽管气得要死 也知道 他们这是怕自己 趁他们闭关聊伤时 发动战争 统一宇宙 也莫敢多说 最后约定 每个纪元都要派遣手下 联合入侵一次拉尼亚凯亚宇宙 防止对方死灰复燃 这就是当年那场大战全部的真相 张扬感慨不已 事情往往就是这模离谱 张扬看着盘古老祖黑黑说道 老祖我是真莫想到 你是真阴险啊 这哪是励志魔神 简直就是老阴 哎呦 盘古莫好气 看着耍宝的张扬 怎么说话呢 分不清大小王了 阴险 小子 你心里应该有一定猜测了吧 刚才你突然很惊讶 再加上听到如此奥秘 也是反应平平 显然是早就知道结果 是不是对这一切很奇怪 张扬点了点头 确实 很多东西 我都彭附知道结果 你的两股意识 相互都不互通 而我 彭附已经知道了结果 盘古望着天空 不仅有些感叹 不亏为 算了 你拿出盘古令就知道了 张扬主意志 还在拉尼亚凯亚宇宙 盘古令也在那边 两个意识是互通的 张扬拿出这块令牌 看着上面的古字 在想起盘古说的话 终于要水落石出了吗 这一切 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扬拿起盘古令 略有一些紧张 他知道 盘古要他做什么 也隐约猜到了结果 张扬用意志激活盘古令 盘古令最大作用 就是可以直接联系到 拉尼亚凯亚宇宙意志 也就是真正的宇宙之主 盘古刚才 也和他说过 五大宇宙 只有拉尼亚凯亚宇宙 是有自己意志 和魔神沟通过 他潜伏在四大宇宙这么多年 没听过其他宇宙有生灵 和宇宙意识沟通过 就是在某天 宇宙大爆炸 宇宙诞生了 不知多少岁月后 诞生了一些本土生灵 渐渐有了生机 张扬拿着盘古令 用意念和宇宙意志沟通 想了想说了一句 亲 在吗 光荡 盘古令掉落在地上 张扬不敢相信 看着地上的盘古令 久久无言 只见盘古令上面的古 已经变成了阳字 大量被封印的记忆 朝着他意志里涌入 第277章 大号炼废了 张扬用盘古令 和宇宙意志 进行沟通说了一句 亲 在吗 结果就是 张扬听到了这句 亲 在吗 所以 张扬才会如此惊愕 再加上盘古令淬变 答案呼之欲出 张扬就是宇宙意志 大量被封印的记忆 涌入张扬意志里 令他有些呆滞 张扬有些难以置信地说道 我是宇宙意志 我是宇宙之主 随着大量记忆融入 张扬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宇宙诞生之时 自己就觉醒了意志 感知周围还有四大宇宙 生灵无数 实力强劲 有了强烈危机感 张扬作为宇宙意志 可是清楚感知到 周围四大宇宙 是后天死宇宙 也就是 没有先天诞生宇宙意志的宇宙 区别在于哪呢 张扬作为先天宇宙 可以随意调集宇宙能量 巨线 化形 主动引导生灵发展 发挥全部能力 作为后天死宇宙 只能等宇宙内诞生生灵 发展强大了 可能会产生本能 也就是冥冥之中 自有天意的意思 它无法主动和生灵沟通 无法发挥宇宙意志能力 无法引导宇宙发展 相当于一个刚出来的婴儿 只有生物本能 本能地去发展 张扬感知到 其他宇宙 可是有着大道静生灵 万一入清本宇宙 那就废了 那几个宇宙虽然垃圾 诞生了无数纪元 日积月累下来 也是有了一定的自卫能力 张扬当然知道这情况 好在它是有灵智的宇宙 只要引导宇宙发展 那就是开挂发展 于是乎 张扬屏蔽了本宇宙位置 想要悄悄发展 张扬观测宇宙奥秘 根据宇宙大道 创建出三千法则 这样一来 本宇宙就有了无限可能 但能源也耗了大半 本宇宙内可以诞生无数生灵 只需要时间积累 就可以迅速强大起来 张扬知道 即使诞生一些生灵 那也是非常弱小的 尽管有它引导 想要成长起来 还需要无数岁月 但周围还趴着四个宇宙 万一被入侵 或者被其他宇宙发现 可就废了 作为先天宇宙 他知道 自己可是香伯伯 一旦被哪个宇宙吞噬 对方也可以成为先天宇宙 自己吞噬了它们 也可以产生大量能源 发展的会更好 这是宇宙法则 谁也改变不了 张扬看着宇宙剩余的能源 下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那就是 梭哈 将剩余的能量全部使用 让三千法则直接具现 诞生了三千先天生灵 张扬使用的 可是宇宙本源能量 这种能量是不可再生的 用完就没有了 除非吞噬其他宇宙 将其他宇宙能量夺过来 三千先天生灵诞生后 那就多了三千个虚道尽强者 三千个先天生灵啊 这可比周围这些后天死宇宙强太多了 这些魔神天资聪颖 只要肯修行 实力必定突飞猛进 很快就可以吞噬周围宇宙 让本宇宙继续壮大 所谓的修炼 就是让魔神盘坐 吸收宇宙能量 同时继续参与大道 不断进行推演 强化自己的大道 大道越强 本宇宙也就越强 再吞噬一些死宇宙 相互结合下 本宇宙必定崛起 可惜 三千魔神诞生后 张扬让他们每日修行 不许外出 以免被外宇宙发现 甚至被周围那四个宇宙发现 一旦被发现后 出于本能也好 必定会引导生灵 吞噬拉尼亚凯亚宇宙 耽搁还行 如果联合进攻 那就废了 这种可能性虽然很小 但一点风险 张扬都不想梦 就这样 时间缓缓流逝 魔神们整日枯作 修行 太过于无聊了 于是后 两位魔神为被张扬想法 偷偷溜了出去 看着外面宇宙热闹非凡 生机勃勃 无数生灵在宇宙内穿梭 再想想自己等兄弟每日的生活 这可相差太远了 而且 这些生灵实力太过弱小 实力相差的 不是一星半点 两位魔神 见过外面宇宙世界后 返回到本宇宙 他们创建生灵 创建了掌中宇宙 在这里面演化一些生灵 整日作乐 其他魔神兄弟见状 也是纷纷效仿 都开始创建自己的小世界 这两位魔神分别是魔道法 则化身罗侯 仙道法则化身红君 大部分魔神从此以后 开始整日玩耍 再也不想枯燥地修行 总之 就是一点正事不干 不想着修炼 但这里面 也有对此不屑一顾 想着专心修行的魔神 例如盘古魔神 扬眉老祖 石臣魔神等 张扬用意志具现魔神后 已经耗尽了本源 陷入沉睡 一些纪元后 张扬观测一下宇宙 气得半死 三千魔神啊 呆在本宇宙的 也就一千多个 剩余的都不在这里 张扬赶之后 更加生气了 这些魔神呆在周围四大宇宙的野友 朝着更远的宇宙飞行的野友 张扬用法则力量 将这些魔神拉了回来 劈头盖脸一顿训斥 魔神纷纷不语 也不支声 张扬知道 这是星完野了 性格也变了 这些魔神呆在周围四大宇宙 涂炭生灵 整日享乐 本宇宙坐标 恐怕已经暴露 张扬见状 立即要求这些魔神专心修行 感知他们 本宇宙坐标 可能已经暴露 很有可能被其他宇宙意志发现 本宇宙危险了 接下来 一定要刻苦修行 不然就真的来不及了 张扬也不睡了 整日盯着他们 这些魔神 也消停了几亿年 但修为迟迟没有进展 整日枯燥 而且他们外出时 并没有碰见修为高于他们的生灵 觉得宇宙意志 就是吓唬他们 最早外出的两位魔神 再次不顾张扬命令劝阻 外出到妖族大宇宙 有了带头的 一些魔神也是纷纷外逃 他们已经知道 张扬不会对他们如何的 而且 还得靠他们守护本宇宙 不论张扬怎么劝阻 就是不回来了 说啥也不听 张扬知道 这部分魔神是彻底废了 白培养了 这孩子养废了 就得重新养 但现在 已经没有能源了怎么办 那就只能用最笨的方法 切断法则 回收魔神本源之力 再创新的生灵 大号炼废了 只能重新炼小号 第278章 时机成熟 张扬经过深思熟虑 觉得不能再大动干戈 因为他知道 不听指挥的魔神 心已经不在这里 一旦他做出过激行为 这些魔神很可能 就会直接被判门宇宙 张扬那时候还刚诞生 心智没有那么成熟 也没有那么多心机 更想不到自己的孩子 会这么不听话 甚至直接离家出走 大部分宇宙能量 其实都是用来创建的 三千法则的 因为这才是 本宇宙强大的根基 魔神只是通过三千法则 再加宇宙能量 催化出来的果实 有了这三千大道 宇宙才有无限可能 可能会诞生无数魔神 甚至成为 更高境界的生灵 说一千到一万 就是没想到 他低估了生灵心中的恶 有了这个教训后 他选择了秘密约谈 正所谓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紧生 口头并不可靠 必须对魔神有所束缚 于是 他研究 出来了宇宙契约 外出的魔神还是少数的 剩下的还是可以谈 张扬根据魔神 这些纪元的表现 也知道这些魔神的性格 好在最强 最听话 最优秀的盘古魔神 始终听从指挥 他和盘古进行沟通 试探地说了一些问题 语言有些惆怅 结果还真没出他所料 盘古没有任何犹豫地 签订了契约 契约要求他们不得 被判本宇宙 要听宇宙意志的话 否则将受到大道法则反噬 其实 这就是一个形式罢了 张扬即使没有契约 一样可以斩断魔神 和法则之间的联系 斩断法则魔神实力会削减 也会失去无限重生的能力 张扬并没有 直接和众多魔神去谈 而是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盘古 让他去谈 他和盘古单线联系 魔神根本不知道 这里还有张扬的意思 盘古召集剩下的 2300多位魔神 要求他们潜心修行 同时 为了防止今后再出现这样的事情 要求大家签订一个契约 也就是立下誓言 绝不允许背叛宇宙 同时禁止外出 防止暴露宇宙 大多数魔神 既然没有跟着那些魔神出走 本能还是愿意待在这里修行的 但也有一些意志不坚定的 本来就摇摆不定的魔神 知道此时再不走 今后也走不了 一想到接下来 无数纪元都要在这里修行 他们还是选择了自由 他们也表示 这不是被叛本宇宙 如果遇到危机 还是会回来相助 张扬看着出走的魔神 很悲伤 这些都是自己宇宙诞生的第一批生灵 也有很深的感情 但这种行为 是张扬无法接受 也无法接受的 就这样 剩下的二千多魔神留在了这里 安心修行了起来 张扬也没有斩断出走魔神与 法则之间的联系 因为一旦这样做 就是逼着他们叛逃 这个道理张扬很清楚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 盘古 杨梅等魔神 从虚道径初期 突破到中期 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着 好久不长 在外宇宙游荡的这些魔神 太过招摇 做了很多天怒人怨的事情 引起周围宇宙生灵的注意 开始灭杀魔神 这些魔神不在本宇宙 无法无限复活 对方宇宙还有大道竞强者 也就是上帝 撒旦 妖神东皇太医 虫皇的注意 这些魔神终于知道 自己并不是无敌的 纷纷有些后悔 一些魔神 开始朝着拉尼亚凯亚宇宙逃跑 在逃跑过程中 就将敌军引回了本宇宙 这家伙给张扬气的干啥啥不行 惹获第一名 本想闷声发大财 半虎吃猪 积累实力 一口吞噬掉附近宇宙 结果BBQ了 四大异宇宙生灵者 才发现 原来还有个宇宙 这个宇宙比他们宇宙大四倍 上帝等强者 心中有所直觉 如果可以吞噬掉这个新宇宙 本宇宙就会进化 他们也可以更进一步 这个直觉 也可以理解为第六感 如果只是一个大道集生灵 有所感觉 可能是瞎想 但在剿灭魔神过程中 本就相互敌对的四位大道集强者 相互得知 他们都有这个直觉 四大宇宙本来相互敌对 战斗了无数纪元 谁也奈何不了谁 这下好了 有了共同的目标 有了共同的敌人 决定联合起来 在作战过程中 也有很多魔神不想死 选择投靠了对方 异族借此也知道了 本宇宙共有三千位魔神 如今只有两千位 四大异族经过筹备组成联军 一千多位虚道径 在家头靠过去的魔神 四位大道 竟强者等无数生灵 联合入侵了拉尼亚凯亚宇宙 张扬气的半死 立即斩断了他们的大道 借此回收了一波能量 背叛的魔神刚踏入拉尼亚凯亚宇宙 就发现自身实力大跌 与本宇宙再也没有那种联系 彭扶就是孤魂野鬼 但也没有办法 事情已经到了今天这地步 还能砸着 就这样 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打响了 对方是真莫想到 这些魔神这魔变态 可以无限复活 这背后也是张扬调集能源支持他们 甚至盘古能够强行提升到大道径 也离不开张扬的操作 战斗到最后 张扬知道 这场大战已经营不了 最好的结果就是打平 既然已经知道结果 张扬在战斗时 和盘古商量了一个计划 大战结果就像盘古说的那样 双方谁也没赢 四位入侵大道径生灵 被打成重伤 虚道径高手也阵亡了几百位 入侵的魔神死得死 逃得逃 拉尼亚凯亚宇宙也付出巨大代价 最后只留下一千一百位魔神 最强魔神盘古被镇压在四大宇宙 一些魔神被俘虏 关押起来 直到大战落下帷幕 双方各自舔毒伤口 拉尼亚凯亚宇宙存活下来的魔神们 纷纷有些后悔 后悔没有更加刻苦修行 同时也知道 本宇宙生灵数量少 手段少 吃了大亏 就在他们沮丧之时 盘古那履意志具现了 这给了他们无限的希望 这履盘古意志鼓励大家不要气馁 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散漫 必须要有组织 有纪律发展 单一魔神诀定并不可靠 于是成立了宇宙元老会 共同管理宇宙 盘古提出 宇宙必须要有无数生灵 这样才能有更多希望 最后决定以星球为单位 去发展文明 而且刚发生战争 还有无数亿族种族模板可以借鉴 于是乎 盘古据献出一颗星球 给大家打个样 让大家根据自己想法 在这颗星球不断推演 然后去创建生灵 创建种族 实在不会就借建一族模样去创建 这颗星球 就是地球 这个方案的制定者 正是张扬本灵 张扬经过推演 决定以星球主 小宇宙模式 去发展文明 同时制定宇宙法则 禁止星球内生灵被判星球主 星球主分不同层级 相互竞争 有竞争才能有压力 有压力才能有进步 最后形成一个金字塔模式 去管理整个宇宙 所以才有了拉尼亚凯亚宇宙这一切 当年魔神门证 在浴血奋战时 张扬也没有闲着 张扬提取了很多异族生灵记忆 知道他们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 根据这些问题 制定了一系列方案和手段 张扬并没有声张 将这一切都告知了盘古 让他去说出来 同时 盘古也决定 由自己亲自去执行任务 自己必须被俘虏 潜伏在四大异族 光潜伏也不行 同时也要接近这些任务目标 这就有了盘古之前说的那一幕 最后关头 他留守了 没有杀妖式昆蓬 准备挑拨礼 监测反昆蓬 没有打撒旦 全力干上帝 同时告诉上帝 小心撒旦 可以说 在三大宇宙都有布局 唯独没有在虫族部署 因为这帮虫子是真变态 但只要解决另外三个宇宙问题 盘古自信 拉尼亚凯亚宇宙单挑战虫族大宇宙 能把虫子巴巴打哭兜里 对付虫子不需要计谋 只需要硬实力 对抗虫族最好的办法就是科技 科技大范围攻击天克虫族 而制定这一切计划的张扬 知道不能只靠魔神们 也得靠自己 这种星球管理模式到底行不行 还是一个未知数 不亲身体验下怎么发现问题 毕竟执行过程中也会有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不能只靠宇宙元老会去反馈给自己 必须实时修复 亲身体验 这才有了张扬穿越 继承地球意识 去创建人族改变宇宙 同时配合盘古 策反一族的伟大计划 这样还有一个巨大的好处 那就是 宇宙最核心的种族 是张扬以新主身份创建出的 都是张扬的后裔 会对他有天然的好感 人族不会听从任何魔神意见 只会听从自己的意见 就因为张扬从无到有 给了人族一切可能 也让他们地位越来越高 如果以宇宙之主身份去培养 不可避免的会很高 无法和生灵融合在一起 张扬决定封印自己记忆 带着地球记忆 重生为一颗一级新主 张扬给了盘古一些秘密指令 让他在合适时间 给出相应的帮助 加速自己成长 天庭 地府 灵山并不是什么宇宙碎片制作而成 这纯是张扬用剩余的宇宙本源 炼制的宇宙吉林宝 不然 为何一族也好 其他种族也罢 并没有这种特殊变态的奇观呢 张扬最后的一道命令 那就是 如果盘古认为时机成熟了 就可以用令牌 唤醒自己的记忆 如今看来 对方准备偷袭仓储中心 四位大道吉生林重伤不出 对方内部随时可以叛乱 时机已经成熟了 第279章 恐怖的科技武器 张扬不再回忆过去 而是用一缕一智回到盘古身前 盘古见过父神盘古恭敬地说道 他知道 张扬已经恢复了记忆 最早的父神称呼 就源自于魔神对张扬的称呼 张扬扶起盘古 动容地说道 这些年 辛苦你了盘古有些感慨 谈何辛苦呢 即使是您 也封印记忆 和大家一起努力 我还有什么抱怨的资格呢 张扬拍了拍盘古肩膀 没有再说话 双方都需要适应一下身份 不然有些尴尬 张扬想了想开口道 我的身份 不要告诉任何生灵 今后没有什么宇宙之主 只有人族之主张扬 等你们回去后 你成为宇宙元老会会长 盘古苦笑道 还当会长啊 那我先当一阵子吧 让人族成长快一些 我再替他们 守好最后一班岗 张扬知道他是啥意思 乐呵呵说道 想啥呢 会长位置永远是你的 等我们战斗胜利后 就将你的事 既传遍宇宙 成为宇宙开天之神 为了拯救万民 与魔神翻脸 又卧底在一族无数纪元 这一切都是为了宇宙 盘古想起这魔多纪元来的努力 眼眶红润 张扬感知一下说道 好了 先干正事 孙悟空那边结束了 已经和天使族达成协议 不过 天使族要自己先探探路 收集一下情报后 在定目标 看来对妖族还是有些怀疑的 盘古说道 这也正常 一般虚伪至善的鸟人 将所有心鸣都当成信仰的奴隶 整日就是祷告 张扬思考片刻 心中有了决定 那就先这样 你和被镇压在撒旦的意志 可以自由沟通 我这缕意志就留在你这里 这样一来 你就可以和妖族的意志联动 我剩下的意志被镇压在虫族 这是一帮没有任何情感的虫子 从基因里就刻下秩序 不可能背叛虫皇 他们只依靠自己 哼 不急 咱们一步一步来 等三族大乱 针对虫族 必须以雷霆万军之士干掉他们 只有夺回镇压在虫族宇宙的盘古意志 接下来 才能完成整个计划 等我消息吧 最后时刻就要来临了 张扬说完就没有了声音 他已经回到本宇宙 这场布局 只剩下最后一个关键 那就是 灭掉虫族 夺回这25%的盘古意志 只有盘古复活 这场布局的胜率 才能提升到100% 做到万无一失 而对付虫族的关键 在于正在研究的科技武器 只有瞬间击溃虫族 才能震慑另外三大宇宙 让那些想反叛的生灵 下定最后的决心 想到这里 张扬来到了海克斯科技界 整个科技界 集合整个新系最顶尖的科研人才 大家汇聚在这里 就是为了研究顶尖的武器 张扬来到这里 召集了极大项目的负责人 来到会议室开会 张扬看着激动的科技大佬们 柔声道 你们辛苦了 银河系生灵不会忘了你们 如今外界一族虎视眈眈 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 也有自己的计划 这个计划的关键就在于你们 等战争结束 我会上报宇宙元老会 将你们的大名 传遍整个宇宙 将你们的事 既永远刻在时间长河里 张扬看着呼吸急促的科技大佬们 知道默人 可以抵抗这种名利诱惑 时间紧迫 大家介绍一下 自己负责的项目进展吧 就从前老先来吧 不用讲公事 只讲成果和困难 项目也不颤抖了 拿着资料站了起来 看着众人介绍道 我负责的项目是二项博 这是一种纬度武器 我们根据宇宙空间结构去研发 这种武器 瞬间就可以将一片星系 还原到诞生之际的状态 也就是一个点 整个武器堪称恐怖 但目前遇到的困难就是 我们对于宇宙空间结构研究 还处于理论状态 想要实现 还需要大量时间 毕竟我们无法亲眼看到 宇宙空间各基点的结构 只能根据数学 但一定有相同的基点 只要我们将这些相同的基点抽取掉 这片空间就会崩溃 重新回到基点 张扬满意地点了点头 看来人族的智慧 真是无限的 缺的就是引导 很好 做得不错 观测宇宙基点这个要求不过分 会议结束 带着小组核心成员 带上工具 跟我去现场观测宇宙诞生 负面研究基点 下一个 牛顿顿 我研究的是一种流体材料 叫做水滴 它拥有对电磁波100%的反射率 且绝对光滑 温度处于绝对零度 强度会比已知最硬的材料 还要强大几万倍 它内部装有微型芯片 可以毫不减速 做出任何转向 速度快 威力强 按照我们的设想 这是单体武器 可以破坏敌军重要设施 击毙敌军高层战斗力 这是一种强有力的复合材料 其中需要很多物质 现在遇到的困难是 我们本宇宙未发现其中的几种物质 这种物质经过我们调研 在妖族和天使 两个宇宙存在这种物质 但我们的生灵 根本无法过去这两大宇宙收集 这不是问题 把这两种物质 收集装置和探测装置研发出来 体积越小越好 回头我安排人去收集 下一位 彭罗斯 我研究的课题是 人为急用黑洞 这个威力就不用说了 难处在于黑洞引力太大 接近的物资都被吸引进去 我们需要亲眼观测研究基点 知道了 这个和前老要求差不多 你带好仪器和相关人员 咱们银河系就有一个黑洞 我带你们去观测一下 下一位 爱因斯 我研究的是 暗物质和红物质作为物质能源 目前已经提取出来微量 但不好利用 我的困难和它们差不多 也是想亲眼观测一下 红物质和暗物质的诞生与毁灭 随着众多科研人 愿你一言我一语 张扬意义记录 大部分都可以满足 大家好 作为一个宇宙之主 带着生灵去研究一下自己的身体 不太过分吧 什么叫暗物质 什么叫黑洞 都是我身体组成的一部分罢了 第280章 筹备 张扬化身万千 击到化身带着科学家们去研究各类可题 要求他们务必保证数据精准 尽快拿出具体方案 以便生产 大战不远了 理论是杀不死敌人的 必须要陷到成果 张扬又派遣多到化身前往各地 开始做最后部署 天庭 第36重天 张扬这段时间正在妖族 天使族活动 这边也没有闲着 整个本星系群的圣级高手 都来到了此处 银河系展开圣级特训后 烈日星系线到后 也派遣整个星系圣级高手前来特训 准圣以下的就不需要过来 只需要在自己星系展开特训 烈日星系之主知道了 就等于整个本星系群都知道 这家伙嘴也磨个板门的 喝点酒 就把这世传得沸沸扬扬的 哎 你们知道不 我老弟老牛逼了 你老弟谁啊 银河系之主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我老弟去宇宙元老 会请了鸡大长老过来 正在针对圣级生灵展开特训 我俩啥关系啊 我直接把星系里的圣级高手 全送过去了 这个星主啥来头 还能请动宇宙元老会的长老 还不止一位 那个 能不能也带我一个 也带我一个 还有他们怎么特训的 教教我们呗 酒杯咋空了 来来来 烈日老哥我给你买上 好好给我们讲讲呗 就这样 张扬这套以打带练的特训 在整个星系推开了 张扬巡视了一圈 整个本星系群都很刻苦 都成立了特训营 倒是侍女座星系团其他的地区 还是以前的老样子 整个星系团处于散漫的状态 本星系群属于侍的话 侍女座星系团就是省级单位 一个是好了 只能起到模范作用 却无法改变整个宇宙 但没有这个模范 其他地方也不知道怎么发展 张扬星神一动 嬴政直接出现第36重天的某处 嬴政有些开心 好久没见到副神了 嬴政连忙说到见过副神恩 这段时间特训怎么样 进步很大 尤其是实战经验 大家之前都是空有境界 却很少实战 更缺少生死危机 大家在血之魔神指导下 放开了打 毫无规则 从来没有什么一对一 就是无规则 无限制混战 即使受重伤 在单长老和一长老帮助下 这都不是问题 部分圣级境界有了突破 大家配合 私下感情变好 总体来看 成果斐然 张扬满意地点了点头 突然问道 其他地方呢 作为一个天地 可不能只管着自己 其他圣级特训 可以撒手 不管其他事情 嬴政可不行 嬴政司毫不慌 威威道来 在您制定政策后 至今为止 准圣突破到圣禁21位 金仙突破准圣174位 悬仙突破金仙471位 真仙突破悬仙2769位 杜杰期突破真仙境 173685位 剩余境界更不用提 今年一突破 快得吓人 张扬对于这个结果也不奇怪 能修炼成仙的修饰天赋 悟性都不差 就是缺失附带 之前的宇宙是拉帮结派 没有人指导 只能自己闭门造车 浪费了大量时间 现在不同了 在张扬的指导下 后背天才生灵 不停向上输出 后背力量庞大 有能力者 会得到更多资源 能者上 每提升一级 都会在最快时间得到老师帮助 量身定制 一带一 在最科学的方法下 茁壮成长 天庭 地府 佛门 还有基数秘境吗 天庭 地府 佛门 在得到您的命令后 开始不停在各层级特训营寻 找符合对应职位的天才 让他们学习军阵 前往各地完成任务 毕业任务成功后 才允许去下一层集训练营 内部也开始不停进行联动演习 务必要求天庭 地府 佛门 在最快时间内完成集结 最快速度投入战斗 最快速度安抚各界 有能力最快处理三界各处突发事件 同时 我针对您给的方案 又启动了对抗军演 三个机构随机对抗 一对一 一对二 分别进行突袭 正面对抗 渗透等多维度作战 蓝星主天庭为最高指挥中心 保证在战斗时 各级单位 家族 星主会在最快时间联系到天庭 听从天庭指挥 天庭 地府下属无数分部 也会第一时间保护生灵 同时启动最高战备 开始自卫反击作战 确保多套硬敌方案 张扬很满意 这个天地选择太对了 看看这安排嘎嘎的 张扬继续说道 你做得很好 另外让佛门成立都战队 支援各地战斗 在战斗时 不停巡视各地 以天庭 地府为作战机构 战备等级分为三等 最高级战备 各星球主 必须无条件 听从所属天庭安排 没有天庭 就听从地府命令 务必保护好各星球生灵生命 在各星球各机构 流出大量避难所 确保面对极端情况 也能存活一段岁月 一级战备后 要战斗力低下的新民避难 嬴政听到此处 有些迟疑还是说道 妇神 根据我们调研和多次演习结果 新民不愿意躲起来 愿意穿上机甲 战死沙场 他们说 保护家园人人有责 张扬一愣 有些敬佩 随后说道 立即去科技界找温孕 要求他加大机甲研发 命令秘境加大机甲生产速度 确保在进入二级战备时 每个生灵都能得到一副机甲 足够的弹药 药品 丹阳 嬴政毫不犹豫地说 明白 我已经命令挤出秘境 加大生产速度 缺少任何东西 都要提前打报告 我们会充分保证 他们的物质要求 机甲已经通知温孕先生 最终机甲型号已经定版 可以让机甲融合自身灵器 两者合一 加大机甲威力 丹药以屁股丹 疗伤类丹药 增幅战斗力 类丹药为主 甚至 张扬疑惑地问道 甚至什么 嬴政有些感动 立即跪下说 甚至这些大师 研发出爆裂丹 丧尸丹 还上奏请求 请求务必同意生产这种丹药 请父神批准 张扬闭上眼睛 瞬间知道了这两种丹药的作用 深深叹了一口气 准 你筹备吧 张扬说完 瞬间消失在原地